剩下时节,暑气重的闷人,池塘中那几尾鲤鱼都又不动到了,聚在桥下阴凉处,慢悠悠地穿梭在石凤间,躲避正午的阳光。 一春,抚一五时可来看过,小姐的身子好些了吗? 墙边廊下,双柄斑白的老妇边走进院子边问着,老妇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薄汗。 在她身前,两名丫鬟还搀扶着一位体态婀娜的妇人,守在院中的青山丫鬟见了她们,立刻带领其余丫鬟上前, 众人屈膝朝着妇人行礼,见过夫人,那妇人轻轻抬了抬手,并肩朱翠轻晃。 一春见状才敢起身,又规矩答着,回杜默默话,府一五时已经来请过麦了,小姐仍旧昏迷着,还不见醒。 她话音刚落,只见另一名青山丫鬟从屋内推门而出,急忙朝众人叫喊,小姐醒了,快传府一来。 屋内,威风裹挟着剩下的燥热,扑洒在肖旺叔脸上。 肖旺叔靠坐在床头,目光有些涣散。 入目这花纹繁琐的刺绣被褥,这朱漆雕花架子床,这骨香骨色的屏风,无疑不再挑战她的理智。 小姐醒了?刚才那丫鬟的叫声在耳边回荡,肖旺叔缓缓抬起手,看着自己这双白皙纤细的手。 这不是她的手。 她的手从小就干过太多脏活累活,洞窗划痕,多得数不过来。 即使后期她用了最昂贵的护理,那双手也永远不可能娇嫩到这种地步。 这就是一双生来不沾扬春水的手。 小姐!小姐感觉如何,身上可有哪出难受的? 一春晓跑到床边,看了看肖旺叔现在的神情,脸上浮现出紧张之色。 小姐这模样像是有些吃傻了,该不会真的如服役所说,磕伤了脑袋里面吧。 旺叔,怎地不说话? 体态婀娜的妇人走到床边,抬手轻缕开她的宽秀,斜着身子在床边坐下。 肖旺叔抬起头看向她,在看到妇人的瞬间,她脑海里像是触动了什么闸门,这具身体里的所有记忆开始涌现。 连带勾起的,还有她自己的记忆。 宰相扶四小姐,肖旺叔,宰相夫人,房契儿,还有丫鬟一春,磨磨度尽,这些人她怎么会这么熟悉? 肖旺叔眉头青醋,随后脑海里白光闪过,她脸上出现了片刻的失神。 对了,是那本书。 她为挨晚期,在疗养院里,护工送给她闲来无视打发时间的那本书。 旺叔。 房契儿坐在床边看着女儿,神色略带几分担忧,伸出手在肖旺叔眼前挥了挥, 头还疼着。说完这话,房契儿立刻转向她身边的老嬷嬷,开口吩咐,奶娘,你再派人去催催抚衣。 杜嬷嬷听了立马应下,老奴这就去。 说完,杜嬷嬷躬身退下,带着两名丫鬟离开了房间。 肖旺输定了定心神,接受完身体的全部记忆之后,压下她心中所有疑惑与震撼, 看向房契儿,开口道,母亲不必担忧,孩儿并无大碍,只是在床上躺久了,头有些昏沉。 房契儿倾簇眉头,问着,当真。 问完,还不等肖旺叔回答,只听她又说着,别是小性子,还是让府衣来看看,别落下什么毛病。 又不过房契儿的意思,再加上肖旺叔本身也有些乏力,便顺口应下,也好,那就听母亲的。 女儿的应答很正常,房契儿也并未察觉到什么异样,伸手为肖旺叔噎了噎背脚。 夏季的被褥并不厚,薄得像层毯子一样,但盖在身上依旧闷热。 肖旺叔没说什么,在房契儿看不到的角度,她不动声色地打开了床内侧的背脚,让被子里的热气能够散出去。 旺叔,你,房契儿坐在床边,看了看肖旺叔,随后又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着她这欲言又止的神色,肖旺叔脸眸,直接问道,母亲想说什么? 她当然知道房契儿想说什么。 宰相府迪四小姐肖旺叔,父亲是权倾朝野的宰相大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母亲是家族势力庞大的房家嫡女,如今独掌中愧的肖府主母。 这般绅士,袁申在魏国经师,本该是个横着走的人。 实际上,袁申也确实是横着走的。 但这仅仅是在她没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肖旺叔,不随其与姐妹一起入宫,协助父亲钳制皇帝, 也不嫁给门当户队的同党之子,巩固利益关系。 承天眼里,心里只有那位风华季月的穆二公子。 那穆二公子好吗? 当然是个好的。 在书中协助皇帝扳倒奸臣宰相,助皇族重掌朝政大权,随后借着从龙之宫一跃升天的人。 年少有为,能不好吗? 风华季月的穆二公子,当然是个好的。 但立场相对,利益冲突,再好也不该上心。 旺叔,母亲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但你总归是相辅嫡女,凡事不可太过人性。 房契儿说完这话,见萧旺叔的神色还算平淡,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他才继续往下讲。 那穆二公子终究不是你的良人,他对你也无异。 你父亲拉拢穆家多次,对方拒不领情。 如此,不成有便是嫡了。 先前你父亲不阻拦你,也是想随了你的心意,让你去与幕府联姻。 可如今你也看到了,幕府上下忠于皇帝,与我萧府不可共存。 既然这样,你便收了心思可好。 待母亲相看相看,再为你寻衣良配。 经师大好而郎众多,与你父亲交好的那些官员,他们家中便有几位公子都还不错。 将来若是配与他们,有你父亲在,婆家也无人敢亲你分毫。 一模一样的话,萧旺叔曾在书上看到过。 如今亲耳听到房契儿坐在他床边苦口婆心的柔声劝说,这感觉又是截然不同的。 书中,自从房契儿这次劝说过后,原本的萧旺叔耐心不足,朝着房契儿大发脾气,扬言此生非幕二公子不嫁。 此后他更是变本加厉。 对那幕二公子极尽讨好,消磨完了他生生父母对他的全部爱护,也把萧家的所有机密一一暴露在政敌眼前。 那位幕二公子之所以能协助皇帝扳倒奸臣宰相,这其中多少有他这位宰相扶寺小姐的功劳。 旺叔,你,看这如何? 说完许久,还不见女儿应答,房契儿试探性地追问一句。 萧旺叔回过神来,先谋看向房契儿,态度还是一如既往地骄纵傲慢,知道了,此事母亲不必多管,孩儿知道轻重。 得不到的东西不要也罢,孩儿必不会再让你和父亲为难。 此话当真,房契儿面上一喜,他这女儿虽说被骄惯坏了,嚣张跋扈了些,但却是个说到做到的性子。 既然说了不要,那应该是死心了吧。 萧旺叔姿态随意,开口硬着,自然当真,不过母亲也不必再刻意为孩儿去相看谁,孩儿还不想离开相府,去做谁家后院的夫人。 房契儿听了连连点头,并肩猪翠晃动的幅度都大了许多。 好好,旺叔之管慢慢挑选,京师好儿郎还多着。 只要女儿不再发疯般的执着于那木二公子,房契儿自然是什么都能依着他。 夫人,小姐,府衣来了。 多默默几人领着府衣进门,朝房契儿和萧旺叔行礼。 房契儿脸上的激动之色渐渐平息下去,吩咐着,为小姐枕脉吧。 是。 府衣弯着腰上前,从药箱里取出脉枕。 萧旺叔看了一眼,将手搭上去。 府衣又立刻在他白皙的手腕上盖了一层紧帕,随后才敢伸手搭在他腕上枕脉。 他神志清醒,他落水后磕伤的那个伤口看起来也并不严重。 府衣跟着松了口气,只嘱咐他好生休息,按时用药。 听府衣说无甚大碍,房契儿也能放下心了。 见萧旺叔靠坐在床头,面露眷色,房契儿起身准备离开,离开前一再叮嘱他好生休养,再吩咐下人们好生伺候着。 听着房契儿的叮嘱,萧旺叔一一应下。 房契儿刚出房间,他倒头就睡了。 睡梦中,他梦到自己还在疗养院里,坐在走廊下晒着太阳,翻看前半生从未有闲暇去看的消遣小说。 在那所疗养院里,好像再找不到比他年纪还小的病人了。 甚至连分配过来照顾他的那几名护工,都是从业多年颇有资历的老人,年纪比他还大。 摇晃的堂椅,西沉的斜阳,还有速速翻动的那本小说,陪伴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任他白手起家,任他大起大落,任他金玉满堂,任他颇天富贵。 到最后,还是蜷缩在半平米的堂椅上了此一生。 本以为睡醒了,梦就该醒了。 肖旺叔万万没想到,他在这书中世界待了三天,这场梦不仅没有丝毫要醒的趋势,反而愈发真实。 真实到那些停留在书页上的一个个姓名,现在有血有肉地出现在他面前,生动鲜活。 小姐,接的风有些大,还是披上披风吧。 身着青山的丫鬟上前,语气担忧地,请示着肖旺叔。 肖旺叔撑着额头坐在亭边,懒洋洋地抬起头,看了那青山丫鬟一眼,随后继续看向池里的鲤鱼。 书夏,你太紧张了。 这个时辰天还太热,等晚些时候,太阳落山再披上吧。 听肖旺叔这么说,书夏也就不好再劝了,老老实实地屈膝硬了声势,又走到义春身边站好。 义春的性子比书夏要活泼许多,端着一盘点心上前,笑盈盈地朝肖旺叔问着,小姐可要吃些绿豆糕? 屈暑气的。 你吃吧,我还不饿。 得了肖旺叔的答复,义春憨笑着嗡了一声,又端着糕点站回旁边吃去了。 肖旺叔继续看着池里游动的鲤,思绪渐渐飘远。 这三天,她的身子好了许多,也能下床出门,在府里走动走动了。 三天时间里,她的母亲房契去看过她好几次,派人送了不少补品过去。 父亲肖红也在百忙之中抽出空,去她院子里看过她一次。 还有个半大不大的包弟,也偷偷去看过她几次。 不过每次都是躲在窗台下偷偷地看,被她发现之后就溜走了。 至于肖府后院其余几位妾室也都陆续去看过她,送了些礼,不过都只是些表面功夫罢了。 肖旺叔正想着,就在这时,旁边突然抛来一块石头。 石头砸进池塘里,溅起了不小的水花,也惊跑了一池的鲤鱼。 小姐! 书夏和义春惊呼一声,连忙上前查看肖旺叔的情况,看她有没有被水花见到。 他们两人慌慌忙忙,倒是显得肖旺叔格外的淡定。 哈哈!这都被吓到了,胆小鬼! 梁亭旁边传来小男孩的调皮笑声。 义春寻着声音看过去,只见那小男孩还笑嘻嘻地朝他们伴着鬼脸, 一副毫不知错的样子。 这鬼脸实在扮得又丑又欠,义春也没看清那小男孩到底是谁, 直接怒吓,你是谁家孩子,怎敢惊扰我家小姐? 那男孩的随从听到动静也匆忙赶了过来, 一见是肖旺叔在此,他们几人脸上的紧张都莫名消散了。 见过肖四小姐,我家少爷年纪小不懂事,若有惊扰之处, 还望肖四小姐勿怪。 那几名随从一起朝着肖旺叔行里,还不等肖旺叔开口, 他们就自己起身了。 肖旺叔坐在亭上,撑着额头捏了他们一眼, 问着肖府四小姐的脾气,经师上下谁人不知。 跑到我肖府后院来惊扰我,谁给你们的胆子? 听着肖旺叔的话,那几名随从有些反应不及。 肖四小姐居然会对他们幕府的人翻脸。 书下最先反应过来,高声喊来周围直守的肖府护卫, 来人,把这些灯徒子压下来。 喂,上面那位肖四小姐, 我是和我二哥一起来看望你的,来者是客, 这就是你肖府的代客知道吗? 下面池边的小男孩也不伴鬼脸了。 露出了原本的模样, 怒目元征看向肖旺叔,好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屈辱。 他堂堂幕府十公子, 要是被肖府下人扣押在这里,那多不像话。 哦,我说这鬼脸是谁,原来是穆小公子啊。 肖旺叔不以为意,话锋一转,又反问着, 既是客人,穆小公子不在前厅受我府上茶水侍奉, 反而跑来府上游园,惊吓府上女眷。 穆小公子,你穆家自诩书香世家, 如何养出了此等流氓行径? 扑! 就在梁府的护卫僵持不动的时候, 不远处传来一声轻笑。 多日不见,四妹还是这副样子,能言善辩的。 不远处,挺拔俊朗的青年男子一身脏蓝长袍, 满面笑意地朝着这边漫步走来。 随后又有一名月白衣袍的小少年也朝这边赶来, 小少年到场后先是看了看肖旺叔, 随后挪开视线,朝青年男子拱手见礼。 二哥 肖旺叔也慢条思理地起身,朝着青年男子微微屈膝, 从容开口,见过二哥, 二哥不是外出办事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京了? 肖府二公子,肖平南。 宰相肖红的原配妻子并不是如今的房契儿, 而是肖平南那身是普通的生母许氏,许芳荣。 早些年,许芳荣在肖红夺兵权的战乱中流落身亡。 随后,房契儿被扶正,成为了当家主母, 那时十三岁的肖平南也被过继到房契儿名下抚养。 真要论起来, 其实肖平南才是这儿巴惊的肖府嫡出。 而房契儿所生的肖旺叔,肖福光姐弟二人, 则是因为房契儿被扶正,后面才成了肖府嫡出。 想到这里,肖旺叔朝着那越白衣袍的小少年轻轻招了招手。 肖福光看到他的动作先是一愣, 然后还是慢吞吞地朝着他那边挪动, 最后乖乖站在了肖旺叔身边。 四妹,八弟。 肖平南拱手回礼,随后继续回答肖旺叔刚才的问题, 难下半点小事而已, 很快就解决了,有劳四妹记挂。 把肖旺叔姐弟二人的小动作尽收眼底, 肖平南又笑道, 我离京时你们俩还互看不顺, 母亲还为此担忧了一阵。 我都说了姐弟之间哪有隔夜的仇, 看看,这不就好了吗? 肖旺叔顺手摸了摸肖福光的脑袋, 谈笑自如,确实如此, 遇事方知自家兄弟远比外人靠谱。 书中,肖旺叔深陷情网, 仅因肖福光不喜穆家之人, 便对他自己的胞弟生出隔阂。 先是落水伤了头, 苏醒之后与房庆儿争执不休, 再是满心扑在了情爱上, 与胞弟肖福光愈发疏远。 之后见肖旺叔一再被穆家利用, 肖福光曾念及姐弟情义, 屡次伸手试图拉他脱离穆家的掌控, 但都被肖旺叔不耐拒绝。 姐弟之情, 终是在一次次争执中消磨殆尽。 姐姐知道就好。 肖福光在旁边低声嘟囔一句。 伟兄出门越鱼, 四妹倒是变了许多。 听父亲母亲说你落水受了惊吓, 想来确实是去幕府赴宴时受了不小的委屈。 肖平南上前几步, 抬起手朝着肖旺叔头上摸去。 肖旺叔站在原地不躲不闪。 眼看着肖平南的手掌落在肖旺叔头顶, 别说一旁的肖福光有些诧异, 就连肖平南本人都有些惊讶。 刚才肖旺叔那些话, 他只当是他爱而不得, 说的些气话。 依照肖旺叔的傲慢脾性, 他以前从不承认有他这个郭继来的, 出身低微的兄长, 他以为这一下肖旺叔必然是要躲开的。 先前确实是猪油蒙了心, 糊涂了一段时间, 让二哥和阿弟担忧了。 肖旺叔字字句句都透着一股大彻大雾的气息, 倒是让肖平南一时间找不出什么别的再来试探他了。 此刻, 在外人看来, 兄长安抚前几天落水受惊的妹妹, 这就是一幅兄妹有爱的美好画卷。 而只有画卷中的两人才知道, 第一场切磋结束了。 此时, 肖浮光的视线也转向了一旁, 看向那名郑玉趁人不被逃离现场的小男孩。 牧师公子, 你来我肖浮做客, 不好生跟在你兄长身边, 来后援做什么? 肖浮光开口询问, 准确来说, 是质问。 这个牧承阳就是个被牧家交纵惯了的猎种, 小小年纪就赶在各家后院里嬉戏, 挑逗各家的小姐侍女, 丝毫不顾及男女之房。 从小便如此, 长大还得了。 刚才就是因为见牧承阳不在前厅, 他才急忙赶来了后援, 果真在他姐姐这里。 被逮个正着的牧承阳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顿时恼怒道, 前厅没有什么好玩的, 我随便逛逛就到了这里, 不成吗? 我与二哥是来送礼慰问的, 又不是来受人管束的。 这些萧家人真是太猖狂了, 他们是客, 又不是刑部大牢里的囚犯。 萧浮光扫了眼周围的护卫, 继续追问, 牧家二位今日登门, 既然是为了送礼慰问我姐姐, 怎的牧师公子又在这儿与我姐姐起了争执? 他比牧承阳要大上两岁, 自小就是在萧家和房家两边见过各种大场面的, 说起话来, 自然也比牧承阳要稳重许多。 牧承阳的嘴唇如动了半上, 愣是没憋出半个字来。 四妹, 八弟, 方才我来识见牧二公子在找弟弟, 想必是在找牧小公子。 不如先将人送去前厅吧, 省得牧府的人着急, 在府上四处乱找。 萧平南在旁边开口提醒一句, 牧家的人来了萧府, 自然是不能让他们乱跑的。 否则, 看到什么不该看的, 找到什么不该找的, 那又怎么算呢? 萧旺叔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 微微汗手。 也罢, 我也不好与个半大的孩子计较, 二哥, 将他带去吧。 顺道也和牧府的人说一声, 若是牧府看望伤者的礼仪, 就是砸对方一身水花, 那以后就不必来看望了, 我受不起。 好, 想必你接夜累着了, 就回去歇, 萧平南的话还未说完, 只见一批甲卫朝着他们这边靠拢。 围首的中年男人, 步伐沉稳。 墨色长袖在空中摆动, 袖在袖口的金线祥云浮现出异异华光。 在男人身后, 还跟着一名将领和一名白衣公子, 那将领身高九尺身着盔甲, 鼻挺如风, 五官四刀削斑硬朗, 浑身上下透着冷肃杀意, 走来时都像斜着扑面而来的墨北风沙。 而那白衣公子则是截然不同, 斯文如雅, 嘴角擒着一抹温和笑意, 每走一步都仿佛携江南春风而来。 父亲。 萧平南和萧福光转向中年男人, 齐齐拱手行礼。 萧旺叔也扶身行礼, 见过父亲。 萧红看了看三个儿女, 朝他们点了点头, 泰然道, 怎么都挤在这里, 还把幕府的客人围起来了? 那边的穆承阳正要抢着开口诉苦, 萧旺叔先他一步, 从容不迫地开口答着, 回复亲话, 穆小公子跑来游园池边惊吓女眷, 还伴着鬼脸, 口出轻狂之言。 孩儿一时没认出人来, 误以为是什么萧小之辈闯入府中, 便命人扣压下来了。 若有怠慢宾客之处, 还请幕府多多担待。 萧旺叔说完, 萧红身后那白衣公子眼角微挑, 似乎有些诧异, 反问着, 竟有此事。 问着这话, 他的目光落在了穆承阳身上。 二哥, 我, 我就是想四处走走玩玩而已, 穆承阳有些局促地看了看四周的甲位。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以萧旺叔对他二哥那个喜欢程度, 居然会命令萧府护卫扣压他。 该死的, 他以后别再想进他们幕府的门。 看到穆承阳这副显然心虚的模样, 也就不需要别人再多说些什么了。 白衣公子眸色一沉, 脸上浮现出薄怒之色, 肃声道, 胡闹。 真是母亲太惯着你了, 纵使你年幼, 也不该如此不知分寸惊扰女眷, 快向萧四小姐道歉。 听到这白衣公子的话, 萧旺叔脸上笑意不减。 不愧是书中的顶配角色, 穆二公子穆云泽, 说话就是好听。 听听, 年幼, 那惊扰女眷还有什么关系呢? 年幼的孩子又算不得什么登途浪子。 至于长大之后强强民女, 在他母亲和一众哥哥姐姐的庇护下, 奸淫掳掠, 甚至和他抢掳去的不少女子擦出爱情的火花, 成为书中不拘一格的风流浪子, 那又都是后话了。 罢了, 穆小公子年幼好动, 只是扔块石头, 见了点水在我身上而已, 算不得什么大事。 来者是客, 岂能为这点小事怠慢了客人? 肖旺叔说这话的时间里, 一副生怕肖旺叔沾水着凉的模样。 肖平男看他一眼, 关心道, 四妹这身子僵僵才好, 别又沾上水气了, 还是回去更衣歇息吧。 听了这话, 肖旺叔看向肖红, 警示意味已经足够明显。 肖红点头应允, 旺叔, 你先回去歇着吧。 肖旺叔随即屈膝行礼, 顺时接话, 谢父亲, 那孩儿失陪, 先行告退。 父亲, 母亲方才吩咐孩儿为姐姐送些补品, 孩儿也先随姐姐告退了。 肖浮光拱手弯腰行礼, 正准备和肖旺叔一起离开时, 只听肖红说着, 让陈楚与你一道, 送完补品直接去温习马术。 陈楚, 两个月前才从西北边关调回京师, 如今是贴身保护肖红的五位将军, 同时也是肖浮下面两位年幼公子的众多武学师傅之一。 听到肖红的话, 肖浮光立刻应下, 是。 肖红身后那名将领也走了出来, 庞大的身躯投下一片阴影, 久不开口的声音带着些沙哑, 是。 回院路上, 气氛一片安静凝和。 姐姐就这般算了? 肖浮光走在肖旺叔身边低声问着, 以他姐姐那个牙字必报的性子, 不应该啊。 莫非还是沐云泽的缘故, 让姐姐对沐承阳也多了几分宽容? 算了。 肖旺叔放慢脚步, 邪逆他一眼, 到底是有些日子没和阿弟谈心了, 阿弟与姐姐都没什么默契了。 书中, 肖旺叔, 肖浮光这对姐弟, 那可是从小配合到大的反派角色呀。 姐姐冲在前面嚣张跋扈惹是生非, 弟弟走在背后默默捅刀摆平乱局, 同胞姐弟之间有着独一份的默契。 后面剧情发展, 肖旺叔落水, 与房契儿爆发争执, 与肖浮光离心, 可谓是全书的一大转折点。 同时也是书中肖旺叔这个角色设定, 彻底崩塌的开始。 他也时常庆幸, 自己进入书中世界的时间就刚好卡在了这个转折点之前, 卡在一切剧情都还方便挽救的时候。 姐姐何意? 肖浮光继续追问。 肖旺叔朝他招了招手, 用手掩着嘴, 轻身贴近他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 只见肖浮光脸上的表情逐渐怪异起来。 姐姐, 这, 未免太阴损了些。 不过也不是不行。 肖旺叔笑了笑, 不痛不痒地开口, 阿弟放心, 这还只是小打小闹一番, 稍微给个教训罢了, 日后和他们沐家还有的斗呢。 房契儿那句话说得在理, 不成有, 便是敌了。 沐家既不愿成有, 那日后必然成敌。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肖浮光稚嫩的脸庞上带着不符合年纪的沉稳, 欣慰道, 姐姐安心在府上休养就好, 此事交给我去办就是。 只要他姐姐不再执着于沐云泽, 其余一切都好说。 肖旺叔点了点头, 你自己也注意些。 姐姐放心, 我明白的。 也不是一次两次干了。 肖浮光此刻心里欣慰得很, 他姐姐终于不再是那个因为沐云泽而对他发脾气的人了。 前段时间的姐姐实在是让他感到心寒。 肖旺叔姐弟两人走在前方, 摇完这事之后又聊了许多幼时的去世。 这氛围太过融洽, 就连一春和书夏都忍不住开口接了几句。 陈楚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身后, 时刻注意着四周, 边听边保护他们姐弟二人的安全。 西北战局平定下来, 他两月前才被调回京师任职。 回来前常听人说, 这位肖四小姐是个不好相语的, 但她是武将, 平日里也不与后宅小姐接触。 今日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只觉得导演没有传闻中那么恶劣。 陈楚这样的想法持续了一个下午, 直到, 陈将军可否借我两名精兵去办件事。 肖浮光完成了今天的奇术练习, 走到陈楚身边礼貌询问。 陈楚皱起眉头, 公子有何事要办? 肖浮光看了看周围, 确认没有外人窃听之后, 才开口说着, 姐姐今日在自个儿家中受了牧承阳的气, 这口气不让他出了, 怕是会影响他休养。 听着这话, 陈楚的眉头直接拧在了一起, 低头看向客气礼貌的肖浮光。 他的首要职责是贴身保护宰相, 教导两位宰相公子练习其设都是其次的。 如果肖浮光让他亲自陪同办事, 他大可以直接拒绝。 但肖浮光只找他借两名精兵,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反倒不好, 开口拒绝了。 毕竟肖浮光是宰相最腾宠的一位公子, 他和这位肖小公子, 以后还有得势交道要打。 可要是肖浮光用这两名精兵惹出什么大祸来, 他也难逃其责。 肖浮光或许是看出了他的忧虑, 又道, 陈将军放心, 就是半件小事, 为姐姐出口气罢了。 我担心手下仆从武力地下, 办不好而已。 姐姐他一个女儿家, 心肠软, 就算给他出气也不会闹大的。 就算闹大, 也不会闹到他们身上来的。 肖浮光后面这句话并没有说出口。 听肖浮光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陈楚转念一想, 也是。 四小姐一个女儿家, 被父母交纵惯了, 稍微有点小脾气而已, 应该不碍事。 借两名精兵去出出气而已, 人也不多, 闹不大的。 那好, 便让罗衡和杨芸木一起陪小公子去办事吧。 陈楚心里盘算着, 这两人都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 什么事能干, 什么事不能干, 他们两人心里也有个分寸。 肖浮光闻言, 客客气气拱手弯腰, 道, 多谢将军。 陈楚抱拳回礼, 公子客气了。 幕府石公子穆承阳的光辉事迹, 仅仅两三天时间, 就传遍了京师的大街小巷。 流言的传播速度, 快到整座幕府轻力都没能压下。 自诩书香世家的穆家, 教养出来的石公子穆承阳, 竟是个小小年纪, 就四处撒欢的下流胚子。 都说世家公子风流而不下流, 他倒好, 光天化日之下, 最倒在青楼厨馆里, 还是最倒在御房里, 看光了满房妓子。 在众多妓子的尖叫声中, 他还不知不觉, 口出污秽之言, 闹得整条街沸沸扬扬。 天子脚下, 京师皇城, 如此放浪简直不成体统。 中书令穆汉教子不言, 在朝上被适中房景泰一参再参。 皇帝有名无实, 空有地位而无实权, 无奈之下只能暂时让穆汉回府上闭门思过, 将穆汉主管的中书省移交给宰相监管。 朝上谁人不知, 房景泰乃是萧红的乐障, 房契儿的生生父亲。 这一出好戏, 八成是因为穆家人最近在各处游走结党, 萧家嫡女又在幕府落水失了面子, 萧房两家的人都站出来敲警钟了。 宰相府里, 卫时的太阳高悬在空中, 灼热的光芒洒下来, 让人只觉得眼前看到的东西都是模糊扭曲的。 此时练习奇术, 鼠时辛苦了些, 就怕浮光他中了鼠。 房契儿接过杜摩摩递来的帕子, 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细汗。 萧旺叔坐在他旁边, 倒好一碗茶端过去。 母亲, 喝完紫苏煎水吧, 解鼠去灶。 嗯, 好。 房契儿搁下帕子, 端起茶碗喝了大半碗。 萧旺叔协议在座椅扶手上, 握着檀木手柄, 轻摇手里的天青色绣篮团扇, 慵懒得像只猫。 山出的微风浮动他鬓角的碎发, 他五官本就生得精致, 不加脂粉的自然美感, 在这盛下显得格外清新。 夫人, 相爷在院中厚着, 似是有事与您商量。 房契儿的贴身丫鬟藏东快步走了过来, 在房契儿身边禀报。 听到藏东这话, 房契儿的神色略有些诧异, 在杜嬷嬷的搀扶下缓缓起身, 朝萧旺叔叮嘱, 我回去瞧瞧, 旺叔你等会儿若是身子不适, 就快些回院歇着。 母亲安心, 孩儿晓得的。 萧旺叔起身, 屈膝送道, 父亲那边的事情重要, 母亲快些回去吧。 嗯。 房契儿点了点头, 在杜嬷嬷的搀扶下往回走。 送走房契儿之后, 萧旺叔坐回去, 继续看着跑马场上的人。 团扇轻摇, 美人如画。 直到看见萧浮光他们结束了今日的训练, 萧旺叔才懒懒起身, 领着一春和书下上前。 姐姐。 萧浮光擦完汗, 大步迎了上去。 另一名和他一起训练的少年也跟着走了过去, 朝着萧旺叔拱手弯腰见礼, 规矩喊道, 见过四姐姐。 府上于姨娘所出, 宰相辅树七公子, 萧正希。 他和萧浮光年纪相仿, 只比萧浮光大上两岁, 平日里都是和萧浮光一起读书训练的。 因为他胎理不足, 打出生起就身体不好, 是个药罐子, 从小到大病痛不断, 所以萧红对他也没有多严苛的要求。 就拿着骑射来说, 萧浮光练不好是要受罚受训的, 而萧正希则是以身体为主, 身子不适就可以不训练, 在旁边歇着就行了。 七弟, 喝点茶水吧, 瞧你们都累着了。 萧旺叔笑得柔和, 亲手提起胡, 倒了三碗紫苏煎水。 萧浮光上前端茶, 先端了一碗茶, 送去给旁边整理马鞍的陈楚。 陈楚一愣, 随即远远地朝着萧旺叔抱全行了个礼, 然后端起萧浮光手里的茶碗, 仰头干碗, 放下碗就大步走远了。 那背影, 怎么看都有骨子逃命的架势在里面? 陈将军似乎有些怕似姐姐。 萧正希斟酌着说了一句, 萧旺叔心中也稍微有些疑惑, 不过面上还是不动声色。 王尔一笑, 道, 是无仇的, 他怕我作甚。 话虽这么说, 但他确实也觉得这位陈楚将军在躲着他。 奇奇怪怪, 倒让人有些好奇。 四姐姐说的也是, 许是我多心了。 萧正希喝完放下碗, 随后又规规矩矩地朝萧旺叔拱手道, 四姐姐, 我还有些课业没有完成, 就先回去了。 萧旺叔点了点头, 好, 路上慢些。 嗯。 萧正希应了一声, 转身掩着嘴咳了两声, 带着蒲从离开了这里。 这时萧福光也走了回来, 疑惑地嘀咕着, 陈将军这两日颇为怪异, 教我们时像是束手束脚的。 萧旺叔反问一声, 哦。 萧福光脸眸,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 突然笑了起来, 开口道, 许是被我们吓到了。 萧旺叔继续问着, 怎么说? 萧福光答着, 那日不是借了陈将军的两名精兵去办事吗? 估摸着, 是他们二人回去后, 和陈将军说了些什么, 陈将军现在知道了什么叫为女子与小人南洋也。 那天他带着罗衡和杨玉木一起, 先是花钱找起儿把沐承阳给骗出了府, 要得神志不清。 之后, 又把人扛到青楼, 扔进了御房里, 还趁乱乔装进去, 把沐承阳蒙上头踹了几脚。 估摸着是他下手太损, 吓到他们俩了。 他们俩回去之后, 和陈楚说了些什么, 又吓到陈楚了。 听到萧福光的解释, 萧旺叔先是愣了会儿, 随即也笑了出来。 这陈将军倒是有趣, 难怪他们的宰相父亲喜欢让这位陈将军贴身保护, 这样没什么新颜子的人放在身边, 确实让人安心。 萧福光跟着他笑了会儿, 继续说着, 对了姐姐, 你有些日子没去购置首饰了, 今日可要出门走走。 女子爱美乃是天性, 她姐姐这般妙人, 更该好声装扮着。 萧旺叔正好也想出门看看, 看着书中描写的繁华精诗, 究竟是和动人模样, 于是点头应了句, 那便出门瞧瞧吧。 起楼高百尺, 诸轮竞争道, 这车水马龙的帝都精诗, 果然足够动人。 若木皆繁华, 此等琳琅满目的视觉震撼, 绝非书中寥寥几笔便能描绘的。 如今天气正热, 街上百姓不多, 待到什么中秋上园时, 精诗街上那才叫热闹。 萧福光开口感慨着, 萧旺叔看着眼前这条猪雀大街, 笑道, 已经够了, 这已经足够震撼了。 什么? 萧福光没有听清他的话, 追问了一句。 萧旺叔随意道, 没什么, 走吧, 瞧瞧有什么好东西, 也给母亲带些回去。 一会儿别回去太晚, 不然母亲该担心了。 姐姐近日倒是愈发体贴母亲了。 萧福光打趣一句, 自从在幕府落水之后, 姐姐就再也没对那慕云泽 有过什么别的念头, 而且越来越喜欢亲近母亲了。 确实是件大好事。 就你话多, 有着空闲, 倒不如好好帮我瞧瞧, 看哪家铺面的生意红火。 萧旺叔的视线 从沿街的铺面上扫过。 沿街售卖脂粉布料的铺子不少, 里面纸铺也多, 饭馆九四更是烟火气味浓烈。 姐姐要看铺面做什么? 母亲先前说, 将她的嫁妆铺子交给你打理, 你还总嫌麻烦来着。 萧福光有些不解。 萧旺叔笑道, 先前不懂事, 不知银钱香。 姐姐的月历银子不够用吗? 萧福光问了一句, 随后又补充着, 我平日里不怎么花销, 姐姐若是银钱不够用, 我这儿还有多的。 府上那些树出姐姐嫁人之前, 在归中时月历银子也就三两。 若是母女偶尔得了父亲赏赐, 就能多出些银子来花销。 但姐姐不同, 她是嫡出小姐, 又有母亲疼爱, 每月的月历银子能多到二十两, 比府上的树出哥哥还多。 要是偶尔去一趟房府, 得了外祖父和外祖母给的零花, 姐姐手上的银钱便更多。 至于府上那些树出哥哥, 在入室之前没有俸禄, 每月的月历银子也才五两。 加上买纸笔书籍的钱, 都只有十五两银子左右, 远不如姐姐。 饶是她和二哥, 府上两位嫡出公子, 每月的月历银子也不过才十五两。 加上买纸笔买点心的那些钱, 每月能到三十两左右, 也不比姐姐多上多少。 当然, 二哥前几年入室之后 便不领府上的月历银子了。 总之按理来说, 姐姐应该不缺钱花才是。 难道之前领的钱 都给沐云泽送礼去了? 萧浮光在心里盘算着, 仔细回想自己手上还有多少银钱 可以挪给他姐姐用。 谁知萧旺叔听完只是笑了笑, 调侃道, 阿弟这小小年纪的, 竟也知道要为女子花钱了。 跟在他们姐弟身后的一春盒书下, 听了这话之后, 纷纷掩着嘴偷笑。 你是我姐姐, 我自然该帮衬。 萧浮光认真说着, 伸手往衣巾里一摸, 摸出两张银票来往萧旺叔面前移递, 这是外祖母和大舅母上次给我的, 姐姐要的话拿去好了。 萧旺叔拿起那两张银票一看, 两张五十两, 快要赶上他半年的月历了。 早知上次我也随你们一道回去算了, 脸得平白受着落水之灾。 萧旺叔开口说着, 上次萧浮光陪房庆儿回房府走了一趟, 那天刚好是幕府举办上连宴, 所以原身并未回房府, 而是去了幕府赴宴。 是啊, 那日我们在外祖母屋里陪着, 乍一听仆从来报, 说你落水了, 大家都吓得不轻。 萧浮光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一阵后怕, 是我教外祖母担心了, 等过些日子身体恢复得好些了, 我再去房府看望外祖父和外祖母。 萧旺叔说着, 直接把萧浮光的银票揣进了袖子里。 这一白两姐姐先替你攒着, 给你一份原始骨, 来日赚回本了再分给你。 萧浮光略带疑惑, 忽然就急着要赚钱了, 愿意接手母亲的铺面了吗? 母亲嫁状里的那些铺面, 都是外祖母精心挑选筹备的, 听杜嬷嬷说, 当时也献杀了精师众多的规格小姐。 嫁状这东西, 历来是女子的私人财物, 平常不用便一代代往下传给女儿, 公价不得挪用。 母亲嫁状里那些东西, 将来必然也是要补贴给姐姐的。 原始骨是何物, 你就不用管了, 反正你姐姐的原始骨是个好东西, 别人往后拿着大把银票都买不来的好东西。 至于母亲那些铺面, 再慢慢看吧, 不急。 肖旺叔抬起手, 帮肖福光挡了挡她肩上的飞絮。 肖福光侧目看了眼肩膀, 然后又看向肖旺叔, 汗手道, 那好吧, 姐姐要钱拿去用就是, 其实也不必还给我。 我每个月的月历银子都能剩下不少, 到时一并给姐姐买一扇首饰。 这一百两银子虽然不少, 但姐姐要的话, 她还是掏得起的。 肖旺叔弯起眼眸, 奄然一笑。 以前在孤儿院长大, 欲使一个人扛习惯了, 倒不知道拥有血脉至亲是这么安心欲贴的感觉。 说实话, 当初在疗养院, 明知那本小说写得有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 书中崩塌的人设一个接一个, 但她还是翻看了一遍又一遍。 不为别的, 只是因为很羡慕肖旺叔这个配角, 从一开始就拥有了她永远无法拥有的亲情。 这是她以前羡慕了一辈子的东西。 其实这书中一世界, 与她而言, 分外动人。 姐姐? 见肖旺叔有些走神, 肖浮光开口喊了一声。 肖旺叔回过神来, 说着, 我们去瑞宝阁瞧瞧吧, 听说是慕五小姐的产业。 江南试样的衣衫首饰, 有些好奇呢? 慕府说五小姐, 慕小小。 其母是江南富商之女, 当年带着流水式的金银玉器, 嫁入官家慕府, 成为平妻。 但正妻一日不倒, 后院其余女人皆为妾室, 平妻也不例外。 即使母族有着颇天富贵, 终究是少了点十全。 慕小小也只能屈居慕府 敌六小姐慕出雪之下, 在慕府当一个地位不低的树出小姐。 去瑞宝阁? 肖浮光错了错眉。 她姐姐以往顾着慕云泽的面子, 买衣衫首饰时 总去她包妹慕出雪的锦绣堂。 今日不去锦绣堂也好, 但去瑞宝阁干什么? 她觉得两家铺子都一般般。 但非要叫个高低出来的话, 慕出雪的锦绣堂属实太过一般, 不如慕小小的瑞宝阁。 去瞧瞧江南试样的头面, 给母亲买一套试试。 母亲性情温婉柔和, 想必那些试样适合母亲。 肖旺叔说着, 已经迈不往瑞宝阁的方向走去了。 房契儿确实温婉可人, 也能顾全大局, 撑得起排面, 是大多数朝臣高官都会心仪的夫人类型, 大气又不失温柔。 但再想想, 性子太柔弱的人, 又怎么长得住管家之权呢? 知尽知退, 该柔则柔, 如此, 才能配合一代全臣宰相的步伐。 肖红不是不知道房契儿管家的手段, 相反, 他心里清楚得很。 也正因此, 管家的那个人只能是房契儿, 他才能放心把偌大的乡府交过去, 没有后顾之忧。 想到这儿, 肖旺叔勾起嘴角笑了笑。 所以, 为什么他说书中肖旺叔的人设 彻底崩塌了呢? 因为这样的父母, 不该交出一个为情爱疯癫的女儿。 姐姐, 到了。 肖浮光站在瑞宝阁门前, 侧目看向肖旺叔, 继续说着, 其实母亲那儿也有两间 倒过一山首饰的铺子, 不过营收一般, 只勉强够给下人发发工钱。 是吗? 肖旺叔眼尾上挑,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那等到闲暇时, 我再让母亲派人带我去看看。 肖浮光也跟着笑了笑, 看来姐姐是一心要接手母亲的铺子了。 不过一心经营铺子也好, 总比一心扑在外人身上要好得多。 不管是赢是亏, 家中也不缺那两间铺子的营收。 这是肖家妹妹吗? 不远处传来一道灵动的声音, 肖旺叔和肖浮光应声看过去。 只见那少女连不轻宜, 踏着碎步走到肖旺叔和肖浮光面前, 微微浮身见了个礼。 果然没看错, 还真是肖家妹妹。 肖四妹妹, 肖八弟弟, 这怎么来我瑞宝阁了? 真是稀客, 进来歇歇脚吧。 穆小小身着一席嫩绿色宽摆裙, 脚步一动时, 发间的金丝攒珠布摇轻轻摇晃, 布摇上坠着的圆润白珠衬得她更加纯凉清新。 如果说肖旺叔的眉眼给人的感觉是似火的艳丽高傲, 那穆小小展露出来的, 就是截然不同的清澈温顺。 肖旺叔嘴角擒着一抹笑, 微微浮身回礼, 穆五小姐, 真巧, 那日穆府一别, 有些日子没见到了。 肖浮光看了看肖旺叔, 随后也跟他姐姐一起, 拱手朝着穆小小回了个礼, 喊道, 穆五小姐。 穆小小柔和一笑, 清澈的性眼里蕴满歉意, 朝肖旺叔说着, 赏莲夜那日真不知肖四妹妹如何落水的, 时是我幕府招待不周。 今日肖四妹妹定要好好挑些手势, 千万别客气, 全当我们聊表歉意。 穆五小姐客气, 其实我也不知自己怎么就落了水。 平日里瞧我不子挺稳的, 复夜那日倒是掉进池里了。 肖旺叔嘴脚上扬着, 眼角没有丝毫变化。 他这话说得半是玩笑, 半是认真, 肖浮光在一旁也没有插嘴, 安静看着穆小小的反应。 这, 穆小小听到这话之后, 显然是愣住了, 这屋半晌后才又问着, 那肖四妹妹可还记得, 当时周围都有哪些人? 等等, 我想想啊。 肖旺叔说着说着突然一笑, 又道, 不如我们进去, 边看边想。 哦, 好, 好, 也好。 穆小小朝瑞宝阁门口抬起手, 是我疏忽了, 二位快请进。 说完这话, 他又扭头朝铺子里吩咐, 李掌柜, 七壶好茶招待贵客。 瑞宝阁里的掌柜, 弯着腰连连硬士, 带着小二下去欺查。 肖旺叔跟着穆小小进门, 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番瑞宝阁的装潢。 再看了看柜台上摆放的那些货品。 确实上等, 不枉书中大费笔墨描写这位穆武小姐。 这里都是些江南民间的小配饰, 比起像府里的珍奇珠宝必然是差远了, 肖四妹妹可有瞧得上的。 穆小小说起话来声音柔软, 态度谦逊, 就像是一团云朵, 让人觉得语气稍微重些就能把它吓散。 而且, 他对肖旺叔、 肖福光这对姐弟的态度之好, 完全不像是郑迪家的儿女见面, 反倒像是发小九别重逢似的。 肖旺叔拿起一只掐丝坠珠道连簪, 拨弄了两下上面的玉珠子, 和气地说着, 穆武小姐这儿的东西格外精致, 我瞧着样样都挺好。 穆小小在一旁顺势接话, 只要肖四妹妹不嫌弃, 样样全包了, 带回去都成。 肖旺叔笑了笑, 穆武小姐的心意我领了, 全包倒也不必。 这些东西说到底就是些首饰玩意儿, 也称不上多珍贵。 要是他真的全包走了, 占便宜的吃相未免也太难看。 以后惊师的人怎么看待肖府小姐, 又怎么看待肖府上下? 那就看肖四妹妹瞧上了哪些, 我们紧着好的挑。 穆小小说着这话, 朝铺子里那些小二招了招手。 那些小二立马会议, 上楼去把好的货品都端下来, 摆在肖旺叔面前供他挑选。 肖旺叔看了看托盘上那些东西, 边挑剪边讲着, 我记得复夜那日天气太热, 我带着两名婢女走到池边乘凉, 中途打发她们去端些茶水糕点。 穆小小低声追问一句, 之后呢? 之后? 肖旺叔轻笑一声, 继续讲着, 之后不知是谁在我背后推了一把, 再醒来时我就已经躺在相府了。 姐姐? 旁边肖浮光的眼睛都已经睁圆了。 这么重要的是, 姐姐在府里怎么没说过? 怎么会? 穆小小抬起手捂住嘴, 圆圆的性谋里泄出震惊和惊恐。 缓了会之后, 她才放下手, 声线颤抖, 问着, 当真? 肖旺叔淡定地点了点头, 打着, 自然当真, 这种事情骗你做什么? 肖旺叔脸下眸子, 似乎是回响了一会儿, 才缓缓开口, 落水后依稀看到, 那人穿了件清白相见的衣裳。 身量纤细, 应该是女子。 她推我时的手劲不算大, 是我站得太靠近池边, 才跌了下去。 清白相见的女子衣裳? 穆小小抬头看了看铺子里, 顿时更加惊慌无措。 夏季时行清白颜色, 别的不说, 我这铺子里多的都是清白衣裳。 那日宴上, 穿着颜色的小姐和丫鬟也都不少。 这意思也就是, 仅凭肖旺叔记得的这点零碎特征, 怕是难以把人找出来了。 肖旺叔点了点头, 然后也抬起头看了看四周。 看着看着, 她突然伸手一指。 那件吧? 穆小小一愣, 什么? 我说那件衣裳, 就挺像那人穿的。 肖旺叔解释着, 穆小小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 顿时更加惊慌, 看了看那衣裳, 又看了看肖旺叔, 一副想说什么又不敢说的样子。 穆五小姐, 可是想起些什么了? 肖浮光开口询问。 穆小小很是为难, 开口答着, 前些日子, 公布侍郎家的三小姐潘进, 倒是在我铺子里买过一件类似是样的衣裳。 肖旺叔微微汗手, 随后又问, 潘进,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她那天赋宴也穿得是件清白衣裳, 是吗? 穆小小面上有些挣扎, 但想了会儿, 最后还是点了下头。 肖旺叔问得太笃定, 那日落水时肯定是看到了潘进, 至少看到了潘进的背影, 不然不会这么笃定是清白衣裳。 既然肖旺叔话都问到了这里, 那她再避开话题就显得有些包庇潘进了。 那潘进走不过仪式郎家的女儿, 也不值得她包庇什么。 再者说, 就算潘进暴露, 事情也扯不到她身上来, 她不过就是派丫鬟去与潘进聊了几句而已。 潘进自己阴度骇人, 与她何干? 姐姐, 你与那潘家小姐可起过什么冲突? 肖浮光转头看向肖旺叔, 开口问着。 肖旺叔静静地看向沐小小, 嘴角擒着一抹笑。 其实, 那日在沐府, 原身被推下池子之后, 脑袋就直接磕在了石头上, 根本什么都没看到。 她之所以来问, 不过是因为书中根本没写推原身下水的人到底是谁? 那是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的配角, 有的只是一句形容, 身着清白衣裳的官家小姐。 这官家小姐的人设, 就是一个默默爱着沐云泽, 对沐云泽爱而不得, 却又极度肖旺叔可以光明正大纠缠沐云泽的女人。 全文从开始到完结, 这个角色只出现过这一次, 甚至可以说是个连配角都称不上的龙套。 她干的唯一一件推动剧情发展的事情, 就是把肖旺叔推下了水。 紧接着, 肖旺叔苏醒后, 为爱癫狂, 帮着外人整垮了自己的家族。 而这样一个无名无姓的龙套, 之所以能够把全书的恶毒女配肖旺叔推下水, 还要归功于沐浮某位小姐的丫鬟, 在不经意间为她指路护航。 根据书中描写的对话去看, 那位身着清白衣裳的官家小姐, 与那丫鬟伺候的小姐之间, 还存在着某些衣衫首饰的交易。 书中聊聊几句对话, 那丫鬟曾夸过那官家小姐, 说这衣裳穿在她身上, 真耐看。 而那官家小姐当时回复的是, 你家小姐铺子里的好货, 名下经营着铺子的沐出雪和沐小小。 而沐出雪, 如今人在宫中当着贵妃, 显然不可能实时把空宫外沐府宴会上发生的事。 思来想去, 好像也只剩下这位人畜无害的沐武小姐。 至于那件铺子里的好货, 她进来一瞧, 铺子里高挂起来的衣裳就这么几件而已, 且式样都差不多。 随便指一件清白色的, 这就不问出来了吗? 肖旺叔嘴角笑一不减。 此刻, 沐小小还完全不知道肖旺叔心里在想些什么。 只见她咬着唇仔细思索半嗓, 聂诺答着, 潘家小姐素来对我们二哥有意, 许是瞧见肖四妹妹也亲戚二哥, 她心生度异, 说到这里, 沐小小的声音弱了下去。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又继续道, 若此事真是潘家小姐所为, 也与我们二哥哥脱不开干系, 我先替她向肖四妹妹道个歉。 说完, 沐小小一脸愧疚, 直接走到肖旺叔面前, 弯下腰准备来个身居宫行礼。 肖旺叔伸手拦了一把, 脸上笑盈盈的, 随和道, 罢了, 与你无关的事情不必太放在心上。 幕府嫡出二公子惹来的烂桃花, 害她落了水, 她要追责也是往嫡出身上追, 与这位幕府述出的五小姐又有什么关系呢? 恰在此时, 掌柜也沏好茶端了过来。 沐小小眼里饱含愧疚, 开始热情招待肖旺叔和肖福光喝茶。 接下来的时间里, 三人很默契的都没再提有关攀进和肖旺叔落水的事情。 在瑞宝阁里挑了两只簪子之后, 见时辰不早, 肖旺叔姐弟两人就打道回府了。 姐姐, 你被人暗害为何一直不说? 你若说了, 父亲母亲必能为你详查到底的。 回府路上, 肖福光还在询问这个问题, 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肖旺叔从没说过他是被人推下水的。 义春和书夏跟在他们姐弟俩身后走着, 听到肖福光的话之后连连点头, 自责他们两人那天不该留肖旺叔一个人在池边, 怎么都该留下一个人陪着他。 肖旺叔抬起手, 轻轻揉了揉眉心, 朝肖福光解释着, 我的傻阿弟, 你真以为仅凭攀进一人, 有本事在幕府避开所有下人, 将我推下水吗? 姐姐的意思是, 幕府还有人在帮他。 肖福光脸上怒气更盛, 甩袖说着, 那就更该让父亲母亲追查下去, 让我肖福不安宁, 他们幕府也别想安宁。 肖旺叔逆他一眼, 轻轻叹了口气。 首先, 攀见那人度性虽重, 但是人也懦弱, 从来不敢与我正面起冲突, 我以往压根都没记住他这号人。 此事若真是他所为, 他要么有人相助, 要么被人怂恿蛊惑, 否则他哪来的胆子,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暗害我? 再者, 民心于言不可逆。 父亲虽大权在握, 但面对皇帝与仲臣, 该做的表面功夫仍旧要做。 怎可为了我一人, 去大肆搜查其余官员的府邸, 此事并未找到确凿证据, 又发生在政敌府上, 太容易被人倒打一耙。 别到时候是为查清, 反而落个强权压人的帽子, 扣在父亲头上, 实在不值得。 我一个规格小姐, 名声差就差了, 也爱不着什么大事。 但父亲是手握重拳的宰相大人, 权精朝野, 岂能替我去和宴会上那些规格小姐叫真。 小网叔这番话, 网更直白了说, 便是杀鸡烟用牛刀。 规格小姐之间那档子争风吃醋的破事, 配让宰相大人亲自下场解决吗? 萧福光在一旁听的点了点头, 随即又问, 姐姐说的也是, 可姐姐受了委屈, 就这么算了。 算了? 小网叔也谋含笑, 斜了他一眼, 就算我能算了, 阿弟你能算得了吗? 既然我都让你知道了, 你回去能不和母亲说道说道吗? 明的不行就来案的,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房契儿只长相辅多年, 他能不懂吗? 萧福光摸着后脑勺嘿嘿一笑, 不能。 他回去之后, 那必然是要在母亲面前添油加醋, 好好说道说道的。 两天之后, 宰相符, 月华院里, 萧望叔正在和书下挑选明日进宫的服饰, 义春突然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小姐, 方才那攀进的母亲上门取闹, 才刚进门不久, 便被攀府的人给拖回去了, 场面热闹得很。 哦, 说说看, 萧望叔饶有兴致地走到一旁坐下, 粘起一块糕点。 义春清了清嗓子, 把袖子一缕, 绘声绘色地讲着, 刚才那场面啊, 潘家夫人找上门来, 夫人去前厅衣礼招待, 结果潘家夫人开口便质问夫人, 是不是你们萧府纵女行凶, 将我儿淹入池中, 咱们夫人, 湿湿然往那一坐, 那叫一个大气端庄, 不慌不忙地反问一句, 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 你潘家孩子落水了, 不找大夫, 找我相辅作甚, 再然后, 还不等潘家夫人憋出话来, 咱们夫人又问, 我家望叔与潘家哪位有仇吗? 潘夫人且说来听听, 有些什么仇怨, 那潘家夫人她敢说吗? 指定不敢啊。 话到这里, 那潘家夫人愣是半天憋不出句话来, 紧接着, 咱们夫人又问了, 潘夫人这无缘无故上门, 我敬你是客, 礼让你三分, 你倒好。 上门一通乱发淫威, 这是欺我相府无人吗? 小公子当时就在旁边, 夫人这话一说完, 哎嘿, 小公子立马就准备派贾未送客了, 就这时, 潘家的人这急忙慌地赶了过来, 那潘公子连连朝着咱们夫人道歉, 说是他妹妹落水, 他母亲担忧过度, 失了神志才冲到相府胡闹, 请咱们夫人见谅。 讲完这些, 一春耸了耸肩, 嬉笑道, 然后那潘夫人就被潘公子给带走了, 夫人就让奴婢回来好生伺候小姐。 肖旺叔听完笑了笑, 随口一问, 潘家小姐怎样了? 一春答着, 听潘公子那话, 应该是还昏迷着吧? 毕竟夜间落水也不好救, 谁知道他在水里泡了多久。 肖旺叔点了点头, 没再多管。 潘进的教训已经给了, 至于剩下的, 那就是潘进背后藏着的那只黑手了。 这人不好处理, 还是他来吧, 就别说出来让房契儿烦忧了。 姐姐, 父亲找你去书房一趟。 肖浮光的声音有远及近, 人都还没走进屋, 他的话就已经说完了。 我陪姐姐一道去吧。 肖浮光进屋后继续说着。 肖旺叔抬起头看向他, 真着会儿。 起身道, 走吧。 书房里, 肖红正在批改奏折。 那一落落叠放整齐的奏折匣子, 一封封明皇奏折, 本该是摆在皇帝御案上的东西, 现在却摆在了宰相面前。 皇帝形同虚设, 宰相赌长朝纲。 也难怪世人皆说, 肖家满门坚定之沉, 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肖旺叔不动声色地打亮了一眼, 视线从书房内掠过, 脚步却半点没有停顿, 静止走到肖红桌前, 扶身行礼。 孩儿见过父亲。 肖红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沉声道, 坐吧。 说完, 他又低下头继续挥号书写。 谢父亲。 肖旺叔起身走到一旁坐下, 安静等着肖红的下文。 陈楚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继续低头摸摸。 肖红写完一列字之后才又抬起头, 拿着笔看向肖旺叔, 打量他半上, 开口问着, 潘家女儿落水一事, 与你可有干系? 有。 肖旺叔答得直白且坦诚, 随后又道, 孩儿落水一事, 与潘家小姐也有干系。 肖红听完没说什么, 只点了点头, 继续低头写字。 肖旺叔坐在一旁, 端起扑从缝上的茶杯。 他正喝着的时候, 又听肖红问起, 明日你母亲携你进宫, 看望你两位姐妹, 在宫里,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心中可有分寸。 肖旺叔安静地端着茶杯, 用杯盖轻轻刮了刮杯盐。 肖家原本有四女, 除去早邀的六小姐, 还剩下三女, 且皆已吉吉成人。 长女肖采仪, 如今的正宫皇后。 四女肖旺叔, 仍代嫁归重。 五女肖叛安, 如今的宫中贵妃。 显然, 肖采仪和肖叛安, 都是肖红安排进宫前置皇帝的。 虽然后宫至今无人有所出, 但贵妃穆出雪前两个月 就已经诊出有孕, 皇帝一党的官员和穆家的人 都在竭力护着穆出雪这一胎。 不出意外, 这将是皇帝的第一位皇嗣。 如果这一胎是个皇子, 那就是大魏的长皇子。 但是好巧不巧的, 肖叛安前两日诊脉, 也诊出了一个多月的身孕。 这一胎, 可比穆出雪那一胎来得还要震撼。 穆出雪的胎能不能生下来都还得另说, 但肖家的外孙要是生不下来, 肖红不知道要让宫里死多少人。 右弟, 那可比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皇帝 要好掌控得多。 肖叛安这一胎, 肖家一党已经等了太久。 肖红传达出来的意思也足够清楚, 下一任皇帝如果不是肖家人, 那就只能是肖家的外孙。 理清这些, 肖旺叔斟酌会儿, 开口答话, 若孩没有记错, 宫中进军尽是父亲的人。 在宫里, 父亲允许的事情都能做, 父亲不允许的事情便不能做。 听到这样大逆不道的回答, 肖红的笔在空中停滞片刻。 随后他割下笔, 再次抬起头看向肖旺叔, 又问着, 那你再说说, 什么事是我允许的, 什么事又是我不允许的。 肖旺叔割下茶杯, 看向肖红, 答着, 此番进攻仍为皇嗣, 有利于我肖家掌控皇嗣的事, 都能做。 反之, 则不能。 这应该也是以前 房契儿每次进攻都要干的事情。 后宫女人众多, 但要保证皇子只从肖家女儿的肚子里生出来, 多少就需要十点见不得光的手段。 真是胆大包天, 你现在倒是什么话都敢说出口了。 肖红的话虽是这么说的, 但语气里却没有多少责怪的意思, 反倒能听出丝丝纵容的意味来。 父亲的书房自然是安全的, 此话出孩儿之口, 入父亲之耳。 肖旺叔说着说着, 视线从陈楚身上扫过, 继续道, 世上再无第四人知晓。 肖红也跟着他看了陈楚一眼, 父女两人的视线扫得陈楚心慌。 陈楚沉默着, 嬷嬷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一点。 他没听到, 他什么都没听到。 肖红轻笑两声, 朝肖旺叔开口道, 回去吧, 你先前不愿进攻孕育黄四, 为父也依了你和你母亲的意思, 但以后莫要再惹出沐云泽那样的笑话来。 因为房契儿的原因, 肖红对肖旺叔还是比较纵容的。 现在肖旺叔为了沐云泽闹得还不算太难看, 只要他及时收手止损, 此时还不算什么大事。 就算他不入后宫, 将来嫁去肖红的同党家中, 借连因巩固利益关系也是可以的。 孩儿明白的, 先行告退。 肖旺叔起身行礼告退, 见肖红朝他点了点头, 他转身离开了书房。 其余事先不谈, 这一趟进攻, 要是按照之前书中的剧情去发展, 那恐怕宫中还有些惊喜在等着他们母女呢。 离开肖红的书房之后, 肖旺叔走在回院的路上, 仔细回想书中剧情, 显得有点魂不守舍。 肖福光跟在他旁边, 犹豫许久, 试探性地问着, 姐姐怎么了? 父亲责怪你了吗? 不应该啊, 不就是个潘家吗? 父亲绝对不至于为这就责怪姐姐。 要知道, 母亲派人动手的时候, 那可连眼皮都没掀一下。 没有, 父亲没说什么, 是我在想明日入宫的事。 父亲不光看了看他, 继续说着, 姐姐是不想进宫吗? 你不想进宫, 那就不进吧, 母亲以往也是一个人进宫看望大姐和五姐的, 你不想去也没什么关系。 这次只是母亲见姐姐在府上有些无聊, 再加上姐姐也早到了年纪, 有些场面可以学着去周旋了, 所以母亲才想着带姐姐入宫看看。 要是姐姐实在不想去, 不去就算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肖旺叔摇了摇头, 接道, 我还是陪母亲一到去吧, 免得母亲一人进宫无趣。 也好, 反正都随姐姐高兴。 肖福光在旁边硬着。 此时, 恰好肖平南也朝书房这边走来, 迎面碰上了肖旺叔, 肖福光姐弟两人。 二哥。 肖旺叔和肖福光一起行礼。 肖平南挑了挑眉, 似乎在这儿见到肖旺叔还有些诧异, 拱手回礼道, 四妹, 八弟。 肖福光回头看了眼肖红的书房, 开口询问肖平南, 二哥是有事找父亲吗? 肖平南点了点头, 前些日子南下一趟耽搁了时间, 手头有些小事还未上报父亲, 这几日得闲就一起上报了。 说完这些, 肖平南又看向肖旺叔, 问着, 四妹和八弟呢? 肖福光咧嘴一笑, 也是些小事, 被父亲叫来问两句。 肖旺叔侧目看他一眼, 他弟弟是懂得打太极的, 这太极打得真圆怀啊。 乍一听他们兄弟两人这聊天, 好像什么都打了。 再仔细一听, 实际什么都没说。 满嘴废话。 是吗? 肖平南看着肖旺叔, 继续问道, 听说四妹明天要和母亲一起进宫, 你以前都不爱去的, 这次怎么就想去了? 确实不想去, 但又想陪陪母亲, 免得他进宫无聊。 肖旺叔玩耳一笑, 又问着, 二哥明天可在宫中? 肖平南被问得有些好奇, 反问肖旺叔, 怎么, 我在不在宫中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肖四小姐, 难道进宫之后还怕被人欺负了不成? 她是禁卫军统领, 同管宫内进军, 平常确实应该在宫中职守。 只是因为她才刚办完事回京, 身子疲倦, 父亲给了她几天时间在府上休养, 所以她这几天没有进宫而已。 肖平南只当肖旺叔是随口一问, 她也就是随口答了句玩笑话。 谁知肖旺叔直接顺着她的玩笑话往下接了一句, 还是二哥了解我, 妹妹确实有些害怕, 不知二哥明天可愿陪我和母亲一起进宫。 肖福光侧目看她一眼, 她姐姐是懂得顺杆爬的, 顺着杆子爬的是真麻利啊。 就是不知道姐姐她非得要二哥进宫干什么? 哪怕二哥不在宫里, 平常宫里应该也没有人敢冲撞肖府夫人和小姐, 那就更别说欺负了。 肖平南此刻也被肖旺叔这番话给问住了。 她这位四妹今天还真是不客气, 不过她难得朝她开口一次, 而且刚才那话也是她先放出去的, 此刻不答应像是都不行了。 原本身子有些疲倦, 是想再在府上歇息两天的。 不过四妹若是真害怕, 二哥明日进宫守着你就是了。 肖平南这话说得格外仗义。 肖旺叔满脸动容地朝她道过谢, 兄妹之情在此刻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温度。 这可以说是肖浮光从未见过的场面。 到最后, 肖旺叔向肖平南道过别, 带着肖浮光走远之后, 肖浮光还在沉思, 她姐姐和二哥的关系怎么突然就活络起来了? 简直不可思议。 一日凌晨, 天还没亮的时候, 书夏就端来一盆温水放在架子上, 然后跪坐在床边, 轻轻推了推肖旺叔。 小姐醒醒, 到时辰了, 快些收拾准备入宫吧。 肖旺叔睁开眼一看, 房里全靠着油灯的火光点亮。 小姐借可别贪睡, 入宫的规矩还是要守的。 义春端着热腾腾的蒸米糕走进来, 继续道, 小姐还是吃些东西, 垫垫肚子在入宫, 省得饿着。 嗯。 肖旺叔勉强打起精神从床上起来, 摊开手臂任由书夏给他更衣, 看着书夏在他身上头上倒过个不停。 义春则是伺候他洗漱擦脸, 然后一直喂他吃米糕。 肖旺叔对早上这一顿总是表现得格外配合。 苏醒后, 在书中一世借过了这些天, 他还从没耽误过哪一顿正餐。 二哥可在府上。 肖旺叔突然开口问了一句, 原书中, 也是今天, 房倩儿会入宫一次。 但书中房倩儿是单独入宫, 因为肖旺叔落水后, 性情大变, 他并未带上肖旺叔一起。 总之这一趟入宫的结果, 就是房倩儿遭人构陷, 背下了残害皇寺的罪名。 事情传到宫外, 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 肖家名声一败再败。 事后还是靠着肖红的镇压, 才勉强把刘延压了下去。 至于那构陷的人, 也就是书中中莫描写的天选女主, 穆云泽的嫡亲妹妹, 穆初雪。 如今穆初雪已经入宫成为贵妃, 是当今皇帝, 为其宣最宠爱的妃子。 毕竟穆家是皇帝手上 为数不多能与肖家抗衡一二的大牌, 穆初雪是穆府敌出, 皇帝宠爱她, 也是仰仗穆家之意。 穆家只要能立场坚定地追随皇帝, 一起扳倒奸臣宰相, 带到皇帝执掌朝纲, 他们的好日子都还在后面。 现在穆初雪和肖盼安先后有孕, 房契儿这趟入宫是为了替肖红看望肖盼安, 同时叮嘱肖采仪和肖盼安, 不过还不等他们动手, 穆初雪的孩子就已经没有了。 因为穆初雪曾在雪天里被肖采一发过贵, 身体底子本就不好。 她这个孩子能留到今天都是靠要吊着, 这注定是个生不下来的孩子。 以这个注定生不下来的孩子为代价, 构陷房契儿, 将整个肖家的名声踩到脚底, 让肖家激起名愤重怒, 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 而这时之所以会闹得连肖红都难以镇压, 一方面是因为有穆家的推动,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魏齐轩和穆初雪算准了时间, 掐着肖平男不在的时候才动手。 如果肖平男能在宫里及时调动禁军镇压, 而不是等事情闹大之后才急忙赶进宫, 那应该会好得多。 二公子, 一春想了会儿, 说着, 二公子今早出府比相爷上朝还早, 银食三客就出门了, 这个时辰应该已经在宫里了吧, 小姐有什么事找二公子吗? 禁军统领进宫的时间, 确实是比百官早朝的时间还要早得多的。 不过二公子说是要在府上好生休养几天, 怎么今日提前进宫去了, 真是稀奇。 听到一春说肖平男早已经出门了, 肖往书心里稍微松了口气, 没事, 继续吧, 别让母亲久等。 书中, 肖平男今日原本是在府上休息的, 宫里出事的消息传回乡府之后, 他才立刻赶进宫。 看来他这个角色重启之后已经改变了不少事, 许多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 接下来的事情, 必然也不会完全按照以前书里的剧情往下发展了。 且走且看吧。 相府的马车踏着清脆的铃响声, 穿过京师迢迢大街, 缓缓停在宫门外。 车慢四脚坠着的流苏在空中摇曳, 清幽的香味在四周弥散。 宫门外职守的进军将士一件是肖府的马车, 再一看下车的是肖府女眷, 他们只粗略看了几眼就放行了, 完全不敢细查细看。 这敢细看吗? 看看肖四小姐那身金绣玉坠的红裙, 再看看那张美艳高傲的脸, 再对上那双敏锐灵力的丹凤眼, 这敢细看吗? 再多看两眼, 眼珠子都要被抠下来。 肖夫人, 肖四小姐请。 直守的进军将士朝宫门方向抬起手, 侧身弯腰让行。 房契儿脸上含笑, 朝他们微微汗手, 领着肖旺叔和一众嬷嬷女入了宫。 他们入宫后也没走多久, 皇后肖采仪就派了软轿来接。 宫中除了盛驾之外, 不可走马, 唯有皇帝能用马车在宫内通行, 其余人入了宫都得不行, 或者受递后赏赐, 以教免代步。 当然, 这是对于寻常人来说的。 肖红和肖平南进宫时, 一个坐马车, 一个骑马, 可以说是直接把皇室那些老祖宗立的规矩踩在脚下摩擦。 坐就坐了, 还美其名曰, 职责在身, 不可误实。 所以相比之下, 房契儿和肖旺叔还愿意在宫门口下车, 走两步进宫门之后再换成教练, 实在是遵理手法。 稍后我去和皇后还有肖贵妃说些话, 你想听就听, 觉得无趣也可以在皇后宫中走走。 房契儿倾抚着肖旺叔便搅那乌黑顺滑的头发, 笑道, 一眨眼, 旺叔也长大了, 昨夜里你父亲还和我说起, 说我们旺叔也能担事了。 肖旺叔弯起眼眸笑了笑, 硬着, 孩儿都急急许久, 也该能担些事, 为父亲母亲分些优了。 母亲稍后只管去忙, 到了长姐的宫殿里面, 孩儿不会惹事的。 听到肖旺叔的话, 房契儿暂时也没什么好叮嘱他的了, 转和他聊了些他幼时的事。 肖旺叔也跟着回忆, 有说有笑的接着房契儿的话。 偶尔房契儿聊到他太小时候的事, 他便憨笑着在一旁听, 即使对那段剧情倒背如流也不再接话。 不该接的话, 接了反而突兀。 正常人不会记得自己太小时候发生的事。 瞧你也不记得了, 你那时候也就这么点大。 房契儿抬手比划了一个高度, 随后又笑道, 真快, 旺叔大了, 就连浮光都能顶起事了。 他们这些在高门后宅里做母亲的, 沾了满手血腥, 就只是为了母族的颜面, 为了子女的虔诚。 终于是快要叛到了。 母亲。 肖旺叔歪着头靠了过去, 轻轻靠在房契儿肩上。 他是孤儿, 从未做过这样的动作。 现在试一下, 发现母亲的肩膀真是出奇的温暖。 柔弱, 纤细, 却有为子女撑起一片天的坚韧。 你父亲左才夸过你, 这怎么又跟小孩子似的? 房契儿笑问一句, 抬起手顺着肖旺叔的头发。 嗯哼。 肖旺叔轻哼两声, 上挑的眼尾也柔和下去, 单奉眼里透着几分慵懒依恋。 见他们母女感情和好如初, 跟在教练边的杜嬷嬷几人也欣慰不少。 老奴乔啊, 小姐还是要贴心些的。 公子再怎么体贴夫人, 也不能似小姐这般危在夫人身边。 杜嬷嬷边走边笑道。 宫中有如虎学狼窝, 后宫女人代表着各方势力。 碰不上还好, 若是碰上了, 夫人一边牵挂着家中儿女, 一边与外敌周旋, 倒是必然分心。 现在小姐公子与夫人同心, 夫人对外食不必顾后, 做启示来也更加冷静果断。 房契儿闻言, 笑道, 福光是男儿, 将来是要顶天立地的, 自然不能浇灌他。 我们旺叔是女儿, 生来就该千娇百宠的。 肖旺叔也跟着笑了笑, 心中百感交杂。 他为什么会被捡进孤儿院? 小时候听人说, 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是个女儿。 冷与暖的交替带来的冲击太大, 肖旺叔一时无言。 看到渐进的交房店之后, 他才开口提醒一句, 母亲, 到了。 夫人, 四小姐。 交房店外守着的嬷嬷上前, 弯腰行礼, 道, 老奴凤皇后娘娘之令, 在此宫后多时。 抬轿的工人整齐落轿, 压低轿杆, 半蹲在地上, 低头看着房契儿和肖旺叔的鞋子 从他们面前走过。 那欠着明珠的紧面绣鞋, 是他们看都不敢多看的贵重宝器。 夫人, 四小姐, 这边请。 交房店的嬷嬷和宫女上前引路, 引着房契儿和肖旺叔进店。 店内前厅, 身着明皇凤袍的女子端坐上位。 蓝袍女子安静坐在她下方, 一手轻摇团扇, 一手附在自己的小腹上。 按照以往的规矩, 得到房契儿要进宫的消息之后, 肖潘安总会提前来肖采怡这里一起等候, 怎么也不敢让房契儿再跑一座宫殿去拜见她。 毕竟他们两人都是树出, 而房契儿是他们的嫡母。 明面上肖采怡如今贵为正宫皇后, 一国之母, 身份尊贵, 肖潘安贵为当朝贵妃, 身份也不低。 但实际上, 他们二人对房契儿的态度和在乡府时差别不大。 因为肖采怡的皇后地位, 肖潘安的贵妃地位, 全都靠肖家撑着。 臣妇参见皇后千岁, 贵妃千岁。 臣女参见皇后千岁, 贵妃千岁。 房契儿领着肖旺叔一起朝上方行礼问安, 走该走的流程。 他们从肖府带进宫的那些嬷嬷婢女也紧随其后, 整整齐齐的行礼问安。 肖采怡和肖潘安见状, 先后起身, 肖潘安一手扶着肚子一手搀扶房契儿, 倒是显得格外热情。 对比之下, 肖采怡的姿态就显得清冷了许多。 母亲, 四妹, 请坐吧。 说完, 她转身朝宫女吩咐, 上茶点。 听那宫女齐声应下, 是。 房契儿脸上笑意依旧, 朝他们两人说着, 这里不可费, 谢过两位娘娘赐座。 母亲快些坐下聊吧, 入宫一趟也辛苦了。 肖潘安继续热情招呼, 一手扶着房契儿往座椅那边走。 房契儿动作轻柔地收回胳膊, 反手扶了她一把, 随后朝自己身后的人吩咐, 藏东, 快扶贵妃坐下, 别磕着了。 是。 她身后的藏东上前几步, 搀扶着肖潘安坐下。 房契儿和肖旺叔则是顺着肖潘安往下, 依次落座。 肖采怡回到主位坐下, 带到宫女为房契儿和肖旺叔上好茶水点心之后, 她便挥手遣散了厅内所有宫奴。 见厅内人少了许多, 房契儿才柔声开口, 两位娘娘在宫中侍奉皇上都辛苦了, 相爷在府上也十分牵挂你们, 还有你们李姨娘和罗姨娘也挂心着。 不知是怀孕之后多愁善感还是什么, 肖潘安一听这话, 直接拿起帕子擦拭泪眼。 母亲, 我小娘她身子还好吗? 可还是那样时常咳嗽。 房契儿拍了拍她的手, 宽慰道, 贵妃娘娘安心, 有相爷时常派府衣整看, 罗姨娘的身子也是日渐的好。 杜嬷嬷也开口道, 是啊, 咱们夫人也常派人送些补品过去, 贵妃娘娘勿忧, 罗姨娘在府上一切都好。 就是贵妃娘娘您啊, 在宫中好不容易有了黄寺, 相爷和罗姨娘都牵挂您呢, 您还是得先把自己的身子顾好。 听了杜嬷嬷这话, 肖潘安立马转向房契儿道谢, 多谢母亲, 由母亲和父亲体恤小娘, 我也就能放心了。 快别哭了, 擦擦泪。 房契儿声音轻柔, 继续劝着, 怀了黄寺可是大喜事, 罗姨娘还等着你诞下黄寺后, 哪日得了皇上恩赐, 出宫回府, 带着小皇子与他见上一面呢? 听了这话, 肖潘安红着脸, 含羞待怯地低下头, 倒也不一定是个小皇子, 指不定是个公主。 陛下说他想要个公主, 最好是能像他这般温顺可人。 房契儿脸上笑意不改, 公主也好, 皇子也罢, 总归有个皇嗣傍身。 但能是个皇子, 那就最好。 肖潘安点了点头, 红着脸没在说话。 这时候, 上方的肖采仪才开口插了一句, 母亲, 穆家女也怀上了。 我派人去太医院查过册子, 却是喜脉, 安胎护胎, 一应药材, 只用无差。 哦? 房契儿收回手, 端起桌上的茶杯。 肖旺叔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 粘起桌上的桃花酥吃了两块, 等着肖采仪的下文。 陛下先前还有意隐瞒, 但宫中大多是我们肖家的人, 她是果无果变作罢了。 肖采仪继续讲着, 隐瞒。 房契儿笑了笑, 只肩在杯盖上轻擦。 嫡皇子还未出事, 后宫嫔妃未经皇后娘娘允许, 怎可私自抚养皇嗣。 这皇嗣即便淡下, 也该由皇后娘娘接到膝下抚养。 这一番抢孩子的话, 房契儿倒是说得十分清新脱俗, 有理有据。 肖旺叔坐在一旁吃着点心, 边吃边联想她知道的原书剧情。 书中这一胎, 肖盼安诞下的是个皇子。 为了这个孩子将来更加名正言顺地继承大统, 肖红直接下令将皇长子过继到皇后肖采仪名下抚养, 成嫡长皇子。 至于牧出雪那注定保不住的一胎, 也在今天构陷房契儿的时候就没了。 母亲说的是, 那牧家女进宫后独占陛下, 又勾结她母家一起迷惑陛下。 现在陛下一心向着牧家, 都很少来我和皇后姐姐宫中了。 肖盼安说这话的语气里, 颇有几分怨对极度的意味。 房契儿顺着她的意思点了点头, 道, 确实不该, 贵妃娘娘勿要动起, 臣妇回去之后再与相爷详说, 让相爷他们好声归劝皇上, 与陆军瞻才好。 听到这话, 肖盼安才总算消停下去了。 房契儿安抚好了肖盼安之后, 才继续和肖采姨聊正事。 为了避免肖盼安在开口耽误时间, 肖旺叔主动上前和她挑起了话题, 贵妃妹妹这条珠串真是好看, 玉智清透。 这个呀, 这是我整出喜脉那日, 地下赏赐下来的。 肖盼安本不想和肖旺叔聊些什么, 因为她在府中时, 就一直被肖旺叔踩在脚下。 肖旺叔是相府嫡女, 她是庶女, 处处待遇都不如肖旺叔。 以前美美和肖旺叔一同出门赴宴, 肖旺叔都高贵得像是天上角月。 而她站在她身后, 连颗星都算不上, 卑微得如同瓦丽。 但肖旺叔现在和她聊起这珠串, 那她确实还愿意和她多聊几句。 因为这是陛下给她的宠爱, 是贵妃身份给她的底气。 陛下果真还是在意妹妹这胎的, 妹妹好生养着, 带到孩子降生, 妹妹的好日子还长着。 肖旺叔继续闲聊。 肖盼安听着这些话, 突然觉得今天看这位四姐顺眼多了, 那就成四姐极言了。 肖旺叔笑道, 妹妹到底是个有福气的, 我听说怀上皇嗣之后会有龙器庇佑, 百丈不亲, 妹妹觉得此话是真是假。 肖盼安想起什么事的, 又红了脸, 声音如文银般细弱, 这话应该也是有几分依据的吧。 陛下一身阳刚之气, 这孩子在腹中也康健。 肖旺叔说的, 这民间说法他虽没听过, 但想来应该也是有几分可信的。 肖旺叔怨然一笑, 继续往下胡扯。 房契儿和肖采仪看了他们一眼, 随后继续谈着正事。 这一聊, 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将近五十。 见肖盼安面露卷色, 肖旺叔笑得似有深意, 开口见意, 妹妹累了吗? 还是传太医来整个平安麦吧, 腹中黄四要紧。 肖盼安一愣, 似乎没想过他这位四姐今天会这么关心他。 愣了会之后, 他才硬着, 也好, 聊了这许久, 也是到了该请平安麦的时候了。 说着, 肖盼安转头吩咐他身边的宫女去传太医。 肖采仪正要邀房契儿和肖旺叔留下用膳, 就听见殿外的太监扯着嗓子通传, 陛下驾到。 穆贵妃驾到。 肖旺叔挑了挑眉, 该来的还是来了呀。 臣妾参见陛下。 肖采仪和肖盼安率先走到门口行礼迎接, 房契儿和肖旺叔紧随其后, 规规矩矩行礼问安。 臣妇参见陛下万岁, 贵妃千岁。 臣女参见陛下万岁, 贵妃千岁。 绣着五爪金龙的墨锦长靴停在肖旺叔他们眼前, 为帝皇遮阳的滑盖头下大片阴影。 平身吧。 魏齐轩年纪不大, 如今还算是少年皇帝, 声音却有着与年纪不符的低沉。 谢陛下。 肖采仪几人先后起身。 起身之后, 肖旺叔才看清书中这位少年皇帝的脸。 或许是在龙椅上坐得压力太大, 魏齐轩的五官升得还可以, 还算配得上书中男主的设定, 眉目清朗, 鼻梁高挺, 就是无端带着一种憔悴的老程。 这不苟言笑的样子, 实在没有什么少年英气可言。 在魏齐轩身边, 衣着典雅的清群女子身姿绰约, 浮身的动作如若柳浮风般轻盈。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 肖旺叔的目光落在她身上, 默默打亮着这位元淑女主。 启巴,你有孕在身, 不必行这些虚礼。 萧采仪朝她抬起手, 虚扶一把。 牧出雪起身后, 朝着萧采仪柔婉一笑, 道,多谢娘娘。 萧夫人也算是真的岳母, 不必行此大礼, 进殿坐吧。 魏齐轩说着话, 率先朝厅内主位走去。 萧采仪跟在她身后, 萧盼安和牧出雪依次跟上。 房契儿看了萧望书一眼, 轻轻拍了拍她的手, 以示安抚。 自家女儿虽说在外时有些骄纵, 但进宫的次数却极少, 也不知她此刻近距离见了皇帝, 害不害怕。 萧望书神色如常, 朝她笑了笑。 当初她一个孤女, 做点小生意刚刚起步, 被人绑架勒索, 拿刀架在脖子上都没慌, 更别说如今她父亲是权倾朝野的宰相。 这宫中全是萧红的人, 她慌个什么? 傀儡皇帝, 长上玩物罢了。 听说萧四小姐前些日子在幕府落水了, 实在是本宫家中兄弟姐妹招待不周, 萧四小姐见谅。 木出雪那张织粉点缀的精致面容上满是歉意, 甚至还亲自转身, 走过去牵住了萧望书的手。 萧望书抬起头朝她看过去, 目光毫无波澜, 被牵住的那只手也完全一动不动。 贵妃娘娘言重了, 本就是场意外, 谁也撂不准的。 说这话的时间里, 萧望书低下头, 全程都在看着木出雪那只手。 木出雪的动作有些僵硬, 善善地笑了笑, 收回了手。 她以为以萧望书那个急躁性格, 会直接把手抽走或者甩开, 总之不会这么安静地任由她拉着。 萧望书笑意盈盈, 又道, 贵妃娘娘怀有黄嗣, 身子贵重, 还是让身边伺候的人好生搀扶吧。 让人好好搀着, 搀紧点, 别动不动就想往谁身上碰一下词。 许氏听出了萧望书的弦外之音, 木出雪的脸色变了几分, 脸上的笑容都开始显得有些僵硬。 房契儿把萧望书往他身后拉了一把, 赤道, 这孩子, 明知自己毛手毛脚的, 别近身冲撞了贵妃娘娘。 他们确实需要除去木出雪肚子里的黄色, 但绝不能让罪名沾到他们自己身上。 萧望书低眉脸眸, 表现得出奇的温顺, 孩儿知错。 木出雪扯着嘴角笑了笑, 萧夫人严重了, 萧四小姐向来是个性情中人, 千万别举着了。 臣妇谢过娘娘体恤, 只是望书这孩子属实好动, 不宜贴近娘娘。 房契儿说着这话, 又把萧望书往他身后扯了一把。 萧望书配合着, 房契儿扯一下, 他就能挪两大步。 都坐吧。 上方高座主位的为其宣发话了, 语气里还略带一丝不耐。 房契儿, 萧望书母女两人满脸都写着感恩戴德, 随萧采姨他们三人一起行礼, 其声道, 谢陛下。 众人坐下后, 厅内氛围出奇的明智。 在座无一人开口说话, 只有萧望书倒茶吃糕的声音。 现在已经到了午膳时间, 他以前胃癌一次就够了, 现在这副年轻的胃得好好养着。 陛下, 臣妾瞧着潘安妹妹运后能由母亲进宫探望, 自己也实在是私母心切。 木出雪率先开了口, 看向房契儿的目光里充满如木之情。 魏齐萧顺着往下问了一句, 爱妃的意思是, 宫归森严, 臣妾母亲入不得宫。 臣妾如今又怀有黄嗣, 心神不宁, 不知可否请萧夫人去臣妾的云光殿做作, 以解臣妾私母之情。 木出雪话音刚落, 只见萧望书拍了拍手上的糕点碎屑, 笑盈盈地开口, 原来木贵妃这么想当我萧家女儿。 原书剧情虽然已经产生了偏移, 但木出雪这借口倒是找得一模一样, 半点变通都没有。 什么宫归森严, 不过是想说萧红管控的严, 不让木家人进后宫探望罢了。 多委屈的木贵妃啊, 孕后见不到自家母亲, 只能在别家母亲的身上找温暖。 若是这别家母亲还心狠手辣地把她的孩子推没了, 怕是天下人都要怒起公知吧。 听到萧望书的话, 木出雪的脸色扭曲了一瞬。 这个萧望书说话还真是越来越刁钻了, 谁想当他们奸臣萧家的女儿? 陛下, 臣妾并非, 木出雪再次抬起头看向上方, 这炫泪玉气的模样看得魏其轩心软。 魏其轩直接接过了他的话, 朝萧望书问着, 萧四小姐此话何意? 萧望书歪着脑袋, 缓缓眨了下眼, 打着, 没什么意思啊, 臣妾只是觉得父亲母亲大夫上女儿都极好, 木贵妃想当我萧家女儿也可以理解。 就在这时, 刚才萧盼安派去的宫女也领着一名太医回来了。 萧望书继续道, 正巧太医来了, 木贵妃方才不是说自己心神不宁吗? 和五妹妹一起整个平安脉吧, 免得陛下担忧。 不出意外的话, 木出雪来之前喝下去的那碗滑胎药也差不多要见笑了吧。 这个先天不足难以降生的摊, 他倒要看看木出雪还想往谁身上栽。 不! 木出雪难得拔高了音量, 扁雅温婉的形象也如同镜中花水中月, 直接破碎开。 见萧彩仪他们的目光都朝着自己这边聚集过来, 木出雪袖子下的手攥紧了几分, 直到指甲都嵌进了肉里, 他才勉强让自己冷静下来保持微笑。 有劳肖四小姐担忧, 请卖就不必了, 本宫出门之前已经让太医请过卖了, 还是让这太医好生照顾萧贵妃吧。 听到木出雪这话, 萧帕安眷带的头脑立刻清醒过来, 本能地觉得木出雪这一胎肯定出了问题。 他们两人先后有孕, 为其宣独宠木出雪, 这本就让萧帕安急为妒忌。 要是木出雪的孩子生下来, 将来还可能和他的孩子抢地位。 现在萧旺叔把出手的机会摆在了他眼前, 他当然要数抓住。 木贵妃别傻小性子了, 还是和本宫一道瞧瞧吧, 索性太医都已经请来了。 萧帕安顺着萧旺叔的预想往下说。 萧旺叔展眉一笑, 继续吃着他手上的糕点。 房契儿侧目看了看自家女儿, 随后再看向木出雪, 也道, 两位娘娘还是都请太医瞧瞧吧, 自个儿的身子要紧。 自打木家女有孕后, 皇帝和木家就在亲力保他这台, 轻易连门都不让他出。 今天皇帝肯带着木家女来见她们就已经足够可疑了, 更别说这木家女的反应忒忒忒忒的, 里面怕是有些猫腻。 木出雪的嘴角硬扯出一抹笑, 说着, 本宫运后安胎护胎皆是有许太医一手操办, 其余太医也诊不出个什么来, 不必图天麻烦了。 太医院里除了那么一两个太医是忠于皇上的人, 其余人差不多全是萧家那一档安插进来的, 他怎么敢让他们诊脉? 诊脉而已, 又不给你开药, 太医不饶, 继续劝着。 萧采姨也补充一句, 确实还是都瞧瞧吧。 说完这话, 不等木出雪再次开口推辞, 萧采姨直接朝那太医吩咐, 为两位贵妃诊脉。 是, 那太医本就是萧红安排进宫的人, 一直以来都是听萧家人的命令办事的。 此刻听到萧采姨的命令, 她直接朝着木出雪走了过去, 为其宣目光一沉, 开口吩咐, 不必了, 为萧爱妃诊脉吧, 她的身子重要。 无需多管。 听到魏其宣的话, 那太医下意识地看了看萧采姨和房气儿。 见他们二人都没说话, 她才走回萧盼安身边。 木出雪见状, 心里轻轻松了口气。 至于此时的萧盼安, 早已经被魏其宣那一声萧爱妃迷乱了心智, 连金西和西都不知了, 怎么还顾得上木出雪? 萧旺叔坐在一旁纵观全局, 一手拿着糕点, 另一只手的指尖在座椅扶手上倾扣, 一下一下, 像极了摆动的秒针, 平稳规律。 快到时间了呀。 罢了, 朕就是听闻萧夫人入宫, 算着有许久未见, 特地过来瞧瞧。 魏其宣说着, 起身胆了胆衣袖, 突然记起养心殿还有事, 朕就先回去了。 木出雪也立刻跟着她起身, 准备一起离开。 就在这时, 萧盼安朝着木出雪问了一句, 木贵妃, 后宫不得干政, 你跟着陛下干什么? 看那狐媚样子, 成天就知道, 恬不知耻地跟在陛下身后。 木出雪猝起眉头, 神色略有些不耐。 随后, 呼得想起什么似的, 她继续往萧盼安那边走去, 边走边说着, 多谢妹妹提醒, 既然陛下有事要处理, 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我们姐妹结伴去犹豫花园吧。 说着这话, 木出雪还伸出手想要去拉萧盼安的胳膊, 听内众人此刻还并未察觉出什么异样。 见木出雪轻身靠近萧盼安, 旁观的肖旺书神色一领, 立刻起身。 旁边的房气还没反应过来时, 她就已经几个胯部冲到了肖盼安身边。 就在此时, 木出雪也像是被什么绊住似的, 重心不稳, 直直朝着肖盼安再下去, 砰, 桌椅杯盏撞落一地, 三人混乱地倒在地上。 这一切快得几乎在呼吸间结束, 半晌后, 才终于爆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 啊, 我的孩子。 木出雪捂着小腹痛呼, 血迹瞬间渗透了衣裙。 肖盼安压在肖旺书身上, 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完全忽略了被他当成肉垫的肖旺书, 开口惊呼, 孩子。 太医, 传太医。 厅内瞬间乱作一团。 魏齐轩几乎是在木出雪叫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起身走到他身边去了。 房契儿和肖采仪也连忙上前, 查看肖盼安和肖旺书的情况。 旺书? 房契儿扶着肖旺书, 先把他擦伤的胳膊用帕子盖起来, 再扶他起身, 来, 旺书慢点。 来人? 快抬步于来, 再传几名太医。 肖采一边扶起肖盼安, 边喊旁边的宫女过来帮忙, 众人在太医的指挥下把肖盼安抬进内室。 魏齐轩则是直接把木出雪抱进了偏殿, 再命人去传召专为木出雪安胎的许太医。 三人这一摔, 摔得实在惊心动魄。 两个黄四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 就更没多少人能注意到柯青擦伤的肖旺书了。 房契儿即使想要照顾肖旺书也是有心无力, 再加上肖旺书身上都是些皮外伤, 并不严重, 比不得黄四重要, 他只好先看顾肖盼安那边。 此刻, 除了一春书下还守在肖旺书身边, 其余人都被派去照顾肖盼安和木出雪。 就连后面召来的太医也顾不上肖旺书, 全部扑在肖盼安那边。 厅外的工奴和太医都再快步奔走, 肖旺书坐在厅内, 身边只陪着两名丫鬟, 显得格外凄凉。 书下。 肖旺书开口喊了一声, 紧促的眉头显示着他此刻身上并不好受。 他现在只要稍一用力, 身上那些伤口就火辣辣的疼。 小姐怎么了, 要不奴婢先去拿点叠打药来? 书下弯下腰, 紧张不已地看着肖旺书。 他们小姐从小就娇生惯养长大, 这段时间受的伤简直比前面十几年还要多, 这让一身细皮嫩肉的小姐怎么受得了? 肖旺书的目光从周围扫过, 朝书下说着, 你过来。 书下老实照做, 贴耳过去。 只听肖旺书在他耳边低声吩咐, 去找二公子, 把刚才的一切讲给他听, 告诉他有人蓄意谋害黄四, 让他封锁太医院和穆贵妃的云光殿, 详查云光殿近段时间用的每份药, 详查穆贵妃的胎儿情况。 他原以为穆出雪会知难而退, 自己终止这场构陷。 将来穆出雪肚子里的孩子就算实在留不住, 没了就没了, 也没人会怪罪他什么。 但没想到穆出雪还是不死心, 他的胎保不住, 还想把肖盼安的也给带走。 真是有意思。 反正穆出雪他自己的胎也摔没了, 就算这一摔把肖盼安的孩子也给摔没了, 又有谁会多说什么呢? 难道嫔妃会故意把自己的龙胎摔掉不成? 听完肖旺书的吩咐, 书下抬起手捂住嘴, 缓了会之后看向肖旺书, 有些不敢置信。 小姐, 丰功严查太医院和嫔妃宫殿, 这种事可不是能开玩笑的。 要是什么都没查出来, 他们今日可就不好收场了。 肖旺书坐直了身子, 疼得眉头又皱紧几分, 笃定的朝书下吩咐着, 按我说的办, 快去。 就是要现在, 有些事情趁乱才好查。 平常时候, 魏祺轩和穆出雪那边的太医极其谨慎, 又要时都像做贼似的, 难以抓住把柄。 现在乱起来了, 太医院里面也好查多了。 他就不信木出雪这胎用药掉了这么久, 太医院和云光店那边能不留下丝毫痕迹。 书下脸上闪过片刻的挣扎, 随后赋死般地点了点头, 起身道, 好, 奴婢这就去办。 交房店里气氛胶着。 这大半个时辰, 偏店里的血水一盆接一盆往外端, 木出雪这一胎显然是没有保住。 而肖盼安的情况已经趋于稳定, 不再需要那么多太医了, 他那边的太医都陆续转去了木出雪那里。 此刻, 肖盼安正一脸厚怕地靠坐在床头, 双手抱着肚子, 喝着宫女给他喂来的安胎药。 旁边太医边收药相边说着, 今日还好是有四小姐为贵妃娘娘垫了一下, 否则黄四就难保了。 娘娘日后还是要当心, 头三个月最是要紧。 肖盼安这才回过神来, 有些恍惚地看向肖旺叔。 肖旺叔那边, 另一名太医闲下来, 正在给他清理擦伤。 房契儿和肖府的嬷嬷婢女都围在肖旺叔身边, 众人脸上表情各异, 唯一相同的表情就是不忍心看的表情。 仿佛肖旺叔那伤口, 旁人哪怕看一眼都能感到疼。 尤其是房契儿, 此刻闲下来, 认真一看肖旺叔身上摔成了什么样, 他眼里的心疼都快化为了实质。 他今日就不该带着女儿进宫。 四姐还好吗? 那些伤能好全吗? 不会留下疤痕吧? 肖盼安坐在床上, 远远地看着太医给肖旺叔上药。 看到肖旺叔身上那些亲子肾血的伤口, 肖旺安一边想象这些伤口出现在他身上会是什么样, 一边震撼于肖旺叔对他的保护。 他从未想过, 肖旺叔竟然会为了保护他, 做到这种地步。 贵妃娘娘放心, 四小姐这伤在皮肉上, 没有伤筋动骨。 只要四小姐按时换药, 在左以微尘毒质的草蜜胶, 定然能好全, 不会留下疤痕的。 给肖旺叔包扎的那太医, 看上去行医有些年了, 话里充满了让人幸福的力量。 肖旺安听了这话之后, 也不知是个什么表情, 像是松了口气, 又像是还有些惋惜, 硬着, 那就好, 那就好。 房契尔此刻听到肖旺安的声音, 心中憋着一口气不能出, 只能往回咽, 朝那太医说着, 烦请刘太医稍后置点要高, 给我们带回府, 旺叔这伤就有劳你了。 刘太医忙道, 夫人客气, 微臣这命都是向爷救下的, 为小姐置点要高, 岂敢受这一生有劳, 实在不敢, 不敢。 话都说到这里, 房契尔再客气也就见外了, 只好保持微笑点了点头。 思, 要知擦到破了皮的伤口, 疼得肖旺叔倒吸一口凉气。 房契尔在旁边看着, 只恨不能替他疼。 肖旺叔看他一眼, 嘴角扯开一抹笑, 反过来安慰他, 母亲不用担心, 疼过第一下, 后面就不疼了。 这具身体从小到大被保护得太好了, 疼痛预知太低, 这么轻的伤都能带来这么强的痛感。 要是换了他以前, 这些伤都是家常便饭。 你少说些话, 别扯动了伤口。 在房契尔眼里, 肖旺叔这身伤就跟中毒伤残了一样。 肖旺叔张了张嘴, 正要在和房契尔说些什么的时候, 只听店外传来一阵喧嚷。 房契尔皱起眉头, 和肖采仪对视一眼。 随后肖采仪往外看了看, 起身道, 好像是偏店那边在吵, 母亲, 我出去瞧瞧。 房契尔点了点头, 好, 你去吧。 还不等肖采仪走出门, 交房店的宫女急忙跑了进来, 朝他禀报着, 皇后娘娘, 木柜飞醒来后得知自己的孩子没了, 正在偏店大哭大闹, 胡喊有人办他, 蓄意残害黄四。 肖旺叔沟纯冷笑, 这就是女主风范吗? 他领会到了。 反正现在孩子也没了, 木柜雪的身体怎么诊脉都是虚。 他现在也不怕太医诊脉, 太医现在也诊不出他的胎原本就有问题。 房契尔怒而拂袖, 赤着, 胡闹。 黄四事关重大, 岂能由着他空口白牙栽赃? 有人办他? 谁办他? 他想说是我办的还是五妹妹办的? 肖旺叔也问得直白。 当时靠近木柜雪的只有他和肖盼安, 现在木柜雪的孩子没了, 肖盼安的孩子还在, 怎么看都是木柜雪受伤最大, 那可不就是由着木柜雪空口白牙栽赃吗? 跑来禀报的那宫女支支吾吾, 答着, 木柜非他, 他没有指明到姓说是谁, 肖旺叔笑了笑, 又问着, 他是在知道五妹妹的摊儿没什么大爱之后, 才开始发疯胡闹又哭又喊的吧? 如果肖盼安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一起没了, 恐怕木柜雪就不会这么哭闹了, 而是会愧疚自责, 说他这一衰纯属意外, 他和肖旺叔都是受害者。 听到肖旺叔的话, 那宫女仔细回想一番, 随后震惊道, 是, 是这样。 刚才木柜非醒后, 先问了肖贵妃娘娘的情况, 然后才开始哭闹的。 肖旺叔吃笑一声, 嘲讽两个字都写在了脸上。 屋里除了肖盼安还在茫然, 其余个个都是人惊。 听到这话, 他们哪里还能不知道木出雪的意图。 那一摔, 摆明了就是冲着肖盼安的肚子去的。 真是厉害, 连孩子都能舍掉。 房气儿目光一沉, 这突发情况真是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肖采一双手叠放在腹部, 来回踱步, 道, 但还是不能让他这般发疯哭喊, 否则两位妹妹怎么也说不清了。 房气儿想了会儿, 突然想起什么事的, 朝杜嬷嬷问着, 二公子今日是否在宫中? 别的不说, 就安慕出雪这个闹法, 再不控制一下, 恐怕马上就要流言漫天飞了。 他们哪怕要自证清白, 也得先控制住局面再说。 不然谣言嘈杂, 他们说什么都无用。 杜嬷嬷连忙弯腰打着, 老奴记得二公子今日像是进宫了, 夫人稍后, 老奴带人去寻一寻。 不必了, 母亲, 我已经派人去过了。 肖旺叔开口插话, 房气儿一愣, 什么? 肖旺叔开口解释, 刚才场面乱, 大家都忙着照看五妹妹, 我觉得此事有些蹊跷, 便先派丫鬟去寻了二哥。 丫鬟回来报过一次, 二哥正派人盯着宫里, 这是暂时不会闹大。 只要肖平南手紧宫门, 宫里没人能溜出宫, 这是想闹大都大不起来。 房气儿他们长出一口气, 汗手道, 那就好。 殿内话音刚落, 交房店外传来整齐滑衣的脚步声。 盔甲铁片之间碰撞的铿锵声, 仿佛近在耳边, 清晰可闻。 殿内众人往门外看去, 看到猎阵在外的将士时, 他们心里压着的巨石终于挪开了点。 建卫军, 到了。 肖统领, 你带兵包围交房店, 意欲合围。 魏齐轩站在台阶上, 俯视着下面身着铁甲的肖平南。 此刻他的身上沾满了他那个未出生孩子的血腥气, 本就已经极为补月。 再一想到肖盼安的孩子还没掉, 等那个带着肖家血脉的黄丝降生之后, 肖家还极有可能邪幼子逼他退位, 然后独霸朝纲。 想到这些, 再看看现在就敢随意调动进军的肖平南, 魏齐轩只觉得离肖家篡位的日子不远了。 陛下息怒, 末将断然不敢包围皇后娘娘的交房店。 肖平南朝着为其宣报全弯腰, 还算规矩地行了个陈礼, 随后起身道, 末将只是包围了太医院和穆贵妃的云光店, 找出了一些穆贵妃妻军蛮上的证据, 便匆忙赶来禀报陛下而已。 他当然不敢包围皇后娘娘的交房店, 因为这里面住的是他们的长姐, 肖家的长女。 虽然只是树长女, 但也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 地位不一般。 在肖采仪和她产生不可化解的利益冲突之前, 她当然不会做出什么和肖采仪敌对的事情来。 礼让尊重, 才是他们对长姐该有的态度。 听着肖平南的话, 魏祈宣直接一口气耿在了胸口, 不上不下。 你, 放肆。 你怎敢在宫中私自调动进军? 肖平南抱拳弯腰再次行礼, 开口答着, 回禀陛下, 末将只是担忧陛下受奸妃蒙蔽, 这才先斩后奏, 望陛下见谅。 陛下宽人明锐, 必能量解墨将一番苦心。 这高帽子戴得真顺啊。 肖旺叔刚走出来, 就听到肖平南这番话, 顿时对书中描写肖平南时所用的全臣之词, 傲逆君王八个字有了深刻理解。 陛下, 墨贵非明知腹中黄四有样, 仍旧瞒上不报, 甚至以腹中死胎为耳, 谋害其余后非腹中康剑的黄四, 谋害不成还栽赃物陷。 肖平南把他手上那些暗了指印的供词高高拿起, 继续道, 此中罪状, 条条皆可问斩。 末将斗胆, 请陛下处置奸非, 还后宫以安宁。 让魏其轩亲自处置木出血, 这简直是强拆鸳鸯, 拿顿刀在男女主角的心头弯肉。 这出戏实在精彩, 肖旺叔都看得来了兴致。 她是恶毒女配, 她就喜欢看这种血腥戏。 肖同龄, 你这是在逼阵做事吗? 后宫之事与你何干? 当然有关。 陛下乃一国之君, 陛下的家事也堪称国事。 末将相信, 陛下只是受奸非蒙蔽。 穆贵妃所犯的这些事, 这些针对肖贵妃附中皇嗣的事, 一定与陛下无关。 见魏其轩沉默不言, 肖平南又道, 既然陛下难以抉择, 末将就不为难陛下了。 此刻百官都在入宫的路上, 如何处置奸非, 陛下可听百官建议。 什么? 魏其轩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 肖平南, 你撕掉进军, 还撕召百官入宫, 谁给你的权利? 如今肖红的一个儿子, 竟然也敢踩着他的龙椅放肆了。 前有肖红, 后有肖平南。 这真是奸臣当道, 大权旁落啊。 回禀陛下, 末将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陛下的安全。 如山铁正在此, 此等七军蛮上, 谋害皇嗣的奸非不可多留。 既然陛下舍不得处置, 那末将只能出此下策, 让百官处置这个祸患。 如果慕出血腹中的皇嗣, 真是死在肖家人手上, 那此事就要镇压镇压再镇压, 半点风声都不能漏到宫外去。 如果此事与肖家人无关, 全是慕出血就由自取, 甚至肖家贵妃的皇嗣险邪被他谋害, 那此事就要公开公开再公开, 最好能把证据贴在大街小巷, 让人无话可说。 现在的情况显然属于第二种, 你, 为其宣心中怒一番涌,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甩袖表达他的愤怒, 然后不再管肖平男, 大步走回厅内坐下。 肖平男不痛不痒地笑了笑, 转身面朝房契儿和肖采仪, 远远地拱手行了个礼。 房契儿和肖采仪朝他点了点头, 肖旺叔朝他扶身见了个礼, 然后继续和房契儿他们站在一旁围观, 像个看客一样, 安静看着这场好戏推进。 如果他们现在就在宫里闷不作声地 把牧出血处置了, 等事情传到宫外, 说不定又成了另一种说法。 牧家倒打一耙, 说他们诬陷牧出血, 残害皇嗣都有可能。 违今之计, 唯有把证据甩出去, 让文武百官给皇帝提出个处置办法, 这就是把肖家摘出去的最优解。 不管最后怎么处置牧出血, 都是文武百官商议的结果, 也是朝廷上下认可的结果, 更是牧出血最有应得的结果。 与肖家无关。 旺叔, 现在天热, 你这伤口晒不得, 别生农疮了。 房契儿显然并不是很想看这场好戏, 他只想带着肖旺叔去休息养伤。 见肖旺叔还想留下看看, 房契儿又道, 你是女儿家, 身上还受着伤, 让百官瞧见也不好。 我带你去阁楼上坐着, 你坐在高处看可好。 百官一时半会儿也进不了宫, 这还有得等。 再说, 就算百官进宫, 因为外臣不得随意进出后宫, 他们也不会在交房殿外对木出血进行裁决, 之后肯定还要转换地方的。 晒出了汗,汗叶竟然伤口, 那就有的是最瘦了。 肖旺叔为免房契儿担忧, 配合地点了点头, 跟着房契儿离开。 由于夏天午后的阳光实在容易让人犯困, 再加上等了小半个时辰还没等到百官聚齐, 肖旺叔还没等到好戏开眼, 就已经趴在窗边睡着了。 他受着伤, 房契儿也没舍得为这点小事把他叫醒。 甚至后面百官聚齐之后转换阵地, 房契儿怕肖旺叔被吵醒, 还为他关上了门窗隔音。 等肖旺叔一觉睡到自然醒, 书中众墨描写的天选女主已经永久下线了。 还是被百官死贱, 为齐轩亲自赐下白绫, 当众勒死的。 裁决期间, 当然还掺杂着穆家一党官员求情的声音, 他们以失去黄嗣, 精神失常为由, 为穆出血开脱, 但这些声音都被肖家一党官员死贱的声音盖过去了。 甚至肖家一党的官员还将矛头指向了穆家, 要将忠书令穆汉带去御史台审判, 致他个教女不言纵女行凶残害黄嗣的罪名。 最后还是皇帝死保, 才勉强将此事作罢。 肖旺叔睡醒之后听说这些, 在赶去现场旁观的时候, 穆出血的诗都还没人敢收。 今天中午还先活得一条人命, 下午就凋零在了宗庙祭台上。 速度之快, 让肖旺叔对权臣二字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皇帝形同虚设, 宰相生杀与夺。 他想, 若是肖红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剧情, 知道穆出血是为其宣旨掌朝纲的关键一期, 知道穆出血是扳倒肖家的关键一期, 恐怕穆出血的死期会来得更早吧。 但他所知道的一切, 永远都不能让第二个人知晓。 只有这样, 他才能活下去。 肖旺叔站在角落, 远远看着这场闹剧, 切身感受书中所描写的掌兵权臣到底有多专制。 恰在此刻, 肖红四是感受到了他的目光, 回过头来看向他所在的角落。 他回头那一眼, 如鹰犬般犀利凶残。 随后, 看清是自己女儿带着丫鬟站在角落旁观, 肖红那冰冷的目光也柔和了些许, 缓缓抬起手朝肖旺叔摆了两下, 示意他回去。 小姐, 这地方血腥气重, 阴森森的, 不适合多待。 咱们看也看了, 回去吧。 书下掺着肖旺叔的胳膊, 低声劝他。 一春也连连点头, 小声硬和, 是啊是啊。 肖旺叔温了一声, 远远朝着肖红那边扶身行礼, 随后带着一春和书下离开了。 牧初雪死后没有葬礼, 也没有灵木。 他就这样带着条条罪名离开世间, 草草入土, 被迫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牧初雪的死, 除了影响到魏祈轩和牧家的关系, 影响到牧家的名声之外, 并没有在京师掀起太大波澜。 其余官员听闻此事, 跟着叹息责怪几句就过了。 百姓听闻此事, 也只是茶余饭后多了些谈资, 无聊时可以聚在巷子里, 遥遥牧家女如何阴毒, 遥遥牧家子女如何教养不严。 牧初雪死后, 宰相府里的日子还是照旧过。 被牧初雪影响最大的人, 也不过是受了伤的肖旺叔, 被房切儿和肖福光盯着养伤, 硬生生在府上养了大半个月, 哪都没去。 犹太医的草蜜娇真是管用, 才大半个月呢, 既然真的就掉家居疤了, 都没留下什么痕迹。 一春凑进去看肖旺叔身上的伤痕, 就算看得再仔细, 也只能看到几道很浅的粉色痕迹。 那是写家脱落后, 刚露出来的心肉, 等晒晒太阳再阳几天, 就和周围皮肤一样, 完全看不出来了。 肖旺叔也看向妆台上的铜镜, 铜镜照的模糊, 镜子里已经完全看不出半点痕迹了。 看了会儿, 肖旺叔笑道, 确实是好东西, 想来有不少女子都需要。 谁这一辈子没个磕磕碰碰的? 女子爱美, 尤其在这古代, 都怕自己身上留下疤痕。 只可惜宫廷御药, 可不是他们那么容易就能弄到的。 这草蜜椒若是能拿出去卖, 肯定大有销路。 借着宫廷御药的风, 多少也能先把名声打响。 听到肖旺叔这话, 一春也没多想什么别的, 只笑咪咪地继续给他擦药, 边擦边摇头晃脑地说着, 那当然了, 这种好东西有钱都难求, 也就是咱们小姐金贵, 有相爷和夫人腾着, 要什么就有什么, 多的是人巴巴地给小姐送来呢。 肖旺叔听到这话, 眉头青醋。 一春和书夏打小, 就被房契安排过来, 伺候在袁申身边。 三人可以说是一同长大, 感情远超寻常主仆。 袁申从小骄养长大, 一春和书夏跟在他身边, 过得甚至比寻常人家的小姐还要风光。 久而久之, 两人不可避免地也染上了几分傲气。 书夏还好, 稳重自持, 能够克制那份傲气。 而一春则是表现得太明显了些。 肖旺叔促着眉, 正宇说些什么时, 只听旁边书夏开口提醒, 一春, 胡说些什么呢? 这话你私下说说也罢, 千万别拿出去说, 否则叫人听去了, 怎么想? 万一传到刘太一耳朵里, 还不得说咱们小姐拿他当奴才使唤吗? 书夏说着, 说着摇了摇头, 显然对一春这个性子也很无奈。 一春看了看书夏的表情, 再看了看肖旺叔的神色, 好像也意识到了什么, 声音都弱了几分, 小姐, 奴婢知错了。 但他以前这么说的时候, 小姐好像很喜欢听啊。 肖旺叔看着一春那副可怜兮兮的耸包样, 轻轻叹了口气, 硬着, 知错就好, 以后多听听书夏的话, 他不会害你的。 好, 奴婢以后就专听小姐和书夏的话。 见肖旺叔不继续往下追究, 一春立马就笑开了, 还使劲点了点头, 变脸速度堪称一绝。 这时, 书夏在成堆的衣衫里面千挑万选, 终于拿起一条鹅黄色白褶素裙, 朝肖旺叔问着, 小姐, 明日去仿府看望老太太, 就穿这身衣上吧。 肖旺叔抬头看了看, 点头道, 好, 就她吧。 鹅黄色, 活泼却不张扬。 这颜色瞧着就很乖巧, 确实适合穿去拜见老太太。 一春突然一拍脑袋, 道, 对。 小姐可别忘了, 夫人还吩咐, 让小姐今日和小公子一起去府库挑剪挑剪, 给房老太爷和房老太太选些礼品带去。 那就现在去吧, 省得忘了。 肖旺叔不急不慢地起身, 又朝他们问着, 阿弟这会儿还在跑马场上吗? 书夏看了看窗外的天色, 答着, 这会儿还早, 小公子应该还在练习奇术。 跑马场上, 这会儿才深时出客。 肖福光确实还在挥洒汗水, 对比起在烈日下练习奇射的肖福光, 远远坐在凉亭里的肖振熙就显得格外闲适。 或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他有多想和肖福光一样, 这么肆意的御马狂奔。 哪怕练得再辛苦, 也总好过连练的资格都没有。 姐姐! 见肖旺叔提着果篮走过来, 肖福光拉紧缰绳。 他身下的奔腾的马匹斯明一声, 高高扬起两只前蹄, 随后停在原地踏步。 陈楚坐在树下擦着佩刀, 练武服被汗水浸湿贴在背上, 紧绷的肌肉把衣服撑得鼓鼓囊囊。 他远远地看着肖福光下马跑向肖旺叔那边, 没有出声催促肖福光继续训练。 他那身伤总算痊愈了, 许久没见他出来走动, 还有些不习惯。 这也可见, 他们姑娘家的身体是真娇气, 娇娇滴滴的, 受一点小伤也要躺在屋里休养许久。 其实, 那日进宫的时候他看到他了。 第一次看到, 他在阁楼窗边趴着睡觉, 漂漂亮亮的姑娘家到处都缠着绷带, 看着怪可怜的。 第二次看到, 他缠着绷带还跑到祭台旁边眼巴巴地看热闹, 最后还被宰相赶回去了, 更可怜了。 心机慎重地相辅小姐, 但好像又有点反差。 想到这里, 陈楚不自知地扬起了嘴角。 他远远地坐在树下低头擦刀, 也没人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 肖福光跑到肖旺叔面前, 匆忙问着, 姐姐怎么跑出来了, 身子好全了吗? 自然好全了, 要是再不动一动, 骨头都要躺软了。 肖旺叔把手里的果蓝递给他, 继续道, 你先练吧, 等你练完, 我们再去给外祖父和外祖母挑些礼品。 好, 那姐姐在亭子里坐着等等。 肖福光引着肖旺叔到凉亭里坐下。 亭里的肖正希立刻起身, 拱手见礼, 喊着, 四姐姐。 肖旺叔朝他点了点头, 笑道, 七弟, 吃点果子解渴吧, 天还热着。 如今已是夏末尽秋, 但空气里仍旧残留几分夏季的燥热, 估摸着还得半个多月才能凉爽起来。 多谢四姐姐。 肖正希对谁都是这么拘谨客气, 从果蓝里拿的离子都表现得有些不好意思。 肖福光见他喜欢吃离, 又从果蓝里择了两个大的塞到他怀里。 肖正希顿时更加腼腆了, 小声说着, 多谢八弟。 七哥客气。 肖福光没当回事, 从果蓝里面挑出好几个大桃子抱在怀里, 往陈楚那边走去。 每次肖旺叔一来, 陈楚总能蹭到些吃得喝的。 有肖旺叔坐在这里等着, 今天下午的时间过得飞快。 肖正希坐在一旁, 偶尔和肖旺叔搭两句话, 大多数时候还是在看陈楚训练肖福光, 眼底流露出羡慕的光芒。 陈楚知道肖福光明天要停训一天去防腐, 也能猜到他们姐弟两人等会儿应该还有事要办。 秉持着吃人嘴软的原则, 他今天让肖福光准时结束了训练, 没有加训其余内容。 下午的骑术训练结束之后, 肖旺叔和肖福光拿着防气儿的钥匙进了府库。 开门的那一瞬间, 差点没闪瞎肖旺叔的眼。 物理闪瞎, 游离玉器还有金砖太多, 反光太强。 外祖父好品名, 好字画, 恐怕我们得去父亲那里讨些茶叶或者名家墨宝, 才能送到外祖父心坎上。 外祖母最疼姐姐了, 哪怕姐姐送给你娃娃过去, 外祖母都要赞你一句心思纯真。 肖福光一番话, 房气儿是房老太太的心头肉, 房气儿所生的两个孩子, 房老太太都极为喜欢。 在这姐弟两人中, 他又尤其喜欢肖旺叔, 因为肖旺叔从小就长得像极了幼时的房气儿。 姐姐勿要紧张吗? 外祖母从不在意礼品贵重与否。 只要是姐姐送的, 外祖母都当成宝贝。 肖福光继续说着。 肖旺叔笑着摇了摇头, 叹道, 即使外祖母不在意礼品贵重与否, 但我的心意还是要送到, 毕竟让他老人家为我担忧了一个月。 原本他落水苏醒后, 就准备去房府看望一下老太太, 报个平安。 没想到中间入了一趟宫, 还碰上木出雪那茶子室。 他出宫回府时, 身上带着大大小小的擦伤和轻子淤肿。 要是这样去房府, 让老人家看了肯定要揪心。 于是, 他就又休养了一段时间, 想等伤口恢复得差不多了再去。 这么前前后后一耽搁, 竟然耽搁了一个月, 实在是久。 那也是事出有因, 姐姐不必自责。 都是木家人一再作乱, 你这次也是因保护黄丝而受的伤, 外祖母能理解的。 萧福光说着这话, 语气不自觉地带上几分敌对, 说起这些, 那木家女也确实好运。 我曾无意间听母亲和杜嬷嬷说, 长姐在宫里多次动手, 都被那木家女躲了过去。 姐姐, 长姐素来心思缜密, 她动手前必然就算计过了许多东西, 万事俱备才敢动手。 木家女次次躲过, 说什么木家女友皇帝相护, 长姐算计起皇帝来, 下药也是不含糊的。 否则五姐腹中的皇嗣怎么来的? 皇帝可能心甘情愿地和萧家女儿生孩子吗? 萧旺叔听完点了点头, 悠悠道, 听起来确实好运。 人站在世界面前还是太渺小, 一个人的死亡并不会带来什么世界毁灭, 哪怕那个人是这书中异世界的女主。 时运更转, 瞬息万变。 恐怕这书中所谓的天选女主, 也只是时运爆发的临时产物而已, 随时会有下一个进行更替。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长姐的算计都在暗处, 有许多事情不可控制, 只要一环乱了, 整个计划便作废了, 所以才让她一次次逃脱。 要是像姐姐和二哥这样, 给她查出必死的罪名, 让百官宣判死刑, 用铁骑压上计台, 任她插翅也难逃。 萧浮光说着, 说着耸了耸肩, 又笑道, 算了不提她了, 免得坏了姐姐心情。 说起来, 姐姐保护黄寺有宫, 这些日子宫里府里发的赏赐都不少, 吴姐可是从宫里送了不少家当出来。 父亲这次, 自己在府上赏了姐姐还不够, 还从皇帝的皇宫内府里, 给姐姐榨了不少赏赐出来, 可见父亲对姐姐这次办的事有多满意。 吴姐再不跟着一丝一丝, 那就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吴姐的家当, 再怎么送也就那么些, 一半都是送给父亲看的罢了。 肖王叔想了想, 又笑道, 不过皇帝的那里的赏赐是真实在, 可见父亲在皇帝面前夸了我不少。 只是可怜了傀儡皇帝, 刚丧了官配, 还要在萧红的各种暗示打压之下赏赐他。 估计赏赐的时候, 心里含了不少怨恨吧。 不过没关系, 赏赐下来的金银玉器都很实在。 哪怕是带着怨恨的赏赐, 他也喜欢。 当年若非父亲征战沙场, 击退先于寇军, 这位国早就改朝换代了。 今日皇帝还能坐在龙椅上想荣华富贵, 都是父亲送给他的。 要是连这点赏赐都舍不得, 他也未免太小气。 萧浮光边说边给房老太太挑选礼品, 多闹一句, 浮库里东西真多, 瞧花了眼也没瞧见什么合适的。 萧望书扫尸库内, 最后目光停留在他左手边的跪脚上, 走过去拿起一串碧玉手持, 嘲笑浮光问着, 你瞧这个可还行。 那碧玉手串上的玉珠圆润饱满, 预置干净光芒内敛, 拿在手上就有一种厚重的压手感。 手串的跑珠环上还系着一串流苏, 流苏上的挂坠也是雕刻的莲花模样, 栩栩如生。 浮库里这么多玉器, 萧望书以前又是见过各种珠宝的人, 能让他在这么多玉器里一眼相中, 可见这碧玉手持绝非凡品。 萧浮光眼前一亮, 盲道, 这个好看。 样式也稳重, 瞧着适合外祖母。 姐弟两人速战速决, 送给房老太太的礼品就这么定下了。 至于送给房老太爷的茶叶字画, 那就要靠萧浮光厚着脸皮, 去萧红那里磨一磨了。 一日清晨, 京师官员云集的紫云大街上, 房府蒲丛清扫门庭, 供应他们的嫡小姐回府。 宰相府的马车远远驶过来, 刚一停下, 房府蒲丛就迎了上去。 那些蒲丛拥促着房契和萧望书姐弟进府, 一路将三人送到房老太太的院子里。 房契他们到的时候, 房老太太已经厚了一会儿, 院子里还有不少人是房府嫡系和树枝的女眷孩童, 这个时辰都是过来给老太太请安的。 见到房契儿带着两个孩子回来, 房老太太的脸上瞬间就笑出了花来, 忙着手道, 快进来。 母亲。 房契儿脸上含笑, 步子放快了点, 走到老太太跟前。 她正要扶身问安的时候, 只见老太太直接拉着她的手, 让她在自己旁边坐下。 萧望书和萧浮光并排上前, 一扶身一拱手, 起声道, 见过外祖母, 外祖母扶寿金安。 紧接着, 两人又转向旁边坐的众人, 继续行礼道, 见过各位旧母。 屋内众多女眷纷纷汗手回礼, 有些带了孩子的, 则是让孩子起身, 同辈之间互相见礼。 哎? 好,好, 望书快过来让外祖母瞧瞧。 房老太太又朝着萧望书招了招手。 萧望书闻言上前两步, 把手伸到房老太太手里, 目光打亮着这位老太太。 老太太慈眉善目, 面如满月, 线条柔和, 是这个时代推崇的端庄富贵之相。 一身脏青色长衣, 衣料轻而不透, 衣上绣纹也惊而俭。 在配以额上的东中墨额, 更显长者岁月沉淀之美。 见萧望书过来, 房老太太一只手拉着她的手, 另一只手拍着她的手背, 连叹, 瘦了, 咱们望书这些日子受苦了哟。 这点苦不算什么, 只要一想到外祖母还在等着我来, 身上的伤就好得特别快。 萧望书的话可以说是张口就来。 房老太太被她说的眼角都笑出了皱纹, 道, 咱们望书这张嘴优, 真是越来越甜。 房契儿眼嘴笑着, 在旁边接话, 母亲那是不知道, 她最近不知嘴甜, 眼睛也尖。 女儿好不容易磨来一串品色上好的碧玉手持, 巴巴地收在府库最角落的柜子上, 就等着除旧新春再来送给母亲, 让母亲高兴高兴。 谁知她昨儿进府库给母亲挑东西, 一眼就瞧中了我那手串。 我刚得来的好东西, 还没多看两眼就被她拿了去。 接一早, 他们姐弟俩颠颠地就捧着手串来了。 房契儿的话都说到这里了, 萧望书和萧福光就顺势把手串送了出去, 交到房老太太手上。 房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 连连说着, 咱们望书养得好, 这眼睛扫一眼, 就分得清什么是宝贝。 健宝也是需要眼力近的, 得见过的好东西足够多, 才分得清什么东西是稀罕的。 是啊, 瞧咱们叔姑娘出落的婷婷玉丽, 和小姑子当年一样, 雕质可人。 旁边一位妇人开口接着话, 姜是姜贤乐, 房契儿嫡亲兄长, 房契的郑佩夫人, 也就是房契儿的大嫂, 萧望书姐弟二人的大舅母。 听到姜贤乐在夸萧望书, 房契儿也道, 我倒觉得, 启罗那孩子才是知书达理, 教养起来可比望书省心得多。 姜贤乐为房契玉有一子一女, 嫡子房怀锦是文明精师的翩翩公子, 温雅默克, 嫡女房契罗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高门千金, 追求者数不胜数。 房契儿这边正夸着房契罗, 门口就走进来一对少年少女。 少年白衣宽秀, 走起路来偏然潇洒。 少女则是一袭广袖绫罗群, 面含笑诣, 进门便道, 远远就听见姑母在夸我, 高兴的我还以为听错了。 走进一听才敢确定, 果然是契儿姑母回来了。 怀锦起罗, 你们兄妹来得正好, 快来给祖母请安, 见过你们姑母, 还有望叔表妹和福光表弟。 江贤乐边招呼房怀锦兄妹俩过来。 边朝房契儿解释着, 老太爷走酒后失心大发, 丢给他们一首诗, 他们兄妹一听就入了谜, 也不知晚上解释解到了何时, 接连给老太太请安都来迟了。 房契儿见怪不怪, 笑道, 父亲还是那个性子。 房怀锦和房起罗也跟着直笑, 走到乌中朝所有长辈行过礼, 之后才朝肖旺叔和肖福光见礼道, 表妹, 表弟, 见过表哥表姐。 肖旺叔和肖福光一起回礼, 以往常见旺叔表妹穿艳丽颜色, 美艳高贵。 接着身鹅黄衣上倒是少见, 活泼可爱不同以往, 叫人看了眼前一亮。 房契罗开始友好夸赞, 他和这位旺叔表妹虽是表亲姐妹, 但抛开衣衫首饰, 他们属实没有太多共同话题。 再加上这位旺叔表妹生性高傲, 也不怎么喜欢搭理人。 他每次也就是碍于妻儿公母的颜面, 还有祖母实在宠爱这位外孙女, 他才不得不和这位表妹多说几句场面话。 肖旺叔当然也很清楚这些, 配合地回着, 实在是艳丽颜色穿了太久, 眼睛看腻了, 这才想换个风格试试。 表姐今日这一身就极为清丽, 凌罗佳人, 看着扬眼。 似乎没想到肖旺叔会认真接话, 房企罗乍一听还愣了会儿。 房怀锦也感觉出他这位表妹近段时间好像变化了许多, 结果话题继续聊着, 两位妹妹都别谦虚了, 都养眼, 我这眼都被众位姐姐妹妹养雕了。 肖福光也跟着笑道, 可不是吗? 好了好了, 咱们企罗旺叔都是难得一见的交解, 老身膝下能出着满堂如花似玉的小姑娘, 是老身前生修来的福报啊。 房老太太在屋里放眼一看, 都是豆蔻年华的小姑娘和各有风韵的妇人, 各有各的好看。 皆难得齐聚一堂, 便都在老身这里用早膳吧。 房老太太今天显然很是高兴, 令人撤去小厅的膳食, 直接在游园食房摆上大桌。 屋内前来请安的女眷孩童纷纷起身, 恭恭敬敬地朝房老太太行礼谢恩。 今天这一顿早膳吃得极其丰盛。 房是钟明鼎时之家, 师叔三英之族, 尤其讲究一个长幼尊卑。 在这样的家族, 为了张显对长辈的尊重, 不止家中晚辈要早晚请安成婚定省, 就连衣物食材都是顶好的 往老太爷和老太太那里供应。 房老太太做东请的这顿早膳, 是仿佛许多人一年到头 也吃不到几顿的真凶美传。 早膳过后, 见房老太太和房契儿 还有许多T气话要说, 请安的女眷纷纷退下。 江贤月离开之前, 把房怀锦、房启罗兄妹两人留在了这里, 让他们兄妹带着肖旺叔姐弟在府内游玩。 房怀锦带着肖福光在凉亭里下棋, 两人相处得还算和谐。 至于一旁的房启罗和肖旺叔, 由于没什么话题可以聊, 气氛略显微妙, 分别站在房怀锦和肖福光旁边关棋。 启罗, 你不是在池里放了鸡尾与白锦里, 每天都要跑去喂喂他们的吗? 怎么, 接不去喂了? 房怀锦随口一问。 房启罗顿时想起什么事的, 抬起手朝他自己脑门上一拍, 懊恼道, 忘了。 他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忘了, 真是不该。 房怀锦笑着摇了摇头, 又朝他说着, 那你还不快去? 把旺叔表妹也带上吧, 你们姑娘家应该都喜欢看那些漂亮鱼儿。 肖福光这时也刚好落下一子, 抬头道, 姐姐和启罗表姐去走走瞧瞧吧, 不必管我, 我就在这儿和怀锦表哥下下棋。 母亲的荣辱与房家息息相关, 虽然他们肖家更为事大, 但和表亲处理好关系, 与他们姐弟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 肖旺叔自然也懂得这些, 在他有能力独当一面之前, 任何有可能拉他一把的助力, 他都会死死抓住。 那好, 你和怀锦表哥先下着, 我跟启罗表姐一起去瞧瞧他的漂亮鱼儿。 肖旺叔抬起手揉了揉肖福光的小脑袋瓜。 肖福光顿时撅起个嘴, 催促着, 启罗表姐, 你做做好事, 快将我姐姐带走吧。 姐姐在家揉他脑袋也就罢了, 怎么可以当着表哥表姐的面揉? 房启罗言嘴一笑, 他笑道,表弟,只能怪你生得晚。 若你是他兄长, 他是断然不敢这么对你的。 他这对表妹表弟, 近来相处的倒是愈发亲厚了。 可不就是晚生几年惹的祸吗? 肖福光煞有其事地叹了口气, 故作老成地摇摇头。 肖旺叔站在旁边斜他一眼, 抬手拍在他后脑勺上。 瞧瞧, 讨着打了不是? 房怀锦坐在对面隔岸观火, 笑着落下一子。 房启罗用锦帕掩着嘴, 笑过一阵之后才嘲笑忘书道, 表妹快随我走吧, 等会儿别叫表弟挨了打之后哭鼻子, 哭到姑母和祖母面前去了。 启罗表姐这话就小瞧人了, 我年纪虽小, 但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 就挨姐姐这一下两下的, 怎么能哭到母亲和外祖母面前去呢? 肖福光说着这话, 目光始终看着棋盘, 若有所思地撵着棋子打转, 一边思考一边继续道, 两位姐姐去吧, 别把启罗表姐那几尾鱼扼拈了。 看看, 福光表弟这旗下的多认真, 还开始赶咱们了。 房启罗打趣一句, 又朝肖旺叔说着, 走吧表妹, 咱们喂鱼去。 肖旺叔朝他点了点头, 跟他一起离开了。 或许是今天相处得格外愉快, 房启罗一路上和肖旺叔说了不少话。 两人从一山首饰聊到吃喝玩乐, 最后聊到了男人身上。 房启罗斟酌着, 劝了一句, 表妹, 依我瞧, 那穆二公子红颜之己众多, 并非表妹良配。 肖旺叔笑道, 表姐这话还是含蓄了, 岂止红颜众多? 众所周知, 京师风流公子有二, 一是李福表公子韩飞鱼, 二便是这穆二公子穆云泽。 李福表公子韩飞鱼, 外在风流, 那里却是个心有所属的痴情种。 穆二公子穆云泽, 外在风流, 表里如一。 只要与他穆家势力有助的官家小姐, 他都会温文尔雅接触一番, 留下个体贴心心的好名声。 依照袁叔的描写, 就连穆云泽的包妹穆出血, 都曾被某些心仪穆云泽的官家小姐针对过。 袁叔女主穆出血尚且被如此针对, 那就更别提痴心于穆云泽的恶毒女配肖旺叔了, 前段时间不是才被人推下池子吗? 穆二公子穆云泽, 其红颜知己的数量, 那岂是众多二字就可以形容的? 一句泛滥成灾也不为过。 哎。 房起罗文言叹了口气, 又问, 表妹既然知晓, 又何苦难为自己, 当真对她那般放不下吗? 她瞧着沐云泽那人, 怎么说呢? 差倒是不差, 但也没有什么格外出彩的地方, 并不值得肖府迪小姐如此放下身段去追求啊。 肖旺叔又笑了笑, 轻飘的语气甚至听起来比许多世家公子还要顽固, 不过是闲来斗去打发时间的东西, 既然她不识去也就罢了, 表姐当真以为我汗死在她身上了吗? 听了这话, 房起罗脸上显然有些诧异。 表妹? 这话是说认真的吗? 话虽操了点, 但听着居然还异常的有些好听。 表姐不必担忧什么, 外人总不可能抵得上自家人, 这点轻重我还是拿捏得住的。 肖旺叔说着, 接过房府仆从地来的一罐鱼石, 打开灌溉, 拿起石池咬了一池鱼石, 往池里鱼儿聚集的地方洒。 池里那些红白相间的鲤鱼纷纷游了过来, 脑袋冒出水面, 其中不止有房起罗放养进去的那几尾鱼白锦里, 还有不少原本就在这池中用作观赏的红锦里。 房起罗生怕他的鱼白锦里被抢了时, 连忙接过一旁丫鬟递来的鱼石罐子, 边喂鱼边说着, 表姐与你劳道这许多, 其实你心中有数就行了。 那是, 不过还是要多谢表姐关心。 肖旺叔开口道了谢。 房起罗高高兴兴喂着鱼, 脸上笑得灵动, 柔和道, 你我也算自家姐妹, 我当然不能看着你所托非人。 老到的多了些, 表妹不嫌弃才好。 肖旺叔玩耳一笑, 接道, 怎会? 今天的肖旺叔说起话来格外中听, 房起罗本也不是什么架子大的人, 只要肖旺叔好说话, 他自然乐意和表妹多聊聊。 表姐妹两人从沐云泽聊到这池里的鱼, 在聊到鱼石, 最后聊到了京师的十楼九四。 这话题跨度之大, 切换之丝滑, 实在令人惊叹。 今天大半天相处下来, 房起罗只觉得, 好像还是和以往一样的傲慢, 但又好像有了很大变化。 具体的他也说不上来, 总之是一种好的变化。 晚些时候, 房起罗带着肖旺叔姐弟离开房府时, 房起罗还亲自跑到马车边, 叮嘱肖旺叔常来和他一起喂鱼。 当时别说房起罗和房老太太还有其余人, 就连房怀锦和肖浮光都惊讶了一下。 不难看出, 今天这短短几个时辰的时间里, 这对表姐妹相处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好。 夏季过后, 天气渐凉。 肖旺叔自打那日从房府回来之后, 就开始认真翻看房契儿名下那两间衣室铺子的账册, 已经在院子里待了好几天了。 还是房契儿看他太认真, 怕他累着身子, 才把他从院子里拉了出来, 带他到跑马场上看肖浮光训练。 即使在跑马场上, 肖旺叔手里还捧着一本账册。 旺叔, 你就放下那东西歇会儿吧, 仔细别伤了眼睛。 不过是两间每月就二十多两营收的小铺子, 我想着让你接过去, 闲来无事打发时间罢了, 你看得倒是认真。 说实话, 就这每月二十多两营收的两间铺子, 房契儿压根就没怎么放在心上。 他名下铺子不少, 即使生意都一般, 毕竟数量在那摆着, 每月也能收上来不少银钱供他支用。 仔细想想, 他好像还没有为钱发过仇, 也没有像女儿这般, 这么认真的钻研这些铺子。 毕竟母亲当时把这些铺子交到他手上时, 只教会了他如何管理那些打理铺子的人。 他不需要事实精通, 他只需懂个大概, 能管得住人就行。 好的母亲, 等我看完这个月的账就放下。 肖旺叔一边打话一边翻页, 视线从始至终就没从账册上挪开过。 房契儿叹了口气, 轻轻摇了摇头, 无奈道, 这还真是孩子大了不由娘啊。 肖旺叔弯起嘴角笑了笑, 问着, 母亲何时学会这个说话净了? 这满满的无奈, 不知道的还以为遇上了多难教的孩子呢? 你自个儿心中没数吗? 房契儿反问着, 随后又道, 母亲最近是短缺了你的吃还是短缺了你的穿? 那日你外祖母和大舅母也给你包了不少零用, 你拿着这两件铺子急什么? 要是他没记错, 那日回房府, 他们姐弟俩一人讨了两百两银子。 因为旺叔刚落水恢复, 又在宫中立功受伤, 老太太不只赏了旺叔银子, 还赐了他许多补品和首饰头面, 样样都是不错的东西。 这孩子才得了这么多银钱和宝贝, 供他正常花销个一两年都不是问题, 怎么最近还一副掉进了前眼的模样? 听到房契儿的问话, 肖旺叔连连陪笑, 放下手里的账册, 好生好气地说着, 母亲最疼孩了, 怎会短缺孩的吃穿呢? 那你还这么着急, 看这些账册做什么, 不怕伤了你这刚养好的身子? 房契儿扳起一张脸, 看向肖旺叔, 肖旺叔立刻服软, 怎会? 孩儿这身子被母亲养得可好了, 才处理一会儿这些小事, 伤不着的。 房契儿伸出手, 用食指轻轻戳了戳他的脑门。 你呀! 他家女儿这张嘴, 真是越来越会说了呀。 肖旺叔跟着他咯咯地笑, 母女两人坐在看台上说闹, 气氛一片温馨。 就在这时, 房契儿的贴身丫鬟慧秋一路小跑过来, 喘着气站在房契儿面前, 禀报道, 夫人, 向爷有要事与您相伤, 似是有关拓拔部落使臣的。 房契儿脸上的笑容迅速收敛下去, 在杜嬷嬷的搀扶下起身。 旺叔, 你先自己坐会儿, 别再一直瞧那账策了, 等会儿让浮光陪你出门走走。 房契儿开口叮嘱。 肖旺叔起身送道, 孩儿晓得的, 母亲快去吧, 父亲那边还等着。 房契儿朝他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 他走后, 肖旺叔又坐了回去, 心不在焉地拨弄着账策书页。 拓拔部落, 不好办啊。 书中, 也是在今年冬初之际, 拓拔使臣进京朝贡, 联姻肖府。 至于为何不联姻他们大魏皇帝, 是因为拓拔部落是肖红北上争讨下来的。 拓拔部落牧强, 自此纳入魏国版图, 归顺于宰相肖红。 在拓拔首领的心里, 这大魏天下迟早进归肖氏, 所以前来联姻的王子公主, 也都是和肖府的小姐公子联姻。 原句情理, 拓拔三王子本欲联姻肖旺叔, 但肖旺叔当时爱慕云泽, 爱得如痴如醉, 直接拒绝了拓拔三王子。 那段时间, 慕云泽对肖旺叔的态度出奇的体贴, 让肖旺叔看到了希望。 肖旺叔甚至还为此将拓拔三王子羞辱了一番, 讽刺其出自贫瘠部落, 肖想他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肖红知道此事的时候, 险些被他弃病。 事已至此, 联姻作罢。 不止拓拔三王子没有和肖府小姐联姻, 原本准备联姻房启罗的拓拔二王子也作罢了, 就连准备嫁给肖平南的拓拔小公主也含怒离去, 兄妹三人低口不提联姻之事。 此番初始过后, 拓拔部落虽然仍旧听命于肖红, 但他们心中和肖红必然也已经生出间隙。 肖旺叔想到这些, 手上拨弄账册的力道也不自觉地加大了点。 联姻, 他必然是不想的。 倒也不是因为什么情爱不情爱, 如果利益足够, 他并不介意配合肖红和拓拔部落, 完成一场政治婚姻。 但就是因为利益不足, 让他觉得不值。 原生说话虽然难听, 但有一句话他没说错, 拓拔贫瘠之地。 这样的土地, 配上这样的时代, 没有高科技器械开路, 任他如何拼命, 也难以再造一个属于他的商业帝国。 就此联姻, 他不甘心。 但要是让拓拔部落和肖家生戏, 把肖红的忠实追随者变成肖红的隐患, 这样更加不治。 为今之计, 也只有从拓拔使臣那边下手, 让那位拓拔三王子主动放弃联姻。 想着, 肖旺叔抬起手捏了捏眉心。 小姐喝杯茶吧, 可是看得累着了。 书下上前询问, 为肖旺叔倒了一杯茶。 肖旺叔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目光从炼马场上扫过, 随意倒, 无碍, 看阿弟他们也累了, 先给他们把茶水送去吧。 书下闻言屈膝硬下, 是。 等书下端着茶水点心下去之后, 肖旺叔拿起手边的账册, 继续翻看他还没看完的那几页。 阵阵微风拂过, 时不时撩起他耳边的碎发, 卷着发烧在空中飞舞浮动。 跑马场上的人喝着茶, 偶尔抬起头看他一眼, 只看见阳光扑洒在他身上, 仿佛为他的轮廓度上了一层金光。 华美高贵。 陈将军, 七哥身子有些不适, 我先带他去休息。 肖浮光远远说着, 和仆从一起扶着肖振熙往场外走。 陈楚转头看向他, 朝他们点了点头表示知晓, 并未言语。 大半个时辰过后, 今天的训练提前结束。 因为陈楚今天有事在身, 另一位教导肖浮光他们武术骑射的陆续杨将军也有事, 所以今天肖浮光他们轻松了许多。 训练结束后, 肖浮光和肖振熙到过别, 直接陪着肖旺叔出了相府, 陪他去瞧瞧房契儿给他的那两间铺子。 房契儿那两间铺子的地段都还不错, 都在京师的繁华街道上, 人来人往的, 热闹得很, 就是留不住什么客人。 而且肖旺叔坐在铺子里看了会儿, 进来花销的都是些官商家的夫人小姐。 这些人不像是进来买东西的, 倒像是进来花钱套近乎, 想要攀上肖浮这棵大树的。 实在有趣。 姐姐你笑什么? 肖浮光问着, 手里拿着一支不摇, 在肖旺叔头上比划了半天, 然后摇了摇头, 怎么看都和姐姐不搭。 这不摇不太好看啊, 完全称不住姐姐的样貌。 店铺掌柜在旁边低头哈腰, 陪笑道, 铺子里卖的都是些普通首饰, 小少爷是见过各种金贵东西的人, 这些俗物哪里能入得了少爷和小姐的眼。 肖浮光没说什么, 只是把手里的不摇放下了。 虽说他不喜欢这肖掌柜捧高踩低的做派, 但这好歹是外祖母分给母亲的人, 也为母亲打理了这些年的铺子, 他不好多说什么。 肖旺叔笑了笑, 道, 肖掌柜这嘴真会说, 难怪母亲说让我不必操什么心, 把事情交给肖掌柜去打理便是了。 那肖掌柜脸上褶子都笑出来了, 眼盲又弯腰道, 小姐过奖了, 全靠老夫人和夫人提拔, 老奴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过。 肖掌柜不必谦虚, 你为铺子付出的心力我们都看在眼里, 以后还得靠肖掌柜多多操劳。 肖旺叔嘴角上扬, 抬手在店铺账册上倾扣两下, 又道, 母亲如今把铺子交给了我, 她也不指望我做出多大成就, 只盼着我有个地方打发时间, 在铺子里折腾一下, 不四处胡闹就好。 说到这里, 肖旺叔嘴角笑意加深, 意有所指。 那肖掌柜眼珠子一转, 接道, 既然铺子已经过到小姐名下, 小姐您想怎么折腾, 尽管吩咐老奴就成。 反正就算这位千金小姐把铺子给折腾垮了, 她母亲也有的是钱补这个小窟窿, 怎么都不会少了她的工钱。 肖旺叔拍了拍账册, 夸着, 还是肖掌柜上道啊。 肖掌柜又忙道, 小姐过誉, 老奴万不敢当, 接候这铺子里的事全凭小姐吩咐。 反正她的工钱不会少, 油水也不会少。 不管这位祖宗想折腾些什么, 都会有那些想要攀上肖家的人来买单。 那好, 那这几日就先停市吧。 咱们先换换这铺子里的装潢, 再换换这铺子里的货品。 肖旺叔说得轻松, 一旁的肖福光和肖掌柜都惊了一瞬。 小姐, 这, 这铺子里的货品换起来就费时费力, 更别说装潢了。 若都换上一遍, 这花销就大了去了, 每个三五百两银子是收不了场的。 肖掌柜开口劝着, 她刚才还不觉得肖旺叔接管铺子有什么问题, 现在觉得问题大了去了。 本以为肖旺叔就是无聊时才会来铺子里闹一闹, 没想到肖旺叔刚来就要干一账大的, 这得是多大一笔支出啊。 而且停市, 意味着铺子这段时间没有收入, 她也就没有油水捞了, 每月都要守着那笔死工钱过日子。 前妻不投入, 后面如何能好看呢? 肖旺叔反问着, 在肖掌柜开口之前继续道, 肖掌柜只管联系营造工匠就是了, 剩下的事情让他们来向府找我。 肖掌柜心里有话不敢骂, 只敢弯下腰道,老奴明白了。 离开铺子之后, 肖浮光回头看了一眼, 见他们身后无人, 他也终于能放开说话了, 开口便劝道, 姐姐刚接手铺子就这么大改, 会不会有些着急了? 肖旺叔笑道, 怎么会, 要改就要趁早。 肖浮光猝了猝眉, 见肖旺叔态度坚决, 他也没再提铺子大改的事, 又问, 那姐姐之后还要沿用母亲给你的人吗? 阿弟合一? 肖旺叔笑盈盈地反问一句, 那肖掌柜打理铺子多年, 一直经营得不温不火, 或许是能力有些欠缺。 听到他这话, 肖旺叔眉稍轻飘, 又问, 那阿弟觉得, 既然他能力欠缺, 又是如何在铺子里留到今日的呢? 肖浮光被他问住了, 想了想, 答着, 外祖母不知是上了年纪还是什么别的, 人也仁慈, 极少赶走身边的老人。 肖掌柜跟了他有些年头, 外祖母不动他也正常。 那肖掌柜随着铺子过到母亲名下, 母亲在乡府掌管中馈, 本就是多, 更没有闲暇来管外面的铺子。 即使他觉得肖掌柜能力不足, 看在外祖母的面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罢了。 只要肖掌柜不出大错, 能留下来暂时管一管事, 为他分担一些。 听了这些, 肖旺叔弯起眉眼笑了笑, 毫不吝啬地夸赞, 阿弟小小年纪能想到这许多, 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那姐姐还要用肖掌柜吗? 肖浮光继续问着。 肖旺叔点了点头, 当然要用。 见肖浮光一脸不解, 肖旺叔继续解释, 阿弟刚才说得很对, 但你还忽略了几点。 首先, 外祖母仁慈与否先不谈。 光说这肖掌柜是跟了他多年的老人, 先追随外祖母, 后为我们母亲笑礼。 只谈这个, 我们都不能轻易辞退他, 否则容易含了老辈家仆的心。 再一个, 现在他虽说无功, 但也无甚大过。 若是因他无功, 就将他给换了, 无功便是过, 这也未免太严苛, 以后还有多少人敢为我们肖家笑礼。 非黑即白, 非功即过。 哪怕是军营礼, 亦或是战场上, 再怎么奖赏分明, 也不敢这样一棒子打死。 不立功便是过错, 这要下退多少人。 这样办事, 短期确实可能带来非一般的笑意。 但长期执行下去, 又会引起多大的暴乱。 肖浮光想着, 微微点了点头, 又问, 既然辞退不得, 母亲名下还有不少庄子, 不可将他安排到庄子里去当活吗? 那些庄子现在虽然没人去住, 但日后我有大用, 岂能把他放进去当蛀虫? 肖浮光完全没有这个打算。 见肖浮光还拧着眉头思考, 肖浮光笑道, 阿弟其实也不必太纠结, 我只说暂时用它, 没说会一直用它。 老狐狸偷了心, 总是要露出尾巴的。 想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啊。 姐姐此话又是何意? 肖浮光还是一脸的疑惑不解。 肖浮光朝他神秘一笑, 问着, 当才进铺子里买东西的那些夫人小姐, 还向我们打过招呼, 你可仔细看过他们了。 肖浮光摇了摇头, 并未仔细去看。 她是男儿身, 怎么好意思去盯着别家的女眷看? 肖浮光对着回答早有预料, 笑了笑, 说着, 那些夫人小姐, 都是官商家的女眷。 不出意外, 还是想要攀上咱们相辅的官商之家。 当真? 肖浮光越聊越迷糊。 肖浮光回道, 自然当真, 否则咱们铺子里东西又贵又丑, 他们进去作甚, 真是买东西去的吗? 那哪里是买东西, 那简直是变招法的, 给房契儿送钱去的。 肖浮光听完这话, 眼角轻轻抽搐, 姐姐, 你倒也不必这么直白地说, 咱家铺子。 又贵又丑, 这话真是说得她无法反驳。 官商家的夫人小姐, 出手不说多阔绰, 但奔着讨好, 我们母亲才来咱们铺子里买东西, 那肯定也花销不少。 铺子里每月就只交上来二十多两银子, 阿弟, 你觉得这合理吗? 肖浮光神色明重, 摇了摇头, 这当然不合理。 银子她总不能自己长腿跑了, 所以, 是谁拿走了呢? 姐姐, 别家夫人小姐在示好, 母亲那边知道这是吗? 若是人家长久地砸钱, 想找父亲帮忙, 却找不上人。 铺子里收了钱, 母亲父亲还浑然不知, 这样无形之中树敌不少。 肖浮光压低声音, 往肖旺叔那边靠了点。 肖旺叔笑道, 此事可大可小, 急于攀附相府的人, 势力必然不如相府, 短时内也翻不起浪。 不过母亲向来办事周全, 这种事她如果知道, 是不会做事不理的, 想来是不知道, 归根究底。 还是因为相府的内务太多太杂, 而房亲儿只有一个人, 如何有精力兼顾这么多事情? 取大舍小, 对比起相府内务, 外面这些铺子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姐姐也说了, 此事不止可小, 她也可大。 父亲树敌众多总是不好的, 哪怕小敌, 暗地里使绊子也容易坏事。 肖旺叔文言点了点头, 阿弟说得在里, 所以姐姐这不是正在为母亲分忧吗? 只是这事情总得一步一步去办。 就像搭房子, 发现有根木头被筑坏了, 不仅不能直接将它剔断, 反而得将它周围架得无比牢固, 再趁它无用时将它抽离, 换上一根新的。 太过果决, 容易崩坏根基。 它只是要换根木头, 不是要拆夹, 不必如此急躁。 至于那根换下来的腹木, 砍了烧了都无所谓, 最后都是随它们开心的东西, 怎么舒坦, 怎么处置。 姐姐准备如何, 肖浮光的话刚问一半, 前方不远处传来熟悉的女生, 肖四妹妹, 肖八弟弟, 许久不见了。 姐弟两人动作整齐地看过去, 只见一对少年少女, 定肩朝着他们这边走过来。 看见其中那名裸裙女子时, 肖旺叔轻笑一声, 朝肖浮光低声说着, 区区一个家仆, 阿弟别慌, 准备看好戏就是了。 肖浮光点了点头, 没再继续提那肖掌柜的事。 不远处, 一席裸裙的沐小小, 也踏着帘步走了过来, 在肖旺叔姐弟二人面前站定, 扶身见礼, 和气道, 真是巧了, 在街上走走都能碰见你们, 可见有缘。 他身边的白袍男子, 朝肖旺叔姐弟拱手见礼, 声音温润道, 肖四小姐, 肖八公子, 穆三公子, 穆五小姐。 肖旺叔和肖浮光一扶身一拱手, 朝他们兄妹回了一礼。 穆浮树三公子, 穆书浩。 穆浮已经籍贯的两位嫡出公子, 在他们父亲穆浮的庇护下先后入室, 仕途坦荡。 等到了这位肖三公子的时候, 刚好肖红将新任立部尚书姜弟推上了位。 立部主管官员人调, 新官上任三把火, 姜弟联合礼部尚书举办科举筛选新官, 科举严加选拔, 于是这位穆三公子就被刷了下去。 由于和肖家不对盘, 穆浮深知肖红想断了他们那党所有官员加中子四的仕途, 借此逼迫那些官员转换阵营。 结果显而易见,争取只会让他颜面尽失。 总之前面两位嫡出兄长顺利入室, 风光无限。 到了穆书号这里, 就成了数出从商, 只能接管他外祖父那边给他的产业, 谁敢保证他心中不渡呢? 金银纵有万般好, 又怎敌十全来的诱人? 确实巧了, 我和阿弟今日出来随便走一走, 就又遇到了穆五小姐。 肖旺叔的话说得和穆小小一样的和气。 明明是郑迪家的儿女, 偏偏碰面的时候客气不已, 仿佛前几天把穆出雪逼到当众被处决的不是肖家人一样。 既然这么有缘, 不如一起走走吧。 稍后我请二位喝盏茶, 大家一起用过晚膳再回如何。 穆书号脸上扬着干净的笑, 半点都不像是高门后宅养出的后四。 与穆云泽的儒雅斯文不同, 穆书号和他妹妹穆小小一样, 浑身都散发着让人放松的气息, 清澈又无害。 喝茶用膳。 肖浮光重复一遍, 然后看向肖旺叔, 有些为难地扯了扯肖旺叔的袖子, 不大不小的声音刚好能让穆书号兄妹听清, 姐姐, 母亲嘱咐过我们早些回去。 肖旺叔文言, 脸上适当地浮现出一抹歉意, 朝穆书号和穆小小说着, 多谢穆三公子好意, 不过今日恐怕是不行了, 大家下次再聚吧。 穆书号有些惋惜又有些无奈, 道, 那好吧, 那我们就不打搅你们姐弟了。 穆小小抿了名嘴, 上前半步, 低声问着肖旺叔, 肖四妹妹可是因为我们六妹妹的关系, 不愿再和我们相交。 这话问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肖旺叔才是他亲妹妹。 小小, 穆书号叹着气摇摇头, 又道, 你在府上总与六妹争强好胜也就罢了, 现在六妹人都走了, 你又在肖家小姐面前胡言些什么? 穆小小被他说红了眼, 跺了跺脚就转身走了。 穆书号抬腿就想追过去, 看了眼肖旺叔姐弟二人, 他离开前急忙解释了一句, 小小速来与六妹妹不和, 让你们笑话了。 我们兄妹先告辞, 下次有缘再聚。 说完这话, 穆书号抬腿就朝着穆小小离开的方向追过去, 留下肖旺叔姐弟二人站在原地,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肖浮光皱起眉头, 抬起手挠了脑脑袋。 姐姐, 他们兄妹? 穆家这对兄妹这是干什么呢? 搁他们面前唱大戏呢? 肖旺叔若有所思, 笑道, 谁知道呢? 书中, 穆书号穆小小这对兄妹可不是什么善茶, 至少不是他们表面表现出来的这么无害。 穆小小独占惊师的衣衫首饰市场, 一人就能轻松填平偌大一座幕府的开支。 而穆书号, 前期使用各种手段接近肖家子女, 试图激起肖家和穆家嫡系的矛盾, 借肖家之力来压垮幕府敌出, 从而再创一个由他穆书号掌权的幕府。 他接触到的那位肖家子女, 正是他们的二哥, 肖平南。 前期, 肖平南想要利用穆书号整垮幕家, 用手上的人脉给穆书号开了仕途, 也确实从穆书号那里知道了不少穆家密室。 后期, 由于穆小小某次遇险被皇帝为其宣救起, 两人情投意合, 暗中定情, 从此穆书号兄妹二人暗中回归皇帝一党。 在肖平南那里充当内影, 协助皇帝整垮肖家之后, 穆书号和穆云泽几乎是平起平坐。 一时间, 养作幕府成为京师最豪权的存在。 而在明面上, 穆小小也和穆出雪握手言和。 姐妹二人一起服侍皇帝, 在后宫平分秋色。 现在吗? 剧情发展显然还在前期。 穆书号兄妹正在费尽心思寻找外力, 想要借助肖府势力打垮穆府敌出, 在自立门户, 独自掌权。 不管是引导潘进推肖望书落水, 还是那日在瑞宝阁告知他们, 潘进是因为爱慕穆云泽才对肖望书下手。 亦或是今天演这样一出戏, 告诉他们穆小小和穆出雪向来不和, 从来没有变过,和肖家子女交好, 引导肖家把矛头指向穆家敌出。 这兄妹二人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商人。 对他们而言只要利益足够大, 背叛保皇派的家族都不是不行。 逐利之商,弹劾忠义。 于他们而言,失利者哪怕是肖家奸命, 他们亦可追随。 算了,不管他们,姐姐我们回家吧。 肖府光想了会儿, 实在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没再管穆家兄妹的事了。 肖望书点点头,和他一起离开。 穆家兄妹,在京师商卷根基身后, 要是现在凑过去, 他就只有被他们兄妹利用的份。 不仅影响他发展, 最后他还得不到多大好处。 还是再等等吧, 等他有谈判的底气了, 再去与虎谋皮。 自从出府看过房契儿那两间铺子之后, 肖望书回府之后, 就开始查阅书籍, 依据实行的装潢风格, 和京师女子的逛买习惯, 绘制铺面的布局图纸。 装潢是铺面的第一张脸, 合适的风格和布局, 能最大化的完善购物体验。 为了更加了解这个时代的营造工艺, 肖望书还会时不时泡在肖浮光的书房里, 因为肖浮光的书房里才有他要找的书。 他自己院子里也有间不大不小的秦室, 里面也收着不少书, 但那些书都是些诗经秦谱, 他暂时用不上。 今天上完课, 肖浮光带着蒲从回来时, 又看见他家姐姐坐在他书房门口。 高门大户的迪小姐, 就那么一屁股坐在门槛上。 这像什么样子? 肖浮光快步上前, 朝旁边看门的两名护卫问着, 我不是吩咐过你们, 不许拦姐姐吗? 那两名护卫忙道, 禀报少爷, 属下们不敢拦四小姐。 自从上次拦过一次被少爷罚过之后, 他们哪里还敢再拦这位祖宗? 分明是这位祖宗自个儿不肯进去, 非要坐在门外等他们少爷回来。 这时,肖望书也起身道, 阿弟淡定, 他们没拦我, 是我自己想坐在外面吹风看书。 而且书房嘛, 多少可能藏些秘密? 以前留下的习惯, 让他不愿随意进出他人书房。 肖浮光一听这话, 就猜到他的顾虑了, 又道, 姐姐, 我都说了你, 直接进去就是了。 你我姐弟, 我书房里能有什么东西是你看不得的? 自家姐弟, 看看书罢了, 何须如此身份? 肖望书展眉一笑, 接着, 那好吧, 那我以后可就直接进了? 姐姐只管进, 书房又不是卧房, 还能有什么不好意思见人的东西不成。 肖浮光抬了抬手, 示意那两名互卫开门。 书房门开后, 肖浮光先让捧着书籍的仆从走了进去, 随后, 他才跟着踏进书房的门。 肖望书跟在他身后进去, 翻看完他自己手里那本书的最后两页, 找到当初放书的位置, 把书放回肖浮光的书架上。 这时, 又有两名丫鬟先后进来, 朝肖浮光和肖望书醒过礼, 把他们手里端的茶水点心和粥品放到桌上。 肖浮光坐在书桌后, 只看了一眼, 开口吩咐, 退下吧。 是。 那两名丫鬟行礼告退。 丫鬟退下后, 门外的护卫将书房门关上。 肖浮光的贴身扑从主洞上前, 拿起一旁备用的餐具, 开始试吃。 肖望书站在书架边, 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在原生记忆里, 肖浮光又识夜毒, 曾经历过一场毒害。 那晚他挑灯夜毒, 香浮下人端来一碗羹汤给他补身, 他不想喝便随口赐给了他的半毒。 那半毒喝过之后, 蹊跷流血, 倒地气绝。 这样的场景在年幼的肖浮光心中留下来无法磨灭的阴影。 自那以后, 肖浮光任何入嘴的东西都要贴身扑从先试过之后, 他才会入嘴。 房契尔也被这一出吓得心惊肉跳, 自那以后, 每晚送到肖浮光书房里的补身羹汤, 都是房契尔派亲信监看着, 一路从清洗食材开始监看, 直到送到肖浮光桌上。 这只是相府内的一个小故事, 存在于原生的记忆中, 书中并未描写。 书中只着重描写了穆家女主, 以及皇帝男主的感情生活, 其余很多剧情都是一笔带过, 只有写到两位主角相处时, 才会极尽笔墨地想写。 所以, 相府内的很多事情都是被略写的, 甚至不写。 就比如肖浮光这个习惯, 以及习惯背后的故事。 姐姐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再看? 等到仆从全部是吃过之后, 肖浮光才开口询问。 肖浮光回过神来, 应了一声, 嗯。 随后, 他从书架上挑选出他要看的书, 抱着书走到肖浮光对面坐下, 粘起一块山药膏吃着。 山药养胃, 入秋了, 姐姐多吃些。 肖浮光把糕点碟子 往肖浮光手边推了点, 然后抬起头, 朝他仰起嘴角笑了笑。 肖浮光看到他的笑容有些正愣, 看了半赏后才朝他笑笑, 继续吃着手里的山药膏。 看书时, 其实他对肖浮光这个角色充满了疑惑。 他很难想象, 这样小小年纪的少年, 并非他那样无父无母, 相反的, 他受尽父母疼宠, 如何就养成了那般的心性和手段? 又为何书中描写着的姐弟, 从小到大, 都是弟弟在保护姐姐? 此刻, 他似乎懂了。 肖浮光把手边的糕点碟子 往他那边推了点, 道, 阿弟你也吃点吧, 正是长身体的年纪。 肖浮光皱了皱鼻子, 其实他并不是很喜欢在书房吃东西。 试试, 养胃还好吃。 肖浮光伸出手, 把咬了一半的糕点 从他眼前慢慢划过。 肖浮光扑吃一笑。 好吧好吧, 姐姐快拿开, 我吃就是了。 肖浮光立刻收回手, 只见肖浮光伸手从碟子里 拿起一块山药膏, 促着眉头把膏放到嘴边, 咬了一口。 肖浮光追问, 好吃吗? 肖浮光歪着脑袋回味了一下, 然后坐着身子, 笑着点了点头。 肖浮光跟着他笑了笑, 吃完手里的糕点, 又拿起一块。 刚才试吃的, 那名仆丛站在一旁, 有些惊讶地看着盘子里 迅速消失的山药膏。 送到书房里的东西, 他们少爷向来很少吃。 除非是真饿了, 才勉强吃上两口。 今天还真是稀了奇了。 对了姐姐, 你那两间铺子翻新得如何了? 肖浮光开口询问一句, 紧接着又道, 我瞧你忙了好些天, 好些天都没来看我们骑马了。 好些天都没有喝到姐姐送的茶水, 也没有吃到姐姐送的果子和点心, 别说他不习惯, 连七哥和陈将军都不习惯了, 时不时就要往看台那边看两眼。 大翻新哪有那么快, 图纸还没敲定下来。 等我定下图纸, 工匠开工就很快了。 肖旺叔掐着手指, 算了算日子, 十月中旬, 应该能结工开始。 肖浮光倒了两杯茶, 把其中一杯端给肖旺叔, 感叹道, 难得瞧姐姐这么认真, 不过再过几日, 姐姐手上忙的这些事, 可能要先放一放了。 哦? 肖旺叔想了想, 问着, 可是顾家伴寿? 算算时间, 孟秋七月, 确实快到了书中描写顾老太太受臣的时候。 顾老太太, 老上书令顾成的发妻。 顾家至今仍未归顺任何一派势力, 肖红对顾家极尽拉拢。 顾老太太七十大寿, 以示尊重, 肖红和房契会把他们的三个嫡出子女都带去祝寿。 这场宴会不止是为贺寿, 更多的是因为顾成年迈, 顾家要找一派势力依托, 让顾家子孙的仕途走得顺鞋。 对的, 正是顾老太太半寿。 肖浮光答着, 随后又道, 原来姐姐你知道啊, 父亲今早还特意叮嘱我, 让我一定记得和你说。 见肖旺叔在想些什么, 肖浮光继续说着, 父亲的意思是让你这几日就先跟在母亲身边, 多学学如何筹备这些贺礼, 以后总用得上的。 姐姐早已急急, 也该学着应付这些场面了。 肖旺叔朝他点点头, 道, 我知道了, 晚些时候我就去母亲院子里瞧瞧。 在肖红眼里, 他也确实该多学学这些东西了。 不然真到了与拓拔部落联姻的那一步, 肖家迪小姐嫁过去什么都不会, 岂不是让人看低了去? 拓拔部落不同于肖红的寻常挡羽, 这是肖红麾下战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不是他耍性子说句就能句的。 当然, 他也可以像原主那样, 对拓拔王子极尽羞辱, 但也要准备好承受随之而来的惨痛后果。 一旦肖家倾富, 复巢之下焉有顽卵。 在这个时代, 他一介女流, 一旦失去了家族的庇护, 等着他的不知道是怎样的下场。 姐姐? 肖浮光伸出手, 在他眼前挥了挥, 疑惑道, 怎么又走神了? 姐姐最近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肖旺叔回过神来, 眼里慢慢聚起焦点。 没什么事, 可能是最近累了点, 稍微有些疲倦。 这个时候, 房契儿应该还在为联姻之事, 向肖红苦苦哀求。 肖红也碍于多年夫妻感情和妇女之情, 还未彻底做出决定。 此事还没透出风声, 肖浮光当然不知。 姐姐累了, 就回去歇会儿吧, 铺子那些事你尽力就好, 别太勉强自己。 肖浮光起身, 绕着桌边走到对面, 扶肖旺叔起来。 肖旺叔懒洋洋地点了点头, 抱着叔离开了这里。 晚些时候, 肖旺叔带着一春和叔 下去了房契儿院子里。 他过去的时候, 房契儿正在绣香囊。 细看之下不难发现, 他眼尾鼻尖还透着红色, 像是刚哭过一场, 还没缓过来。 看到肖旺叔进门, 房契儿连忙停下了手里的事, 起身道, 怎么生都不吭就进来了, 起疯了也不知道披荐披疯。 还好, 不是很冷。 肖旺叔走到房契儿面前, 把手伸过去, 递到房契儿手里。 房契儿拉着他的手捂了会儿, 不赞成地说着, 入秋了, 天气冷得快。 瞧你穿得这么单薄, 再被那凉风一刮, 你又要在床上躺两天。 看母亲这话说的, 哪里就这么娇气了。 肖旺叔完全没当回事, 有说有笑地 拉着房契儿坐下了。 房契儿坐下后, 把他刚才绣的香囊 收进篓子里, 随后和肖旺叔政经讲起了顾家之事。 三省六部, 房契儿之父, 房老太爷房景太, 正是三省之一门下省的市中, 总管门下省, 负责审核通过或驳回修改皇帝诏令。 穆云泽他们的父亲, 中书令穆汉, 则是三省之一中书省的总管, 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诏令。 除开门下省和中书省, 这三省最后一省, 便是尚书省。 他们即将上门赴宴的顾府, 其一府之主, 便是总管尚书省的尚书令, 顾城。 尚书省负责执行皇帝诏令, 将诏令下发六部。 同管六部, 实施国策, 实权不可谓不大。 新政推行养代, 本该没有专设宰相。 但保皇一党当年为让肖红卸下兵权, 不得不给他安排一个对应品阶的文职, 便在新政下又启用了宰相一职。 显然, 肖红的兵权没有卸下, 宰相也坐实了。 在这三省六部之上, 即是宰相协理国政。 若是宰相专权, 上一届的皇帝便形同虚设。 比如当今朝堂, 现状便是如此。 待到宰相实权够大, 能让臣民信服之时, 他甚至可以将皇帝取而代之。 这就是史册上所谓的, 权臣篡位。 细数历代王朝崩溃的原因, 归根究底不外乎三种, 外族入侵, 权臣篡位, 兵民起义。 现在的魏朝, 就正处在王朝崩溃的边缘。 顾老太太是顾老太爷的发妻, 二人从寒门相伴至今。 相濡以默数十年, 顾老太爷对其妻极为尊重, 极为爱护。 到了顾府之后, 我们女眷一切以贺寿为主。 尤其是你, 旺叔, 你得收住你的脾气, 切勿乱了顾老太太的寿宴。 房契儿拍了拍肖旺叔的手, 苦口婆心地叮嘱着。 他每说一句, 肖旺叔就跟着点头应一句, 孩儿明白了。 房契儿得到他的回应, 继续往下讲。 今天他和肖旺叔讲了许多许多, 从顾府寿宴讲到了女子不义, 再讲到肖旺叔的幼时。 到最后, 却只字未提拓拔不落。 肖旺叔也全当不知, 陪他聊了许久。 人活七十古来兮。 在这个时代, 能举办五十六十的寿宴, 在世人眼中都算是极为有福的, 那就更别说这七十大寿。 顾老太太七十大寿, 顾成老太爷为他发妻大半特板。 两位老人家的情深一睹, 献杀了今日复宴的多少痴男怨女。 顾府门前红绸飞扬, 锣鼓齐鸣。 就连大门两旁蹲着的那两只方蹲石狮, 脖子上都挂上了大朵的红绸花。 府里宾客云集, 蒲丛鱼贯穿梭。 众多蒲丛在辛苦奔走时, 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可见今天这大好的日子里, 他们都领了不少赏钱。 顾成老太爷的几个儿子在门外迎宾, 复宴的宾客接连不断, 他们嘴里道谢的话也接连不断。 直到陈楚和陆续扬骑马过来, 两队甲为护送宰相府的马车停在顾府门外, 顾府兄弟几人才匆忙向身边的宾客再次道谢, 吩咐仆从引贵客入府。 随后, 他们兄弟几人一起出府, 朝着相府马车迎了上去。 萧红此时也已经下了马车, 转身去扶他身后的房契。 房契提着裙摆, 踩着车凳往下走, 端庄从容地望向顾家兄弟几人笑了笑。 宰相大人, 宰相夫人, 贵客家里有诗远迎, 礼边请。 顾成年长的两个儿子看上去和萧红年纪差不多, 两人抬起手做出请的姿势, 微微弯腰迎客, 引着萧红夫妻二人往府里走。 后面马车里, 萧平南曼悠悠地走了下来, 先和周围的顾家兄弟互相见过礼, 然后转身去扶他身后的萧旺叔和萧福光。 原来三位公子小姐都来了, 真是稀客, 今日在府上请务必玩得尽兴。 顾家几兄弟拱手见礼, 萧旺叔和萧福光乖巧地站在萧平南身边, 依服深意拱手, 齐齐回礼道谢。 顾家兄弟抬手道请, 引着他们三人跟上萧红他们的脚步。 陈楚和陆续阳依照萧红的吩咐, 下马之后就解下佩刀, 身无寸铁地跟在萧平南他们身后进了顾府。 至于他们带来的两对甲位, 则是全部留在了府外, 无意跟随。 宰相一家五口的到来, 把寿宴的气氛推到了高潮。 顾承远先在大厅和房景泰品名闲谈, 听到蒲从来报, 说宰相邪夫人儿女入府赴宴, 他们两人先后起身, 笑着走了出去。 萧红一来, 见他老丈人房景泰在此, 很快就顺势加入了聊天。 萧平南和萧福光旁听了一会儿, 随后被顾家兄弟请走, 在顾府里找到了各自交好的同龄人一起玩耍。 房契儿则是带上萧旺叔, 母女一起去了顾府后院, 去陪后院里的顾老太太和房老太太唠家常。 目前为止, 一切都和谐的像一幅画卷。 萧旺叔跟着房契儿来到后院之后, 顾老太太院子里全是前来祝寿的女卷, 入眼就是乌泱泱的一片人。 他们母女刚一进门, 房起罗就眼尖地瞧见了萧旺叔, 偷偷朝着萧旺叔招手。 还是老太太屋里热闹, 这么多人。 房契儿笑盈盈地说着, 领着萧旺叔上前。 萧旺叔招手伸行了个晚辈礼, 房契儿只朝上方的两位老太太微微汗手。 她是宰相夫人, 是一品告命夫人, 不可当众乱了尊卑。 见房契儿走到跟前, 顾老太太松开怀里的小姑娘, 朝身边丫鬟抬起手, 准备依照规矩起身见礼。 小姑娘下地后, 站在顾老太太旁边, 还不等丫鬟交她, 她就已经有模有样地朝着房契儿拂身行了个礼。 见顾老太太也已经弯下腰, 房契儿连忙上前拖住她的胳膊, 笑道, 老太太可是接得瘦心, 晚辈是前来沾服的, 这如何瘦的? 房老太太坐在一旁, 也笑道, 接大喜日子, 不讲这些。 老身瞧这些小姑娘都陪念了, 放她们玩去吧, 咱几个老婆子再带着儿媳们聊聊。 此话一落, 屋内兴致缺缺的千金小姐们全都清醒过来了。 顾老太太瞧着也是慈眉善目的, 把她身边那小姑娘又抱回怀里, 应道, 好, 好, 叫小贝姑娘都去玩吧, 别拘着了。 寿星放话, 屋内的小贝姑娘纷纷起身, 结伴行礼告退。 肖网叔刚来, 自然不能这时候就跟着离开。 正巧看见房契罗在朝他招手, 他就走到了房契罗旁边坐下。 上方的聊天还在继续, 房契儿先打开话题, 看向顾老太太怀里的小姑娘, 问着, 这是永家吧? 眨眼都长这么大了, 水灵灵的, 生得真是标致。 顾老太太怀里的小姑娘红着脸, 有些不好意思, 声音软绵绵地打着, 回宵夫人话, 我是永家。 顾永家, 虽是姓顾, 但却是顾府的外孙女。 当年顾老太爷和顾老太太连生四子, 老来的女, 取名顾谭。 顾谭既是妖女, 顾老太太又为此一个嫡出女儿, 自是从小到大千娇百宠。 即使顾谭急急之后, 到了婚嫁的年纪, 顾家二老也没舍得把她嫁出去, 而是为她招赘了一个夫君。 后面顾谭婚后有孕, 怀胎八月早产, 留下墙宝中的女儿便撒手人寰。 因为查出某些内幕, 顾家三杯赌酒, 了结了那入赘的女婿和女婿偷养的外事, 以及外事所出的女儿。 美其名曰, 殉情。 自此后, 顾谭留下的那个孤女, 便接到了顾老太太膝下抚养。 顾成老太爷亲自为其取名, 顾永家。 常乐未央, 永受家福。 顾家二老对这位外孙女的疼爱可见一斑。 在顾府, 哪怕是嫡出的孙女, 都没有这位外孙女受宠。 永家真是乖巧, 你望书姐姐还特意给你带了小礼物呢? 房契尔摸了摸顾永家的头。 顾永家那双黑漆漆的毛子从下面扫过, 目光停留在肖望书身上, 看了肖望书一会之后, 又仰头看向抱着她的顾老太太。 顾老太太放她下地, 看着她提起小裙子走向肖望书。 顾佳向来把顾永家这个宝贝疙瘩保护得非常好, 从来不让她接触危险人物。 今天是顾永家和肖望书的第一次见面。 书中, 肖望书今天赴宴, 在游园把这个宝贝疙瘩给撞摔了。 顾永家哭个不停, 险些引来了全部宾客, 最后还是肖浮光提前赶来解决了残局。 虽然事情没有闹得很大, 但顾佳二老依旧从顾永家的丫鬟那里知道了这事, 肖望书本就不好的形象雪上加霜。 今天的肖望书, 当然是来挽救形象的。 永家见过肖家姐姐, 身着鹅黄短褂的小姑娘走到肖望书面前站定, 有模有样的浮身见了个礼。 肖望书仰起嘴角, 伸手从袖子里拿出一只珍珠蝴蝶, 拨弄了一下蝴蝶翅膀。 那蝴蝶并非三拆饰品, 而是一只拿在手里盘玩的蝴蝶。 蝴蝶双翅有荷叶固定, 蝴蝶可以扇动。 这样的小玩意儿, 主打一个精巧可爱, 深受小女孩喜爱。 见蝴蝶翅膀扇动起来, 顾永家眼前一亮, 手下意识地伸了出去, 然后又缩回袖子里。 肖望书笑了笑, 把手里的珍珠蝴蝶递过去, 放进顾永家手里。 顾永家的脸蛋红扑扑地, 腼腆道, 永家谢过望书姐姐。 小声说完这句, 顾永家鼓起勇气, 抬起头朝肖望书笑了笑, 然后又小跑回去, 坐回顾老太太怀里去了。 小永家还害羞了, 真是可爱。 房契儿笑叹一句, 见顾永家的性格实在腼腆, 他又把话题引开, 聊到了别处。 顾老太太时不时低头看一眼怀里的小外孙女, 见顾永家玩那珍珠蝴蝶玩得格外开心, 顾老太太也跟着他开心, 连带着看肖望书都亲切了几分。 两课钟后, 陪着屋里的几位老太太和关家夫人聊了会儿, 见时间差不多了, 房起罗寻了个油透, 拉着肖望书一起离开。 出了顾老太太的院子之后, 房起罗长舒一口气, 见周围没有顾服丫鬟, 只有他们两人的贴身丫鬟跟着, 他才靠近肖望书那边, 低声道, 我老早就跟着祖母和母亲过来坐着, 腿都坐麻了, 出来走两步就好了, 我们等会儿找个清静的地方。 肖望书天性就喜欢人少安静的地方, 人多太嘈杂, 吵得他头疼。 但房起罗还是第一次听肖望书嘴里说出清静二字, 面上浮现出一丝惊讶, 表妹, 你这几个月变化了不少。 要是他没记错的话, 他这位表妹以往最喜欢往人多的地方走, 享受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难道他感觉错了? 人多的地方是非多, 以前是因为无聊才上去拆一脚。 我现在忙着重整扑面, 哪里还有以前那么多精力去掺和是非? 肖望书坦然一笑, 又道, 我感觉像也没怎么变, 表姐为何觉得我变化了不少? 还是一样的傲慢娇气, 还是一样的散漫随性? 像是变了许多, 又像是没什么改变。 房启罗一时间也说不上来, 拧着眉头思索了片刻, 道, 可能确实是你以前过得太无聊, 竟做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 现在, 你忙起正经事来, 人也正经多了, 我还有些不习惯。 仔细回想一会儿, 房启罗觉得, 可能真的是因为, 他以前没有和这位表妹深交过, 所以了解得还不够深。 算了, 是我想多了。 以后我们姐妹常走动, 我也好奇你要将铺子重整成什么样。 房启罗结束了刚才的话题, 把注意力放到肖旺叔的铺子上。 肖旺叔点了点头, 只要表姐愿意, 我们随时都可以走动。 等到十月中旬, 铺子节公开市, 表姐带上归中好友过来瞧瞧。 自然要去瞧瞧, 到时候, 我们几个网合包里塞满银钱, 去给表妹捧场。 房启罗这话说得很是豪爽。 肖旺叔正要接话, 只见两名官家小姐, 朝着他们这边迎面走来。 见到肖旺叔和房启罗在这儿, 那两人也有些惊讶。 肖四妹妹, 房家姐姐, 穆小小扶身见礼, 表现得一如既往的单纯无害且热情。 他身边那女子有些不愿, 但还是敷衍地扶了个身, 勉强算是同辈见礼。 穆四小姐, 穆五小姐, 肖旺叔和房启罗一起回礼。 穆五小姐穆小小就不说了, 京师公认的柔婉少女, 其天性之纯良令, 无数公子心动不已。 至于另外一位, 穆四小姐穆采晴, 同为穆府小姐, 她既没有穆出血的嫡系出身和强大气韵, 也没有穆小小的纯良名声和深厚财力。 底气最弱, 脾气最大, 在原书中连恶毒女配都称不上, 只年强算不出现过姓名的女配, 不提也罢。 肖四妹妹, 这是要和房家姐姐去哪里? 我们姐妹二人对这顾府都不太熟, 不如二位带带我们, 大家结伴同游吧。 穆小小开口询问肖旺叔和房启罗的意思, 房启罗看向肖旺叔, 等着他的回答。 肖旺叔笑道, 其实我们姐妹对顾府也不太熟, 二位要是和我们同游, 只不定等会儿开席了, 我们四人还在园子里像无头苍蝇一样打转。 这意思也就是拒绝了。 想就是想, 不想就是不想, 谁都强求不得, 这就是肖府嫡女的脾气。 听到肖旺叔的拒绝, 穆小小并未表现出什么异样? 因为他早已了解过肖旺叔的脾性, 也早对肖旺叔的高傲有所预料, 肖府嫡女, 不屑与低门为伍, 也不屑与树出为伍。 穆小小还什么都没说, 他身边的穆彩晴已经看不下去肖旺叔那肤傲气凌人的样子了, 催促道, 妩媚, 走了。 四姐, 穆小小有些为难, 在看向肖旺叔他们时, 脸上也带着几分歉意。 穆彩晴的尖酸排挤摆在脸上, 在这样的对比之下, 穆小小就像是个处处谦让树姐的妹妹, 显得格外之理柔和。 房启罗有些不忍, 朝着穆小小微微汗手, 道, 你们去吧。 穆小小点点头, 被穆彩晴拉着走了。 走时, 他还不忘回头和肖旺叔还有房启罗道别, 叮嘱他们别太靠近池边那种危险地带。 穆家姐妹走后, 房启罗轻轻叹了口气, 这穆武小姐素来对我们处处理代, 与穆府其余公子小姐还是很不一样的。 肖旺叔闻言笑了笑, 意味不明地叹了句, 何气才能生财。 确实, 不过我还挺喜欢他这性子的, 活泼又懂事。 若非他生在穆家, 我们说不定也能成为闺中好友。 房启罗继续叹着, 肖旺叔轻笑两声, 没说什么。 他想, 若是让他这位表姐知道了, 正是这样活泼懂事的穆武小姐, 在整垮肖家之后, 向皇帝建议斩草除根, 连带拔起了房家, 不知他这位表姐还会不会有这许多感慨。 能生财能带利的人, 穆小小当然对他们和气, 但这浮云表面的廉价和气, 并不影响穆小小对他们宰上几刀。 笑着捅过来的刀子, 他就不是刀子了吗? 不, 他还是, 并且一样的会流血会疼痛, 还会致命。 你们知道那位望叔姐姐往哪儿走了吗? 一身鹅黄色的小姑娘, 双手捧着珍珠蝴蝶, 领着众多默默丫环, 在廊下绕了一圈又一圈。 他身后的默默们笑个不停, 道, 小小姐, 园子这么大, 咱们哪里知道萧四小姐往哪边走了? 回去吧, 晚了该让老夫人着急了。 他们小小姐啊, 真是人小鬼惊的。 还和老夫人说什么, 腿麻了出来走走, 摆明了是溜出来, 想找萧家小姐玩的吗? 我不想回去, 外祖母院里的夫人们我都不熟悉。 顾永家撅起个小嘴, 一边说着一边继续往廊外看。 看了会儿, 实在没看到萧望叔的身影, 他又道, 嬷嬷们带人去别处找吧, 我们分开找应该会快一些。 他身后那些嬷嬷有些为难, 道, 小小姐, 咱们不在你身边伺候, 那怎么行? 万一有些不长眼地冲撞了小姐, 不会的, 园里都是我们顾府的丫鬟, 他们认得我的。 顾永家说得很笃定, 说完还认真点了下头, 似乎再给自己的话增加可信度。 那些嬷嬷被他逗乐了, 一想也是, 接而府上到处都有丫鬟护卫守着, 方便为宾客引路。 府里的下人, 还没有谁是不认识永家小小姐的, 应该不会有事。 想着, 那些嬷嬷老实听命, 带着丫鬟们四处找人去了。 顾永家带着剩下的两名贴身丫鬟, 继续在附近寻找, 试图制造一场和肖旺叔的偶遇。 另一边, 远离了肖旺叔和房起罗之后, 穆采晴脸上的不耐也越来越明显, 直接松开了穆小小的手。 穆小小满是无辜, 有些茫然地看向他。 穆采晴道, 你别老是这副样子行不行, 和奸臣那边的人攀谈什么? 我们穆家忠于皇帝和他们走在一起,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那个肖旺叔不就是仗着有个奸臣爹吗? 神气什么呢? 等他爹什么时候垮台了, 看他怎么向穆家启饶。 穆采晴的声音不小, 周围有些宰相党宇家里的小姐纷纷扭头, 朝着他们这边看了过来。 可是四姐, 我真的就是喜欢肖家妹妹的直爽性子, 也喜欢房家姐姐的温婉大度。 穆小小的语气里全是诚恳, 听听就是单纯的喜欢人家的性情, 和党派又有什么关系呢? 穆采晴此刻还没察觉他们周围那些人的神色变化, 不耐烦地直接命令, 反正别让我再瞧见你和他们混在一起, 不然我就要和父亲哥哥说了。 我,穆小小很是委屈,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穆采晴最看不得穆小小这副样子, 直接袖子一甩就走了。 穆小小的贴身丫鬟连忙上前, 递上帕子给他擦眼泪。 穆小小接过帕子挡住眼睛, 肩膀耸动两下,轻轻乌叶两声就慢慢恢复过来了。 周围不少关家小姐互相对视几眼, 结伴上前宽慰了几句。 甩袖离开之后, 穆采晴心里完全没有丝毫歉意, 内心只有对穆小小的嫌弃和对肖旺叔的鄙夷。 不就是仗着他那奸臣爹吗? 穆采晴扯下手边那朵花, 把花瓣揉得稀碎。 这时候, 另一名关家小姐远远瞧见了他, 带着丫鬟走了过来。 穆家妹妹? 也没管穆采晴是不是心情不好, 自顾自地就开始说着, 方才我又瞧见你们二哥哥了, 他还远远地冲着我笑呢。 他与穆家那云泽公子见了数面, 对方见他时总是笑如春风, 可见对他有意, 想到这里, 那关家小姐含羞待怯, 双腮都染上了红霞。 穆采晴正为肖旺叔的傲慢态度生气, 顺口就接了句, 我们二哥哥当然是难得一见的翩翩公子, 那肖旺叔居然还敢肖想他, 穷追不舍的, 简直不知羞耻。 听了这话, 旁边那刚坠入情网的关家小姐也忍不住了, 他怎能这样? 你二哥哥分明对他无意, 他一奸臣之女, 如何配得上风光济月的云泽公子? 穆采晴听了这话, 顿时像是找到了知音, 拉着那关家小姐的手, 忙道, 还是徐田你懂我, 萧家养出来的能是什么好东西? 我那五妹还巴巴往人家跟前凑, 真是丢死人了。 那徐田连连点头, 硬喝道, 你说的是, 萧家人不可深交。 对了, 你二哥哥与那萧旺叔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再与我详细讲讲可好。 能有什么情况啊? 萧旺叔舔着脸围追赌截, 我二哥哥见他是女子, 不忍直言拒绝罢了。 穆采晴一副他压根不想提这些的表情, 但架不住徐田在旁边挽着他的胳膊磨着, 他还是开口和对方讲了许久。 在他口中, 萧旺叔完全就是个没脸没皮死缠烂打, 基于穆云泽的身子, 不惜脱光了躺在沐云泽床上的放荡女子。 徐田听得愤慨不已, 仿佛心中最圣洁的所在, 被他人玷污。 阿渠和阿里怎么还不回来, 要不我去找人问问吧。 顾勇家捧着珍珠蝴蝶坐在廊下, 晃了晃玄空的小腿。 他正要从座板上溜下去的时候, 身后突然响起一声口哨声, 吓得他赶紧扭头去看。 只见他身后, 一名少年笑眯眯地朝他走过来, 问着, 你是谁家的小小姐, 怎么一个人在这坐着? 这小丫头长得还挺标致, 看衣上不像是丫鬟, 也不知是谁家的小姐, 以前好像没见过。 要是身份不高, 他就在这逗他玩玩。 你, 顾勇家皱起眉头, 打量沐承阳一会儿, 用他绵软的声音质问着, 你又是谁家公子, 怎敢擅闯后援? 细看之下不难发现, 他握着珍珠蝴蝶的那只手, 都收紧了许多。 我是谁? 穆承阳重复一遍, 随后昂起头颅, 道, 我是木府十公子, 你应该听说过的吧, 我爹是中书令穆汉。 顾勇家的眉头皱得更紧了点, 显然是被顾老太爷和顾老太太保护得太好了, 对顾府外的势之之甚少。 听到穆承阳的自我介绍, 他也只是捏紧了手里的珍珠蝴蝶, 无意间拨动了蝴蝶翅膀。 见顾勇家半天不说话, 穆承阳开始催促, 你呢? 我刚才就问了, 你又是谁家小姐? 被顾勇家手里扇动的蝴蝶翅膀吸引了注意力, 穆承阳又问,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给我瞧瞧。 身为木府敌出小少爷, 穆承阳从小就被他母亲以及三位哥哥姐姐宠得不成样子, 在木府里要什么就有什么? 久而久之, 养成习惯, 除了木府, 他也喜欢伸手救药。 而偏偏顾勇家也是个从未被人抢过东西的人。 这是旺叔姐姐送我的, 我不想给你。 顾勇家把珍珠蝴蝶收到自己身后。 外祖母说了, 他想给的东西就给人家, 他不想给的, 谁都不能和他抢。 顾勇家本以为这样, 穆承阳就会自觉离开了。 但他没想到, 听到旺叔姐姐四个字之后, 穆承阳像是吞了火药似的, 顿时脾气暴涨。 京师的官家小姐就那么多, 但叫旺叔这个名字的却很少, 搬着一只手都能数过来, 其中最响亮的就是肖旺叔。 今日有资格赴宴的所有官家小姐里面, 也就只有肖旺叔一个名叫旺叔的。 我当你是谁家小姐呢? 原来是肖家那些狗腿子家里的。 穆承阳说着这话, 直接伸手抢走了顾勇家手里的珍珠蝴蝶。 因为顾勇家抓得太紧, 他抢的时候力气太大, 蝴蝶翅膀上的荷叶直接崩坏, 还刮伤了顾勇家的手。 顾勇家看着手上滑出的血珠子, 先是愣了会儿, 随后放声大哭, 哇呜, 外祖母 五 肖浮光和陈楚循着哭声赶来时,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穆承阳把珍珠蝴蝶随手往地上一扔, 朝嚎啕大哭的顾勇家威胁着, 不许哭。 不然我就扒光你的衣裳, 叫别人都来看。 穆公子, 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肖浮光大步走了过去, 挡在顾勇家面前, 把穆承阳隔开, 继续质问, 怎么, 还敢往人家后园里跑, 还想再让你爹和你一起进族幕府吗? 穆承阳年纪不大, 人也不高。 肖浮光这么一站过去, 直接比穆承阳高出了半个头, 压迫感十足。 他都尚且如此, 那就更别说他身后那身高九尺的陈楚。 陈楚往他们旁边一站, 那目光往他们身上一扫, 简直是老鹰看着三只小鸡。 顾勇家吓得抽烟两声, 哭都不敢哭了。 陈将军, 老烦你把他押去前厅, 和顾勇两家的人说明情况。 男儿之身, 闻不成五不就, 还惊扰恐吓女眷, 丢人现眼的东西。 肖浮光捡起地上崩坏的珍珠蝴蝶, 一眼辨认出这是他姐姐前些日子命工匠去做的。 那眼前这位小姑娘, 应该就是顾府极少见人的宝贝外孙女了。 穆承阳啊穆承阳, 真是他爹穆汉的好儿子。 穆汉正在前院陪着笑脸拉拢顾成老太爷, 穆承阳道好, 这台子给他爹拆得真快, 竟敢溜到后援来欺辱顾家的宝贝疙瘩。 肖浮光, 你我同为朝臣之子, 你哪来的资格, 助手? 你这个蟒夫, 快松开我。 穆承阳叫嚣的话才说了一半, 就被陈楚直接拎起后衣领, 像林小姬一样带走了。 途中穆承阳还在扑腾双腿, 剧烈挣扎。 但陈楚丝毫不为所动, 拎着他静止往前院走去。 陈楚走后, 见顾勇家还在抽烟, 肖浮光蹲在地上, 捡起地上那些碎片, 开始认真组装。 你别哭, 我给你修好。 姐姐命人坐着蝴蝶的时候, 也给他做了个可以开合的比价。 所以这东西的构造, 他还算清楚。 现在只是组件崩开了, 但零散的组件都是完好的, 没有损坏, 拼装一下就能接回去了。 顾勇家看了看他, 再看了看已经拎着沐承阳走远的陈楚, 心里不是那么害怕了。 于是他抬手抹了把眼泪, 蹲在地上和肖浮光一起剪碎片。 你知道我是谁吗? 肖浮光组装着蝴蝶, 顺口和顾勇家聊了起来。 顾勇家摇了摇头, 老实打着, 不知道, 但哥哥你是好人。 肖浮光直接被他逗笑了, 拿起手里的蝴蝶在他面前晃了晃, 继续道, 送你这个蝴蝶的姐姐, 我是他弟弟。 顾勇家顿时眼前一亮, 你真是旺叔姐姐的弟弟? 果然外祖父说的是真的,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他弟弟也是好人。 骗你做什么? 刚才那个被拎走的人不是已经喊过了吗? 我叫肖浮光。 肖浮光随口闲聊。 顾勇家点了点头, 认真喊了声, 浮光哥哥。 这时候, 顾府的丫鬟护卫循 循着刚才的哭声匆匆跑来。 看到肖浮光一个外男出现在后援, 还出现在顾勇家面前, 他们下意识地就把肖浮光 当成了惹哭顾勇家的罪魁祸首。 肖八公子, 你虽贵为客, 但怎能闯我顾府后援。 两名丫鬟冲到顾勇家身边, 把他全身上下好一阵检查。 见他只是眼睛红了点, 手指伤了点, 没出什么大事, 他们才稍微松了口气。 顾勇家解释着, 阿去阿里你们不得无礼, 刚才有人抢我的东西, 还不准我哭, 说要扒光我的衣裳给人看, 是浮光哥哥赶走坏人救了我。 随后, 他又补充了一句, 刚才被拎走的才是坏人, 浮光哥哥是好人。 顾勇家最后补充的这一句, 已经被那两名丫鬟自动忽略了, 他们只听到了前面半截。 阿去这急忙慌地蹲下去, 给顾勇家擦了擦眼泪, 再检查一遍他的衣领子, 道, 小姐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只是手上滑破了一点, 没有大碍就好。 其余赶来的丫鬟护卫也吓得不轻, 勇家小小姐要是真被人扒光了衣裳, 他们怕事都要完了。 哪里来的灯涂浪子, 胆敢禁锢俯撒野。 阿里怒斥一句, 这时蹲在地上的肖浮光缓缓起身, 道, 人我已经请陈将军押去前院了, 相信墓中书令和顾老太爷自由处置。 倒是你们, 不好好陪在你们小姐身边, 怎么留他一个人在这儿。 说着这话, 肖浮光把已经修好的珍珠蝴蝶还给顾勇家。 顾勇家拿到蝴蝶立马就笑开了, 连刚才被沐程阳恐吓的惊恐感都散了大半。 勇家谢过浮光哥哥, 顾勇家还有模有样地朝肖浮光行了个礼。 肖浮光笑得阳光, 道, 小事, 勇家妹妹客气。 阿渠和阿里这时也知错怪了人, 有些愧疚地解释着, 奴婢们方才去为小姐端茶点, 回来时被人群冲散了, 所以迟了些。 刚才情急, 若有冒犯之处, 还请肖公子见谅。 另一名护卫也道, 关于池那边出了点事, 园中护卫丫鬟都聚往那边, 这才没能及时赶到小姐身边。 说起这事, 那护卫又道, 对了。 小的听人说, 是肖家小姐和徐家小姐闹了起来, 不知是谁把谁推下了水, 小的当时没听清就赶来这边了。 什么? 肖浮光变了脸色, 问着, 哪边? 那护卫被他吓了一跳, 连忙指了个方向, 说着, 关于池在那边。 肖浮光抬腿就往那边走去, 他那步伐快的, 一袍直接掀起了一阵风。 你们听个话, 怎么也不听仔细些? 顾勇家跺了跺脚, 也顾不上包扎手上那点小伤口了, 拿着珍珠蝴蝶, 提着裙脚, 一路小跑追在肖浮光身后。 他那些丫鬟护卫连忙跟上。 与此同时, 顾老太太那屋的女眷, 还有顾府前院的宾客, 听到后园乱成一团的消息之后, 也浩浩荡荡往关于池赶去。 肖旺叔, 你别颠倒黑白。 若不是你将徐家姐姐推下去的, 他还能自己跳下池子不成。 青天白日的, 没想到真有人做这种事, 太猖狂了。 谁让他是肖家敌女呢? 周围议论声不断, 不少官家小姐站在道德制高点指指点点。 房启罗走到肖旺叔身边, 有些焦急地看向他, 想问些什么, 但现在又不方便开口。 只见肖旺叔坐在石凳上, 慢悠悠地用藤条缠着两根树叉。 在他们对面, 徐田施着鞋子和裙摆站在那, 单薄的身形显得格外可怜。 徐田的丫鬟也哭诉着, 不过夸了云泽公子几句, 你怎么能很下心把他推下去啊? 这池水这么凉, 你是想要我们小姐的命啊? 听听, 这话哭的。 知道的说是徐田施了鞋子和裙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今天不是顾府半寿, 是徐府半桑呢? 周围的人听到那丫鬟的话, 议论声更大了点。 书下脸都气红了, 一春更是直接怒道, 人要脸树要皮, 红口白牙的乌人清白, 这种人瞎了阴丝地服, 都要被藤边抽嘴的。 分明就是这个什么徐田, 趁着启罗小姐去更衣的这会功夫, 见着池边只有他们主仆三人, 就跑过来和他们小姐说些阴阳怪气的尖酸话。 什么说他们小姐光天化日之下, 去拉穆云泽那斯啊? 什么他们小姐赋宴时往穆云泽怀里栽啊? 什么他们小姐穿着博裙都没人看啊? 呸, 那些话简直是子虚乌有, 不堪入耳。 他们小姐还没说什么, 这徐田就直接两脚踩进了池边潜水里。 徐田那个丫鬟更是大喊大叫, 引来了不少人, 还张嘴就说是他们小姐把徐田给推下去的。 天地良心, 他们小姐压根都没睁眼看那主仆一眼。 干了坏事没话说了还要咒人, 好恶毒的丫鬟啊。 主子是那样, 还能教出什么好的? 可怜了徐家姐姐啊, 胳膊抿不过大腿, 皆怕是只能胡往心里咽了。 听着周围人的这些话, 一春气的胸口剧烈起伏。 肖旺叔不痛不痒地开口道, 好了一春, 别说了, 回来吧。 书夏, 去, 扶徐家小姐在池边站好。 小姐? 一春抬头看向肖旺叔, 一脸不解。 是。 书夏其实也有些疑惑, 但还是按照肖旺叔的吩咐, 上前去扶徐田。 徐田的丫鬟或许是觉得肖旺叔不敢当众干什么, 又或许是压根没反应过来他要护主, 反正他就那么看着书夏把徐田扶到池边站着。 这时, 一直坐在旁边缠树差的肖旺叔也缓缓起身, 笑着朝徐田的方向走过去。 吃饱了, 喂书坦了, 该浅浅做一下餐后运动了。 徐田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 缩了下脖子。 来, 往这边挪两步。 肖旺叔站在徐田面前, 示意他往旁边移动。 见徐田没动, 书夏直接扶着他挪。 准确来说, 是拽着他挪。 见徐田站的位置合适, 肖旺叔满意地点了点头, 朝书夏挥挥手, 示意他退下。 随后, 只听肖旺叔吐词清晰, 一字一句道, 恐怕在座各位对我没什么了解。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 肖旺叔轻笑两声, 继续道, 现在就让各位了解了解。 话音刚落, 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只见肖旺叔抬腿一脚, 很辣干脆, 直接将徐田踹下了池子。 刹那间, 水花四溅, 周围的人直接呆愣在原地, 就连房起罗都一整个愣住了。 肖旺叔抬起手, 单手胆了胆衣领, 该有的样子。 被他推下池子, 还能只施个鞋和裙摆, 上半身整洁干爽, 柔柔弱弱地站在那里, 惹人怜惜同情。 没在水里淹死, 都是祖坟冒清烟。 刚才跟着起哄的那些官家小姐, 顿时闭紧了嘴。 甚至其中有些人, 还往后挪了几步, 低头在人群里降低存在感, 生怕肖旺叔注意到他们。 紧接着, 只见肖旺叔不急不忙地握着那根六尺多长的树叉, 用树叉开叉的那端插住徐田的脖子, 直接把人往水下按。 徐田在水里扑腾了半嗓, 好不容易浮上水面喘口气, 气刚喘完就被肖旺叔插鱼一样插了下去。 场面极度凶残, 甚至还透出丝丝缕缕的好笑。 肖旺叔一边做着插鱼运动, 一边看向刚才那污蔑的阵阵有词的丫鬟, 慢悠悠道, 你再不说实话, 你家小姐今天要是淹死在这里了, 恐怕你也要陪葬。 嗯嗯嗯, 徐田扑腾着四肢, 拼命往水面上挣扎, 想要阻止肖旺叔对那丫鬟的恐吓。 但那丫鬟听完肖旺叔的话之后, 显然慌了神。 任他怎么想都想不到, 肖旺叔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行凶, 简直不把徐家小姐的性命当回事。 哎, 要是我们小姐出事, 夫人怕是要将我们仗币了。 一春在一旁和书下感叹着, 身为奴才, 主子若是死了, 咱们当奴才的还有什么用, 当然只有死路一条。 两人的对话, 听得徐田那丫鬟两条腿直哆嗦。 不行了。 肖小姐快住手, 徐小姐不行了。 旁边有官家小姐惊慌地大叫着。 肖旺叔完全不为所动, 笑道, 不行了就不行了, 有什么关系呢? 这话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直接压得那丫鬟跪地求饶。 求求你们, 求求肖小姐, 放了我们家小姐吧。 他不是有意诬陷你的, 他就是, 就是对云泽公子太过喜爱, 听穆小姐说你经常缠着云泽公子, 所以他才, 他才, 肖旺叔玩耳一笑, 替他补充着, 所以他才趁着周围只有我们主仆三人, 自己走进池子里。 然后只打湿了鞋子和裙摆, 就敢叫嚣, 污蔑是我推他下水。 那丫鬟被逼到这个地步, 已经完全不敢接话。 就在这时, 肖旺叔松开树叉, 放徐田上来喘了口气, 然后陡然握紧树叉往下压, 重重地将人按入水中。 是与不是, 这么难打吗? 我可没多少耐心。 肖旺叔下达最后通牒, 见水里的徐田都没什么力气了, 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那丫鬟也一臂心一横, 磕头道, 是, 是。 师母小姐说, 可以这样, 反正也不会有人知晓, 还能让云泽公子更厌弃肖小姐, 所以我们小姐就来做了。 啪, 啪, 清脆的掌声响起, 萧浮光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有些税嫩的脸庞上挂着与年纪不符的冷漠。 顾勇家带着丫鬟护卫远远站着, 扒在凉亭柱子后面看着他。 徐家家教真是好啊, 徐田小姐是放到戏台子上浇的吗? 自己跳水, 污人清白, 还一副委屈姿态。 说完这话, 萧浮光画风一转, 立声道, 肆意诬陷, 看来徐小姐确实是当我萧家无人了。 今天要不是姐姐兵行显招, 用这种方式威胁徐田那丫鬟说出实情, 一旦等顾府老太爷和老太太他们赶过来, 恐怕不会对他这种解决方式做事不理。 那么这盆子脏水就会直接泼在他身上, 洗都洗不清。 阿弟, 你怎么来了后援? 萧望叔扔掉手里的树叉, 像个没事人一样, 慢悠悠地掏出帕子擦了擦手, 往萧浮光那边走过去。 徐田的丫鬟赶紧去拉徐田上岸。 周围的顾府护卫心中虽然不愿, 但到底是怕闹出人命来, 还是赶紧围过去帮忙捞人。 萧浮光上前扶了萧望叔一把, 打着, 我方才, 他的话刚一说出口, 只见人群开始推扫, 大批的人浩浩荡荡朝这边围了过来。 田儿, 人群中冲出来一位官家夫人, 冲到池边喊得撕心裂肺, 仿佛他女儿已经没了。 徐田被捞出水池之后瑟瑟发抖, 直往那夫人怀里钻, 一脸惊恐地看着萧望叔。 恶鬼。 萧望叔就是个恶鬼。 他居然敢就那么当众, 把他按进水里。 刚才每被按下去一下, 他都感觉口鼻里灌满了水, 脑袋里全是无法呼吸的窒息, 整个人在死亡边缘挣扎。 萧红。 你贵为宰相, 朝廷众臣, 竟然一再踪女行凶。 京师皇城, 天子脚下, 你萧家还有没有王法? 男兵队伍那边, 冲出一名大富贤贤的中年男人, 冲到徐田他们母女旁边看了看情况, 扭头朝着萧红就是一通质问。 萧红此刻还不清楚情况, 只好把目光投向萧旺叔和萧福光。 萧旺叔看向那大富贤贤的中年男人, 笑道, 徐大人是吧, 再朝为官, 怎不知谨言甚行, 先问清楚情况再质问呢? 萧福光直接冷笑道, 徐大人教养的好女儿, 自己往水里踩了两脚就敢诬陷我姐姐, 还聚集这么多人, 哭诉是我姐姐推她落水。 现在真相大白, 她丫鬟亲口承认, 她还一副受害姿态, 见他们姐弟二人底气十足, 萧红本已经做好了给他们姐弟擦屁股的准备, 现在一看应该是不用了。 丫鬟所说岂能当真? 我儿在池里咽成这样, 这岂是在水里踩了两脚? 萧家二位公子小姐如此诋毁, 当真是心狠啊。 徐夫人拔高声音反驳, 徐田缩在她怀里, 半生都没坑。 今日顾府办的大好的寿宴, 就这么终止在这里, 顾家人脸上也有些不好看。 顾老太爷想要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 萧旺叔抢先一步, 在他开口之前见一拙, 徐夫人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既然我们这么多人所见所听你都不承认, 那就让你女儿亲自写吧。 今日徐田落水, 我主仆三人, 他主仆两人, 我们五人一起提笔书写, 将刚才所见所闻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 交由诸位大人和夫人判断。 有劳诸位将我们五人全部隔开, 五人不得互通供词。 到时核对供词, 若乃方主仆说了价, 供词必定难以对上, 谁清白谁诬陷自有定论。 未免徐夫人觉得五人不够, 有劳各位, 从刚才旁观的众多小姐里随意抽选十人出来, 将他们刚才所见所闻写下。 今日之事既然互不让步, 那总得还其中一人以清白。 这样的解决方法一出, 四周一片哗然。 众人议论纷纷, 就连萧红都有所领悟。 是了, 诬陷可以有很多种说法, 但真相往往只有一个。 将他们五人全部隔开, 若哪对主仆写的是真相, 根本无需互通供词, 只需如实描写, 最后都是能对得上的。 若是哪对主仆说了谎, 不敢写真相, 那么在没有提前创供的情况下, 他们胡周的供词多半是对不上的。 真相这不就出来了吗? 父亲, 四妹此法, 有时审讯犯人都是用得上的。 萧平南略加思索, 站在萧红身边低语。 萧红脸上终于有了两分笑意, 看向站在人群中央的萧旺叔, 轻轻点了点头。 他这也不知是在回应萧平南的话, 还是在肯定萧旺叔的做法。 听到萧旺叔的话, 徐田本就惨白的脸色顿时更惨了, 直接抬起手揉着头, 虚弱地晕倒在徐夫人怀里。 这一晕, 多少有点逃避的意味在里面了。 阿弟, 派人寻个大夫来吧, 为徐小姐扎两针。 今日已经扰了顾老太太的寿宴, 就别过多耽搁。 萧旺叔开口说着, 萧福光硬着, 好的姐姐, 我这就去。 随后, 只听那边的徐夫人哭诉道, 我儿已经落水晕绝了, 你们还要让大夫扎醒他继续审,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啊? 纵使是三思会审, 也不应该残酷至此吧。 房契尔开口道, 徐夫人此话有差, 若是三思会审, 便连大夫都不请了, 更别说扎醒。 鞭子沾了眼水抽下去, 几鞭自然就醒了。 还不等那徐夫人开口, 房契尔又道, 同为母亲, 我相信徐夫人和我一样, 都不愿自家女儿无端受人诬陷, 平白无故, 背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且我也想知道, 我家旺叔在府上尊敬父兄友爱弟妹, 就连回外祖家都不忘挑上最好的手串 给他外祖母送去。 我女儿在府上如此, 我信他出了福也差不到哪里去。 但这经诗里, 又是为何屡屡出现那些谣言, 把他传得那般恶劣?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 那还得是房契尔。 知女莫若母, 见肖旺叔如此有底气地要严查到底, 房契尔已知此事绝非他所为。 他这是要逮着这一次机会。 把以往肖旺叔身上的脏水全都洗干净了呀。 故承老太爷一听这话, 再看了看房老太爷和肖红的脸色, 也知今天此事难以善了, 索性就不管了, 让他的几个儿子陪肖福光去找来了府一。 等了会之后, 府一一到, 真还没扎下去, 他就已经看到徐田的眉心在皱。 府一顿时一时雨噎, 但到底是怕徐家报复, 他没有直说, 还是拿着银针象征性地扎了几处。 见徐田还不愿意醒来, 四周已经有人开始质疑他的医术, 那府一实在没办法, 只好挑着最痛的地方扎了一下。 啊! 徐田疼得大叫一声, 直吸凉气。 这再不行都不合适了。 徐田抬手扶着额头醒过来, 一副比刚才更虚弱的模样, 仿佛脸比得握不住。 周围不少官家小姐眼嘴偷笑, 谁还没被府上的大夫扎过针啊? 他们从来只听说 晕厥之人扎针后悠悠转醒, 还没听说过谁是尖叫着醒来的。 既然已经醒了, 那就别耽搁时辰, 开始吧徐小姐。 此事早些解决干净, 你就可以去歇着了。 肖网叔说着, 接过顾府扑从地来的纸笔, 开始挥号书写。 一春和书下离他隔了三丈远, 也在埋头写个不停。 徐田那丫鬟也被顾府护卫压到一边, 握着笔卡顿了半天, 不知如何下笔, 也不知他要写些什么。 顾府的公子 也从刚才围观的那些官家小姐里 选了十人, 递上纸笔, 请他们配合调查。 其中还包括房启罗。 徐田浑身颤抖, 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脑袋里一片江湖, 接过了顾府扑从地给他的笔。 众人提笔写了两颗钟之后, 才陆陆续续停下。 顾府扑从把宣纸收上来, 恭恭敬敬地捧到顾承老太爷面前, 请他们那一大帮子官员男宾先行越看。 顾承和房景太越看脸色越难看。 顾承看得摇了摇头, 房景太更是直接赤道, 小小女子, 手段竟如此啊渣龌龊。 萧红看过供词, 面上并没有太大波动, 朝仆从抬手吩咐, 拿去让徐思楚自己看看吧。 徐耿这个户部思楚真是当腻了, 抱上穆家而已, 还真以为抱上了什么免死金牌不成。 顾承叹了口气, 老夫承邀各位前来, 一同为惊妻贺寿。 你徐家姑娘却在宴上打乱进城, 诬陷他人, 毁人名声。 说到这里, 顾承有些疲倦地抬起手, 朝徐耿他们摆了摆。 罢了, 今日我顾府不宜生出争端, 你们且自行离去吧。 前来赴宴却被东家赶回去, 这是真是丢人丢到了家。 徐耿从未受此大辱, 愤而甩袖, 抬手狠狠甩了徐田一巴掌, 怒斥, 你这个败坏家风的匿女。 徐田的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滑, 无脸哭诉道, 采晴说, 这样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给肖旺叔一个教训, 我们闺中小姐的打闹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肖旺叔他还差点淹死我呢。 房契儿和房老太太的脸色顿时沉了下去, 房老太太用手里的拐杖在地面处了好几下, 怒道, 你这姑娘, 红口白牙乌人清白, 还说不是什么大事, 你可知舌上有龙拳, 杀人不见血。 母亲消消气, 消消气, 房契儿扶着房老太太的胸口, 帮他把这口气顺下去。 肖旺叔也连忙上前搀扶, 一边宽慰房老太太, 一边招来身边的嬷嬷丫鬟, 让他们扶房老太太下去歇着。 不是, 这也不是我想做的, 谁让肖旺叔一直缠着木公子, 采晴说, 我们这样只是给他的教训, 让他知难而退, 啪, 见徐田越说越没边, 他爹徐更反手, 又是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逆女, 这个蠢货, 得罪了肖家还不够, 还想把木家也拉下水吗? 你怎么不颠颠自己的分量, 看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肖家女儿, 何时轮到你来给他教训? 你也配。 房契儿在外, 向来端庄大方, 极少说出这样苛责的话。 你还委屈上了? 是我家旺叔求着你 躺进池里陷害他吗? 是我家旺叔求着你们 坏他名声吗? 是你们自己害人不成, 反被拆穿, 现在还一副 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肖旺叔在旁边听着, 只感觉房契儿 前半辈子骂人的话, 可能都攒到今天说了。 故老太太见徐田 无脸大哭, 见那徐夫人满脸通红, 羞愤欲死, 再看看被牵扯其中, 脸色难看的木彩晴, 一时动了侧影之心。 想到他们家老太爷 素来带人和气, 做事总留一线, 他斟酌着开口道, 罢了吧, 房家丫头, 今日是老生过瘦的大喜日子, 你就当给老生一个面子。 此事确是你家旺叔丫头受了委屈, 但徐家小姐和穆家小姐尚且年幼, 外祖母。 顾永家穿过人群, 走到故老太太跟前站好。 故老太太被他打断了思绪, 问着,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顾永家道, 刚才遇到个坏人, 把我的手划伤了, 把我的蝴蝶砸坏了, 还说, 要把我的衣裳扒光了, 给别人看。 是那个浮光哥哥打跑坏人救了我, 还修好了我的蝴蝶。 说着, 顾永家把修好的珍珠蝴蝶捧起来, 给顾老太太看。 外祖母你看, 蝴蝶修好了哦。 顾老太太此刻哪里还有心思管蝴蝶, 气得脸都红了, 拐杖在地上, 处得比刚才的房老太太还要激动, 喊怒问着, 谁? 哪个胆大包天的东西, 对你说出这种龌龊话? 顾永家抬起沾血的小手, 往沐云泽身后一指, 指着他身后的沐承阳, 说着, 是他说的。 随后, 他又换了个方向, 指着肖浮光道, 外祖母是那个浮光哥哥赶跑坏人帮了我的。 顾永家这事, 顾老太爷他们刚在前院解决完, 顾老太太这边还丝毫不知情。 现在乍一听这事, 顾老太太气得血气上冲, 手里的拐杖往地上死命处着, 仿佛要把沐承阳处死。 他算是知道为什么, 他们家老太爷向来带人和气, 今天却要直接开口赶徐家人离开了。 原来还发生了这档子事。 他赶走徐家人, 岂止是为肖家丫头出气, 更多的是在警告幕府啊。 老太太? 顾老太太的几个儿媳匆匆忙上前搀扶。 顾永家也吓了一跳, 他只是想和外祖母说一说是那个浮光哥哥救了他, 让外祖母不要偏袒坏人那边, 多帮帮浮光哥哥他们而已。 他没想到外祖母会这么生气的。 外祖母, 你别生气, 别吓永家啊。 顾永家跑上前, 双手拉着顾老太太的手。 顾老太太深呼几口气, 用拐杖在地上重重地除了两下, 道, 是我顾府招待不周, 管事不严, 让旺叔丫头受委屈了。 此时肖家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吧, 不必顾及寿宴。 老深先回去歇会儿, 等你们处理完了, 宴会再继续。 这意思也就是他完全不管了, 肖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就算打乱了寿宴也没关系。 顾老太太说完这些, 他那几个儿媳连忙扶他往回走。 永家, 你随老深回去。 顾老太太边走边喊着。 裙摆跟上, 拉着顾老太太的手, 声音软糯地劝他消消气。 顾老太太离开后, 徐家人显然没脸再留下去了。 就在徐梗准备带着妻女离开的时候, 只听一旁安静了许久的肖旺叔, 终于又开了口。 徐小姐, 我也不知你从哪听来那么多莫须有的东西, 但请你记住, 我堂堂相府敌女, 不是勾兰棘子。 薄山青纱坦胸鹿乳, 这种东西, 别说让我穿出门, 哪怕你搜遍整座相府, 也压根不可能找到。 我消服, 压根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存在。 最后, 提醒你一遍, 谣言虽然红口白牙乱传, 但有一句确实没说错, 我消枉书干事, 就是恶毒狠辣。 我若推人下水, 烟不死也要去他办条命。 我若给人下毒, 最低也是镇酒断肠草贺顶红。 我若真想害你, 你没机会好生生地站在原地叫嚷。 下次不管是你, 亦或是其余人, 在想诬陷我时都做好自舍本钱的准备, 都对自己下手狠一点, 记住了吗? 下手不狠, 那就别说是我干的, 我消枉书丢不起这个人。 房契尔是万万没想到, 他刚努力为他女儿挽救回来的那一点点名声, 他女儿就这么自己, 把自己抹黑了。 旺书这话一说出来, 以后京师的公子小姐不都得躲着他走啊? 哦对了, 还有, 消枉书画风一转, 目光头像沐云泽和穆彩晴, 狭长的丹缝眼里满是嘲弄, 吃笑一声, 道, 言语低俗背后编排, 诽谤诬陷信手拈来。 书香是家, 也不过如此。 旁边的萧福光觉得, 极致嘲讽, 应该说的就是他姐姐这样了。 姐弟十几年, 他竟不知他姐姐的嘴这么毒, 说话这么犀利。 穆采晴的脸, 不知道是羞红的还是气红的,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萧旺书, 仿佛要把他给瞪死。 穆云泽更是不敢置信, 而且轻蔑的对象还是他。 对比起萧旺书追在他身后时, 那副热切又小心翼翼的模样, 再看看萧旺书现在这副冷傲高贵的模样, 穆云泽实在无法理解, 同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巨大转变。 要说以前追在他身后的萧旺书是个怀春少女, 那现在的萧旺书就宛如一位高高在上的公主。 甚至他那双担凤眼里, 披腻一切的高傲, 显得比皇家的公主殿下还要尊贵。 穆云泽百思不得其解, 目光在萧旺书身上停留了许久。 好了旺书, 女儿佳佳的, 口无遮拦像什么样子? 等到萧旺书说够了, 萧红才开口, 一丝一丝地喝止他。 就连喝止的话, 他也只是说萧旺书口无遮拦, 而不是说萧旺书说错了。 明面上是在喝止萧旺书, 让他别说了。 实际上是在认同萧旺书的话, 大概意思是, 好了够了, 别再说实话了。 萧旺书也见好就收, 面上略带一丝遗憾, 勉强硬着, 是。 剩下的事情由萧红和顾成老太爷协商处理, 围观的人件事情发展接近尾声, 也都陆续散了。 最后, 徐府的人当然都被请出了顾府, 一个不留。 至于幕府那边, 穆汉和穆云泽先是压着穆承阳, 向顾府二老以及顾永家道了歉。 随后, 他们又一丝一丝地, 让穆采倾向萧旺书也道了个歉。 把面上功夫做足了之后, 他们才派人把穆承阳和穆采倾先送回穆府进族。 至于穆汉和穆云泽, 未免和顾家直接闹掰, 他们还是舔着脸, 耐着性子在顾府做了许久, 跟在顾老太爷身边诚恳致歉。 顾老太爷也是个看重体面的人, 见穆家父子如此折腰求全, 再加上他们旁边还有穆夫人和穆小小两个女子在, 他也不好步步紧逼, 就这么让穆家四人先留下了。 插曲过去, 寿宴继续进行。 瞧着到了用善的点, 顾府寿宴也开席了。 宴席上, 房起罗坐在肖旺叔身边, 他们周围还坐了许多家世不低的高门贵女。 肖旺叔坐在他们中间, 就像是群山里最高的那一座山峰, 让人望而生畏。 也只有房起罗还敢靠近他点, 低声聊着, 方才见你直接将那徐填岸进水里威胁, 我都以为你那是放手一搏, 实在没办法的办法了, 没想到你还有更好的法子自证清白。 肖旺叔笑道, 他那点伎俩实在不够看, 既然他那么想诬陷我, 我就干脆把罪名坐实, 直接踹他下水, 免得白受他一阵污蔑。 所以说, 就算不把徐填往水里按, 就算不威胁徐填的丫鬟说出实情, 肖旺叔也能通过后面分隔审讯的方法自证清白。 而他之所以把徐填按进水里折磨那一顿, 只是单纯地为了出一口气。 这就是肖家嫡女的任性脾气。 这就是肖家嫡女的双重手段。 在座众人直到今天, 才算是对这位相府嫡女有了个了解。 心肠狠毒, 肆意妄为, 且心思缜密。 这活脱脱就是第二个肖红。 周围的关家小姐纷纷往边上挪移, 紧让和肖旺叔保持距离, 仿佛这样就能稍微安全一点。 肖旺叔也不在意他们的小动作, 继续和房起罗闲谈。 房起罗的话题转换得很快, 两人就着徐填诬陷的时聊了会之后, 只见房起罗突然指着屏风对面的一名男子, 整个人贴近肖旺叔那边, 低声问着, 听说韩公子之前和陈将军陆将军一样, 也是近身保护宰相姑父的将领, 你仔细瞧过他吗? 肖旺叔顺着他指的方向, 看向屏风对面的男兵席, 目光精准锁定那名正在醍醐饮酒的男子。 韩飞渝, 刑部尚书李故的外甥孙子, 李府的表公子。 李故有一包妹, 那包妹和他的儿子儿媳先后病逝, 留下年幼的韩飞渝。 李故见韩飞渝成为遗孤, 心有不忍, 便将韩飞渝接来自己身边照料教养。 值得一提的是, 刑部尚书李故, 正是肖家长女肖采仪的外公。 早些年的韩飞渝并不风流, 是个这儿八经的武将, 和陈楚、陆续扬他们一样, 贴身保护肖红的安全, 经常出入肖府。 表哥表妹,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堪称一段佳话。 只可惜好景不长, 肖红兵权扩张, 忙于军事, 急需一位亲信入后宫前置皇帝, 监看皇帝的一举一动。 于肖红而言, 还能有什么亲信, 比自己女儿更加可靠。 恰好那时肖采仪年已吉吉, 正当婚配。 肖红的女儿里面, 仅此一位吉吉成人的, 肖红没得选, 肖采仪也没得选。 就这样, 肖采仪入了宫, 成了正宫皇后。 韩飞渝不再贴身保护肖红, 而是被调去京兆府练兵, 护卫京师安宁。 表妹, 你怎么不说话, 看不清人吗? 房起罗把脑袋凑过去, 从肖旺叔的角度去看韩飞渝, 边看边说着, 京师两大风流公子, 我倒觉得韩公子更胜一筹。 肖旺叔回过神, 听到他的话后点了点头, 硬着, 确实是。 韩飞渝, 性情自义不羁。 比起穆云泽那样脾性温和的世家公子, 韩飞渝显然更添一份男儿野性与潇洒, 也更能吸引女子的注意。 认真说起来, 我还从未近身看过那位韩公子。 你那表妹, 他以前贴身保护姑父, 常出入肖府, 你应该近身瞧过的吧? 房起罗问完, 肖旺叔再次点了点头, 道, 确实近身瞧过, 皮相和身形都属上加, 性格也好相处。 早些年的韩飞渝, 还是个很乐于助人的阳光公子, 后面肖采一进宫之后, 他就变得与酒作伴, 风流不期。 省时提酒乐, 醉卧美人稀。 不管清醒还是醉着, 他心里始终装着个求而不得的人。 可悲, 可叹。 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皮相身形都属上加, 嘴里没个正经。 房起罗与其娇称, 抬起手拍了下肖旺叔的肩膀, 眼神却片刻都没从屏风上收回来。 嘴上很正经, 眼神很诚实, 说的就是他这样了。 肖旺叔勾唇倾笑, 反问, 我说的难道不是表姐想听的吗? 房起罗又拍了下他的肩膀, 这次他拍完之后笑了笑, 并没有反驳肖旺叔的话, 只是轻声叹着, 可惜了, 是个多情种, 不然我还真要动心了。 肖旺叔仍旧笑笑, 没说什么, 目光停留在屏风上, 看着屏风上那些模糊攒动的人影。 突然, 屏风上映着的一大团黑影转了个面, 面朝着他, 目光直直地盯着他这边。 盯了半晌, 确认肖旺叔的身份之后, 那黑影又慢吞吞地转过身去, 继续吃菜喝酒。 肖旺叔挑了挑眉, 物字说着, 警惕性这么高的吗? 这位陈楚将军, 平常在府上的时候, 觉得他性子有些沉闷, 甚至闲聊时, 他接话还有些迟钝, 没想到在外这么警惕。 难怪书中陈楚, 这个角色的出场次数极高, 是肖红最常待在身边的一位将军, 其中多少有一部分原因, 在他的武术天赋。 陈楚此人, 性情虽然直了些, 在人情事故上的反应, 手感的敏锐度却极高。 就比如刚才, 他们不过是往他那边多看了几眼, 他就立刻察觉到了他们的视线, 甚至还能回过头精准地锁定视线来源。 这样的感官灵敏度算是一种天赋, 不是谁都有的。 表妹, 你在嘀咕什么呢? 房几罗开口问着, 目光继续在场上搜寻, 小声道, 怎么看不见哥哥了? 真是的, 也不知他跑到哪里去了? 男女席位中间本就有屏风遮挡, 看什么都看不真切。 房怀锦在这么挪动一下位置, 更是直接找不到人了。 肖旺叔跟着他四处看了看, 然后抬手指向角落里的肖浮光, 问着, 阿弟旁边那个, 是怀锦表哥吗? 房启罗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 还真是。 嗨我找了好久, 这个哥哥, 还是表妹你眼神好。 房启罗称怪一句, 随后又道, 浮光表弟在和哥哥聊些什么呢, 我瞧着他们两个聊得好起劲。 还不等肖旺叔搭话, 他又摆了白手, 说着, 算了, 不管他们那些, 我们吃我们的。 肖旺叔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 朝着他笑笑。 认真相处过后, 才知道, 他这位表姐看上去是个清清冷冷的世家小姐, 实际上是个话牢。 房启罗可不管肖旺叔心里再想些什么, 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这时, 不远处的沐晓晓走了过来, 站在肖旺叔身边柔柔的扶身见了个礼, 喊着, 肖四妹妹, 房家姐姐。 肖旺叔抬起头看向她, 连起身都没有起, 穆五小姐。 房启罗出于礼貌, 放下筷子, 起身回了个礼。 我是来找肖四妹妹道歉的。 穆小小直入主题, 我四姐姐挑拨胡周的那些话。 属实是不该。 我心中实在过意不去, 一定要向肖四妹妹正宠道个歉。 看了看周围的人, 穆小小又问道, 肖四妹妹, 可否介意不说话? 哦。 肖旺叔上下打量穆小小一番, 穆五小姐, 我的脾气有多大, 想必你也有所了解。 我现在对所有姓穆的都没什么好感, 你还是别来出我眉头比较好。 生气是假的, 现在不想接触穆书号穆小小这对兄妹是真的。 这对兄妹藏得有些深, 书中许多时候都只写了他们暗中的产业有多庞大, 调用起来有多便捷, 但却因为他们是配角, 所以没有以他们的角度想写过。 等她先暗中查一查, 查得差不多了再说, 过早接触并没有什么好处。 反正她现在与这对兄妹而言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就算她再怎么甩脸子, 他们兄妹也是要闻着权力的味道凑上来的。 果然, 穆小小闻言, 面上浮现落寞之色。 随后她抬起头, 继续认真说着, 好吧, 既然肖四妹妹现在不愿听我说, 那就算了, 等你愿意听了, 我再来找你道歉。 肖旺叔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傲, 随意问了一声, 自视身份目空一切。 那我就不多打搅肖四妹妹和房家姐姐了, 先行告退。 穆小小再次扶身行了个礼。 肖旺叔依旧是那副模样, 焦金地点了点头, 连话都没说。 反倒是房起罗, 看到穆小小那落寞的神色之后, 她有些愚心不忍, 宽慰着, 你姐姐犯下的错事, 说到底与你关系不大。 穆小小有些生硬地扯出一抹笑, 柔声道, 多谢房家姐姐, 我就先回去了。 房起罗朝她点点头。 穆小小走后, 房起罗仍旧有些惋惜, 朝肖旺叔说着, 她若不是生在穆家该有多好, 那性子我还挺喜欢的。 肖旺叔笑了笑, 意味不明地回了句, 是吗? 房起罗没听出什么异样, 诚恳地点了点头, 表示她真的挺喜欢穆小小的性子。 寿宴进行到一半, 今天的寿星顾老太太总算是出场了。 这次顾老太太全程牵紧顾永佳, 完全不敢让顾永佳离开她的视线范围, 可见穆成阳给她造成了多大的阴影。 宴席上, 顾永佳一直朝肖旺叔笑着, 顾老太太也在和房契儿说些道谢和道歉的话。 只见她拉着房契儿的手, 一边谢过肖福光对顾永佳的保护, 一边为顾府那么多仆从都没看顾好肖旺叔而道歉, 已经完全不管旁边的穆夫人是什么表情了。 房契儿的一双儿女实际上都没受什么损失, 见顾老太太有意拉近关系, 她也乐得和顾老太太闲谈, 两人互相客套着。 寿宴后半截进展顺利, 歌舞升平, 宫愁交错, 和前面穆成阳, 徐田造成的那些波折比较起来, 后面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和谐美好。 最后这一场盛宴圆满落幕, 祝寿过后, 宾客散去, 顾府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寿宴结束后, 萧家五口踏着暮色回到乡府。 进府时, 萧红脚步轻快, 满面笑意, 显然刚才在顾府和顾成老太爷聊得很是开怀。 房契儿和他并肩走着, 与他一起分享这片喜悦。 萧平南和萧福光还在闲谈今天寿宴上的事, 讨论萧旺叔被诬陷时那处变不惊的反应。 被讨论的萧旺叔反倒显得一派泰然, 在心里斟酌一会儿要喝些什么萧石汤饮。 宴上菜品有些油腻, 不喝点萧石的东西, 就这么睡下, 怕是会伤胃。 再给旺叔播些护卫过去吧, 他接那话都放出去了, 以后他出门不多带几个人, 你在府里也不安心。 萧红回头看了眼萧旺叔, 朝房契儿开口说着。 房契儿也跟着回头看了看萧旺叔, 笑容略显牵强, 道, 还是夫君为他思虑周全, 我这两日就带他去好好跳一跳。 高门后院规矩多, 公子小姐身边配备的护卫和丫鬟都是有数量规定的。 旺叔平常待在身边伺候的人就已经够多了, 再为他多配几个护卫, 恐怕整座京师城的世家小姐里也只有他才有这待遇, 就连宗室郡主身边配的人都不一定比得上他。 但这又有何用呢? 长则一年,短则半载, 恐怕旺叔就已经不再惊失了。 好了, 累了一天, 都回院些着吧。 萧红抬了抬手, 示意他们四人都各自回院。 而他自己, 则是领着陈楚和陆续扬, 朝书房方向走去。 房契儿四人先后朝他行礼, 目送他离开。 在去书房的路上, 萧红放慢了脚步, 心中颇有些感慨。 戎马半生, 夺权半生。 回过头来看看, 他对自己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儿女, 却极少尽人负之责。 他这几个儿子里, 老二老三生得早, 他对他们的看顾最少。 老二萧平南身上, 最有他年少时那股狠劲, 老三萧定北身上, 最有他征战沙场时的豪气。 在他还未注意时, 他们二人已经长大成人了。 老七萧振熙, 虽然打出生起就身子骨弱, 习不得武, 但小小年纪却稳比上家。 老八萧浮光更是年少聪慧, 稳重自持, 文武皆通, 让他喜爱不已。 这两个儿子是在他眼皮底下长大的, 他看过他们的时间稍微多点, 对他们的性情也更为了解。 至于几个女儿里, 长女萧采仪沉稳端庄, 懂得为他分忧。 他常觉得有愧于这个女儿, 但当时他也确实别无选择。 吴女萧叛安, 又是多病。 他为他取名叛安, 只盼望能将他平安养大, 对他也没有太高的期待。 后面因长女萧采仪在宫中疲于应付, 他还需要有人进宫协助。 恰好那时萧叛安已经急急, 也有想要进宫为妃的心思, 他就跳过了四女萧望书, 顺水推舟让萧叛安入宫了。 虽然萧叛安这个女儿又于情爱, 对皇帝生出了几分真情, 但他多少能在宫里帮萧采仪办些事? 也不是全然无用。 再往下, 就到了六女萧采星。 他与萧采仪一亩同胞, 但出生不久便夭折了, 是他唯一一个夭折的孩子。 这段往事不提也罢。 而在他的这几个儿女里, 现在最让他觉得亲近的, 竟然是四女萧望书。 他之所以觉得这个女儿亲近, 正是因为他, 嚣张跋扈, 心狠手辣, 雷厉风行。 其余几个儿女都只有某些地方像他, 而在这个女儿身上, 他看到了一个更为张扬的自己。 不佑于情爱的老四, 现在倒是渐渐地胆大心细起来, 什么事都敢干, 还能自己把后路留好。 像极了年轻时候的他。 拓拔部落, 虽然忠心于我, 但到底是片风吹日晒之地。 京师水土骄养的女儿家, 去了那里如何适应? 萧红在路边停下脚步, 闻着树上弥散的桂花香。 一时间他很难想象, 这样花香四亿的树木若是移栽到北地, 会是什么模样? 相爷可是在忧心四小姐与拓拔部落的联姻。 随行的陆续阳开口询问, 这个八尺多高的壮汉长了满脸的落腮胡子, 露在外面的眉毛很是杂乱, 粗犷气息扑面而来。 盔甲下包裹着一身健子肉, 颇具武将特征。 陆续阳比陈楚年长六七岁, 追随萧红的时间更是比陈楚早了近十年。 他算是萧红身边的老人了, 才敢这么直白地去接萧红的话。 萧红听到他问起联姻,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点了点头。 拓拔康此次将他最疼爱的小公主都送了过来, 联姻之心承之幼承。 我也有意巩固与拓拔部落的关系, 除了我的嫡女, 还有谁能代表我联姻之城? 陆续阳闻言, 有些惋惜地叹了口气, 觉得像极了相爷。 若她是个男儿身, 必定能为相爷分忧更多。 只可惜了, 四小姐是个女儿身, 又刚好赶上这场拓拔联姻。 若四小姐是个男儿身, 相爷没有合适的亲生女儿也罢。 从萧家旁之里, 选出一位小姐过继到她和夫人名下, 与拓拔联姻也不是不可。 偏偏相爷有个嫡女代嫁归中, 拓拔首领又送来了她最疼爱的小公主, 前来联姻相爷的公子。 这种情况下, 四小姐联姻之事已成定局, 难以更改。 我又何尝不愿她是个男儿身呢? 萧红长叹一口气, 抬首辅过路边桂树上那小巧玲珑的桂花。 金色花朵一粒粒落下, 从她掌心擦过, 留下阵阵甜香。 陈楚站在旁边, 沉默不语, 安静听着他们的谈话, 听他们在短短几句话里, 就为萧旺输定下了未来。 直觉告诉她, 她那样肆意张扬, 机敏睿智的女子, 不该在一纸联姻中就此沉寂。 但李智又告诉她, 在拓拔部落强悍的兵马辅助面前, 她真的极有可能成为那个筹码。 罢了, 走吧。 今年粮食收成一般, 先于部落那边又屡次出兵犯境, 西北边境怕是不太平了。 萧红收回首, 任由枝头那些细碎的桂花从树枝上抖落, 从她衣袖上擦过, 最后坠落地面。 陆续阳跟在她身后, 开口宽慰, 相爷勿忧, 三公子已经带兵去退敌了。 公子骁勇善战, 年前必能击退先于满族。 萧红沉声硬着, 有定北在边关镇守, 这样小规模的犯境确实不用担忧。 陆续阳又问, 相爷的意思是? 萧红思索良久, 道, 我只担忧他们屡次犯境, 是为迷惑我们的视听。 屡次派出一只小兵犯境, 屡次被击退, 这样对先于部落而言,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 先于首领狡诈, 这样反常的举动下, 恐怕还留有后招。 陆续阳想了会儿, 又问, 纳默将传信边关, 让派出去的赤兵仔细探查一番。 萧红点了点头, 只能先如此了, 你去办吧。 五天后, 萧旺叔和营造工匠定下店铺布局, 定下建材种类, 他在这一世界的第一家铺面正式动工。 锦衣门。 萧浮光看着桌上崭新的牌匾, 笑道, 姐姐这新奇的铺名颇有些气势, 在配上父亲的子, 不像是售卖女子衣衫首饰的, 倒像是个金库, 或是假账库。 说完这话, 萧浮光又叹着, 父亲果然还是宠爱姐姐多谢, 我们可没有这么容易要到父亲的墨宝。 父亲提笔书写牌匾, 这牌匾就已经比铺子值钱了。 开始之后, 不知有多少人会看在这牌匾的份上, 去照顾锦衣门的生意。 你又没去要过, 怎知要不到? 萧旺叔开口反问着, 随后又笑道, 凡是第一次, 会依着些。 他这个阿弟呀, 想的还是稍微单纯了些。 他恐怕还不知道, 他和拓拔部落内定的联姻, 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不止次次, 他不管要些什么, 萧红都是会尽量依着他的。 因为, 他快要被送去拓拔平级之地联姻了, 萧红心中有愧。 宰相父亲的愧疚可是个好东西, 趁着现在还能用, 该用则用。 至于最后, 他去不去联姻, 那谁知道呢? 对了姐姐, 原先在铺子里摊钱的那个萧掌柜, 你准备何时处置, 难道还留他到新铺子开市吗? 萧浮光开口问着, 萧旺叔答着, 自然不会, 新铺子开市讲究一个好兆头, 怎么能让他留到那时候, 岂不会气? 那你还让他去监管工匠, 打理铺面翻新的事? 萧浮光继续询问, 见萧旺叔还在慢悠悠地看守试图样, 他继续提醒, 这次翻新铺子, 姐姐你可是下足了本钱, 那么多银子都砸进去了, 要是他一次冲好, 在里面啥点小心眼, 你的银子岂不为了他? 急什么? 萧旺叔慢悠悠地抬起头看向他, 勾唇轻笑, 在萧浮光疑惑的目光中, 只听他继续说着, 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吗? 顺疼摸瓜, 不顺着疼怎么摸到瓜? 不找个足够硬的理由, 堵住悠悠重口。 他怎么好意思, 刚上任就把他外祖母和母亲 用了多年的老家仆给辞退呢? 要是无缘无故地辞退老家仆, 这多招人恨啊。 姐姐最近说话, 真是话里有话的, 和我还要绕弯子。 萧浮光坐在他对面, 双手撑着下巴, 有些不开心地嘟囔着。 萧旺叔笑一加深, 只说着, 给你留个惊喜,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到时候他应该就有钱了, 可以和他这位股东弟弟分第一拨红。 好吧。 萧浮光轻轻撇了撇嘴, 又问, 那姐姐, 你这两天忙着锦衣门的事, 父亲赐你的护卫你去选了吗? 那日顾府复宴回来, 父亲说了, 让母亲再给姐姐拨几名护卫的, 姐姐像是一直忘了去选人。 萧浮梅梢轻挑, 一边挑选服饰图样, 一边说着, 巧了, 杜嬷嬷半个时辰前才来提醒过, 让我五上过后记得去选, 现在你又来提醒一遍。 还不是因为, 姐姐你一心扑在铺子上, 连这事都忘了, 我们才一直提醒你。 萧浮光伸长脖子, 看着脑袋看了眼那些图样, 道, 这些图样是铺子里的绣娘绘的吗? 瞧着不太像。 这些图样, 瞧着比以前的要精细许多, 不像是铺子里那些绣娘能绘制出来的。 萧浮梢随口答着, 要是和铺子里那些绣娘绘的一样, 我还犯得着出高架挖人墙角吗? 姐姐, 你不会把别家铺子的绣娘全挖过来了吧? 萧浮光拿起他挑选出来的那些图样, 开始认真翻看。 这一看才知, 其中差距到底有多大? 光是看着图样就能知道, 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不会差。 全挖过来倒不至于。 萧浮书声音寡淡, 继续说着, 我暂时也没那么多银钱。 如果本钱够多, 谁不想入场集垄断呢? 暂时只招了几位我瞧得上的老秀工, 让他们负责开市后的新品供应。 招兵买马的事急不得, 先一步步来吧。 否则银钱都砸进去了, 没钱周转也不行。 等锦衣门开了张, 虽说有父亲震着, 没人敢在明面上朝我砸石头, 但说不定就有些暗地里屎绊子的。 不能一次把全部筹码砸下去, 手上要留一点底牌。 萧浮书很清楚急功近利的后果, 因为他干过。 嘴巴张得太大, 一口吞不下的时候, 很容易将自己噎死。 姐姐想得倒是还挺长远, 行吧, 母亲既然把这两间铺子的地契都给了你, 这些事都按你的想法来办就好。 萧浮光把手里的图样放回去, 继续道, 不过姐姐, 你也别太累着自己了, 走不过两间铺子, 别把自己压得太狠。 万事开头难, 凡事第一次接触总是容易受挫的。 外面那些商户可不是父亲, 他们心眼子多着呢, 不会因为姐姐第一次经营铺子就谦让他的。 虽然姐姐想得很长远, 但也不一定斗得过那些老狐狸。 萧浮光心里已经把最坏的结果都预想过了, 甚至在思考锦衣门生意惨淡时, 他该如何安慰他姐姐。 萧旺叔对此浑然不知, 点头回应, 阿弟放心,这些小事我还能应付过来。 采两间铺子, 打理起来能有多大难度, 在大能大过总是值高居榜首的上市公司吗? 他现在最难应付的不是铺子, 而是了解这个异世界的律法。 毕竟忤逆权利的金钱, 他是赚不久的。 萧浮光坐在这里聊了许久, 陪萧旺叔用过午膳。 午膳过后, 他回去继续完成课业, 萧旺叔则是带着一春盒书下去了房契儿的院子。 房契儿一见他来, 抬头笑道, 放下你那锦衣门, 出来走动走动了。 萧旺叔直接装聋, 仿佛没听到房契儿在说什么似的, 笑盈盈地走过去, 坐在房契儿身边, 看着房契儿手里绣的香囊。 我瞧母亲, 这香囊绣了好些日子, 绣好又拆, 拆了又绣的, 到底是想绣出什么精识之作? 房契儿笑了笑, 道, 本想给你和浮光都绣个香囊, 让你们姐弟贴身带着。 但许久不拿针线, 这手也生了。 说着, 拿过来翻看一番, 笑道, 母亲这话说的实在让孩儿羞愧, 若这么好看的东西是手生了秀出来的, 那孩儿的女工还能看吗? 你最近这张嘴啊。 房契儿被他逗乐了, 伸出手在他额头上轻轻戳了两下。 萧旺叔抬起手摸着头笑了笑, 陪房契儿聊了会之后才去挑选护卫。 带选的护卫像是菜市场里的大白菜, 整整齐齐站在院子里, 等着萧旺叔挑选。 房契儿为自己女儿准备的护卫, 肯定已经提前筛查过了, 这些护卫都是他能放心给萧旺叔用的人。 萧旺叔不用筛查背景, 挑人的时候还算迅速, 从中选出四名反应较为灵敏的, 再选出四名体格较为健壮的。 挑出这八人之后, 他就没再选了, 回头看向房契儿。 房契儿见他挑好了, 放下手里的茶杯, 在杜嬷嬷的搀扶下从容起身, 救他们了。 房契儿开口问着, 见萧旺叔点了点头, 他便让藏东去拿他们八人的卖身器, 亲自把八张按着红手印的卖身器 交到萧旺叔手上之后, 房契儿看向那八名护卫, 不急不徐地说着, 今日起, 你们八人便是四小姐的人了。 当护卫的规矩你们应该都还记得, 也不必我多说。 若是四小姐出了半点岔子, 你们就提头回来谢罪吧。 那八人心里一击零, 抱拳弯腰, 其声应着, 是。 萧旺叔在一旁翻看那八张卖身器, 记下上面的八个名字。 听房契儿说完, 他才把那些卖身器交给书下收起来, 让一春带那八人去他院子里当职。 而他则是留在房契儿这里, 陪房契儿聊了许久才回去。 在相府内, 萧旺叔多出的八名护卫 对他的生活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只是让他院子里人多起来, 稍微热闹了点而已。 只有出了相府, 他才能感受到这八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经时众多官家小姐里面, 出个门浩浩荡荡带上一群护卫的, 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了。 这压迫感, 天天萧旺叔只带了四个护卫出门, 没有像上次一样带着八个。 但他们走在街上时, 依旧回头率十足。 知道的说他是去看锦衣门翻新的怎样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去谁家砸门找茬。 萧四小姐, 您可算来了。 萧旺叔刚一进门, 工匠就拿着图纸迎了上来, 和他讲着, 四小姐您特地要求的, 这个柜子放置贵重手势, 得用金丝楠木薄板内嵌。 但萧掌柜让我们用一般的举木, 外层七斤就够了。 橙色好的金丝楠木价格不菲, 这一小格柜子所用的宝板, 购买下这一屋子的木器。 但它用在家具上, 确实能呈现出黄金绸缎般的效果。 不求铺子里的木具全都用它打造, 但只要有那么一格柜子金光流转, 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还有这柜台, 四小姐您说要紫檀木的台面, 但萧掌柜说一般檀木就行。 草民们也不知该听谁的了, 只能先来问问您。 工匠继续会抱着。 其实铺面的装潢, 因为人来人往的, 免不了有许多寡蹭, 所以铺面装潢的用料 要比自居的釜底差很多。 一来是因为完全没必要用那么好的, 二来也可以节省出不少开支。 像萧旺叔这样要求偏高的东家, 他们当然更乐意遇到。 要求高用才好价格贵, 他们才有钱赚。 至于那萧掌柜, 用料太抠嗖了。 虽然他私底下答应了他们, 等他们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做完会给十两银子他们。 但那十两能干个什么? 他们要是按照萧旺叔的要求去做, 多赚的可不止十两。 既然如此, 那就没有必要冒着损坏信誉, 甚至摊上牢狱之灾的风险, 去和一个老奴才一起敷衍相府小姐。 而且这些天沟通下来, 他们都有感觉, 这位萧四小姐虽然从没说过 她懂不懂行, 但她提出的每一个要求都极为刁钻, 每一处布局都巧之又巧。 反倒是那的萧掌柜, 懂得不多还总爱在旁边指指点点, 尽出些歪主意, 大家好的样子让人不喜。 虽然他们起初是萧掌柜找来的工匠, 这单生意也是萧掌柜给他们的, 但他们可不敢像那个萧掌柜一样, 把这位萧四小姐当成傻子忽悠。 这些要求真是萧掌柜提的。 萧旺叔反问一句, 思索片刻后又坦承道, 他手上那几千两银子难道嫌少吗? 怎么还对你们提这种要求? 几千两? 那工匠直接近乎出声。 天呐! 用千两来算的银子, 那得是多少啊? 萧旺叔仿佛感受不到他的震惊, 抬起手揉了揉眉心, 说着, 罢了, 你们列个单子上来给我瞧瞧, 把价钱写清楚些, 我去找萧掌柜核对之用。 萧掌柜上了年纪, 别到时候记错了, 把你们的工钱算漏下了。 听到这话, 那工匠更是站不住了, 忙道, 好, 好, 草民这就下去列单子, 有劳四小姐多核对一下。 萧旺叔朝他摆了白手, 吩咐着, 去吧, 还是按我的要求做, 我们商议好的那些无需改动。 是, 那工匠弯着腰退下。 他下去后, 一春在萧旺叔耳边小声埋怨, 小姐, 你瞧那个萧掌柜, 居然敢乱改小姐的东西, 越老越没规矩。 书下也点头认同, 确实是愉悦了些。 不过小姐什么时候给了萧掌柜几千两银子, 不是二百两吗? 而且还派了两名护卫盯着萧掌柜手上的银子。 要是小姐把预算报得这么高, 难免这些工匠不会做得起价, 书下有些不解, 但并未在这时候多问。 他们身后, 四名护卫里, 体格最壮的李塔直接开口问着, 那个萧掌柜该不会私吞了小姐的银子吧? 他旁边的李军连忙用胳膊肘捅了他两下, 没凭没据的话, 别在小姐面前乱说。 他们才到小姐身边当差几天, 那个萧掌柜可是夫人从母家带来的老家仆, 地位上孰轻孰众的, 他这个傻哥哥分不清吗? 一春姑娘和书下姑娘那是小姐身边从小伺候的人, 才敢开口说两句, 他们哪来的资格跟着说啊? 听到自己弟弟的提醒, 再看看萧旺叔那喜怒不明的脸色, 李塔连忙低下头, 道, 属下莽撞, 不该胡言。 萧旺叔语气淡淡地提醒两句, 自己人面前心直口快就罢了, 莫要在外人面前口快。 人多时, 说话前先憋一憋, 不急的话就不要当众说。 李塔确实是莽撞了点, 不过凡事都有利弊, 性子值的人没有那么多心机和算计, 用起来他也放心些。 至于李塔他弟弟, 李军, 有些小聪明, 也知道看场面。 这样的下属, 用起来还算省事。 反正都没什么大错, 暂且用着吧。 谢小姐教会。 李塔抱拳弯腰, 行礼道谢。 这时, 旁边另一名模样俊秀的护卫开口问着, 那, 小姐, 萧掌柜那边要派人去叮嘱两句吗? 萧旺叔看向他, 反问, 叮嘱什么? 张冠叶答着, 叮嘱他按照小姐的吩咐办事就行了, 不要自作主张, 免得他再直接吩咐工匠改动。 萧旺叔笑了笑, 答着, 不用了, 这些工匠都有分寸。 这些工匠其实都惊得很, 他们刚才来找他的时候, 说是不知道该听谁的, 但特地来问他, 不就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态度吗? 谁掏钱就听谁的。 而且更别说, 掏钱的人想在他们手上买的东西更贵, 能让他们赚得更多。 萧掌柜, 又想让马儿跑, 又想让马儿不吃草, 这怎么可能呢? 他做的那些事, 都省得他在中间挑拨挖人了。 这些工匠又不是傻的, 这不就已经站过来了吗? 听萧旺叔说的这么肯定, 张冠叶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他们身边, 另一名体型有些敦式的护卫, 从进了铺子之后, 就开始探头探脑地在里面看, 全程没有参与聊天。 仔细看了许久之后, 他才开口探着, 小姐这铺子的布局真是巧, 打了两圈柜子, 能摆放不少东西, 客人还能从两边走, 走动的地方也大, 走到哪离柜台都近。 这夸赞, 萧旺叔实在受之有愧。 因为锦衣门这样的回字型布局, 是他见过了各式各样的商场店铺之后, 在中等面积的店铺布局里, 挑选出来的购物体验感最舒适的布局。 在此基础上, 他又顺应这个时代人们普遍信仰的风水玄学, 把这个时代推崇的营造方式融入进去, 在进门的地方立起屏风阁挡, 俗称挡煞。 从屏风两旁过, 就进入了后面的珠光耀眼的世界。 都是在些杂书上看来的, 觉得有用便照着书上写的试试, 确实效果不错。 萧旺叔面不改色的编。 他总不能说这是他在另一个世界学到的, 也没法厚着脸皮, 把别人的设计说成他自己想的, 那就只能说是从书上看来的了。 看书, 这对于一个规格小姐来说, 是最合理的解释。 阮复心没有丝毫怀疑, 黯然地低下头, 叹道, 我当时要是多看些书就好了, 现在指不定还在哪做生意呢? 哦? 萧旺叔看向他, 来了兴趣。 小姐有所不知, 咱几个都是家里太穷才出来卖身的, 但复心他不一样。 他是出来做生意, 把自己早些年积攒的家底都亏光了。 他老爹老娘偏心弟弟, 又不愿意帮他, 他才只有来向府迁卖身器当护卫还债。 听到李军的解释, 萧旺叔微微汗手, 表示懂了。 但一旁的李塔还挠着脑袋, 道, 不过我真想不通, 复心你爹娘又不给你钱, 你怎么在刚集贯的年纪就攒了五六十两银子做生意的? 他刚集贯那会儿还在家里耕地, 是乡府的老管家, 刚好到他们村子里招收护卫, 爹娘听说钱多就让他来了。 后面确实, 每个月能领到二两银子。 他耕地几年了, 都没一次见过那么多钱。 之后, 爹娘就让弟弟也来了, 他们兄弟互相也有个照应。 所以他就更想不通了, 其实阮复心家里也穷, 祖辈也都是扛着锄头重地的。 同样是重地, 阮复心他怎么就攒了那么多银子呢? 嗨, 都过了的事, 也没闹出什么名堂来, 没什么可说的, 别担个小姐的时间。 阮复心摆了摆手, 有些不太想提的样子。 这时, 肖旺书笑道, 生意能不能做起来,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在运。 即使选对了行业, 选对了地段, 还要面对天时人和的冲击。 哪怕万事俱备, 失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结局。 失败之后, 真正的考验才正式开始。 你既然选了壮运, 不如就说给我听听, 让我听听你的能耐。 否则, 你今日和成立玉换班, 跟我出来干什么呢? 肖旺书脸上笑意依旧。 他说, 今天只带四人随行, 书下就安排了李塔, 李军, 张官叶, 还有成立玉。 成立玉和阮复心关系不错, 他说自己吃坏了, 肚子来不了, 让阮复心替他的班。 护卫因为身体原因不能职守, 找关系好的代班也是尝试, 书下当时没怀疑太多就答应了。 而他也没有阻拦, 因为他确实很想看看, 他这位新护卫到底想做些什么。 小, 小姐, 阮复心听到肖旺书的话, 头皮一阵发麻, 有些僵硬地把手收回来贴在身侧。 肖旺书玩耳一笑, 用最清缓的语气继续讲着, 生意刚起步就被同行压垮, 欠下一身外债。 父母当年拿了你的钱改善生活, 在你负债后却不愿帮你。 甚至为了躲避催债, 他们还将你逐出家门, 从族谱上滑去。 不得已, 你只能进相府当差, 让那些人暂时不敢动你。 但相府管家最多出面协调, 不负责帮你解决私事。 那些人虽然不敢冲进相府对你怎么样, 但你每个月的月钱还是要拿去还债。 如今省吃俭用, 是不是很不甘心? 肖旺书的话刚刚落下, 在其余人都还没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的时候, 阮复心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 小姐恕罪, 属下再也不敢了。 铺子里的工匠纷纷扭头, 朝他们这边看过来。 肖旺书捋了履衣袖, 开口道, 起来吧, 都随我过来, 别影响工人做事。 六人立刻应下, 是。 肖旺书带着他们到二楼查试之后, 里面的工匠纷纷退下, 离开前还为他们关上了门。 这二楼的灰尘倒没有一楼那么重, 小姐等等, 奴婢擦擦就能做了。 一春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手帕为肖旺书擦干净座椅。 等肖旺书坐下后, 阮复欣又跪在了他面前。 这次肖旺书没再让他起来, 而是直接开口吩咐, 说吧, 仔细说说你有什么能耐。 留在他身边的人, 他向来喜欢查清底细再用。 这些日子里, 在觉得阮复欣的种种行为 有些不合时宜之后, 他就去找管家多问了几句, 也确实问出了点东西。 阮复欣低下头, 快要把头埋进了胸口里, 闷声说着, 属下小时候见县城里 常有人来村里采买农菜和家禽家畜, 给的价钱极低。 但这些东西在县城卖的都很贵, 中间差价极大。 之后, 在12岁那年, 属下就偷偷把自家养了多年的老母鸡捉了一只, 上县城里找到了一户刚添儿子的园外, 把鸡卖给那园外的小妾补身子。 平常那样一只鸡, 卖给那些来村里采买的人, 最多只能卖到200文钱。 但属下不过说了两句好听话, 再说多年的老母鸡捕身最好。 那园外和小妾心情一好, 居然让人给了属下三两银子。 属下用半两银子, 在集市上买了20只小鸡仔带回去, 躲过了爹娘的一阵骂。 爹娘那天开心, 给弟弟烙了面饼, 煮了个鸡蛋, 却没有我的份。 买完鸡仔, 还剩下二两半的银子, 属下便自己攒了起来。 趁着阴雨天, 那些不用做农活的时间, 属下就偷偷在村里收购老母鸡, 再往县城的大户人家家里卖, 从中赚些牙钱。 只要去时给他们家里的管家拎上几包糕点果子, 那些管家以后建厨房需要买鸡, 或者府里哪位主子需要补身的时候, 就会想起属下, 派人来属下手上买。 因为县城采买的人不常来村里, 村民有时候想卖东西也找不到门路。 所以属下去收购的时候, 只说有人愿意买, 他们就直接卖给属下了, 也是图个方便。 那一只鸡,买来时只需二百文钱, 卖出去却能卖到五百文钱起步, 也就是半两银子。 有时碰上富贵人家办喜事, 说两句好听话, 甚至还能卖到二三两银子。 属下就这么卖了小半年的鸡, 攒下了十四两银子。 旁边, 李塔他们几个听得瞠目结舌, 怎么也不敢想象, 这是阮富心十二岁的时候就能干出来的事。 他们在家帮爹娘厨地, 从小厨到二十岁几冠, 那也没见过十四两银子啊。 阮富心这小子, 长得一副敦是憨厚的样, 花点子挺多啊。 小网书单手撑着额头, 听完这段之后似笑非笑, 意味不明地说了句, 继续。 这故事出奇的雷童, 他小时候应该也干过类似的事。 现在他看阮富心的感觉, 就像一个老年版的他, 看到了一个幼年版的他。 实在有趣。 阮富心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只能听命继续道, 后面这是被爹娘发现了。 他们把属下打了一顿, 说属下是个白眼狼, 私吞了那么多银钱, 不知道孝敬父母。 他们在属下屋里一通翻找, 翻出来五两银子之后, 娘就带着弟弟去县城买糕点吃, 买新衣裳穿去了。 当天晚上, 爹从他们那里要了一两银子回来还给属下, 还给了属下两块糕点和一张烙饼, 让属下拿着那一两银子继续在村里买鸡挣钱, 只是挣的钱一定要交给他们。 他说属下年纪小, 自己管不住这么多钱的。 说到这里, 阮富心自嘲地笑了笑, 真是他的好爹好娘。 不是。 富心, 你还真听了呀。 李塔已经开始替他生气了。 李军在一旁凉嗖嗖地提醒着, 哥, 他那会儿就十二三岁, 不听能怎么办。 十二三岁的孩子, 有多少敢忤逆父母的话的? 阮富心点点头, 说着, 确实, 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 还是怕被爹娘赶出家门, 他们能找到多少钱我就给了他们多少。 至于他们找不到的, 我就自己攒着了, 不然都是我弟的。 义春忍不住开口问着, 真是稀奇。 同样是儿子, 你们那边怎么这么偏心啊? 阮富心想了想, 答着, 我们那边几个村子都是这样, 因为父母年老后, 妖儿的身体是最年少健壮的。 所以, 父母都要跟着妖儿生活, 靠妖儿养老。 村里的人对最小的一个儿子是最好的, 其余儿女都要让着那个弟弟。 张冠叶回想一下, 也点头硬鹤, 在京郊往南, 邻居的一些偏僻村庄里, 确实有这种习俗。 这习俗也太神刀了, 听了真气人, 一春满事不悦。 阮富心再次自嘲地笑笑, 说着, 我还算是好的, 还没娶妻。 上面三个哥哥娶妻时, 爹娘根本没给彩礼, 全是三个哥哥在外给人做苦公正的。 到了新嫂嫂进门时, 娘还在惦记人家嫁妆, 想用三个嫂嫂的嫁妆给弟弟弃一间装瓦房。 最后还是嫂嫂们闹起来, 说要告关, 要去衙门, 娘才歇了心思。 后面几个哥哥嫂嫂就闹着要分家, 分出去之后, 他们被爹娘和村里人戳着几辆鼓骂了好几年。 二嫂还因此投河自尽了, 留下二哥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 最后二哥带着孩子搬了家, 不知去了哪里。 闹出人命之后, 衙门的人也来查过。 因为二嫂是投河自尽, 也不是什么冤杀案, 那些官吏只能把李正斥责了几句。 衙门的人走后, 李正大发脾气。 从那之后, 村里人说话就收敛了许多, 娘也不敢像以前那么指着嫂嫂们的鼻子骂了。 张冠叶摇了摇头, 叹道, 这习俗我也只是听说过, 没想到这么阿渣。 肖旺叔的指尖在座椅扶手上倾扣两下, 提醒着, 好了, 继续讲吧, 之后呢? 阮复欣回过神来, 继续讲着, 之后见村里的老母鸡没剩多少了, 我就从邻村收购了些, 还和周边几座村子的村民谈得不错, 让他们有家禽家畜要卖的时候都来找我。 至于我们村里, 往周边县城的大户人家或者酒楼里卖。 在那两年时间里, 我陆陆续续攒下了近两百两银子, 准备去县城里面安家, 盘下一座宅院用来囤放货物, 再买辆马车, 雇几名劳工, 以后转卖东西也方便些。 但没想到我那弟弟沾染了毒银, 欠下了一百两银子的赌债。 赌庄的庄家派人查到家里, 说还不上钱就要剁了他的双手双腿。 我爹娘又哭又喊, 逼我去找县城里那些大户人家讨要点钱来救急, 要是我不去, 他们就自己去。 万一他们真去那些园外府上这么一闹, 我的名声会臭, 生意也不必再继续做下去了。 最后没办法, 我只能先硬下, 然后去钱庄偷偷取了一百两银子出来, 说是找一个酒楼东家借来的。 给弟弟还了赌债之后, 爹娘对我总算是有些愧疚了, 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没再找我拿钱, 还愿意听我的话去管教弟弟。 我也总算是清静了一段时间, 安心做我的事。 听完这一段, 李塔直接震惊。 所以你十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挣了差不多二百两银子, 还是在你爹娘一直从你那抢钱的情况下? 李塔此刻才知道, 他对阮复心的吸钱能力一无所知。 张冠叶也问着, 那你怎么后面还越赚越少了? 甚至还欠了一屁股债, 到现在都没还清。 阮复心民谨纯, 半赏后, 道, 我弟后面又溜进了赌场, 输了钱怕被报复, 就私下去找我说的那个酒楼东家借钱去了。 前妹借道, 但他知道我上次说了谎, 我手上还有余钱, 所以他又和爹娘说了。 爹娘见我长大许多, 也不敢再打我了。 但他们还是骂我白眼狼, 骂我有钱之后还防备着他们, 骂我没良心, 让我给我弟把赌债还了。 我那时才真的知道, 摊上这种爹娘, 必须得分家。 不管我多么孝顺, 他们都是不会改的, 还会一直拖累我。 所以我就以我弟的赌债为要挟, 让爹娘同意分家, 我出去自立门户。 为了我弟那条命, 他们再怎么不愿也还是同意了, 但是要求我分家以后, 必须每个月给家里五两银子赡养他们。 五两银子? 怎么不去抢啊? 李塔简直被这狮子大开口给震撼到了, 这得是什么爹娘, 才能把亲儿子宰得这么狠啊? 要知道, 他和他弟弟在乡府当差, 一个月二两银子的工钱, 放眼繁华精师都不算低了。 他们兄弟俩加起来, 一个月不吃不喝也就四两银子。 阮父心他爹娘居然让他每个月上交五两银子, 给他们老两口养老。 什么村里的老人, 每个月需要五两银子养老啊? 这老养的, 乡金了还是欠玉了呀。 因为他们想在县城给我地盘的宅子下来, 以后等他们老了, 就能跟着我弟住上好的。 他们还想在牙行买两个丫鬟婆子伺候, 再给我弟娶个媳妇, 生几个孙子, 享受一下当老太爷老太太的感觉。 被我养了太久, 他们早就不会种地了, 家里那几亩地也租给了其余村民。 租金每月二百文钱, 并不算高。 他们想要钱, 只能从我身上榨取。 而我当时也确实急着摆脱他们, 牙一咬就答应了。 阮父心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那个时候, 虽然他做出这个决定很艰难, 但是这个决定绝对是对的。 这样的父母弟弟就是拖累, 拖着他往下沉。 肖旺叔做的端正, 只肩在座椅扶手上倾扣, 淡然道, 继续。 是。 阮父心应了一声, 继续跪在地上讲述, 分家之后, 我给予稳定生意, 就直接拿着手里所剩不多的几十两银子盘下了一间铺子。 县城铺子的卖价不低, 盘下铺子之后, 本来我手上的余钱就不是很多了。 但当时又到了年尾, 是收获的好时候, 也是大赚一笔的好时候。 我身边人手不够, 只好又去雇了两名工人。 但我没想到, 我赚到钱之后惹了不少人眼红, 当时附近县城里已经有很多人学着我的法子赚钱了, 甚至他们给的价格更低。 原先和我长期交易的那些东家, 在对方的低价诱惑下已经有所动摇。 恰在那时, 我弟又欠下了一笔赌债。 我实在没有余钱帮他还债, 他就真的去把我以前那些东家全部借了个遍, 借得人家都不耐烦地派人到我这里提醒了。 赌庄的庄主收了我那些同行的钱, 对我弟步步紧逼。 我弟走投无路, 最后, 他帮着我那些同行, 在我长期交易的东家面前诋毁我, 说我对家中老父老母不管不问, 还报官让衙门的人来捉我去府衙查问。 我进衙门受审耽搁了几天, 等我出来之后, 已经有人占了我的市场。 而我收来的那些货囤积在库里, 哪怕我不赚钱, 按收购的价格去卖, 结果也是放到烂了都没能卖出去。 村民们和我交易多年, 难得对我有几分信任, 愿意先交货后给钱。 但这批货没有收到钱, 这份信任也很快崩塌, 几个村的村民一起上门讨债, 完全不给我回转的机会。 就这样, 我被逼着把铺子卖了, 债也没还完。 我爹娘和弟弟一听我欠了村民那么多钱, 立马就把我扫地出门, 还叫了李正他们到祖辞里作为见证, 当众把我从族谱上除名。 我现在无父无母无亲族, 还欠着四十五两银子的债, 哪怕省吃俭用, 也还要再还两年。 说到最后, 阮复欣又笑了笑, 现在除了自嘲的笑笑, 他也不知道他还能摆出什么表情了。 你这, 李军张了张嘴, 最后不知道能说什么, 只好上去拍了拍阮复欣的肩膀。 肖旺叔看向跪在他面前的阮复欣, 问着, 所以你不甘心再浪费两年光阴, 也不甘心就此当一辈子护卫, 于是想在我这里寻找一丝转机。 阮复欣扣手道, 是, 属下却有私心, 想要在小姐面前多露露脸, 争取一个替小姐打理铺子的机会, 得到更多赏赐, 他现在还年轻, 才二十多岁, 一切皆有可能。 等他上了年纪之后, 就不知道还有没有现在这样的拼劲了。 肖旺叔轻浅一笑, 又问, 那你从上一场的失败里面, 总结出什么教训了吗? 阮复欣一愣, 然后想了想, 道, 属下不该操之过急, 在自己手上没有一点周转银钱的情况下, 还囤积那么多货物。 肖旺叔神色淡淡, 继续问着, 还有呢? 阮复欣又想了会儿, 继续答道, 不该在那些所谓的亲情面前退让, 不该畏手畏脚, 早该, 寻个一老永逸的法子, 当断则断。 世上能有什么法子, 配备称为一老永逸呢? 无外乎那些见不得光的瞻邪手段。 肖旺叔笑了笑, 又问, 还有呢? 阮复欣皱起眉头仔细想了想, 实在是不知肖旺叔究竟想听到什么回答, 只好匍匐在肖旺叔脚边, 道, 属下不知, 请小姐赐教。 赐教谈不上, 你我都是探路人。 肖旺叔师诗然起身, 在阮复欣周围缓慢踱步。 道, 其实我并不觉得你最后一波有多激进, 如果是我, 或许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做生意就是一场豪赌, 谁也撂不到输赢。 最后那一波, 若你能稳住那场交易, 那么, 在那些同行刚入行时, 你就能将他们压垮。 只要你能稳住你的买家, 稳住客源, 他们就会在刚入场时面临货物没有销路的困境。 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撑他们, 那他们就是自寻死路。 除了低价转售回本之外, 那种困境下难有更好的办法。 而你的货只要能出手, 拿到钱后, 你就能低价收购那些同行的货, 再进行转卖。 到那时, 那片市场将会是你的天下。 肖旺叔夺着步, 在软腹心惊疑的注视下, 声音寡淡, 不疾不徐地继续说着, 四年时间, 还债压垮了你的身体, 复仇蚕食了你的理智。 但年少能赚满桶金的成就, 让你依旧傲慢。 以至于这四年时间里, 你复盘那么久, 当年发生的一切记得那么清晰, 历历在目, 你却还没找到你最大的疏漏。 你刚才让我赐教, 但你真的服我的赐教吗? 未必吧, 阮东家。 阮腹心瞳孔骤然紧缩, 迟一半赏后, 他才又扣手扑扶, 额头贴在地面上, 道, 属下, 恳请小姐赐教。 肖旺叔停下脚步, 低谋看他一眼。 你奢账, 奢错了对象。 你太重视你在买家面前的颜面了, 但颜面这种东西, 从来都不是这样维护的。 你不该往下奢账, 村民靠着这点卖货的钱维持生计, 任你和他们合作再多年, 他们都不会愿意把钱奢给你。 你最不该欠的, 就是他们的钱。 只要你给钱给迟了, 他们一定会闹起来, 局面必然难以控制。 拖欠村民的钱, 实属下下之策。 除非到了逼不得已的时候, 产业濒临破败的时候, 否则不要向下拖欠, 这样会乱了人心。 小姐的意思是? 阮复心仰起头, 看向肖旺叔。 肖旺叔垂眸逆他一眼, 神色淡淡, 道, 你大可以网上奢, 去找你那些大买家, 先收钱, 后给货。 什么? 阮复心一愣, 又问着, 这他们如何愿意? 这么做的话, 万一做不好, 就会把维持了许久的客人 推到我的对手那边去。 怎么会? 有头有脸的客人, 他们更希望拥有不同的待遇。 就像钱庄里, 你看那些存钱多的附身, 他们出入钱庄, 所受的待遇都是不一样的。 他们把钱往钱庄里存, 你可见过他们有丝毫不愿。 同理, 你让买家把钱存在你这里, 给他们最高领域, 给他们应有的折价。 你人在, 铺子在,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他们为何不愿? 只要你的货好, 态度好, 价格合适, 他们在你这里买成习惯之后, 你又何须担心留不住他们? 与他们而言, 在换新人合作, 费时又费力。 既然如此, 不如就悬你了。 即使你出了什么意外, 这钱仍就可以先挪用过去, 周转完了再挪回来, 一时间, 他们应该也不会频繁消费掉那么多钱吧? 哪怕最后你真的周转不过来了, 他们的钱压在你这里, 他们不仅不会弃你而去, 反而还会尽力帮你, 因为这也是在帮他们, 保住他们自己的钱, 你觉得呢? 听完肖旺书这番话, 阮复心直接睁大了眼, 仿佛脑袋里有一团迷雾被剥开, 瞬间通透了许多。 这时, 肖旺书还在继续说着, 总之, 你可以用别人急需的东西去控制它, 但不要去奢别人急需的东西。 于村民而言, 那些农货钱是他们的米面钱, 糊口钱, 你迟还一天都容易出事, 你迟还一天, 他们都提心吊胆。 为了拿回这笔钱, 他们可以不顾颜面, 不顾与你的交情, 不顾你们合作多次的信任, 逼着你尽快还钱, 尤其是在你没有任何强大背景支撑的前提下。 因为这笔钱对他们而言太重要。 但与你那些附身买家而言, 那些买货钱没有那么急缺, 是可以奢一奢的。 软傅心听完, 沉思良久, 闷声道, 属下愉悦, 妄想替小姐分忧, 妄想打理小姐的铺子, 请小姐恕罪。 他开始只觉得, 以他的能力, 打点两件衣衫首饰的铺子, 应该绰绰有余。 现在他觉得, 肖旺书的铺子, 不是他插得上手的。 他还是先老老实实当他的护卫, 还完诈后再另谋他路吧, 不必自取其辱了。 都是商人, 他很清楚, 用人也是一个价值的交换。 他的经商价值, 肖旺书并不需要, 他好像只需要几个护卫, 保护他的安全就够了。 恕罪谈不上, 我向来欣赏敢于伸手抓机遇的人。 商机就是一场倾盆之堵, 他属于赶出手的人。 肖旺书说着, 看了眼软傅心, 开口吩咐, 起来吧, 我的银钱去向汇报给你。 整垮肖掌柜, 你就是锦衣门的新掌柜。 江吉, 胡天, 他新收的八名护卫之二。 他们两人负责监视 肖掌柜手上的银钱去向, 这么多天过去, 那些银子已经去了花楼九四和钱庄。 从这批钱的去向里, 他也找到了以前那些钱的去向。 差不多是时候收网了。 阮傅心猛地抬起头, 小姐, 你的野心不止于那座县城, 我的野心也不止于这锦衣门。 你需要一块踏板往上爬, 我需要一个得力手下替我分担。 肖旺叔说得清楚, 阮傅心也听得明白。 只要他有能力替他分担, 他愿做他的踏板, 拖着他往上爬。 属下谢小姐提携之恩。 起来吧。 肖旺叔看向他, 继续叮嘱, 事情做漂亮点, 别让房家的老家仆寒心。 一定要拿出铁的证据, 证明肖掌柜挪用了工账上的钱。 先让他人心尽失, 利于劣势, 再剔除就容易得多。 阮傅心从地上站起来, 抱拳弯腰, 硬下, 是。 咚咚, 茶室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肖旺叔坐回椅子上, 阮傅心站回护卫队伍里。 一春转头看了眼肖旺叔, 在肖旺叔的事宜下走过去开门。 门外, 肖掌柜脸上愚怒未消, 皮笑肉不笑地站在门口。 那些工匠则是跟在他身后, 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最后都把目光投向了屋里的肖旺叔。 肖掌柜站在门外深吸一口气, 然后进门, 看向肖旺叔, 一副被人背叛抛弃的语气, 问着, 小姐可是觉得老奴这几十年在铺子里做得不行。 还不等肖旺叔开口, 他又自顾自地说着, 小姐若是觉得老奴上了年纪, 不忠用了, 把老奴扔到庄子上也就是了, 何必又让这些工匠列个单子来找老奴核对账目。 肖旺叔单手撑着额头, 饶有兴致地看向他。 老奴为房家勤勤恳恳大半辈子, 现在老了, 确实有些不忠用了, 但小姐你也不用这么怀疑老奴。 让外边的人来找老奴对账, 小姐你让老奴这张老脸往哪割哟? 老奴还有什么脸去见当年一起在房府共事的那些老友? 老奴终心房家几十年, 先追随房老太太, 又追随夫人。 实在没想到, 人里了跟了小姐, 反遭小姐猜疑。 小姐若是真怀疑老奴, 老奴现在就一头撞死在小姐面前, 也算是死前留了个清白名声, 让老太太和夫人知晓, 老奴绝无一心。 小掌柜说着, 做事要往墙上撞去。 他身后那些工匠纷纷去拦。 他们也没想到, 这小掌柜平时都不怎么来监工的, 偶尔过来也是胡乱指挥一番, 出些偷工减料的搜主意之后就走了。 没想到今天他们在整理账单, 恰好这小掌柜就来了, 还恰好把他们撞个正着。 小掌柜, 您冷静点, 冷静点。 四小姐就是想捋一捋铺子的开支用度, 没有要怀疑您的意思, 您别误会啊。 为首的工匠违心地开口劝着, 其余工匠纷纷附和。 但小掌柜还是一副要以死证明清白的样子, 大声道, 你们都别拦我。 我这一把岁数的人, 临走了还惹得小姐怀疑, 都是我的不是。 这哪能不拦呢? 那些工匠即使心里不想拦, 但这都快闹出人命了, 那他们也得拦几下, 劝两句一丝一丝啊。 肖旺叔看他们乱成一团, 勾唇笑了笑, 抬起手指了指旁边, 提醒着, 这墙还未气劳实, 肖掌柜别撞。 撞那边, 那柱子结实些。 原本想还几天, 让阮复心去慢慢处理的。 但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听到肖旺叔的话, 正要悲愤撞墙的肖掌柜直接愣住。 旁边劝阻的众多工匠也直接愣住。 一春只差一点就笑出了声。 张冠叶, 你去把江吉和胡天找过来, 让他们两个带上该带的东西。 肖旺叔继续吩咐, 张冠叶立刻抱拳应下, 是。 见张冠叶大步离开, 肖掌柜下意识地觉得不对劲了。 这时, 只见肖旺叔回头看了阮复心一眼, 阮复心稍一愣神, 随即反应过来, 朝那些工匠吩咐, 你们随我下去, 继续核算装潢开支。 那些工匠看了看阮复心, 再看了看肖旺叔, 果断松开了寻死觅活的肖掌柜, 纷纷应下, 是, 是。 肖掌柜冷静点了吗? 如果冷静下来了, 就安静坐着, 别吵吵嚷嚷的。 我最近脾气不太好, 听不得有人在我耳边锅躁。 肖旺叔接过书下端来的茶杯。 肖掌柜文言, 直接抬起手顺着胸口, 胸口处剧烈起伏。 肖旺叔抬头扫了一眼, 道, 李军, 扶肖掌柜坐下, 别一会儿倒地上砸坏了楼板。 李军立马硬下, 走到那肖掌柜身边, 按着他坐在板凳上。 肖掌柜挣扎了两下, 实在挣扎不开, 只能恼怒质问, 四小姐究竟何意? 老奴为了老太太和夫人辛勤大半辈子,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若是老奴哪里做得不好, 小姐只管去向老太太和夫人说, 何苦这般羞辱老奴。 听到这话, 肖旺叔笑了笑, 叹道, 好一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外祖母和母亲难道没给你功钱吗? 拿钱干活, 天经地义, 为何你说的像是给我们打白工一样? 肖掌柜一时语色, 只听肖旺叔倾笑两声, 悠悠道, 何况肖掌柜拿钱干活, 似乎这钱拿得有点多了。 我的人派出去查了好些天, 才总算查出个数目来。 之所以查了好些天, 这其中确实有他护卫能力不足的原因, 但这位肖掌柜贪的多也是不争的事实。 听完这话, 肖掌柜坐在板凳上, 腿不停颤抖。 肖旺叔没再多说, 端起茶杯继续喝茶。 在张冠叶去找江吉和胡天的这大半个时辰里, 锦衣门的工匠紧赶慢赶, 终于一起算出了装潢开支, 交给阮复新上楼清算。 同时, 肖掌柜带来的仆从见识不对, 连忙去请了与肖掌柜交好的其余掌柜。 那些掌柜都是跟了房老太太许多年的人, 现在大多数都跟着房气。 一听肖掌柜的仆从说, 肖旺叔要对他们这些房家的老家仆大开杀戒, 那些掌柜立马涌去了乡府, 找房气儿讨个说法。 在亲生女儿和家仆之间, 房气儿会选谁毫无疑问。 那些掌柜连房气儿的人都没有见到, 自然也没能闹起来。 房气儿的奶娘杜嬷嬷, 陪着他们一起到锦衣门查看情况, 路上解释着, 夫人和相爷有要事相伤, 令老奴随各位去瞧瞧。 杜嬷嬷, 那可是房气儿的奶娘。 年轻时伺候在房老太太身边, 房气儿出生后便照料房气儿, 直到今天。 家仆的事再大, 说到底也是奴仆的事, 犯不着让房气儿亲自出面。 他肯派出杜嬷嬷前去看看, 已经给足了他们面子。 听到杜嬷嬷的解释, 那些掌柜也不敢有什么话说, 连连应试。 众人到了锦衣门, 义春仿佛早有预料。 笑眯眯地站在门口看向他们。 杜嬷嬷, 慧秋姐姐, 小姐早猜到你们要来, 让奴婢在这儿吼着你们。 说完, 义春看向杜嬷嬷和慧秋深厚那些掌柜, 继续道, 各位掌柜也上去吧, 小姐厚了多时了。 那些掌柜心头一灵, 这和他们想象的兴师问罪的场面好像不太一样。 杜嬷嬷脸上还是那副笑容, 说明来意, 听几位掌柜说小姐在大整铺子, 夫人让老奴跟着来瞧瞧。 义春立马笑道, 小姐猜到了, 他说几位掌柜被肖掌柜蒙蔽, 必然要请夫人来为肖掌柜主持公道。 夫人戒日忙, 能替夫人出面的人不多, 嬷嬷您是顶头的。 听到这话, 杜嬷嬷脸上的笑容更和蔼了几分。 小姐办事, 想来自有她的道理。 老奴就是陪几位掌柜过来瞧瞧, 看看肖掌柜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奴婢明白。 义春点了点头, 侧身抬手, 道, 嬷嬷, 慧秋姐姐, 各位掌柜, 楼上请。 杜嬷嬷和慧秋也朝他点了点头, 带着他们身后那些掌柜进门上楼。 他们到二楼查试时, 刚推开门, 只觉得气氛一片凝固。 那肖掌柜跪在地上抖入筛糠, 早就没了来时的气势。 原来几千两都是我低估肖掌柜了, 一万三千多两银子, 相辅上下近两年的开支。 肖掌柜, 胃口不小啊。 肖望书和上手里的册子, 抬头看向刚进门的杜嬷嬷一行人, 清浅的笑容里透着阵阵寒意。 老奴见过小姐。 奴婢见过小姐。 杜嬷嬷和慧秋一起行礼。 他们身后那些掌柜也连忙弯腰, 行礼道, 老奴见过小姐。 起吧。 肖望书朝他们抬了抬手, 又道, 嬷嬷坐。 杜嬷嬷既是长辈, 又是替房契来主事的, 怎么能站着? 老奴谢过小姐。 杜嬷嬷起身, 坐在李军端来的板凳上。 肖望书把手里的册子递出去, 道, 嬷嬷自己看吧, 各位掌柜等会儿也都看看, 千万别说我冤枉了谁。 铁正如山, 由不得谁拿什么功劳苦劳说事。 书下上前接过肖望书手里的册子, 转递给杜嬷嬷。 杜嬷嬷原先和房契一样, 对那些掌柜的话半信半疑的, 不知道肖望书今天究竟在铺子里干了些什么。 但现在, 看完这本册子, 他什么都清楚了。 萧图啊萧图, 你枉费老太太和夫人的信任, 你该死啊。 杜嬷嬷羽气愤, 气得大口喘气。 旁边站着的慧秋连忙弯下腰, 抬手顺着他胸口的气。 嬷嬷萧萧火, 别气着自己的身子。 肖望书云淡风轻地劝了一句, 朝书下抬了抬手。 书下立刻会议, 上前拿走了杜嬷嬷手里的册子, 交给后面那些掌柜传阅。 那些掌柜看到册子上的内容, 顿时闭紧了嘴。 现在就算看着萧掌柜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他们也什么话都不敢再说。 也已经完全没话可说了。 这,小姐, 萧掌柜他, 许氏, 许氏一时糊涂, 还望小姐看在他为了老太太和夫人劳苦一生的份上, 从宽处理。 人群里, 一名和萧掌柜年纪差不多的掌柜, 开口说着。 萧旺叔看向他, 笑问一句, 王掌柜对劳苦一生这四个字是有什么误解吗? 还不等那王掌柜答话, 他又问, 外祖母和母亲每月给他发放五两银子的工钱, 在此基础上, 他还从铺子里探墨了万两银子有余, 日子过得富得流油。 王掌柜, 你管这叫劳苦一生? 那王掌柜被问得哑口无言。 还是说, 王掌柜, 你真的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劳苦? 萧旺叔问的意味不明。 那这位王掌柜的日子过得该有多舒适啊? 老奴不敢。 王掌柜心头一领, 连忙解释, 老奴只是与萧掌柜共事多年, 于心不忍, 急于为他求情才失言妄语, 请小姐宽恕。 生意场上, 急着说话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萧旺叔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继续道, 既然王掌柜与萧掌柜感情深厚, 那依王掌柜看, 此事该如何从宽处理呢? 这么一块烫手山芋直接抛到他手里, 王掌柜接也不是, 不接也不是。 老奴不敢妄言, 我等都是夫人小姐的家仆, 如今萧掌柜犯下此等大错, 理应交由夫人小姐处置。 王掌柜说的规矩, 但他这话里话外, 处处是夫人小姐。 夫人在前, 小姐在后。 他们说到底是房府的老人, 未扑多年, 也都把自己当成半个主子了, 觉得萧旺叔无权处置他们, 怎么也得让房契儿来处置? 要是房契儿的处置, 他们不满意, 只不定还想闹到房老太太那儿去。 杜嬷嬷一听王掌柜这话, 脸上的笑顿时冷了两分, 道, 夫人竟然把两间铺子都交给了小姐, 小姐处置就是了。 此等大错, 有小姐怎么处置都是该的, 还需惊动夫人和相爷吗? 这些个主仆不分, 以下饭上的东西, 害得他这副老骨头, 还要跟着他们跑来跑去。 小姐纵使把他们打杀了, 又如何? 小姐是小姐, 奴才是奴才? 一群放纵惯了的东西, 已经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了吗? 杜嬷嬷的话, 不只让王掌柜又气又怨, 也让跪在地上的肖掌柜心慌不已。 此事要是全权交由肖旺叔处理, 以肖旺叔此女的心性, 还不得把他当众仗毙了呀。 肖掌柜正想着, 只听肖旺叔叹了口气, 悠悠开口, 罢了, 嬷嬷, 肖掌柜确实为外祖母和母亲效力多年。 杜嬷嬷一愣, 问着, 小姐的意思是, 册上的东西, 让肖掌柜轻点一下。 三日之内, 交还锦衣门处理。 肖旺叔说得随意。 杜嬷嬷又追问一句, 锦是归还。 否则要是报官严查, 府衙查出更多东西, 那在座各位有几人能逃过, 外祖母又该有多难过。 肖旺叔说着, 似笑非笑地扫了眼那些掌柜。 那些掌柜齐齐低下头, 不敢接话。 肖旺叔笑了笑, 继续说着, 自行交还吧。 我看过的账册 不只是这两间铺子的, 其余铺子差了多少, 我心中也大概有数。 相信各位掌柜 都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 毕竟你们都是牵过卖身器的。 发生这种事情, 即使母亲将你们打杀了, 官府一无权过问。 此事, 看在外祖母的面上, 看在你们确实 为房价效力多年的份上, 给你们三日时间。 三日之内, 把该交的东西交到锦衣门, 不至于惊动官府。 那些东西, 我清点之后会归还母亲。 母亲向来比我仁慈, 都是他用了有些年的老人了, 只要各位将东西如树奉还, 他未必会严惩。 若是有谁还敢在里面搅和浑水, 中饱私囊, 那就别怪我们母女 不念多年主仆情义。 这种话题, 即使肖旺叔挑明了说, 也没人敢接他的话啊。 肖旺叔也不指望他们接话, 继续讲着, 你们现在还是母亲的人, 我也无权命令。 这样, 锦衣门等你们三日, 交与不交都随你们, 后果也由你们自行承担, 回去吧。 最后三个字刚一落下, 请礼告退,逃命似的离开了锦衣门。 早知这样, 今日他们都不该过来走这一趟。 那些掌柜离开之后, 肖旺叔看向低了一地冷汗的肖掌柜, 声音寡淡, 继续吩咐, 肖掌柜也回去吧, 记住, 这两间铺子现在的主人是我, 而我的脾性不似母亲那么温婉。 你只有三日时间, 三日之内如数归还, 我可以看在母亲和外祖母的面上饶你一命, 仅辞退你, 以示惩戒。 若是余期不还, 肖掌柜, 到时候这件事就不是这么简单能够结束的了。 仅仅归还贪去的财物就能保住一条命, 肖掌柜此刻已经无法形容他心中的大起大落, 连忙磕头道, 是, 是。 磕完头后, 他抬头见肖旺叔朝他摆了白手, 立马起身, 马里的弯着腰退下了。 他退下之后, 一春仙忍不住了, 问着, 小姐, 就这样放过他了吗? 肖旺叔缓缓勾起嘴角, 叹道, 都还回来了, 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就算了吧, 也算是全了外祖母和他们的主仆情分。 一旁的杜嬷嬷摇了摇头, 常态一口气, 心中感慨万千, 最后尽数化为一句, 小姐还是心善啊。 此等雕奴, 除之何妨? 老太太知道之后纵使心中悲愤, 但也绝不会说小姐半句不适。 如今小姐就这么把人放了, 未免太便宜她。 嬷嬷, 如今首要的是将钱财收回来。 母亲名下还有那么多铺子都开着, 一时间也找不到那么多有经验的人来接管。 若他们真把钱财如数交还, 就暂且用着吧。 等母亲来日真的准备清算, 再换人也不迟。 肖旺叔显得一派清闲, 还能反过来劝慰杜嬷嬷。 小姐说的也是, 杜嬷嬷点了点头。 肖旺叔在看向阮复心, 吩咐着, 你去看看铺子里的账。 有些官商家的夫人小姐想攀附母亲时, 来走过肖掌柜的门路, 大概交了钱还没走通。 照着规矩, 给他们都备一份礼送去, 把小掌柜探末的事情讲给他们听, 再感谢他们以前对铺子的大力支持。 阮复心低眉脸眸, 脑中稍一思索, 已经差不多捋清了事情原委和肖旺叔的用意, 应下, 属下明白。 见阮复心躬身退下, 杜嬷嬷也起身, 道, 既然小姐这边的事情已经处理完, 老奴就回府向夫人复命了, 省得夫人担忧。 肖旺叔点点头, 施施然起身, 抬手道, 书下, 送送嬷嬷。 书下走出来, 扶身应下, 是。 回到乡府后, 杜嬷嬷很快就将锦衣门发声的一切讲给房庆儿听。 恰好这会儿, 萧红和萧平南谈完事, 来陪房庆儿用个晚膳, 两人坐在房庆儿这里听了个热闹。 房庆儿乍一听萧掌柜的事, 面上染上一层寒霜, 问着, 府外那么多铺子, 若是独胎一人摊墨, 那他怎么捂得住? 那些个老东西, 怕是没有一个干净的。 捂得真是岩石啊, 瞒了他这么久。 夫人说的是, 小姐已经下了令, 勒令他们三日内归还贪末之财。 若是三日不还, 再另行严查。 杜嬷嬷继续说着, 房庆儿的手在桌角轻轻拍了拍, 斟酌道, 也好, 否则一时间人都撤下去了, 也不大好办。 杜嬷嬷忙道, 是, 是, 夫人和小姐真是想到一块去了, 刚才小姐也是这么和老奴说的。 这时, 肖浮光正好走过来, 先是朝着守在门口的陈楚和陆续阳, 微微弯腰, 拱手见礼。 陈楚和陆续阳看向他, 抱拳回礼, 然后扭头继续目不斜视地守在门外。 一左一右, 像极了两尊门神。 肖浮光进门后, 看着满屋子的人, 略带惊讶地, 再次拱手行礼。 父亲, 母亲, 二哥。 肖红看向他, 点头奔了一声。 肖平男也看向肖浮光, 都能遇上。 肖浮光也笑了笑, 起身搭话, 二哥这是说的哪里话, 你要忙宫事, 要为父亲分忧, 不像我年纪小这么清闲。 你这张嘴啊。 肖平男笑着摇了摇头, 两人一副兄弟仁爱的模样。 房契儿朝旁边抬了抬手, 藏东立马会议, 引肖浮光到旁边坐下, 吩咐丫鬟为他上茶点。 肖浮光坐下后, 又开口询问, 孩儿听说, 今日有不少掌柜来向府找母亲。 房契儿点了点头, 以姐姐姐发现, 他铺子里的肖掌柜, 损工肥丝, 处理的时候闹了会儿, 现在已经没事了。 肖浮光仰起嘴角笑了笑, 随口接着, 姐姐哪里是接才发现, 他第一次去铺子, 就知道那肖掌柜不规矩了。 姐姐那双眼, 第一次见, 就把那肖掌柜看得透透的。 哦, 说说看。 肖浮来了点兴致, 看向肖浮光, 是以他继续说。 肖浮光就把他和肖旺叔第一次去铺子里的那些事讲了一遍。 末了, 他补充着, 姐姐进门一看那些货品和客人, 便知铺子的营收员不止交上来的那点。 只是那时没有查到证据, 姐姐暂时没有动纳肖掌柜而已。 肖红端起茶杯, 想到什么事的, 笑着用杯盖拢了拢茶香。 对了母亲, 那肖掌柜姐姐如何处置了? 肖浮光继续询问。 房契儿朝杜嬷嬷抬了抬手。 杜嬷嬷又把刚才的事给肖浮光大致讲了一遍。 肖浮光听得皱起眉头, 略带疑惑, 姐姐只要肖掌柜三日内交还赃款, 仅此而已。 这么轻易就放过了肖掌柜吗? 不像是姐姐的作风啊? 杜嬷嬷回想会儿, 点头道, 小姐确实只说让她交还钱财, 交还之后就辞退作罢, 看在老太太和夫人的面上饶她一命。 看肖浮光拧紧眉头, 肖红悠悠问她, 你与你姐姐最为亲近, 可看出她的用意了。 肖红这话不只问住了肖浮光, 就连房契儿和杜嬷嬷她们都有些愣神。 肖浮光想了想, 打着, 姐姐手上没有多少人可调用, 不一定侦查出了其余掌柜的把柄, 她那些话可能是唬人的。 她放肖掌柜一命, 记骨全了外祖母的颜面, 也让其余掌柜能安心上交贪去的钱款。 否则横竖都是一死, 难保那些人不会直接卷款跑路。 肖红听完微微汗手, 硬着, 确实, 你姐姐最近唬人的本事见长。 不过, 她的真本事也不少, 说不定让她去铺子里看一看猜一猜, 拿着账策对一对, 她还真能雇出个大概来。 这倒也是, 肖浮光跟着点了点头。 随后, 她又问肖红, 那父亲说说, 姐姐还有何用意? 肖红笑了笑, 反问, 若是我没猜错, 你姐姐手上的银钱是不是不够用了? 肖浮光一愣, 随后掐指算了算, 问着, 父亲怎么知道? 姐姐倒固锦衣门的装潢, 就差没把整座铺子翻过来, 连着地皮重修一遍。 这么个重整法, 她手上那些银子哪里还够用? 你姐姐若是强制搜查, 想要收回被肖图贪去的钱财, 必然要经过官府。 她得拿着肖图贪末的证据和肖图的卖身器先去官府, 让官府的人和她一起去钱庄取钱, 否则钱庄不会轻易交钱。 还有肖图置办的那些庄子宅子, 要想转换地气也得走官府那边。 这样耗事耗力不说, 而且官力去强制收取的途中容易损坏财物。 你姐姐急着用钱, 她等不了, 索性让肖图自己上交, 又稳妥又便捷。 她也做个顺水人情, 明面上饶肖图一命, 全了你母亲和你外祖母的人善名声。 经过肖红这么一解释, 众人仿佛听到了一阵算盘波动的琵琶响响声。 姐姐这算盘, 打得真响亮啊。 肖浮光感叹一句。 肖红又问, 你觉得这就完了吗? 肖浮光一愣, 还有什么? 如果这就完了, 你姐姐还派人去给那些官商家的夫人小姐送什么东西呢? 肖红继续问着, 不急不忙地喝了口茶。 肖浮光仔细想了会儿, 答着, 那些官员富商想走母亲这条路没走通, 钱都给了, 难免心存怨念。 姐姐派人送礼解释一番, 可以消去不少潜在的小笛。 肖红喝完茶, 放下茶杯, 肖浮光皱起眉头, 低头沉思。 肖平男也没怎么说话, 手指在杯盐上来回摩擦。 见肖浮光想了半晌还没想通, 房契儿率先开口询问, 一向爷看呢? 肖红侧目看向他, 笑道, 旺叔在提醒那些官商家的人, 先前不是我肖浮不帮你们, 而是奴仆贪财, 拦住了你们的嗜好。 肖浮光顿时眼前一亮, 接着肖红的话往下说, 所以姐姐才放了那肖掌柜, 因为不用他动手, 有的是人动手收拾, 姐姐既化解了那些潜在的敌人, 又全了母亲和外祖母的人善名声, 同时还不用亲自动手, 直接把肖掌柜交给那些官商出气。 这才是姐姐打的算盘啊。 肖平男坐在旁边, 开口接话, 而且那些官商家的人, 他们给的钱虽然被那肖掌柜摊走, 但最后还是落在了四妹手上。 四妹拿走了钱, 还不用成人家的情。 若真有谁家的人, 动手处置了那肖掌柜, 肖掌柜的卖身器, 暂时还在四妹手上, 那人相当于杀了四妹的奴仆。 四妹要是追究起来, 还能倒打一耙, 卖个人情出去。 卖身器这东西, 代表着奴仆的命。 杀了别家的奴仆, 要是别家的主人找上门来, 杀人那家是要负责赔偿的。 到时, 只需将此事提一提就带过, 局面变成了, 虽然你杀了我的奴仆, 但凭我们这交情, 我不与追究就是了。 萧红大笑两声, 摇头叹着, 旺叔啊旺叔。 他这个女儿, 近来真是叫他越看越惊喜。 房契儿用手轻轻拍着桌角, 想通一切后, 他也笑道, 切身把铺子交给旺叔, 倒是交对了人。 有旺叔在府外看着那些铺子, 他在府内也能轻松些。 不过, 拓把使臣来经朝贡的日子, 眼看着也近了, 也不知旺叔这孩子, 还能留在他身边多少时日。 想到这些, 房契儿脸上的笑容都不自觉地淡了几分。 萧红此刻并未注意到他, 而是吩咐萧福光, 福光, 你去锦衣门瞧瞧你姐姐吧, 若是不忙了, 就叫他回来, 一起用晚膳。 萧福光立刻起身应下, 是。 这时, 萧平南也起身说着, 孩儿和八弟一起去吧, 也有些日子没和四妹聊聊天了。 萧红朝他们两人摆了白手, 都去吧。 是。 兄弟两人拱手行礼, 一起退下。 锦衣门里, 萧旺叔正在和工匠交代二楼的布置, 为首的工匠仔细记下他的每条要求。 萧平南和萧福光过来的时候, 萧旺叔刚好也交代得差不多了。 刚一听他们两人说, 萧红特意让他们喊他回府一起用晚膳。 萧旺叔还微微有些惊讶。 等阮父亲办完事回来, 萧旺叔尽快向他交代清楚锦衣门接下来的事情, 随后和萧平南他们两人一起回府。 回府路上三人聊了不少, 萧旺叔这才知道萧红为何突然想起叫他回府用晚膳。 三天后, 锦衣门这三天时间收到了不少财物, 还没装潢好的铺子, 现在已经透出了聚宝盆般的意义精光。 阮父亲倾点着其余掌柜上交的那些财物, 派护卫一厢一厢的网向福礼运。 至于萧掌柜交上来那一份, 他们则是直接留在了锦衣门, 刨开装潢开支, 衣料饰品的成本和绣工的工钱之后, 才把剩下的银票交到萧旺叔手里。 萧旺叔当天就带萧福光体验了一把分红的快感。 这么多。 萧福光惊叹一声。 倒也不是他没见过这么多钱, 而是他没有体验过这么多钱是他赚来的, 而且是那么短的时间就用一百两赚到了这么多。 用他姐姐的话来说, 这叫什么来着? 对, 投资收益。 简单来说, 就是他赚到的。 今天陈将军和陆将军不是都有事吗? 难得你休息一天, 我们中午出去下馆子吧。 萧旺叔开口建议, 他现在可不会再委屈了自己的胃。 钱这种东西, 赚来就是为了花出去愉悦身心的。 而且出去下个馆子, 同时也让他看看, 京师的好地段好酒楼好厨子究竟是什么级别。 衣食住行, 衣壁体, 食果腹, 当属人最基本的两大需求。 甚至要严格来排的话, 他愿意把食放在衣前。 不穿衣服, 短时间内不一定会死。 但不吃东西, 要不了几天就会饿死。 粮食, 才是真正的民之命脉, 国之命脉。 下馆子? 好啊。 萧福光眼前一亮。 相府的真羞玉食吃多了也会腻, 偶尔出去吃点别的味道也好。 紧接着, 想起什么事的, 萧福光又问, 七哥也在府上, 要不要喊他一声? 萧望叔答着, 七弟身子不好, 喊了应该也不会去。 不过你还是去喊一声吧, 他去不去是一回事, 反正我们邀请过了。 若是他不去, 我们回来时给他带些外面的吃食就是了。 萧福光点了点头, 好, 我这就去。 萧正熙身子不好, 这种需要出府的萧钱, 他向来是不去的。 他小娘也不放心让他去。 萧福光早有准备, 被他们母子二人盗谢婉拒之后, 也完全没当回事, 只说回来时给萧正熙带些吃的, 然后就跟着萧望叔出了府。 出府之后, 姐弟两人沿街买了不少小玩意儿, 顺着人潮, 涌进白虎大街上的一家酒楼。 留香楼? 萧望叔姐弟两人带着蒲从刚一进门, 小二立刻上前接待。 公子小姐面声, 想必是头一次来咱们留香楼吧? 接两位贵客想吃些什么? 可有什么忌口? 萧福光看了看客来客往的一楼大堂, 开口问他, 你们这儿还有包厢吗? 那小二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眼二楼, 有些为难地说着, 真是不巧, 这位公子接楼里的包厢都满了。 这, 萧福光不好决定, 侧目看向萧望叔, 姐姐。 他一个男儿家, 做大堂吃饭也不打紧, 最多就是人来人往的, 被挤两下。 但姐姐是女儿家, 这大堂男人多, 似有不便。 没事, 就大堂吧, 那个靠窗面壶的位置还不错。 萧望叔抬手指了指窗边的空桌。 好嘞, 你二位这边请。 那小二连忙抬手弯腰, 引着萧望叔他们去了窗边的空桌, 然后嘴皮利索地念了一长串菜名。 萧望叔和萧福光点好菜之后, 那小二就乐呵呵地一路小跑, 跑去后厨安排了。 小二离开后, 看一春里塔他们像几根柱子一样处在旁边, 萧望叔抬手符额, 开口吩咐, 一春, 书下, 你们坐下。 李军, 你带他们去旁边再开一桌。 一春和书下顿视一眼, 应下, 谢小姐。 随行的李军他们也抱拳道, 谢小姐。 处在旁边的柱子散开, 萧望叔的视野顿时开阔了许多, 目光在大堂内环视一周, 最后投向窗外的湖景。 刘香楼, 京师叫得上名号的酒楼之一, 确实占了个好地段啊。 姐姐你别说, 这刘香楼的菜市还挺多。 小二刚才一连串爆了那么久, 听得我耳朵都嗡了。 萧浮光说着, 建议春喝了口茶, 他才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抿完, 只见他立马促起眉头, 有些不太想喝的样子。 勉强再喝了两口, 解完渴就放下了。 萧望叔见状, 也端起茶杯试了试。 大堂免费招待十克的茶水, 当然好不到哪里去, 只能说比白水多了那么点茶味。 石丹写在进门那木板子上, 你若没听清, 可以去门口仔细看看你想吃什么。 萧望叔开口建议, 萧浮光立马摇头, 道, 懒得来回走动, 怪麻烦的。 随便点几个招牌菜就是了, 我也没什么特别想吃的。 听了这话, 萧望叔笑着摇摇头, 没说什么。 这个时代的纸张贵, 十字的人也不多, 而且寻常酒楼饭馆的菜品也没有几样。 东家自然不会花那个闲钱, 把石丹写在纸上给石刻挑选。 石丹一般都是靠小二自己记下, 背给石刻听, 或是写在门口的木板上, 石刻路过时, 看见想吃的便进来吃点。 对于香腐公子这个级别的石刻来说, 这样的服务确实没法让他满意。 但对于那些隔断时间才能拿钱消费一次的普通百姓来说, 这样的服务对他们而言已经足够了, 他们也习惯这样的服务。 过了会儿, 菜上齐之后, 萧浮光颇有兴致地擦干净筷子。 等一春和树下试完菜, 他才伸手夹起一块醋烹额放进嘴里。 或许是在香腐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味道, 萧浮光还算给面子, 吃完这口又加了两块, 吃够之后才把筷子伸向奇遇菜盘。 试过所有菜之后, 萧浮光眼里闪烁着这个年纪的孩子该有的愉悦光芒, 朝萧旺叔极力推荐, 姐姐, 试试这个烧鞍唇, 肉嫩多汁, 还不错。 能让萧浮光开口推荐, 那必然是不错的。 萧旺叔加了一块, 试完点了点头, 硬着, 确实可以。 正当萧浮光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只见九楼掌柜朝着他们这桌快步走来, 点头哈腰道, 小民方才不知是相府的公子小姐前来, 失敬失敬。 萧公子, 萧小姐, 二楼包厢的穆公子穆小姐邀您二位上去一同用膳, 您二位意下如何? 萧浮光和萧旺叔对视一眼。 随后, 萧浮光表情淡淡, 问他, 哪个穆公子穆小姐? 那九楼掌柜连忙打着, 就是中书令府上的穆三公子和穆五小姐。 穆叔号, 穆小小, 这对兄妹出现在这里, 萧旺叔还真是有些意外的同时, 又不那么意外呢。 话说起来, 穆叔号置办的产业也不少, 只是穆小小在名处, 穆叔号在暗处, 总让外人觉得, 这对兄妹里只有穆小小沾染了他外祖父那边的经商习性。 而穆叔号则是随他父亲展露出了一身的书卷气。 见萧浮光和萧旺叔都不说话, 那掌柜又试探性地问着, 二位若是不愿, 小民这就去回了穆公子和穆小姐? 萧浮光看向萧旺叔, 他倒是无所谓, 就看姐姐想不想去。 萧旺叔笑盈盈地看向那掌柜, 道, 既然幕府两位公子小姐热情相邀, 那我们就去瞧瞧吧。 九楼掌柜喜出望外, 腰弯得更低了些, 抬手道, 萧小姐, 萧公子, 这边请。 萧旺叔缓缓起身, 和萧浮光一起跟着那掌柜上楼, 一春和书夏跟在他们身后。 另一桌的李军几人也想要起身跟上, 但是被萧旺叔抬手制止。 光天化日的, 还是在这种满是人的酒楼里, 护卫带得太多就没必要了, 会显得格外细命, 格外怂。 更何况对方还想好好利用他, 又怎会在明面上和他交恶呢? 二楼包厢。 酒楼掌柜推开门, 弯着腰请萧旺叔姐弟进去。 包厢里的穆书浩和穆小小听到动静, 先后抬头看向门口, 起身相迎。 萧四妹妹, 萧八弟弟, 你们还愿意见我, 真是太好了。 穆小小说得一脸动容, 眼里甚至已经涌起了泪花, 上前扶身见礼。 穆书浩也拱手道, 萧四小姐, 萧八公子。 那日, 顾府寿宴上的事, 我已经听萧小小说过了, 却是我幕府不该, 我在此替家中弟妹向你们道歉。 萧旺叔打量他们一番, 笑道, 算了吧, 我回去仔细想了想, 穆采晴和穆承阳的事, 和你们也没什么关系。 听到这话, 穆小小破涕微笑, 取出丝帕擦了擦泪, 道, 有萧四妹妹这番话, 我接回府也能睡个好觉了。 穆书浩拍了拍他的后背, 朝萧旺叔姐弟招呼着, 都别这么出着了, 快坐吧, 你们还想吃些什么, 我这就这人安排。 这倒不必, 让人把我们刚才点的菜端上来就行, 那些菜味道还不错。 萧旺叔从容落座, 这次一春和书下就不能坐下了, 规规矩矩站在他身边伺候。 萧福光也走过去, 顺势坐在萧旺叔一侧。 沐书浩则是坐在了萧旺叔对面。 四方的小桌, 原本一侧能坐两个人, 现在只坐一个人, 空间自然绰绰有余。 那些菜就够了吗? 穆小小有些纠结。 萧四妹妹不要客气, 还想吃些什么尽管点, 接这顿全是当我们给妹妹你赔罪的。 若是萧四妹妹还和我们讲客气, 我这心里真会过意不去。 穆小小说得情真意切, 就差没直接拉上萧旺叔的手。 事实上她准备伸手去拉的, 只是萧旺叔去端茶, 碰巧避开了。 我不是同你们客气, 而是不想耗时间等厨子再做一份。 那份饭菜还能吃, 浪费干什么? 萧旺叔说完, 端起茶杯浅下一口。 见她态度坚定, 穆叔好抬手制止了穆小小的话, 耐心地让人按照萧旺叔的吩咐去办。 穆小小收拾一下脸上的笑, 换了话题, 又问, 萧四妹妹的铺子翻新得如何了, 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萧旺叔随口答着, 目前还顺利, 穆五小姐若是真想帮我些什么, 不如到时候等锦衣门开始, 你叫上你交好的那些姐妹一起来玩玩? 旁边的萧浮光差点没一口茶枪死。 她姐姐这是在抢课吗? 还说得这么斯文。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 穆小小的瑞宝阁和姐姐的锦衣门, 应该属于同行竞争吧。 这有什么呢? 到时候我一定叫上他们, 我们都给萧四妹妹捧场去。 穆小小只迟疑了一瞬, 随即接上了话。 以萧旺叔的能耐, 想必也卖不出什么好东西。 就算她把客人都带过去, 萧旺叔也不一定留得住。 到时候, 就让那些京师小姐都去亲眼瞧瞧, 让他们知道萧旺叔的锦衣门和她的瑞宝阁 究竟差距有多大。 有了对比, 瑞宝阁的客人也更稳定些。 穆书号笑容可居, 满脸都写着体贴耐心, 开口搭话, 是啊, 你们都喜欢捣鼓衣衫首饰, 聚在一起也有话聊。 要是以后我走在街上, 看到的女子穿的都是从你们铺子里买的衣裳, 那场面该有多让人欣喜啊。 萧旺叔笑着喝了口茶, 这饼花得太大了, 吃得有点耶人, 能有那一日当然最好。 萧旺叔说完这话, 又给自己倒了杯茶, 朝木小小举杯道, 我接管铺子也是头一回, 以后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还望木五小姐不吝失缘, 以茶代酒, 姚表谢意。 萧浮光此刻都想感慨, 还得是她姐姐啊。 哪怕请人帮忙, 都还是那副我是相抚嫡女的傲慢。 知道的说她请人帮忙,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赏赐下人呢。 木小小扯开嘴角, 尽量保持她那热情的微笑, 举起茶杯, 爽快应下, 那是自然, 萧四妹妹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萧旺叔脸上的笑容略微真实了几分, 接话接得毫不客气, 那我们就说好了。 嗯, 说好了。 木小小点头应下, 两支茶杯碰在一起, 在空中撞出清脆的响声, 久久不散。 用完午膳, 木书浩和木小小有事回复, 萧旺叔和萧福光则是前往锦衣门查看装潢进度。 四人在刘香楼门前告完别, 就带着各自的仆从转身离开了。 在去锦衣门的路上, 萧福光开口询问, 姐姐今日怎么愿意和他们兄妹共桌吃饭了? 那会儿刘香楼的掌柜来问的时候, 他还以为姐姐会直接拒绝。 萧旺叔笑盈盈地开口, 以后都要一起做生意的, 阿弟, 闹得太僵也不好看。 只是这样? 萧福光反问一句, 他怎么觉得不止这样呢? 萧旺叔奄然一笑, 又道, 生意场上有利可图是同盟, 有利可征是敌手, 现在吗? 可以是同盟? 萧福光把他这番话简化了一下, 大概是, 现在在木家兄妹身上有利可图。 想着这些, 他忍不住开口叮嘱, 话是这么说, 但姐姐你也得小心, 他们接近你, 指不定也觉得你身上有利可图。 你第一次自己掌管铺子, 别被他们算计进去了。 虽然他姐姐也挺精明的, 但凡是第一次, 总容易受挫。 知道了, 我小老头一样的阿弟。 萧旺叔长叹一口气, 抬起手揉了揉萧福光的后脑勺。 这个年纪的孩子, 本不需要这么稳重的。 姐姐真是, 我好心提醒, 你还耐不得烦, 我哪里像个小老头了? 萧福光小声嘀咕。 萧旺叔弯起眼眸, 又拍了拍他的脑袋, 收回手, 道, 现在这样就不像, 刚才那样就很像。 萧福光的腮帮子, 又削了下去。 随后, 姐弟两人对视一眼, 几乎是同一瞬间喷笑出声。 后面的一春, 他们也不知道, 这姐弟俩怎么就突然笑起来了,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 被这氛围感染, 跟着一起笑起来。 就在这时, 一名女子衣衫凌乱, 慌慌张张地朝这边跑过来。 后方的李塔和李军, 立刻冲到萧旺叔和萧福光前面, 挡住那突然出现的女子。 啊! 那女子跑得慌乱匆忙, 刚跑进就跌了一跤, 直接摔在了李塔脚边, 露出了她那满是瘀青和伤痕的胳膊。 摔倒后, 女子又慌忙爬起来。 见是这么个弱女子, 李塔和李军也有些松懈。 在李塔还没反应过来要阻拦的时候, 那女子就手脚并用地跪爬到萧旺叔身边, 跪在地上拉着萧旺叔的袖子。 小姐救救我! 被抓回去, 我会被折磨死的, 小姐救我! 我愿意当牛做马为奴为婢, 伺候小姐。 女子发丝凌乱, 朱钗插在发肩, 随着她的身躯颤抖摇晃。 见萧旺叔不说话, 那女子的手又顺着她的袖子往上拉了点, 含泪祈求道, 小姐救救我! 眼看那女子的手越拍越高, 萧旺叔逆她一眼, 声音透着权贵小姐的彻骨冷漠, 松开, 你弄脏了我的袖子。 那女子一愣, 萧旺叔也顺势抽出了袖子。 见萧旺叔的神情像是看见了什么脏东西, 一副准备拉着萧福光避开她的样子, 那女子又动作极快地拉住了萧福光的胳膊。 公子! 公子救救我, 我真的不能被抓回去, 我还有儿子等着我呢! 女子哭得一塌糊涂, 恳求的声音近乎嘶哑。 萧旺叔神色一领, 看向女子拉着萧福光胳膊的那只手。 不等萧福光说些什么, 萧旺叔先问, 到底是谁在抓你, 你犯了什么事, 总得给我们哥救你的理由吧? 那女子连忙打着, 我是穷苦人家的女儿, 两年前楼里劳宝把我卖给了一位富商常客, 但她夜间总对人失孽。 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攒够银钱带着儿子逃走, 谁知被她发现。 现在她正派府上扑从在找我呢, 公子小姐救救我吧! 那你儿子呢? 萧旺叔又问。 那女子一愣, 随即道, 我先让人将她带走了, 我们分开逃的。 那些人都在追我, 儿子一定已经逃出去了。 好可怜! 一春清声叹了一句, 书下脸上略带同情之色, 但到底没说什么, 安静等着萧旺叔的决定。 萧旺叔拉着萧浮光的手腕, 看向那女子, 问道, 你既说要为奴为婢的伺候我报答我, 又说你还有个幼子要照顾。 我若救了你, 你是履行你的承诺, 到我身边为奴为婢, 还是继续带你儿子逃离京师呢? 那女子忙道, 我愿意为奴为婢伺候小姐。 等我逃过那些仆从的追查, 找回儿子, 小姐只要给个住处, 给口饭吃, 我们母子的命都是小姐的。 她这话刚说完, 两名身着便服的男人追了过来, 萧浮光刚一看见他们, 瞳孔骤然紧缩。 她正想开口说些什么, 却见跪在她脚边拉着她手腕的女子 从地上爬了起来, 迅速躲到她身后。 这个瞬间, 萧旺叔横跨一步, 隔开了萧浮光和那女子, 用身体挡在那女子面前。 那女子也松开了萧浮光, 就近抓紧了萧旺叔的腰带。 小姐救我, 救救我, 萧旺叔神色泰然, 先眸看向对面那两名男人, 古景般的眼眸毫无波澜。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两个奴才也赶上街抢人了。 回去告诉你们东家, 她这小妾我们要了, 有本事上相扶要人。 萧浮光转头看向萧旺叔, 张开嘴正想说些什么, 但目光触及那女子和萧旺叔的距离。 她什么话都咽回去了。 萧旺叔看她一眼, 又看向对面那两名男子, 立声呵斥,还不滚。 那两人似有些为难, 看了看四周陆续驻足为官的百姓, 又看了看萧旺叔, 最后看向萧浮光。 只见萧浮光也拂袖赤道, 你们到底是谁家奴仆, 还不走? 让你们东家去相扶要人, 听不懂吗? 对面两人唯唯诺诺, 推嗓着离开了。 晦气! 赤退那两人之后, 萧浮光打了胆领口, 转身看向萧旺叔和那女子, 略带不耐地吩咐她, 人走了,你去接你儿子吧。 那女子颤抖着肩膀, 摇头道, 他们肯定还没走远, 有劳公子小姐, 再带我一程。 萧浮光皱紧眉头, 不耐之色更浓, 开口说着, 我们还有事, 让这些护卫随你去不就行了。 李塔里君也站出来, 略带担忧地朝那女子说着, 走吧, 我们陪你去找你儿子, 别让他被那些仆从抓住了。 听到这话, 那女子立马拉紧了萧旺叔的腰带, 乞求道, 真的不行, 求求小姐再带我一程。 害了她的, 萧旺叔朝萧浮光抬了抬手, 示意她别说了。 随后, 她又朝那女子道, 那就先跟着我们吧, 松开我的衣裳, 你手脏。 那女子似乎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松手, 开口道歉, 小姐恕罪, 小姐恕罪。 我一时害怕, 才, 才, 拉了小姐的衣裳。 萧旺叔没管她, 和萧浮光一起领着丫鬟护卫, 继续往锦衣门走。 见事情解决, 四周看戏的百姓散去, 离塔里军兄弟两人回队伍后面站好。 一春则是让那女子走在她身旁, 他们两人和书下并排, 三人一起走在萧旺叔姐弟身后。 锦衣门的装潢正到火热的时候, 阮复欣也天天在这里监看, 没怎么回相府。 萧旺叔现在出门时只带四名护卫, 即使少了她一个, 也还有三人可以替换, 她替她监管锦衣门更为重要。 今天, 阮复欣正在和工匠和对木材仗策。 突然听其余小公说萧旺叔姐弟来了, 她还有些惊讶, 连忙和工匠交代一声, 起身出门相迎。 小姐, 公子, 阮复欣从前都是抱拳行礼的, 如今也换成拱手行礼了。 萧旺叔朝她点了点头, 迈步走进铺子, 看了看四周的布置, 心里还算满意。 阮复欣向她简短, 会报了一下进度, 也在萧旺叔预估范围内。 禀报完锦衣门的事, 阮复欣把视线投向萧旺叔身后, 斟酌片刻, 开口询问, 这位是小姐新收的。 丫鬟。 萧旺叔接话, 随后吩咐, 一春书夏, 将棘胡天, 带她下去洗漱更衣, 弄干净了, 再带来见我。 一春和书夏屈膝硬着, 是。 将棘和胡天, 两名五大三粗的汉子, 有些不明所以,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女子更衣, 还要让他们两人陪同。 但沉默的性格, 还是让他们选择了沉默, 两人什么别的都没说, 只抱拳硬下, 是。 阮复欣站在一旁纵观全城, 等一春他们四人陪着那女子去了后院梳洗, 他才引着肖旺叔和肖福光上楼。 到了后院, 或许是同情那女子的遭遇, 一春和他聊了许多。 书夏向来性格文静, 就在一旁听他们聊。 将棘和胡天一左一右手在门外, 时不时动动腿扭脚, 显得有些无聊。 屋里, 听一春说了许久的话, 那女子才开口询问, 原来你们是相府的人啊? 对啊, 宰相府肖府。 一春说完, 又热情道, 别看咱们小姐看上去冷冰冰的不计人情, 其实对我们都很好的。 你来咱们相府当差, 伺候小姐很轻松的。 只要把小姐伺候好了, 干活仔细认真点, 工钱多又舒坦。 那女子勉强拉开嘴角笑了笑, 声音细弱, 真是前生修来的福气, 找人求救, 找到了相府的嫡小姐。 那是, 你那什么小商小贩的老爷, 让他也不敢跟我们小姐较劲。 一春说得很是自信。 这时, 书夏在一旁收拾衣裳, 开口问着, 我们还没问过呢, 你叫什么? 那女子答着, 飞莹, 我叫飞莹。 飞莹。 书夏重复一遍, 走过去, 把她手里的衣裳放到浴桶边, 你等一下就换这身干净衣裳吧。 小姐的性子是那样, 看不得有脏污, 你以后注意些。 飞莹立马点头, 硬着, 我知道的, 以后当差一定注意。 宰相府的狄四小姐, 脾气大点要求多点也很正常。 行了, 让她洗吧。 义春, 我们出去候着。 书夏说完, 率先往外走去。 义春跟在她身后, 出门前提醒一句, 你动作快些, 小姐不喜欢等人。 飞莹笑着硬下, 脸上的腼腆笑容 一直保持到义春关上门。 屋门关上的那个瞬间, 她脸上的笑也一扫而空, 直接起身, 轻手轻脚地从浴桶里出来, 擦干身子, 那身衣裳是提前背着给殿小二穿的, 样式简单, 但干净整洁。 飞莹换好衣裳, 听着屋外一春的说笑声, 吃笑一声, 挽起头发插上珠钗。 废话真多, 耽误时间。 要不是门外还有两个护卫守着, 人多怕事情闹大, 她早就解决了那两个丫鬟, 直接离开了。 想着, 飞莹走到窗边, 轻轻推开窗框。 正当她翻上窗户准备离开时, 只听院墙外传来一阵沉挚的脚步声, 沿着院墙蔓延, 停在离墙最近的位置。 被包围的感觉瞬间袭上心肩。 听门外一春的说笑声还未见短, 飞莹抬手摸着发肩的珠钗, 下定什么决心似的, 走到门边, 整理笑容, 拉开了门。 我收拾好了, 带我去见小姐吧。 二楼查试。 见一春和书夏还将人带了回来, 萧浮光显然有些错愕。 人居然没跑。 你方才不是说要去给七弟买陈寂铺子的糕点吗? 去吧, 给我也带两盒山药膏和枣泥膏。 萧浮光显说完, 又念叨着。 母亲每次让你出门, 多带两个护卫你也不听, 带两个小厮就到处跑, 让李塔和李军跟着你吧。 姐姐, 我是男子, 哪里就那么娇气了? 萧浮光起身, 赶在萧浮光开口前连忙硬着, 行了, 姐姐可少念叨两句, 我带上他们就是了。 萧浮这才没说话, 不送他出门。 他们走后, 他才把目光转向飞营, 上下打量一番, 语气淡淡地提醒着, 别把你那伤骨家的小妾做派带到相府, 相府的丫鬟是不心带诸玉宝气的。 飞营立马跪下, 答着, 小姐教训的是, 奴婢谨记, 进相府后, 绝不再犯。 听着这话, 萧浮没说什么, 转头朝一春和书夏吩咐, 你们都下去吧, 我有话问他。 是。 一春和书夏躬身退下, 为萧旺书关上茶室的门。 茶室里瞬间走得空荡荡的, 只剩下萧旺书、 飞营, 还有一个阮复心。 香炉里燃着的檀木香料, 缓缓飘出白烟, 闻着凝神静心。 你先去旁边核对帐策, 对完再来禀报。 萧旺书抬手指了指茶室角落。 是。 阮复心喝完他面前茶杯里剩下的茶, 然后捧着帐策起身, 坐到萧旺书刚才指的角落里去。 跪在地上的飞营顺势朝萧旺书那边挪动了点, 给阮复心让路。 萧旺书这时才认真看向飞营, 问他, 名字。 回小姐, 奴婢名叫飞营。 飞营跪在地上回答, 用手轻轻揉了揉腿, 一副身须体弱的样子。 但萧旺书丝毫没有要让他起身的意思, 喝了杯茶之后, 继续询问, 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你儿子接回来? 飞营神色有些恍惚, 迟疑了一瞬, 随后答着, 今夜, 趁搜查的那些奴仆休息, 奴婢就接上儿子一起去相扶。 那你的卖身器呢, 是还在那伤人手上, 还是已经去抚牙销了乐极, 恢复平民之身了? 萧旺书问得仔细, 剑飞营没有立刻答话, 他又问着, 奴婢和乐极都是牵了卖身器, 任由打杀的。 你连自己的卖身器都不知道在哪, 让我如何救你? 到时我的奴婢被一伤骨随便打杀了, 我还动他不得, 岂不是折了我的颜面? 国有五级, 第一等便是萧旺书这样的贵级, 只有世家大族方有此级。 第二等便是良级, 即是平民百姓。 第三等商级, 为商人专有。 至于第四等第五等, 便是奴级和乐级。 前者为奴, 后者为继, 都是可以任由主人打杀的。 这种打杀, 在这个时代也是合乎律法的。 飞营皱紧眉头, 使劲闭上眼, 然后睁开, 打着, 奴婢的乐级已经消, 消了, 这样啊。 萧旺书反问一句, 勾纯倾笑, 悠悠道, 我还以为你没有户籍呢。 听到这话, 飞营那沉重的脑袋仿佛被人呲了一下, 瞬间清醒许多, 猛地抬起头看向萧旺书。 看到萧旺书脸上的笑容, 他已经下意识地伸手拔下了发间的朱钗, 但还不等他站起来, 他整个人就浑身无力地栽在地上, 再怎么挣扎也没能爬起来。 香炉里飘出的白烟缭绕上升, 营绕在茶室。 软傅心扶着墙起身, 使劲摇了摇脑袋, 匆忙走到桌边浇灭了香炉里燃着的香料, 再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灌下去。 喝完, 他眼前清明许多, 又给肖旺书倒了杯茶。 肖旺书脸上笑意依旧, 端起手边的茶杯, 亲眼看着飞营, 不甘又恐惧地合上了眼。 惊失的香就是不一样, 这劲真大。 软傅心感叹一句, 他们做生意的时候, 难保不会遇到些事, 毕竟谁能知道每张人皮下藏着的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 不管是为了害人还是自保, 身上多穿些东西总没错。 咚咚, 踩着点似的, 一阵敲门声传来。 门外的人沉声道, 大唐有披木板被重铸了, 草民来请萧小姐下楼瞧瞧。 听到这话, 萧旺书嘴角上扬, 朝外问着, 陈将军这是转行做木匠了吗? 他话音刚落, 门外的人立刻推开了茶室的门。 站在门口那位一身便服的九尺壮汉, 不是陈楚还能是谁? 陈楚开门后, 闻着扑面而来的香, 下意识地往后避开。 直到阮复欣给他倒了杯茶, 他喝完后才迈不进屋, 先是扫尸了一下屋里的情况, 然后抱拳弯腰, 末将见过四小姐。 陆续阳随后进门, 也恭声道, 末将见过四小姐。 两人嘲笑往书行碗里, 立刻吩咐四名士兵进来, 把地上晕厥的飞银绑好带下去。 阮复欣提着壶, 给后面的将士都倒了杯茶。 萧浮光从旁边走了进来, 走到萧望书身边, 看着被拖下去的飞银, 道, 真是太冒险了, 姐姐你没事就好。 萧望书神色有些凝重, 其实我有事。 在萧浮光他们紧张不已的注视下, 萧望书继续问着, 有点饿了, 让你买的山药糕和枣泥糕呢? 到了未时末刻, 下午太阳最毒辣的时候, 他就需要一点膳食养胃。 这样, 哪怕他晚膳有时候不太想吃, 吃少一点, 或者忘了吃也没太大关系。 只要第二天早上及时起床补充早膳, 他就不会因为胃酸分泌过多导致伤胃。 萧望书说得无比正经, 但萧浮光一颗心都已经吓得快要跳出胸膛了, 老大一个白眼朝着萧望书翻过去。 这个时候了, 姐姐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明明出门前他们都商议好了, 他是去找将士来稳定局面的, 不是真的去买糕点的。 萧望书脸上满是真诚, 我真的没开玩笑。 他现在很认真, 比刚才和这个什么飞营拉扯的时候还要认真。 萧浮光被他气得不行。 这时, 陈楚绷紧一张脸, 一板一眼地开口说着, 墨疆, 买了。 萧望书略有些诧异, 抬起头看向他。 萧浮光也不太相信, 问了一句, 陈将军, 你买什么了? 陈楚继续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山药高。 萧望书不知是他的错觉还是什么。 他竟然在这位铁面将军的脸上, 看出了一丝丝的扭捏。 见陆续扬也看了过来, 陈楚勉强把话拉长, 解释了两句, 在相辅陪小公子训练时, 四小姐常给墨疆带些吃食。 墨疆早上路过糕点铺子, 就买了两盒, 原本想请小公子代为转送, 摇表谢意。 他知道他这个时辰要吃点东西, 因为他每次去跑马场看他们训练时, 这个时辰一定在吃, 还会分给他们吃。 而且他看过了, 他每次带到跑马场上的点心都是些药膳, 滋气养胃的。 他觉得这位四小姐可能是有些什么病痛在身上, 只是相爷夫人和小公子不知道罢了。 陈楚这话说的, 倒是让一旁的陆续扬有些不好意思。 人到中年的陆续扬抬起手挠了挠后脑勺, 笑得脸上的落腮胡子也跟着一起扭动, 道,是墨疆疏忽了, 墨疆也吃了不少四小姐的糕点。 他的大老爷们的, 吃了人家小姑娘的东西, 还吃了那么多次, 也没想着要回个礼, 真是不该。 陈楚朝后边招了招手, 两名男子提着石河走进来。 这两人, 赫然是刚才在街上追捕飞莹, 被肖旺叔和肖浮光赤退的那两名蝙蝠男子。 两人上前, 把石河放到桌上, 然后整整齐齐地朝着肖旺叔抱拳弯腰, 道, 背着二人追捕不力, 让细作惊扰了四小姐, 还劳烦四小姐冒险抓捕, 请四小姐恕罪。 这两人, 在飞迎喜遇换衣的时候, 肖浮光就已经给肖旺叔介绍过了。 他们就是罗衡、 杨于墓, 陈楚亲自训练出来的两名近卫。 也就是先前陪着肖浮光去墓府周围, 把牧承阳骗出府要倒了之后, 扔到青楼浴室的那两人。 所以, 刚才在街上, 肖浮光才能那么快就反应过来不对, 处处配合着肖旺叔。 因为他认识这两人, 他也知道, 能让罗衡和杨于墓变幅追捕的女人, 绝对不是普通的伤骨小妾那么简单。 见罗衡和杨于墓如此道歉请罪, 肖旺叔师诗然起身, 扶身的动作轻柔窈窕, 道, 方才那细作离我们姐弟离得太近, 未免他苟急跳墙伤了我和浮光, 不得不先顺着他。 若有言语辱骂之处, 也请两位小将多多体谅。 罗衡和杨于墓立马把腰弯得更低了些, 道, 小姐言重了, 这都不算什么, 您和公子的安全重要。 肖旺叔见状, 收礼起身。 肖浮光也上前扶起他们二人, 说着, 是我和姐姐运气不好, 恰好被那细作撞上, 还险些被他挟持, 你们别放在心上。 也幸好他先前就见过罗衡和杨于墓, 他们三人都认识过了。 否则, 今日换了别的将士追捕细作, 他真不一定能够反应过来。 那细作估计也是觉得, 他和姐姐, 一个尚未籍惯的孩子, 一个久居规格的小姐, 哪怕他们是宰相的儿女, 也不一定认识宰相的兵。 今日但凡换了二哥三哥在此, 那细作怕是连鞭都不敢沾, 远远的就得拐个弯逃命去。 挑着小孩和女子下手, 视强而凌弱, 不惜代价达成目的, 确实是那些细作的作风。 好了好了, 陆续扬在一旁府长大笑, 公子小姐没事, 细作也抓到了,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陆将军说的是, 肖旺叔随口硬着, 坐回桌边, 打开石盒粘起一块山药膏, 轻轻咬了一口。 山药膏之白, 不及权贵小姐夫如宁芝, 好万宁雪。 朱唇沾上灵星的白色碎屑, 更显美艳诱人。 见肖旺叔吃得认真, 看上去像是真饿了, 陆续扬也没多待, 朝着肖旺叔和肖福光抱全躬身, 行礼告退, 这几名巫国戏作, 相爷近些日子为抓他们, 耗费了不少气力。 如今最后一个, 也总算是抓住了, 末将这就押他们回去, 向相爷复命。 带人护送一下公子小姐回府, 完事了再来军营找我, 向爷那边我去说。 不是他说, 小姐带的那四个护卫, 没一个中用的。 四个人围着保护, 前后左右围得严严实实的, 居然还让细作进了小姐公子的身。 真是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陈楚显然也觉得, 肖旺叔身边的那些护卫不靠谱, 朝陆续扬点了点头。 目送陆续扬离开之后, 一春他们仍旧沉浸在飞营带来的震撼里, 完全不敢相信那样柔弱可怜的女子是个细作。 小姐, 飞迎她, 一春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来表达她此刻的心情。 肖旺叔细脚慢咽, 咽下嘴里的山药膏, 开口问她, 你看见她手臂的郁青伤痕了吗? 一春点了点头, 问着, 小姐也动了侧隐之心吗? 肖旺叔轻笑一声, 答着, 不, 我是想告诉你们, 那只手即使受着伤, 也能直接拧断你们的脖子。 一春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有些不敢置信。 那样一个摔在地上, 摩擦的手臂通红, 却看也不看伤口的女子, 该是怎样强烈的求生欲才能做到? 又或者说, 她对这种类型的擦伤, 该是有多麻木, 才能不管不看, 仅仅只是痛呼那么一声叫给我们听。 还有, 逃命关头, 能清晰概括出自己生平的人不多。 更别说一点思考时间都没有, 就说的那般顺畅。 她顺畅地让我觉得, 那生平并不是她经历过的, 而是她死记硬背, 就那么背下来的。 那样一个逃命关头, 还不忘带蜘蛛钗的女子, 你们在遇到的时候, 多少要提防一下, 她那蛛钗是用来挽发的, 还是用来刺激你们脖子的。 肖旺叔说完, 义春直接抬起手捂在自己脖子上。 我和书夏, 我们俩刚才还和那细作, 和她共处一世。 义春说起来都一阵后怕。 肖浮光在一旁冷着脸, 道,若飞姐姐还派了江吉和胡天过去凑数, 你俩现在早就魂归地府了。 身在相辅当差, 还有如此泛滥的怜悯之心。 当真是母亲把姐姐保护得太好了, 顺道也把姐姐身边这些丫鬟护卫保护得太好了。 他们不会真以为, 每日只需陪着姐姐吃喝玩闹就够了吧。 听到肖浮光的语气, 还不等一春再说些什么, 书夏直接拉着她一起跪下。 两人跪在肖旺叔脚边, 低头道, 奴婢知错, 请小姐责罚。 肖旺叔脸谋扫了他们一眼, 随后又先谋看向陈楚, 道, 将军做吧, 这是店铺茶室, 不是乡府, 不必居着。 主要是陈楚站在她面前, 这一米九几的大高个也太胆光了。 谢小姐。 陈楚抱拳行礼, 安静坐到一旁, 看着肖旺叔把李塔他们四人全部叫进来。 四人刚一进门, 直接一字排开, 通得一声闷响就给肖旺叔跪下了。 属下知错, 请小姐责罚。 面对这四人齐声请罪, 肖旺叔没说什么, 又从石河里取出一块山药膏, 乱条丝里地吃着。 肖旺光和陈楚先后看向她, 然后又收回视线。 看来是真饿了。 久久没有听到肖旺叔开口, 李塔性子最急, 又重复一遍, 属下知错, 请小姐责罚。 听到这话, 肖旺叔勾纯倾笑, 意味不明地反问一句, 你是在请我责罚, 还是在催我责罚? 属下不敢。 李塔立刻扣手, 把额头贴在地面, 再也没敢抬起来。 肖旺叔看了看他们, 悠悠道, 按照相辅的规矩, 护主不利的奴才都是要发卖出去的。 这是你们刚签卖身器的时候, 管家就会和你们说清楚的事情。 现在看来, 卖身器上的内容你们是一条都没记住, 只看到每月那二两银子的工钱了, 是吗? 诚然, 房契儿选好护卫, 供他女儿挑选的时候, 肯定选的都是些知根知底的, 他觉得还可以的护卫。 但像这种高门大院里, 招来护宅安家的普通护卫, 再怎么好, 也确实难敌军营里磨练出来的士兵。 这也是肖红身边从来不用府里护卫, 而是用军中甲卫的原因。 府里训练的护卫, 其实顶不了什么用。 罢了, 你们四个都回去吧, 去管家那里领罚。 既然决定了舍弃, 肖旺叔也就不想再多费什么气力了。 多不如今, 命缺无烂。 如果危难时候, 他的护卫不仅帮不上什么忙, 还需要他这个做小姐的反过来照顾他们, 那这些护卫不要也罢。 如果培养训练的成本太高, 那就舍弃。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在花费在他们身上, 他需要已经训练有素的护卫, 至少能够带得出门。 肖旺叔说完, 见他们四人还跪在原地不动, 肖浮光冷声道, 你们知道今日为何会这么麻烦吗? 在罗衡和杨玉木追来的时候, 那时姐姐完全可以直接拉着我避开, 把细作交给你们对付。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没有直接躲开吗? 因为他知道你们毫无准备, 甚至可能还在心里怜惜那个弱女子的遭遇。 一旦他躲开, 那细作慌不择路, 只顾逃生, 不知要杀了你们里面的多少人。 你们毫无准备, 只有带宰的份。 刚才在街上的时候, 罗衡和杨玉木那般迟疑, 何尝不是在等他和姐姐脱困, 他们才好动手。 只是最后看见他和姐姐毫无动作, 还在赤退他们, 他们才只好离开。 听到肖浮光的话, 李军他们三人把头低得更低了点。 身为护卫, 不想着保护主子, 还需要主子反过来以身涉嫌保护你们, 你们还有何颜面待在姐姐身边? 肖浮光最后这番话, 可以说是直接压垮了李军他们的期盼。 肖旺叔也并未反驳什么, 只吩咐都回去吧, 去管家那里领罚, 该怎么处置都按规矩来。 话音落下后, 过了许久, 李军他们四人才先后起身, 颓废无力地回了声势, 转身离开了。 一春和书下跪在肖旺叔脚边, 听着李军四人就这么被放弃, 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严惩。 小姐奴婢知错了, 你别不要奴婢啊。 奴婢以后一定不再同情外面的人了。 一春哭得泪汪汪的, 扯了扯肖旺叔的裙摆。 外面人没一个好的, 害惨他们了。 见一春哭得这么凄惨, 肖浮光都找不到话来说他, 只好坐在一旁喝茶。 一春、书下、 慧秋、藏东, 这四个丫鬟都是从小就被母亲买回府上的。 他听杜嬷嬷说, 是母亲怀姐姐时, 牙婆子带着一群小丫头上向府卖。 那时管家本不打算买丫鬟的, 但母亲路过, 瞧他们四个小丫头顺眼, 又想着自己将要临盆, 未来孩儿也需要丫鬟伺候, 就把他们四人买了回来。 后面姐姐降生, 一春和书下年纪稍小, 便派去伺候姐姐, 慧秋和藏东则是继续留在母亲身边伺候。 可以说, 姐姐如今有多大, 一春和书下就伺候了她多少年。 这是真的, 打小就伺候在身边, 一个字都不假。 小姐, 小姐你打我们也好, 骂我们也好, 把我们的月钱全扣了都成, 你别吊我们啊。 一春哭到最后, 嗓子沙哑, 都没什么声了。 肖旺叔全程喝着茶听着他哭, 看他和书下跪在地上抹眼泪。 直到一春哭得抽抽叶叶的, 哭不动了, 他才开口问着, 当真知错了。 一春连忙点头, 知错了, 知错了。 书下也点头, 声音沙哑道, 奴婢知错。 起来吧, 回府后去刑房, 每人十账, 扣三个月工钱。 肖旺叔还肯亲自开口惩罚, 而不是直接把他们交给管家按规矩处置, 这对一春和书下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还愿意亲自施罚, 证明还愿意做他们主子。 谢小姐开恩。 书下和一春先后叩手谢恩, 然后起身站到一旁。 肖浮光再次唱起白脸, 道, 姐姐显然还是顾念十多年的主仆情义啊, 虽说丫鬟不必洗五户为主子的安全, 但你们二人该有的戒心还是要有。 姐姐是像府邸小姐这样的身份。 注定姐姐要面对各式各样心怀歹意的人, 你们跟在姐姐身边伺候, 别把事情都想得太简单了, 也别把人都想得太好了。 一春和书下低下头, 弱弱地硬着, 是。 陈楚坐在一旁独自喝茶。 听他们姐弟俩唱这出红白脸戏的时间里, 他已经喝完了三壶茶。 或许是感觉到陈楚坐在这儿有些无聊, 肖旺叔把目光投向阮复心。 账目核算清楚了吗? 肖旺叔开口询问。 阮复心从李塔他们被弃用的冲击中回过神来, 态度愈发恭敬, 双手捧着帐策递过去, 道, 属下已经核算清楚了, 请小姐过目。 肖旺叔接过帐策, 一页一页迅速翻看, 阅读速度令人扎舌, 说是一目十行都不为过。 看完册上那些数据, 肖旺叔习惯性地掐纸算了算, 道, 装潢之初再加上绣工的工钱, 前三月下来是376两银子。 预算足够, 不过铺面不大, 上下也只两层楼, 店小二就别招太多, 以免拥挤。 十五人轮换, 每日铺子里有十人守着就行。 人数虽不用太多, 但一定要招些态度好有耐心的, 干活细致认真才能留下, 不适用的尽早换掉。 工钱方面, 可以适当比经师其余店里的小二高一些。 每季设点什么奖赏, 多劳者多得, 激励一下他们, 也让他们互相监督一下, 这些你可以自己看着办。 阮复先认真听着, 听完点了点头, 道, 属下明白了。 交代完这些, 肖旺叔缓缓起身, 让一春和书下收拾好装糕点的石盒, 道, 借该办的事也办完了, 回府吧。 肖辅光和陈楚跟着他起身, 三人一起离开锦衣门, 带兵走回巷府。 回府路上, 看见街上那些百姓连驻族围观都不敢, 直接原地退避, 肖旺叔这才感受到, 甲卫和护卫之间, 一字之差当真是差之千里。 陈楚挥下那些训练有素的将士跟在身后, 带来的安全感果然非比寻常。 回府之后, 陈楚把肖旺叔和肖辅光送进府门, 就行礼告退, 去了肖红的书房。 肖旺叔看向陈楚那披风烈烈的背影, 神色略有些失落。 贾威体验卡结束了。 小姐公子没事就好, 老奴怕了多时了, 夫人正在院里候着你二位呢。 杜嬷嬷领着两名丫鬟上前相迎。 肖旺叔姐弟刚一进门, 他就来了, 可见是后了多久。 母亲怎么这么急? 肖辅光边走边问。 杜嬷嬷哀悠一声, 忙道, 能不急吗, 我的公子哟。 陆将军回府向向爷禀报时, 夫人正好也在书房, 失手把向爷最爱的那方燕台都拿摔了。 这一下子, 一双儿女差点全没在敌国戏座手上了, 换谁谁不急哟。 父亲的装墨厌摔了。 肖辅光惊叹一声, 那方燕台父亲可是无比真爱, 寻常碰都不让三哥碰, 因为三哥带兵打仗, 手脚粗毛, 父亲怕三哥手一滑给他碎咯。 杜嬷嬷挥了挥手, 答着, 可不是吗? 夫人手一滑就给摔了, 听到陆将军说你们没事, 夫人才缓过神来。 事后向爷那脸上心疼的呀, 到底还是没说夫人什么。 装墨厌台虽珍贵罕见, 但在肖红心里, 到底是房契儿和一双儿女更重要些。 肖辅光嘿嘿一笑, 跟着杜嬷嬷加快了脚步, 嬉皮笑脸说着, 还是嬷嬷身子骨硬朗, 这走的, 我和姐姐都跟不上了。 公子您这会儿可别寻老奴的开心, 咱还是赶紧的, 您和小姐先见过夫人再说, 省得夫人在院里干着急。 杜嬷嬷这会儿可顾不上管肖辅光的打趣。 三人脚步骑快, 半课中的时间就走到了房契儿院子里。 另一边, 相辅书房里。 萧红听完陈楚的禀报, 朝他摆了摆手, 道, 事情我清楚了, 你回营吧, 戏作那边严审严查。 陈楚抱拳功身, 我看他一眼, 问着, 怎么? 陈楚想了想, 道, 莫将觉得, 小姐身边的护卫, 训练松散了些。 萧红刚才也听陆续扬提过这事, 此时又听陈楚提起, 有些头疼得揉了揉眉心, 说着, 那四人已经准备发卖出府了, 至于望书那边, 让夫人再带他去选几个机灵点的护卫吧。 陈楚听到这话, 原本想说的话也咽了回去。 仔细想想, 他想提的建议有些愉悦, 四小姐身边的护卫如何训练并不是他该插手的事情。 还有事吗? 萧红开口询问, 陈楚摇了摇头, 抱拳攻身, 道, 莫将告退。 建房契儿捋着手帕, 在院子里来回踱步, 旁边的惠秋和藏东都感受到了他的焦急。 两人对视一眼, 惠秋先开口劝着, 夫人放心, 小姐公子睿智机敏, 不会有事的。 陆将军不也说了吗? 小姐公子无恙, 陈将军等他们办完事就会护送他们回来。 藏东也道, 是啊夫人, 若是出了什么事, 小姐公子肯定早就回府了。 小姐这会儿还有闲心忙铺子的事, 证明没什么事, 夫人您就别太担心了, 坐下喝杯茶吧。 房契儿抬手扶额, 有些头疼的朝他们摆了摆手。 不为人母, 哪里感受得到这种担忧? 回来了回来了, 小姐公子和嬷嬷回来了。 守在院门外的丫鬟欢欢喜喜往里跑。 房契儿瞬间精神起来, 脚步匆匆地往院门那边走去。 杜嬷嬷正领着肖旺叔和肖浮光进门, 嘴里还在朝肖浮光念叨, 近日小姐稳重了, 公子反倒跳脱起来, 打去了老奴一路。 肖浮光笑眯眯地回他, 嬷嬷, 这姐弟呀, 他也讲究一个平衡, 总要一动一镜才能相得一张。 哎哟, 老奴这张嘴是说不过公子的, 公子您说什么都有理, 可赶紧想想怎么和夫人讲理吧。 杜嬷嬷把人带回来也算是完成任务了, 快步走到房契儿面前行了个礼, 上前掺着房契儿的胳膊, 房契儿上前还不等肖旺叔和肖浮光行礼, 他就先隔着手怕戳了戳肖浮光的额头。 你呀, 还嬉皮笑脸。 听着房契儿的训斥, 肖浮光抿紧嘴, 低下头, 努力压制嘴角的弧度。 戳完肖浮光, 房契儿转手就又戳了下肖旺叔的额头。 还有你呀, 旺叔, 出了事还不知道回府, 还敢在外逗留, 你们姐弟戒日这胆子真是愈发的大啊。 肖旺叔抿紧嘴, 低下头, 姐弟两人的反应如出一辙。 孩儿知错。 姐弟两人先后闷声认错。 房契儿深呼一口气, 又道, 戒日经事不太平, 你们姐弟就老实待在府里, 哪也别去。 尤其是你, 旺叔, 铺子的事情先放一放, 有事派下人去办, 听到没有。 将士便服上街抓捕戏作, 足见形势之严峻。 肖旺叔身为宰相嫡女, 自然明白, 这个时候相府才是他最该待的地方。 否则出去干什么, 给其余前夫的戏作当活靶子吗? 母亲放心, 接下来孩儿就待在府上, 等父亲母亲觉得精湿安全了, 孩儿再出门。 反正锦衣门的事情有软父亲监管, 他暂时也不用操心什么。 听到肖旺叔这番保证, 房契儿心里放心多了, 又看向一旁的肖浮光。 肖浮光连忙保证, 孩儿也一样。 房契儿的脸色这才好看许多, 领着他们姐弟两人往院里走去。 路上, 房契儿和肖旺叔说着, 接日跟你出去的那四名护卫就发卖算了, 护主不利, 没仗币他们, 已是看在你与他们主仆一场的情分上。 发卖出去, 找个要求不高的东家做事去吧, 相府小姐身边留不得这些没戒备心的护卫。 肖旺叔接日就他们一次, 也已经算是全了主仆情义。 此刻听到房契儿对他们的处置, 肖旺叔指道, 他们四人已经不是孩儿的人了, 这是母亲决定就好。 房契儿点了点头, 又道, 那我这些日子再多挑选挑选, 选些更好的护卫出来, 旺叔你再挑几个? 肖旺叔本来不是很想要, 但见房契儿也是忧心他的安危, 想想他还是点了点头。 好, 母亲先慢慢挑吧, 不急。 瞧这架势, 我们应该要在府上待断时间。 肖旺叔开口说着, 房契儿也叹了口气, 道, 原本过几日是要进宫一趟的, 被耽搁了, 也只能到时候再选时间入宫了。 肖旺叔问着, 进宫? 你妩媚, 肖贵妃, 她那肚子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大, 运土水肿腰酸腿仗势样样不落, 整日在宫里哭闹着, 要见她小娘。 皇后娘娘没有办法, 又怕她这么闹下去, 动了胎气, 只好派人传信府中, 问能不能让罗姨娘进宫一趟。 原本依照宫规, 朝臣的妾室是没有资格入宫的。 但你们父亲也怕肖贵妃伤了皇嗣, 就让我带上罗姨娘入宫一趟。 在有着皇室血脉的肖家外孙面前, 任何宫规都要为她让路。 听完房契儿的解释, 肖旺叔微微汗手。 原是如此。 书中并没有这些剧情, 因为在上次入宫之后, 穆出雪用赴中皇四购献房契儿, 肖家名声跌入谷底。 穆家一派的官员在民间大肆宣扬房契儿的所作所为, 肖红极力镇压都没能压下。 碍于于情压迫, 宰相一派官员只能眼睁睁看着皇帝 耻夺了房契儿的一品告命, 严禁房契儿入宫。 自那之后, 肖家对后宫的掌控全靠肖采怡一人应称。 别问为什么没有肖盼安, 因为在肖盼安诞下皇子之后, 肖红为了这个孩子将来能够更加名正言顺的立处, 把肖盼安所生的孩子过继到了肖采怡膝下。 原本肖红是想让他们姐妹两人在后宫相互扶持, 一起把这个皇子抚养到存活下来。 谁料肖盼安因此对肖红和肖采怡生出怨队, 皇帝魏齐轩和慕出血利用的彻彻底底都出了不少肖家密室。 要说书中一代权臣宰相肖红最后惨遭灭门, 除去抵女肖旺叔为爱癫狂的原因之外,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女肖盼安的倒戈。 肖盼安倒戈之后, 肖采怡在后宫更是疲于应付。 皇帝魏齐轩把后宫大拳慢慢往慕出血身上倾斜, 就这样,后宫失控,前朝动荡。 埋下的一颗颗钉子拔地而起, 崩坏了肖红独揽权柄的局势。 当然,最后肖旺叔和肖盼安也都没讨着什么好。 复巢之下焉有顽卵,肖红一倒, 肖旺叔自然无用, 被沐云泽抛弃得彻彻底底, 成为了肖家的陪葬品。 肖盼安更是失去了爱情又失去了孩子, 不仅皇帝的宠爱是用来骗他的, 就连他诞下的那个带着肖家血脉的孩子, 皇帝为其宣掌权后也直接下令赐死了。 肖是满门, 下场惨之又惨。 但显然, 现在的一切并未按照书中的剧情推进, 甚至偏离甚远。 自从牧出雪死后, 书中的剧情就已经崩了许多,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书中不曾存在过的剧情。 这书中异世界正在悄然扭转, 一个又一个小节点的崩坏, 牵引着未来的剧情走向无法预估的轨迹。 罗姨娘入宫这是在看吧, 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 总得等安定下来再入宫。 房契儿继续说着。 肖旺叔回过神来, 想起什么事的, 问着, 母亲, 到时候我能一起入宫吗? 锦衣门想要迅速打响名声, 还需要一点招牌货。 你? 房契儿略有些疑惑, 问着, 旺叔, 你以前不是不喜欢看见罗姨娘的吗? 因为罗姨娘那人做派小气, 旺叔从小就不喜欢她。 母亲, 我进宫可和罗姨娘毫无干系。 上次刘太医那草蜜胶条得好, 我这身上半点疤都没留, 所以想着进宫道个谢。 肖旺叔开口解释, 仅此而已。 房契儿怎么感觉有点不信呢? 肖旺叔想了想, 又道, 除开道谢, 还想和刘太医谈一笔收益可观的生意。 房契儿一副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的表情, 无奈道。 你这丫头啊, 最近真是钻到千燕子里去了。 肖福光在一旁帮腔, 母亲, 姐姐有个爱好也是好事。 能赚钱最好, 哪怕不赚钱, 那也能让她打发打发时间不适。 房契儿斜了她一眼, 道, 你们姐弟两个, 最近倒是合起伙来说话办事了。 肖福光立马摇头, 闭紧了嘴。 肖旺叔摸着, 母亲就带上我吧, 否则你和罗姨娘一起进宫, 面对面的还说不上几句话, 那得多窒息啊。 再一个, 那罗姨娘她也不会说话啊, 说起话来一句赛一句的阴阳怪气, 那么难听。 母亲带上我, 好歹入公路上还有个人谈谈天不适。 房契儿仔细一想, 好像也是这个礼。 见肖旺叔还在摇她的胳膊, 房契儿连忙开口道, 罢了罢了, 别摇了, 我这头都被你晃晕了, 带上你就是了。 多谢母亲。 肖旺叔马里的道谢。 这时候, 房契儿又把目光放在低头随行的一春和书下身上, 开口问着, 那他们二人, 你要如何处置呢? 还不等肖旺叔开口答话, 房契儿又道, 丫鬟护卫在外接得护主, 哪有主子反过来涉嫌保护丫鬟护卫的道理? 此事你若不严惩, 他们岂不翻了天去? 你日后还如何遇下? 其实房契儿哪能不知, 肖旺叔让李塔李军他们自己回来找管家领罚, 却一直带这一春和书下, 已经证明了态度。 但这遇下, 他讲究一个恩威并师。 肖旺叔这已经属于开了大恩, 那总要有个人把这威师出去。 果然, 一听房契儿这话, 一春和书下直接吓得跪下了。 奴婢们已经知错了, 还请夫人开恩。 我们二人日后必定伺候好小姐, 此事绝不再犯。 两人的头在地上一下一下地磕, 磕得红肿了也不敢停。 肖旺叔叹了口气, 朝房契儿求情, 母亲, 好歹也是伺候了我这么多年的人, 这次就让我自己处置吧。 若下次再犯, 在郊友府上按规矩办。 房契儿也跟着他叹了口气, 道, 你呀, 还是心太软。 说完, 他又看向一春和书下, 悠悠道, 罢了, 既然你们小姐要亲自处置你们, 你们这次就听他的法吧。 只是这种事, 若再有下次, 书下立刻接到, 请夫人放心, 绝无下次。 再有下次, 奴婢们以死谢罪。 听到这话, 房契儿稍微满意了些。 好, 那就起来吧。 与此同时, 京郊军营。 陈楚刚一回来, 就迎面遇上了陆绪阳身边的两名皮匠。 那两人带兵压着几名将士, 上前朝陈楚抱拳行礼, 见过陈将军。 陈楚点了点头, 看向他们两人身后那几名有些眼熟的将士。 他们犯什么事了? 这六人里, 为首的两名小将, 他前些天还见过他们几次, 好像叫个什么秦太, 玉池燕, 反正两人办事都还挺漂亮的。 听到陈楚问起, 那两人面上有些纠结, 往四周看了看, 见没外人才敢靠近陈楚身边, 低声道, 冲撞了横威将军, 我们将军说了好些话才保下他们性命, 现在要发配到敌州去。 横威将军, 萧玉, 听着姓氏也知, 这是萧氏宗亲。 萧玉正是萧红的堂弟之一, 早年随萧红上过战场, 也曾抛洒热血, 立下国赫赫战功。 如今官居三品, 封为横威将军。 哪怕萧玉性子火爆, 常出手伤人, 但有萧红这个堂兄在, 寻常将领也不敢招惹他, 只能地其锋芒, 绕路走远点。 至于冲撞了他的末尉将士, 被军棍打死也是常事。 为这事, 萧红其实私下里也说过他多次了, 但萧玉就是这么个性子, 改也改不过来, 萧红也颇为头疼。 接着六人还算是运气比较好的, 刚好碰上陆续阳也在军营里面, 还能为他们说说好话求个情。 陆续阳是萧红身边最信任的老将, 追随萧红的时间也要比萧玉还久, 他在萧红心中的分量不比萧玉低。 有他求情, 萧玉才肯给这个面子, 勉强饶了这六人的命。 陈楚听到陆续阳这两名皮匠的解释, 再看看为首那小匠脸上一脸不符的神色, 不知想起些什么, 朝他们问着, 有个差事, 比发配嫡州要轻松得多, 还能留在京师, 你们可愿去。 那六人纷纷抬起头看向他, 半信半疑。 最后, 为首那眉眼犀利的青年率先问着, 将军此话当真, 秦太是吧? 陈楚问了一句, 那青年似乎没想到, 陈楚这个正四品的五位将军, 居然还能记得他这个杂号的六品护军。 迟一片刻, 他开口硬着, 是。 陈楚继续说着, 相爷的小姐身边缺几个护卫, 要是你们肯放下架子去小姐身边的话, 我可以为你们去相爷那边说一说。 从军营将领变成内宅护卫, 其中落差不是一星半点。 相爷府上的小姐。 秦太略一思索, 相辅如今未嫁的, 不就一个敌四小姐肖旺叔吗? 将军要我们去四小姐身边当护卫, 很为将军能答应? 反正他们发配敌州之后也没了关接, 还要受益通罪。 左不过一个杂号护军的架子, 有什么放不下的? 只要不用发配, 能带着身后几个弟兄好好活下来, 架子尊严什么的都靠边放, 伺候那四小姐洗脚都成。 只要你们愿意, 剩下的事情我去办。 陈楚继续说着, 秦太和他身边另一名小将对视一眼, 随后点头道, 我们愿意去四小姐身边, 有劳陈将军从中周旋。 陈楚点了点头, 潮陆续扬的两名必将吩咐, 先把他们六人压下去, 别让人瞧见。 那两名必将想了想, 抱拳应下, 是。 自从那日在锦衣门捉了细作之后, 肖旺叔就安安静静地待在乡府看了三天书。 肖福光书房里积攒几年的书, 三天时间就被他翻去了一小半。 那日回来后, 一春和书下也自己去刑房领了罚, 实账下去。 虽然没打出什么血腥伤残来, 但也够他们两个姑娘家受一顿罪。 这三天时间里, 他们连下床都是一颠一搏的, 更别说伺候肖旺叔了。 肖旺叔那边勉强用了几个寻常的丫鬟伺候, 虽然那些丫鬟不如一春书下那么了解他的生活习性, 但也能凑合用。 这天中午, 慧秋提着商药和点心过来看望他们两人。 书下趴在床上还算安静, 一春全程咿咿呀呀叫个不停, 稍微有点动作就喊疼了。 慧秋姐姐你可轻点, 我这屁股都已经开花了。 慧秋坐在床边给他上药, 又是无奈又是好笑, 道, 谁叫你同情心那么泛滥, 这下好了, 该同情自己了吧。 一春接话, 可不是吗? 把我肠子都毁清了。 书下趴在枕头上, 看一春这样, 没忍住笑了出来。 慧秋瞪他一眼, 称道, 你还在那笑, 你那伤也没好看到哪儿去。 书下立刻抿紧了嘴, 摇头说着, 好姐姐, 我不笑了。 见他们都老实了, 慧秋才继续给一春处理伤口, 边上药边开口叹着, 你们啊, 真是跟了小姐。 小姐还是怜惜你们的, 这才亲自处置, 都没把你们交到管家手上。 书春抱着枕头, 也故作惆怅地感叹, 是啊, 换个主子早就隔屁了。 慧秋直接又被他逗乐了, 上药的手也使劲了些, 暗得书春连连痛呼, 慧秋姐姐轻着点。 我开花了呀。 见他痛呼过后就老实多了, 慧秋这才继续道, 你们啊, 也别怪夫人那日说话严苛。 你们是不知道, 直接要将小姐公子带出去的所有奴仆, 全部仗杀。 还是夫人那时, 顾及小姐与你们的情义, 才在相爷跟前劝了好几句, 说小姐既然费心保下你们的性命, 若是相爷直接仗杀你们, 小姐岂不白白为你们涉险了? 就这样, 相爷才勉强接过, 同意夫人的话, 让小姐公子自己处置身边的奴仆。 否则依照相爷的脾气, 你们早没了。 慧秋说了这许久, 说到最后时, 吓得义春连连缩着脖子。 书下趴在一旁, 开口道, 姐姐放心, 我们都知晓小姐夫人的恩情, 断不会生出什么怨怪之意。 此事确实是我们二人戒心不足, 拖累了小姐, 这顿罚是我们该着的, 小姐在罚, 重点都盖。 听到这话, 慧秋总算是放心了, 笑道, 能拎清就好, 你们跟在小姐身边, 夫人将小姐保护得极好, 你们确实接触的阴谋诡计都不多。 不像她和藏东, 跟在夫人身边多年, 走到各处都要谨言慎行, 生怕走错一步命就没了。 书下似乎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 又道, 姐姐跟在夫人身边, 已能独当一面, 我们也极为佩服。 慧秋听着这话, 笑着摇了摇头, 继续给义春上药。 你们两个还是老实休养, 快些好起来吧。 我瞧那些丫鬟伺候小姐时, 也不知小姐喜欢吃些什么喝些什么, 还常弄乱小姐的衣裳, 惹得小姐烦心。 知道了, 慧秋姐姐。 义春应了一声, 随后两人趴在床上, 安静了许多。 另一边, 肖旺叔在他自己院子里待着实在无聊, 又来了肖福光的书房。 见肖旺叔这些日子常来书房, 也不喜欢坐椅子, 肖福光便让人在他书房里, 安了一张软榻, 供肖旺叔休息看书。 此刻, 肖旺叔就正懒散的鞋椅在榻上, 有一搭没一搭的翻书。 肖福光正在临摹大家字画, 抽空抬起头看了肖旺叔一眼, 开口问他, 姐姐近日怎么看起地理智来了, 想出门走走吗? 倒也不是想出门, 只是看这天下土地广阔, 不见边际, 我想瞧瞧是怎么个广阔法。 肖旺叔说着, 手下的书又翻了一页, 他想看看, 这书中异世界到底有多真实。 原书中所描绘的, 又是否只是这个异世界的冰山一角。 肖福光闻言, 笑道, 听父亲说, 从燕州京师, 到我们肖氏祖地, 地州安昌郡, 哪怕快马加鞭也得五日时间。 这还只是两周之隔, 更别说茫茫天下。 天下何其之大, 岂是一本地理智便能装得下的? 听到这话, 肖旺叔也笑了笑, 探着, 确实, 后土之广不可丈量, 阿弟说得有理。 书中只聊聊几笔, 勾勒天下动荡, 更多的笔墨还是在描写 男主魏祺轩和女主慕初雪 相爱相知的细节。 如今女主慕初雪已死, 书中剧情直接被砍去大半, 也不必太执拗于她了。 这书中一世界, 未勾勒之处, 还得靠她自己去慢慢探索。 好了姐姐, 先别感叹那许多了, 过来瞧瞧我的字, 看看可还入得了眼。 肖浮光歌下笔, 喊肖旺叔过去看字。 肖旺叔正要起身, 这时, 房契儿身边伺候的藏东走了进来。 奴婢参见小姐公子。 藏东进屋行里, 见肖旺叔携椅在软榻上, 起身笑道, 小姐还真在公子这儿, 让奴婢好找, 夫人请您过去一趟。 哦? 肖旺叔仔细回想一下, 抬起头问她, 母亲突然找我, 可是有什么事? 肖浮光在一旁摇头晃脑地开口提醒, 姐姐, 这你得问自己又惹了些什么祸。 藏东脸上的笑意浓了许多, 道, 公子说笑了, 借咱们没有祸事, 净是好事。 说完, 她又转向肖旺叔, 向她解释, 是这样, 相爷特地为小姐安排了六名护卫, 夫人让小姐过去瞧瞧。 若是小姐觉得顺眼, 便可将人带回去。 父亲安排的。 肖旺叔有些疑惑, 合上了手里的书。 他们的宰相父亲日理万机, 特地抽空给他安排护卫, 这事倒是稀奇。 藏东继续说着, 确实是相爷安排的, 听说还是军营将士。 奴婢瞧着就觉得很靠谱, 小姐去瞧瞧吧。 一听藏东说是军营将士, 肖旺叔的兴趣顿时攀升到了顶点。 只听肖福光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道, 我想要匹汉鞋宝马的事。 父亲那是提也不提。 姐姐身边的护卫才缺了几天, 父亲都把军营将士送来了, 终究还是女儿家受宠啊。 你可少说两句吧, 就你现在这小身板, 也别想着什么汉鞋宝马了, 父亲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 肖旺叔说完, 只见他把手里的书放到踏上的抗脊上, 笑盈盈地起身, 道, 你这字先写着, 我回头再瞧。 肖福光笑着摇了摇头, 又提起笔, 学着杜嬷嬷说话的语气, 调皮道, 姐姐快去吧, 别一会儿到手的护卫都飞了。 到手的护卫当然是飞不了的。 肖旺叔到主院的时候, 房契儿正坐在院子里刷染扣单, 杜嬷嬷把清透的薄纱缠绕在他染过的指甲上。 六名身着盔甲的将士在院中一字排开, 像六根柱子, 一动不动地处在那里。 母亲。 肖旺叔进院, 款款走向房契儿身边, 扶身行礼。 房契儿朝杜嬷嬷调侃, 嬷嬷瞧, 在府上关了这几日, 还将咱们望书关成大家闺秀了。 杜嬷嬷忙道, 夫人可别冤枉了小姐, 咱们小姐可一直都是大家闺秀。 听着两人的打趣, 肖旺叔脸不红心不跳, 淡定得像龙了一样。 好了望书, 你自个儿瞧瞧吧。 房契儿终于舍得把目光从指甲上一开, 抬起头看看肖旺叔了。 这才被撤去职务发配嫡州。 他们都是军营里勤恳踏实的, 你父亲听闻后于心不忍, 碍于宗亲势力, 不好搏了你堂叔的意思, 只能这么给他们另谋个去路。 你瞧瞧吧, 你父亲的意思是, 正好你身边缺几名护卫, 若是合眼缘就将他们带回去。 只一条, 稍微收收你那小性子, 别太苛待六位将士。 若是你们不合眼缘, 我再在府上、 庄子上或者铺子里, 给他六人安排个闲职坐着。 虽比不得在军营里为官为将, 但也不会叫他们生活难过就是了。 房契儿话刚说完, 以秦泰为首的六人整齐滑衣, 先袍跪下。 卑职等人谢相爷, 夫人费心安排。 秦泰他们是怎么也没想到, 陈楚居然真的为他们说动了情, 萧红和房契儿也愿意以这种方式收留他们。 一时间, 六人心里因萧玉而产生的 对整个萧氏家族的怨念, 已经淡化了许多。 都齐吧。 房契儿脸上挂着柔和的笑, 轻声细语, 你们在军中为民为国, 为相爷劳苦, 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 必不能亏待了你们。 他这话说完, 秦泰六人齐声道, 谢夫人。 随后, 六人起身站好, 萧望叔走近看了一圈, 仔细打量, 开口询问, 我瞧着六位将士都挺好, 只是不知军营将士, 能否经得住给我当护卫的落差? 这六人, 比起陈楚那压迫感来说少点意思, 但瞧着足以碾压一批后宅护卫。 小姐放心, 军令如山, 我们始终牢记, 只要小姐有令, 我们必然遵奉。 军中将士是相爷如主, 小姐是相爷嫡女, 亦是主子。 秦泰这话说得好听, 房契儿坐在一旁微微汗手, 显然还是比较满意的。 萧望叔笑了笑, 没再多说什么别的, 只说着, 那好, 你们六人就跟我吧。 在这人心里, 他还是觉得他是军中将领, 不是护卫。 他之所以遵他为主, 听他调令, 不是因为他是他的护卫, 而是因为他是萧红的兵, 所以连带的, 也尊萧红女儿为主。 甚至他可能还觉得, 这番话传到萧红耳朵里之后, 萧红会因此动容, 来日再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军营。 想的可真是天真啊。 不过并不影响他用他们就是了。 卑职遵命。 六人抱拳弯腰, 齐声行礼。 萧望叔似笑非笑, 开口提醒, 除开皇帝, 若非武将之身, 是不可以四代军中将士在身边护卫安全的。 我是朝臣之女, 身边护卫职可自称属下或者奴才, 不可再称卑职, 记下了吗? 秦泰文言一愣, 只听他旁边, 处事谨慎的玉池燕直接改口, 属下谨记。 秦泰回过神来, 紧跟着改口, 属下谨记。 其余四人也立马道, 属下谨记。 萧望叔点了点头, 转身朝房契儿开口说着, 母亲, 那孩就先带他们六人回去了。 房契儿对着染好扣单的指甲轻轻吹气, 听到萧望叔这话, 他抬头笑道, 瞧你急的, 回去吧。 晚些时候, 和福光一起来我这儿, 陪我用个晚膳。 萧望叔腰身纤细, 有模有样的柔柔一摆, 扶身硬下, 是。 房契儿又笑着和杜�嬷嬷打趣, 说他女儿在府上关了三天, 简直关遍了个人。 萧望叔没再回应他们的打趣, 带着秦泰六人回了院子。 回院之后, 萧望叔坐在院中石桌旁, 让丫鬟一群小鸡撞上一群老鹰, 瑟缩着脖子往旁边推搡躲避。 听说李塔他们四人被发卖出府后, 你们对我颇有怨言。 萧望叔悠悠开口, 脸上还是挂着那抹清浅笑容。 其实他什么都没听到, 他就是匡人的。 他需要这些人觉得, 他们里面有人会给他报信。 他需要这些人觉得, 他们里面有他安插的人。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知道谨言慎行是个什么东西。 那九人顿时变了脸色, 接连跪下, 七嘴八舌地说着, 属下万万不敢, 请小姐明鉴啊。 他们过来伺候萧望叔, 这位迪四小姐虽然脾气不好, 但她是长家夫人的亲生女儿, 在她身边伺候的人, 月钱都要多些。 离了肖望叔, 那他们又要去干些脏活累活, 说不定还会被管家穿小鞋。 先前他们不过是闲聊起来, 同情李塔他们的遭遇, 随口为李塔他们说了几句。 哪知会被肖望叔拿出来说啊? 李塔他们护主不利, 被发卖出去也是应该的, 属下哪敢怨怪小姐? 就是就是。 小姐切勿听信, 外人嘴碎, 您带属下们极好, 属下们感恩还来不及, 怎会怨怪呢? 秦泰听得皱紧了没? 这是群什么东西, 外人是在暗指他们吗? 肖望叔听着这些话也有点想笑, 端起丫鬟缝上的茶, 不急不忙地喝了两口。 喝完, 在那些护卫各异的注视下, 他才缓缓开口, 其实我就是在府上待得太无聊了, 找你们来解解闷。 那些护卫顿时又变了脸色, 各异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 秦泰她们也对这位肖辅迪四小姐有了新的认知, 性格跳脱, 喜好恐吓。 她们心里刚嘀咕完, 只听肖望叔诱导, 不过你们在我这里办事呢, 嘴上还是有个把门的比较好。 否则你们说出口的话, 可能以各种方式传进我耳朵里。 今日是找你们聊天节节闷, 若是还有下次, 那我恐怕得送你们去管家那里, 让管家陪你们聊上几句。 肖望叔每说一句, 那些人的脸色就变上一遍。 等肖望叔说完, 那些人跪在地上, 已经半句求饶的话都说不出口了。 肖望叔也不指望他们说什么, 吩咐着, 下去吧,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奴仆在背后非一主子几句也是常识, 没有必要打杀, 稍加警示就够了。 否则对待奴仆太过严苛, 也容易激起群奋。 就算他这次严查严罚, 没了这一批, 下一批送来的也不一定老实。 既然如此, 不如恩威并施, 换他们一个收敛。 若有谁实在不知收敛, 再按规矩办了也不迟。 至于现在特地拿出来说, 也只是担心这些人说话太放肆, 会教坏了新来的人。 人吗? 教坏容易, 他再调教回来就难了。 是, 是。 那九人先后从地上爬起来, 半点逗留都不敢, 直接弯着腰跑了。 他们九人走后, 肖望叔搁下茶杯, 单手撑着下巴, 看向秦泰他们六人。 秦泰他们被他看得头皮发麻。 小姐有何吩咐? 秦泰率先开口询问。 肖望叔笑了笑, 语气颇为柔和, 道, 各位, 先自个儿报个名字吧。 秦泰报全道, 属下秦泰, 见过小姐。 他话音刚刚落下, 肖望叔脸色微变, 随即恢复如常。 玉池燕也报全道, 属下玉池燕, 见过小姐。 在他们之后, 其余四人先后报全行礼, 属下罗星, 见过小姐。 属下杨平, 见过小姐。 属下江丽海, 见过小姐。 属下李牙, 见过小姐。 肖望叔逐个记下, 在心里默念几遍, 最后将视线投向秦泰, 开口问着, 行进之秦, 太斗之太。 秦泰有些疑惑, 不知肖望叔为何独独问他, 但还是答着, 回禀小姐, 正是。 肖望叔看向秦泰那双犀利的眉眼, 二十来岁的少年郎, 如今意气风发, 与书中那一笔带过的残缺沧桑, 形成了鲜明对比。 或许是肖望叔的目光太深邃, 让秦泰有些不太适应。 就在他想要开口的时候, 肖望叔率先开口说着, 下去吧, 都换身衣裳, 甲皱收起来, 不要再在后院穿了。 是。 六人齐声应下, 公身告退。 他们六人退下之后, 肖望叔缓缓坐正身子, 端起茶杯, 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杯盖刮着杯盐。 秦泰, 这个名字他在书中见过, 不过是在剧情发展接近尾声的时候。 书中所写, 那将军脸上一道刀疤纵穿左眼, 将至终年却已满病苍白, 杀在剿灭萧氏余孽的第一线。 那将军, 名叫秦泰。 秦泰这个名字, 在剧情中期, 扳倒萧红的过程中偶有提及。 但这个人真正出场时, 已是全书默契。 他带着对萧氏的滔天恨意, 带兵冲向丽州安昌郡, 剿灭了萧氏祖地逃窜的所有萧氏余孽。 书中对他不过七八段文字的描写, 而就是这短暂的出场, 他挟着嗜血之恨, 为了替他的兄弟报仇, 血洗了萧氏祖地。 小姐, 茶凉了, 可要再换一杯? 丫鬟站在旁边, 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 哪怕是天气烧热, 小姐也不洗凉茶, 不洗粮食。 这些天已经有很多丫鬟因此受了罚, 虽然罚得不重, 但也足够让他们畏惧。 小姐在吃食和茶饮上格外挑剔, 这已经成了院中所有丫鬟共同的认知。 萧旺叔回过神来, 割下茶杯, 起身道, 不必了。 说完, 他转身往院外走去, 去了萧红的书房。 萧旺叔到的时候, 站在外面候了会儿, 陆续阳才从萧红书房里出来。 见萧旺叔站在院子里, 陆续阳上前抱拳行了个礼, 道, 小姐久等了, 快进去吧, 相爷这会忙得差不多了。 萧旺叔扶身回了个礼, 笑道, 谢将军告知, 将军慢走。 陆续阳笑着说了句小姐客气, 然后大步离开。 他离开时, 脚步有些匆忙, 可见萧红吩咐的是有点急。 萧旺叔没有多管那些, 踏上台阶, 推门进了萧红的书房。 书房里, 萧红桌上的折子堆高了点。 听到萧旺叔进门的动静, 萧红头也不抬地问着, 合适, 给你辈的护卫不合心意吗? 正在嬷嬷地沉处闻言, 抬起头看了萧旺叔一眼, 然后低下头, 捏琢磨的手指微微收紧。 怎会? 萧旺叔扶身行礼, 答着, 秦太六人训练有素, 甚何孩心意, 还是过来向父亲道谢的。 哦? 萧红的笔一顿, 又问, 特地道谢来的? 萧旺叔沉吟片刻, 答着, 确实还有几分好奇, 想来找父亲解惑。 萧红闻言, 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拿着笔朝他抬了抬手, 随口吩咐, 自己做吧。 谢父亲。 萧旺叔走到一旁坐下, 思索会儿, 道, 孩儿只是好奇, 父亲想若真想安抚军心, 为秦太他们谋个去路, 原有更好的选择, 为何选择将他们放在孩儿这里? 若是父亲将他们放在别处, 或许他们还能继续为父亲效力一二。 想来萧玉堂叔已经明白父亲的意思了, 不会对他们在家为难。 即使父亲担忧他们心中有怨, 不放心重用他们, 那给他们安排的闲职, 也算全了他们的体面, 让军中将士无话可说。 别怪他问得太多, 前面那么多年, 正是多疑和谨慎, 让他踩着刀尖和一只只猛虎搏斗, 最后虎口夺食。 他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需要知道, 秦太这样一个人物究竟为何会到他身边, 而且来得这么突然。 如果说萧红是为了安抚军心, 为了给萧玉一个小警士, 完全不必如此。 不管是调任, 还是在军营之外再给个闲职, 萧红有更多方式可供选择, 完全不必让秦太他们在他身边待着当个护卫。 听到萧旺叔的问话, 萧红有些诧异。 陈音片刻后, 他反问着, 那以你猜测呢? 萧旺叔摇了摇头, 孩儿猜不出来, 所以过来询问父亲。 父亲是觉得孩儿会遇到什么危险吗? 还是说, 父亲觉得孩儿不会永远待在京市, 将来会去到您的羽翼无法覆盖之处。 听到这话, 萧红的笔直接停滞在半空。 悬在纸上的笔尖滴下一滴墨水, 在纸上晕染开一团漆黑的墨迹。 陈楚手上的动作也随之停顿。 你听谁说了些什么吗? 萧红继续问着。 萧家与拓跋联姻之事, 只有他和几个卸任的将领才知晓。 夫人怕女儿伤心, 在拓跋使臣抵达京市之前, 他瞒着女儿还来不及, 又怎会告诉他? 所以, 到底是谁说了些什么, 让他听去了? 萧旺叔再次摇了摇头, 答着, 最近京市城内戏作不断, 外敌屡屡前入, 来得蹊跷。 边境若无摩擦, 京内必有盛事。 再加上二哥, 他最近常不回府, 忙于部署宫内禁军, 维护公宴安宁, 想必是有重要来史。 父亲母亲最近也对孩儿有些反常, 孩儿隐约感觉有些心慌。 这下换成萧红无言以对了。 他还能说什么? 说他这女儿嗅觉灵敏, 一点风吹草动就能嗅出端倪来吗? 有一会儿, 萧红开口讲着, 拓跋首领有意交好, 派王子公主进京联姻。 敌国戏作正盯着拓跋使臣, 若是使臣出事, 我们与拓跋部落的联系也将破裂。 戏作要暗害拓跋使臣, 萧红要保护使臣安全。 这一场暗中的较量已经开始了。 见萧旺叔久久不语, 萧红又道,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萧旺叔摇了摇头, 答着, 父亲手握权柄, 忧虑甚多, 孩儿明白了。 那你可有什么要说的? 萧红对萧旺叔的反应有些意外。 他以为, 乍一听到拓跋联姻的事, 以他这个女儿的性格, 肯定要大闹一番。 这样不吵不闹的, 倒叫他有些惊讶, 还有些愧疚。 萧旺叔继续摇头, 开口答着, 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孩儿会极尽所能, 维持萧家与拓跋的联盟。 至于是不是以嫁过去的方式, 那就不一定了。 见萧红谋藏怜惜之色, 萧旺叔继续问他, 所以父亲将秦泰他们拨到孩儿身边, 是在提前为孩儿组建一支随亲队伍, 为免孩儿将来在他乡无人可用吗? 听到这个问题, 萧红摇了摇头。 有部分原因在此, 但并非全然如此。 见萧旺叔实在疑惑, 萧红继续解释, 让秦泰他们追随你, 其实最初是陈楚提出来的, 并不是我的意思。 他觉得寻常护卫难以担起保护你的重任, 而秦泰他们就此发配也太可惜, 难免含了军心。 所以他才在我这里为秦泰他们求了个情, 谋了个去路。 我想了许久, 觉得他所说的也可行, 便这样安排了。 萧旺叔听完, 不仅没有解惑, 反而更加疑惑了, 一头雾水地看向陈楚。 他自认为, 他和陈楚那几块糕点几杯茶水的交情, 并不值得对方为他如此考虑。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便找他问吧。 萧红说完, 又朝陈楚吩咐, 陈楚, 你去把福光和振兮原先的骑射师傅找来, 接下来你和陆续阳就好好忙军营的事。 陈楚放下墨, 抱拳应下, 是。 萧红朝他们两人摆了白手, 吩咐, 都下去吧。 萧旺叔起身, 扶身行礼。 陈楚也再次抱拳弯腰, 两人一起行礼告退。 出了书房之后, 萧旺叔和陈楚并肩走着, 思考措辞。 你, 小姐, 两人一起开口, 又一起闭嘴。 陈楚见萧旺叔不说话了, 开口说着, 小姐想问些什么, 就请问吧。 萧旺叔继续问着, 陈将军如何想到要将秦太他们六人送到我这里来的? 我相信陈将军定能给他们安排更好的去处, 至少比后宅小姐身边的护卫要体面。 陈楚皱起眉头想了会儿, 答着, 不, 我将没有更好的去处给他们安排。 萧旺叔促起眉, 疑惑道, 什么? 堂堂四平五位将军, 但凡愿意在麾下随便挪个贤职出来, 也不至于说出这种话来敷衍他。 似乎是看出了萧旺叔的怀疑, 陈楚继续解释, 末将认为, 能跟在小姐身边, 是他们的运气。 小姐机敏聪慧, 并能教会他们许多, 这远比在外找个闲职要好得多。 而他们六人训练有素, 比寻常护卫能打, 在外也比寻常护卫要警惕。 有他们在, 小姐更加安全。 小姐那里, 就是他们最好的去处。 陈楚解释得很认真, 萧旺叔从他话里行间, 只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真诚。 真诚, 这是商人很稀缺的东西。 萧旺叔被他说得迟疑了半晌,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缓缓停下脚步, 面朝陈楚, 陈楚下意识地伸出手去, 想扶他胳膊。 手刚伸出去, 似是察觉不合礼数, 陈楚又立马收回了手, 抱拳弯腰, 回了一礼。 小姐不必客气, 声音一如既往的低沉。 但听在萧旺叔耳朵里, 又多了几分不同寻常。 两人继续往萧福光院里走去。 路上, 四集书中, 秦太是为兄弟抱求财血洗萧氏祖地, 萧旺叔想了想, 又朝陈楚问着, 那将军可知, 秦太祖籍何处, 家中可有兄弟。 陈楚皱紧眉头, 仔细思索一番, 道, 秦太是孤儿, 无父无母, 更无兄弟。 当真没有? 哪怕养父养母, 结义兄弟, 也都没有? 萧旺叔追问, 陈楚的眉头直接凝成了结, 想了许久, 最终确认, 没有, 若真要说个兄弟出来, 那就只有玉池燕。 玉池燕家中算是小父, 他爹是当地云外。 当年朝廷征兵征到了那座县城, 玉池燕是家中独子, 便被征来了。 他父母不放心, 花钱雇了孤儿之身的秦太, 一同参军, 让秦太在军中照顾玉池燕。 两人参军至今, 同吃同睡, 感情胜似兄弟。 他以往只知, 相爷用人时有先察人九族的习惯, 没想到相爷的女儿也有这习惯。 不过用人谨慎些也好, 省得上当受骗。 听到陈楚的讲述, 肖旺书略一思索, 又问, 那他们冲撞了肖玉池书, 若真发配去嫡州, 会是什么下场? 这次陈楚不假思索, 直接打着, 恐怕活不到抵达嫡州。 说完, 见肖旺书神色无异, 并未受惊, 陈楚才继续讲着, 发配嫡州, 他们在一路上就会受到各种苛待, 缺水缺粮, 饱受欺辱。 如果他们敢在路上逃跑, 被抓回来之后, 更是会被当众用藤鞭抽到断气为止。 他们也难以活着走到嫡州。 最后, 哪怕他们运气好, 真的活着走到了嫡州, 这也还只是苦难生活开始的第一步。 嫡州乃是我们魏国的西北边境, 常有先于蛮族之人犯禁。 被发配过去的那些将士, 大多都是以肉身筑成墙。 在先于蛮人犯禁时, 他们是第一批被推出去遇敌的人。 陈楚这一番话, 简单理解一下, 便是, 能活下来的都是稀缺的天选之人。 若是秦太真把这趟嫡州之行走一遍, 亲眼看着玉池燕和其余四人惨死在他眼前。 肖旺叔相信, 他完全淡得出来血洗肖氏祖地的事。 恐怕血洗完了肖氏祖地, 他还不解恨。 肖玉堂叔在军营里, 时常这样暴怒发火吗? 肖旺叔依稀记得, 书中是有关于这段的记载的。 但因为是宰相这一派的成员, 反派龙套, 书中并未写出名姓, 只写肖氏宗亲暴怒任姓, 军营中不少将士积怨已久。 想来这肖氏宗亲, 就是肖玉了。 横威将军他, 确实性情火爆易怒, 相爷也颇为头疼。 陈楚显然也对肖玉没太多好感。 只能说同为武将, 他动不得肖玉, 肖玉也轻易不敢动他, 他们两人一直井水不放河水罢了。 肖玉堂叔有赫赫战功傍身, 早年为父亲立下过汉马功劳, 想必父亲夹在中间也很为难。 肖旺叔说着, 停下脚步, 道, 秦怨他们的事确实多谢将军, 既为父亲分忧, 也送了我几个得力护卫。 陈楚跟着他停下脚步, 一看才发现已经走到了肖福光的院子。 今天这路真短, 感觉没走几步就到了。 肖福光的小四见他们两人前来, 立刻进屋禀报。 没过多久, 就见肖福光从里面走了出来。 肖旺叔看了看肖福光, 朝陈楚扶身道, 那将军和阿弟慢忙, 我就先失陪了。 陈楚抱拳回礼, 小姐请便。 姐姐, 陈将军, 你们怎么一道来了? 肖福光走近, 朝陈楚拱手行礼。 肖旺叔答着, 我有些试问将军, 恰好将军要来找你, 我也要来瞧瞧我家阿弟的书法大作, 便一道来了。 乔姐姐这话说的, 我那大作都积了层灰你才来, 也不知是来看我的大作, 还是来我这蹭书看。 肖福光很想朝他的姐姐翻个白眼, 但忍住了。 好了姐姐, 你进去吧。 肖福光说着, 转向陈楚, 问他, 将军前来可是有事。 陈楚点了点头, 墨将与陆将军近日有些事要办, 向爷的意思是, 让墨将与两位公子的骑射师父交代一声, 接下来两位公子先随他练习骑射。 这样, 肖福光点了点头, 抬手道, 将军请, 我们先去七哥那边说一声。 陈楚再次点头, 朝肖旺叔抱拳行了个礼, 和肖福光一起走了。 肖旺叔转身进了院子, 走向肖福光的书房, 独自欣赏肖福光那积了层灰的大作曲了。 两个月后, 笼罩在京师上空的乌云渐渐散去, 经历了一场秋雨洗刷, 阳光再次穿透云层, 扑洒在红墙金瓦的宫殿上。 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 连带着肖旺叔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锦衣门完工在即, 他和阮复心等了近三个月的开市, 终于快来了。 潘安腹中的龙胎, 我找仙长算过了, 多半是个皇子。 咱们潘安这是要诞下皇长子了呀, 难怪怀胎辛苦。 穿金带银的妇人攥紧手帕, 坐在马车里又激动又骄傲, 嘴里说了一路。 他浑身散发的金银光芒实在太过耀眼, 趁得马车里的房契儿和肖旺叔朴素无比。 也不管旁边的房契儿和肖旺叔接不接话, 那妇人乐呵呵地, 自顾自地继续说着, 咱们潘安真是争气呀, 像爷爷盼着他能给咱们肖府天的皇室外孙呢, 嗨嗨, 或许是说得太激动, 那妇人用帕子眼住嘴, 一阵剧烈咳嗽。 马车外, 一名婢女小跑上前, 挤到一春和书下中间, 从车窗外递了一个小瓷瓶进去, 交给那妇人。 这时, 小网叔勉强把目光从书上挪开, 看向那妇人, 道, 罗姨娘还是先把药吃了, 歇会儿再继续讲吧。 说完这话, 他又低下头看书去了。 房契儿坐得端正, 嘴角擒着一抹微笑, 并肩的东猪不摇, 随着马车一起晃动。 确实, 罗姨娘先把药吃了吧。 别一会儿, 到了贵妃娘娘的云光店, 还在咳嗽, 叫贵妃娘娘看了担忧。 房契儿开口劝着, 母女两人都在关心, 但也没谁说给罗姨娘把药瓶子打开。 罗姨娘边咳嗽边拔掉瓶盖, 从里面倒了两颗褐色药丸出来, 直接把药拍进嘴里, 然后咽下。 要完吞服之后没过多久, 罗姨娘顺着胸脯, 感觉气通了许多。 旺叔, 稍后你随我们见过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 想做什么, 请皇后娘娘帮忙, 勿要扰了贵妃娘娘和罗姨娘。 房契儿柔声叮嘱。 肖旺叔抬起头, 捧着书, 道, 孩儿明白的, 母亲放心。 这时, 胸口那口气顺下去的罗姨娘, 再次开口插话, 书姐儿要办些什么事, 盼安如今是贵妃, 又怀着龙胎, 后宫里的忙他也能帮的。 说完这些, 罗姨娘又道, 书姐儿已经挤挤几年, 如今年纪也不小了, 怎么终身大事还不愁一下? 房契儿本就在为肖旺叔连姻一世烦忧, 如今一听罗姨娘这话, 她脸上的笑容都冷了几分。 罗姨娘还是吃药吧, 要吃完了就歇一歇。 不会说话就少说两句, 不说话没人拿她当哑巴。 肖旺叔低头看书, 头也不抬地说着, 罗姨娘还是多操心一下贵妃妹妹的龙胎, 别有事没事盯着我。 当年若非我对入宫没有兴趣, 贵妃妹妹也就不是贵妃了。 几个月前若非我无聊进宫, 贵妃妹妹这龙胎也就没有了。 肖旺叔说话向来刁钻, 且呛人时从来不顾及场合、 身份以及辈分。 别说这京师, 就算放眼天下, 也没有几个人是他恶毒女配肖旺叔不敢枪的。 没办法, 头太练得好。 爹娘能打, 是这样的。 听到肖旺叔的话, 罗姨娘的脸色又青又红, 煞是好看。 房契儿脸上的笑容也稍微真实了些, 声音柔和, 道, 像爷总爱惯着这丫头, 惯得他没法没天的。 罗姨娘别往心里去, 我回去好好说他。 罗姨娘扯开嘴角干笑两声, 没再说什么。 马车停在宫门外, 车上三人先后踩着车凳下车, 走路进宫。 迈进宫门之后, 三人很快就上了教练。 房契儿和肖旺叔共成一张教练, 罗姨娘单成一张小蝎的软教, 三人被直接抬往肖叛安所居的云光殿。 云光殿里, 皇后肖采姨也在这里, 坐在肖叛安床边, 听着肖叛安一边喝烟窝羹一边委屈倾诉他怀胎有多辛苦。 在这倾听过程中, 肖采姨多少是在心里背了几遍经文, 才能始终保持微笑。 好了别苦了, 你如今怀着龙胎, 喝着玉刺的烟窝羹, 这是旁的女子想都想不来的殊荣。 想开些, 对你好, 对腹中的小皇子也好。 听到肖采姨的宽慰, 肖叛安低下头, 脸红道, 皇后姐姐别说这么早, 也不一定是个小皇子。 肖采姨继续笑道, 怎么不是? 太医都把过麦了, 说八成是个皇子, 这还能有假? 肖叛安脸颊通红, 轻轻点了点头。 这时候, 殿外宫女也匆匆来报, 皇后娘娘, 贵妃娘娘, 夫人姨娘, 还有四小姐来了。 一听这话, 肖叛安脸上立刻仰起了笑, 抬手就要掀被子下床。 肖采姨连忙阻拦, 你别乱动, 小心动了胎气。 说完, 她又立刻朝宫女吩咐, 都处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迎夫人进来。 是。 店内宫女鱼贯而出, 朝着云光店门口迎去。 肖叛安靠坐在床头, 手里的燕窝羹也不喝了, 只眼巴巴地朝门外看。 就这么盼啊盼, 她终于盼到了房契尔他们三人进门。 房契尔和肖旺叔率先朝肖采姨和肖叛安行礼问安, 罗姨娘跟在他们身后, 显得有些局促, 迟钝地跟上他们的动作。 肖采姨抬手道, 母亲四妹请起, 罗姨娘一起吧。 说完, 她招来宫女, 吩咐着, 赐坐。 肖叛安的寝殿小, 宫女搬来三个远古凳, 给房契尔他们坐着。 因为肖叛安一直在招手, 宫女便放了一个远古凳在她床边, 让罗姨娘能够坐过去。 此举确实不太合规矩, 也确实不太尊重房契尔这个当家主母。 但考虑到他们母女二人平日的做派, 房契尔想想还是算了, 随他们去吧, 总是尚不得台面的。 现在肖叛安肚子里揣了个保命符, 这时候就别和他们母女计较了。 众人在肖叛安的寝殿做了会儿, 见肖叛安只顾和罗姨娘倾诉她的宫中生活, 眼里完全看不见其余人, 肖采姨实在看不下去, 带着房契尔和肖旺输回了她的交房店。 交房店里, 肖采姨正要说些什么宽慰房契尔, 谁要房契尔先开口, 朝她说着, 贵妃娘娘这个性子, 放在宫中, 实在有劳皇后娘娘多多帮扶。 她在府上的时候, 最多也就是晨婚定省, 看着罗姨娘每天早晚来给她这个正式夫人请两趟安。 而肖采姨待在宫里, 要时时刻刻守着肖盼安的肚子, 在外人的暗害中护着肖盼安的龙胎。 不仅如此, 她还要耐心忍受肖盼安的各种言语, 细细想来实在辛苦。 听着房契尔的话, 肖采姨都沉默了。 沉默片刻后, 她开口道, 我们姐妹, 互相帮扶是应该的。 五妹这胎极为重要, 其中厉害我也明白, 请父亲母亲放心。 皇后娘娘时的大体, 如此, 臣妇和相爷也就安心了。 房契尔叹着, 又从袖中取出一个香囊, 道, 这是李姨娘托尘附带给娘娘的, 为保娘娘平安。 李姨娘特意上寺庙求的, 娘娘收着吧。 李姨娘李若, 肖采姨生母, 也是当今刑部尚书李故的嫡女。 宰相府后院里, 若论起身份, 最高当属房府嫡女房契尔, 其次便是这李府嫡女李若。 不过二者也略有差别。 房契尔嫁给肖红时, 房家已是中名鼎时之家, 名门大族。 那时的肖红还不是宰相, 并未有如此权势, 房契尔属于为情下嫁。 他嫁后, 房府对肖红多有帮扶, 肖红借着房府的助力, 才走到今天足以僻逆天下的位置。 而李若则不然。 李若嫁时, 肖红崛起之势正猛, 只因他在刑部缺少人手, 才娶了当时的刑部侍郎李故之女。 两家联姻之后, 李故对肖红多有辅助, 才在肖红掌权后被提为刑部尚书。 李福锦上添花之情虽好, 但总敌不过房契尔风雨同舟之意。 不过同位高门小姐, 在乡府这些年里, 房契尔和李若相处的也还算融洽。 毕竟李若是为联姻入府的, 对肖红并无太多情谊。 她在乡府的日子过得嫌淡雅致, 不争不抢。 肖红对她也是责任居多, 只尽人夫之责, 并无多少男女之情。 在乡府里, 李若真正在意的, 恐怕也只有肖采姨这么个骨肉女儿了。 肖采姨听到房契尔的话, 伸手去接房契尔手里的香囊。 母亲, 小娘她, 在府中可还安好。 以往在房契尔面前, 肖采姨从不主动过问李若的事情, 只怕自己问得多了, 惹得房契尔不喜, 让李若在府上不好过。 其实她偶尔问一句, 房契尔并不介意。 此刻听肖采姨问起来, 房契尔笑道, 李姨娘向来看得开, 每日佛珠一转, 俗世纷扰与她无关。 说完, 她看向肖采姨, 继续道, 其实啊, 只要娘娘你在宫中平安无事, 李姨娘自然安好。 都是做母亲的, 她哪里能不知李若的心思呢? 李若从不与她争抢什么, 一是知道争不过, 没有儿子也不必争, 二是为了让自己女儿好过。 只要李若安分手挤, 她又怎会为难她们母女? 听到房契尔的话, 肖采姨心中长松一口气, 把香囊按在胸口, 有些疲倦地扯开一抹笑, 道, 多谢母亲告知。 房契尔微微汗手, 又宽慰她, 别想那些个事了, 李姨娘也不愿看见娘娘你过得不开心。 说着这话, 她朝肖旺叔招了招手。 肖旺叔上前两部, 吕顺一群, 坐在肖采姨对面, 道, 其实今日我还有一事, 想请长姐帮忙。 肖采姨如今听到长姐二字, 神色有些恍惚。 恍惚间, 她像是看到了自己豆蔻年华, 身着裸裙, 带着一群弟弟妹妹在乡府后院扑蝴蝶的模样。 四妹有何事? 肖采姨开口询问。 肖旺叔答着, 是这样, 我想见见刘太一, 上次为我调制草蜜胶的那位刘太一, 我有一笔生意, 想和她谈谈。 谈生意? 肖采姨被她说得一头雾水。 进宫找太一谈生意, 她这位四妹, 到底是怎么把这三个词连在一起的? 房契尔在旁边解释, 臣妇给了她两间铺子, 她现在一心就铺在那两间铺子上, 张口闭口的, 就是钱和生意, 还请娘娘多担待些。 肖采姨立刻接话, 母亲言重了, 哪里撑得上什么担待? 四妹想谈, 尽管让她去谈就是了。 说完这话, 肖采姨直接朝贴身的宫女吩咐, 去太医院, 请刘太一来一趟。 是, 那宫女弯腰退下。 刘太一被请来交房店之后, 背着药箱, 看着肖旺叔, 年迈褶皱的脸上写满了老人家的茫然。 来找她看病的人不少, 来找她谈生意, 这还真是头一遭。 偏偏房契儿和肖采姨还转场到内室聊去了, 直接把大殿留给了肖旺叔和刘太一。 快, 给刘太一赐作。 肖旺叔端着茶杯, 不急不徐的语调, 让刘太一心里颠颠地站。 他老人家半只脚都踩进土里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却得到算计老人家吧。 一春搬来凳子, 笑眯眯地说着, 刘太一您做。 书下也端正地奉上茶杯, 道, 刘太一, 请用茶。 多谢小姐, 多谢小姐。 刘太一那个心惊肉跳, 连接茶的手都显得有些僵硬。 问世上有什么东西能让人不敢置信, 那莫过于, 萧四小姐的礼遇。 不知四小姐叫微臣前来, 是有个什么生意要谈。 刘太一问得有些忐忑。 他觉得, 以这位四小姐往日的作风而言, 今天不一定是要跟他老人家做生意, 直接从他老人家荷包里抢钱也是有可能的。 毕竟, 他真干得出来。 上次我受伤时, 刘太一为我调制的那草蜜胶, 不知刘太一可愿交卖药方。 肖旺叔直奔主题, 刘太一顿时作证, 答着, 不可不可, 这万万不可。 草蜜胶乃是微臣祖传之方, 家族世代相传, 岂可变卖。 这岂不, 岂不含了祖宗的心啊。 微臣百年之后, 哪还有颜面下去见列祖列宗? 之前不是说只要草蜜胶吗? 怎么还要上药方了? 药方这东西都是秘传, 是一个行医家族从祖辈积攒下来的, 轻易不往外转, 这怎么要得到? 听到刘太一的话, 肖旺叔微微点头, 表示理解。 随后, 他又退了一步, 继续问, 既然药方对刘太一如此重要, 那我便不要了, 不知刘太一可愿每月为我调制上二十罐呢? 见肖旺叔这么善解人意, 直接退了一步, 刘太一受宠若惊, 连忙道, 二十罐, 不多, 不多, 调制是可以的, 可以的。 只要这位四小姐不抢他的祖传药方, 别说调制二十罐, 给他调上二百罐都是可以的。 那便这么定下了。 肖旺叔笑意盈盈, 又问, 那刘太一调制一罐, 草药成本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不多, 不多, 微臣家中药材都是自家庄子采的, 调制草蜜胶虽有几味药较为难得, 但一罐下来也就二百文钱的样子。 小姐若是只要二十罐, 微臣送与小姐都成。 听到刘太一这话, 肖旺叔笑着提醒, 刘太一, 我是每月都需要二十罐, 供谨一门售卖。 草蜜胶一罐成本二百文钱, 二十罐就是四两银子, 长辞以网数额不小, 我们还是力气吧。 刘太一辛苦, 我们还想和你分五成立。 有章契约摆着, 大家都好办事。 太一的俸禄并不高, 哪怕是刘太一这个品接的, 六品太一, 年缝也只六百两银子, 再加一百二十十六米。 听肖旺叔要这么多草蜜胶, 犹太一迟一片刻, 又道, 那微臣这月先送与小姐二十罐, 若小姐真能卖出去, 再力气不迟。 若是卖不出去便罢了, 别叫小姐买去吃亏。 只送二十罐, 他还是送得起的。 若是每月二十罐, 那就另说了。 肖旺叔还是第一次谈到这种 怕他吃亏的生意, 一时间不知该做何感想。 只能说有个好爹好娘, 确实能为他省去不少麻烦事。 那好, 下月初一, 我派人去刘太一府上取药。 肖旺叔拍板定下时间。 刘太一笑得有些无奈, 叹着, 好, 微臣初一之前一定调制好, 只要小姐不怕卖不出去就行。 不过, 是些女子去扒的药, 能卖多少钱? 这位四小姐啊, 到时候可别赔了银子 在府上哭鼻子。 怎会卖不出去, 刘太一要相信自己治出的东西。 我身上这些不留痕迹的伤, 不都是活招牌吗? 肖旺叔满是自信, 又道, 若是这笔生意能成, 每月初一, 刘太一都能再多一笔进账不适。 刘太一抬手扶额, 笑着应下。 随后, 他又道, 这要用起来是外付的, 也没放什么格外需要注意的药材, 绝大多数人可放心使用, 效果依人而异。 说着说着, 刘太一一时也讲不清楚, 干脆道, 罢了, 微臣回去后将使用细则写下, 下月初一时, 一并交给小姐的人。 肖旺叔点了点头, 笑着应下。 谈完事之后, 他又和刘太一闲聊了几句。 最后, 见时间不早了, 他才以不耽误太一院的事情为由, 让宫女把刘太一送出了交房店。 刘太一走后, 义春才靠近肖旺叔, 奉上茶杯, 低声询问, 小姐真的很想要那草蜜椒的药方吗? 若是小姐想要, 去找夫人向爷说一说, 也不是拿不到。 义春正想着, 谁料肖旺叔笑着反问, 我要那东西做什么? 我又不行一。 那小姐刚才嗨。 义春继续询问。 肖旺叔答着, 我只是激一激刘太一, 让他快些答应罢了。 快到午膳时间了, 我不想耽搁午膳。 这个理由十分强势, 义春一时间竟然不知道他要再说什么。 只听肖旺叔继续说着, 那药方放在我手上也没用, 我还要担心被外人盗取。 即使找了别的大夫, 按照药方调制, 恐怕也没有刘太一调制的效果好, 平白砸了招牌。 不如辛苦一下刘太一, 让他亲自调制。 物以稀为贵, 反正锦衣门所需的量不多, 刘太一一人也忙得过来。 那就不必再多声势端, 去要他的药方。 药方放在刘太一的脑子里, 可比写出来交给他要安全多了。 刘太一的医术也比外面的大夫要高, 让他来制药再合适不过。 如果请外面的大夫制药, 他既要担心药膏质量, 还要提防对方盗取药方。 书下听完响了会儿, 眼前一亮,似有所悟。 义春在肖旺叔旁边听得半懂不懂的, 有些迷糊地点了点头。 听起来很复杂, 但他就是莫名地觉得小姐很厉害。 等肖旺叔和刘太一谈完之后, 肖采仪和房契儿, 两人踩着点从内室走出来。 房契儿问肖旺叔谈得如何, 肖采仪则是命人准备午膳。 不用想也知道, 肖判安要刘罗姨娘在她那里用午膳。 不过肖采仪还是给足了他们母女面子, 派身边的宫女去问了一趟。 午膳过后, 肖采仪在宫中逗留会儿, 房契儿又和肖采仪交代了一些经常交代的事。 最后, 在罗姨娘和肖判安那难舍难分的哭声中, 房契儿维持着脸上的微笑, 向肖采仪告退, 领队回府。 回府路上, 罗姨娘还在擦着眼泪, 不舍哀叹, 咱们判安这一胎怀得真是太辛苦了呀。 肖旺叔像个笼子, 翻了一页, 继续看书。 房契儿端坐在位置上, 闭目养神。 对于罗姨娘的声音, 她直接是左耳进右耳出。 我们接去了一天, 也没瞧见陛下去看看盼安。 陛下政务这么繁忙, 咱们盼安这胎怀得更不好受啊。 罗姨娘还在哀叹。 肖旺叔看着书, 反问一句, 朝政之事都是父亲代理, 皇帝忙什么东西了? 忙着为他的白月光幕出血哀悼呢吧? 或者忙着在肖红眼皮子底下拉帮结派, 挽救他自己日渐瓦解的保皇党势力。 肖旺叔一句话噎的罗姨娘闭了嘴, 房契儿仍在闭眼小气, 不知是听到了, 还是没听到。 梦东十月, 天气渐寒。 锦衣门还没开市, 请帖就已经提前三天送到了京师各家夫人小姐手上。 连带送出去的, 还有宫廷驱拔蜜药、草蜜胶, 每月二十罐限量出售的消息。 宫廷老太医亲自调制的膏药, 号称驱拔除痕的终点, 一时间吸引了无数女子的目光。 曾经用过草蜜胶的官家夫人小姐, 无不点头认可, 对刘太医的医术拍手称奇, 这让没有权利接触到刘太医的那些女子, 更是热切期盼。 成本二百文钱, 售价二十两银子。 阮复欣整个人直接震撼住了。 售价是成本的百倍, 他们这位四小姐是真的敢赌啊。 宫廷密药, 首先这太医亲自四个字便已经够有分量, 更别说刘太医的草蜜胶真有实效。 这里从来不缺负伤。 而负伤私下里想要请到太医出手, 不知要耗费多少财力去开路。 这种情况下, 他们极力请来太医, 大多是病痛缠身, 为了让太医来保住自己的性命, 而非修复家中女子的容颜。 对于负伤家的夫人小姐而言, 只花二十两就能买到太医亲自调制的宫廷区八密药, 绝对是他们的福音。 你放心, 这个价格对于草蜜胶来说, 只低不高。 肖旺叔说着, 抬手里了李一金, 双面绣纹的暗红锦衣华服, 在阳光照耀下泛着微光。 绸缎侠配花纹繁复, 配以腰间的绸缎束腰封带, 更凸显身形窈窕。 在他并肩, 金雕珠欠的一套勺药头面, 精美绝伦。 坠着银白珍珠的香囊挂在他腰间, 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 此刻, 肖旺叔整个人就透出一个字, 贵。 秦泰和玉池燕站在他对面, 两人一人一边, 合力举起半人高的铜镜,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供肖旺叔观看服饰。 旁边, 听到肖旺叔的解释, 软腹心沉思两久。 肖旺叔看他一眼, 继续道, 挑选出售的货物之前, 就该定好目标受众。 谁会买你的东西, 定什么价格合适, 你心中要有个数。 说着, 肖旺叔转过去, 看了看这套衣裳的背后。 义春在旁边夸着, 小姐别转了, 奴婢的眼睛都被晃晕了。 咱们家小姐, 这才真真是国色天香啊。 小姐这身衣裳一穿出去, 那得看着了多少人的眼珠子啊? 就你嘴贫。 肖旺叔说着, 随即诱导, 时辰差不多了, 义春书下, 你们去陈记给我买一盒山药糕, 再多买几盒姑娘家爱吃的糕点回来, 我们稍后去一趟房府。 义春立刻答道, 好的小姐。 书下也行礼应下, 是。 他们两人结伴出门之后, 阮复欣才又开口询问, 那,小姐, 既然是专攻给那些富商家的夫人小姐, 何不干脆再高一点? 哪怕订个五十两, 其实他们也受得住。 肖旺叔继续照着镜子, 面不改色地回了句, 我以为我这心已经够黑了, 没想到啊阮复欣。 秦太单手举着镜子, 顺口接上一句, 没想到啊阮复欣, 你小子更黑啊。 以后谁再和他说相优心声, 他就直接抡起这个长相敦厚的阮复欣, 砸在对方头上, 让那人知道什么叫长相与心思不符。 阮复欣摸着后脑勺, 笑得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 肖旺叔继续给他讲着, 售价二十两, 他们都承受得住, 这个价格对他们而言也不算太高。 听到每月限售二十罐的消息, 他们可能还要想方设法囤积一罐, 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五十两, 卖价太高? 当然, 他们也是受得住的, 但是他们会紧着用, 而且到了五十两这个价位, 在网上加点, 足以请到一位有些资历的太医, 给他们私下看诊了, 他们没有必须选择草蜜胶的理由。 到时候, 恐怕我们每月限售的那二十罐, 都不一定能卖完。 限售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打响名号, 正是因为他的数量限制, 会激发人的抢购欲望。 如果没人疯抢, 限售将毫无意义。 说完, 只见肖旺叔不紧不慢地走进玉池宴, 在他另一只手端着的托盘上拿起一张口汁, 烟红的口汁抿在他唇间, 妩媚动人。 整理好妆容之后, 见阮复欣还在思考, 肖旺叔诱导, 再一个, 草蜜胶这种东西, 如果有大批女子需要, 就代表他有极其可观的利益, 那么他的价格就不适合太高。 因为在我们之后, 一定会有数不清的商户闯进这片市场, 想要分一杯羹。 这时候, 我们既要保证草蜜胶的质量顶尖, 更要保证他的价格合适。 客人不是傻子, 他们会货比三家, 外价太高, 属于自掘坟墓。 还有就是, 二十两的价格, 许多官职不高, 末官家的夫人小姐也能够接受。 或是略有家底的百姓, 他们攒一攒也能有的。 虽说我们的客人定位在富商家的夫人小姐身上, 但你也不能完全放弃其余客人。 那些富商家的夫人小姐, 他们的需求是有限的。 年轻人, 别自己把路子走窄了。 锦衣门的目标客户虽说是那么一小撮花钱如流水的人, 但这个目标范围的辐射区域也很广, 它能辐射到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上层。 听完肖旺叔的话, 阮复新正重道, 属下明白了。 他说完没多久, 一春和书下笑嘻嘻地回来, 给肖旺叔介绍他们买到的沉寂新品糕点。 肖旺叔依旧只盯着一盘银白的山药膏吃。 即使看到那些新品糕点憨太可爱的造型, 他也没有产生多大兴趣。 不过建议春甚是喜欢, 就连书下都表现出了喜爱, 肖旺叔也愈发肯定, 憨太可居的小东西比较招女性顾客的喜欢。 坐在桌边吃了会儿, 吃个半饱之后, 肖旺叔起身整理仪容, 朝阮复新说着, 行了,锦衣门开示的事你先张罗着。 说完, 他又看向还举着镜子的秦泰和玉池燕。 你们俩,放下吧, 随我去房府一趟。 是。 秦泰和玉池燕放下铜镜, 扭了扭手腕。 等肖旺叔把自己收拾的光彩夺目, 一春和书夏跟在他左右, 提着糕点, 秦泰和玉池燕跟在他们身后捧着扁和, 五人出门下了楼。 锦衣门外, 罗星、杨平、江临海、李牙四人正守在门口, 看着马车。 见肖旺叔出门, 他们立刻摆好车凳, 拉开车帘。 秦泰和玉池燕走到车后, 把手里捧的一摞扁和放到车厢后面。 等肖旺叔带着一春书下上了车, 他们两人走到车前, 结果罗星他们递来的马鞭, 一左一右坐在车员上, 业务熟练地充当车夫。 车厢四脚坠下的铜铃叮铃作响, 马蹄踢踏前行。 罗星四人跟在车旁慢跑, 始终和车厢保持着固定距离, 脚步不落分毫。 防腐微额依旧。 以往肖旺叔每次来防腐时, 都是随房契儿一起回来的, 这还是他第一次单独登上防腐的门。 他刚下马车, 防腐管家立刻上前相迎。 旺叔小姐可算是来了, 您的帖子一地, 老太太和二小姐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您呢。 待看清肖旺叔今天的打扮, 那老管家眼里都难眼惊艳之色, 愣了会之后才缓过神来。 旺叔小姐出落的, 可欲发向契儿小姐了。 不不不, 乔老奴这张嘴, 您可比契儿小姐当年还要美上几分。 母亲倾成容颜, 全靠他把我生得好。 肖旺叔边说着, 边走进防腐大门。 都对都对, 反正两位小姐都是倾国倾城的美人。 老管家跟在肖旺叔身边走着, 想起什么事的, 又提醒他, 旺叔小姐接来得巧, 宰相也在府上, 正和老太爷商一些什么呢? 旺叔小姐和二小姐玩闹时稍微当心些, 勿要惊扰了宰相和老太爷。 肖旺叔挑了挑眉, 父亲也在。 那还真是巧了。 可不是吗? 您啊, 就先和二小姐去后院, 陪陪老太太。 稍后, 相爷和老太爷谈完了, 老奴在悄悄与你们说, 如何? 房府的老管家也上了年纪, 一言一行, 完全还把肖旺叔和房启罗当成小孩子再哄。 肖旺叔脸上浮现一抹笑, 点头应下, 也好。 不过, 他应下还没多久, 还不等老管家带他去后院, 肖旺和房景太就已经谈完事走出大厅, 迎面遇上了肖旺叔一行人。 孩儿见过父亲, 老管家还愣着的时候, 肖旺叔已经朝肖红行玩了礼, 又转向房景太他们, 扶身道, 见过外祖父, 大舅舅, 怀锦表哥。 房景太难得见肖旺叔单独上门, 有些好奇, 朝他招了招手。 肖旺叔上前几步, 让他瞧得更仔细些。 咱们旺叔终于舍得出窝了, 这才是吗? 常来陪陪你外祖母, 和你表哥表姐多走动走动。 你外祖母最念叨的就是你, 你常来, 他心情也好。 房契儿以为人妇, 没法时常回来。 但肖旺叔还是个归宗姑娘, 她还是能到处走动的。 听到房景太的话, 肖旺叔温顺道, 只要外祖母不嫌孙儿烦, 孙儿以后肯定常来。 又美艳又温顺, 这样强烈冲突的两种特性, 此刻融合在同一个人身上, 叫人看了, 心里抓痒。 至少在房淮景, 看来是这样的。 祖母哪怕嫌我和启罗烦, 也不会嫌旺叔表妹, 表妹尽管来就是了。 房淮景笑得和煦。 肖旺叔回着, 有外祖父和表哥这话, 那我就放心了。 这时, 肖红朝她说着, 快去吧, 老太太指不定多厚着你, 别叫你外祖母久等。 是。 肖旺叔扶身婴下, 向众人行礼告退。 目光触及陈楚, 她也一瞬地行礼行过去了。 陈楚一直注意着她, 刚看见她扶身, 她就立刻抱拳回礼。 倒是旁边的陆续扬慢了半拍, 没想到肖旺叔行礼, 还捎带上了他们。 直到陈楚的礼都回了一半了, 她才反应过来要回礼。 短暂地碰面之后, 肖旺叔和他们打过招呼, 就跟着老管家去了后院。 一春秦太他们提着糕点, 抱着扁和跟在她身后,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去了仿老太太的院子。 都说了, 表妹你递了帖子肯定要来, 祖母还不信, 和我确认了好些次, 问我你是不是真要来。 肖旺叔刚到, 房启罗就上前迎着她进门, 继续惊叹, 表妹这身衣裳真好看, 这头面也好看, 在哪家绣娘那儿做的? 敢明我也去试试。 真正名门大族的小姐, 都是极少出门买衣裳的, 全是绣娘上门量好尺寸后, 再回去材质。 成衣铺子里的衣裳, 她们极少有瞧得上的。 瞧瞧, 我就知道表姐生性爱美。 这不, 衣裳和头面都给你送来了。 肖旺叔边说边朝后面招了招手。 秦太他们六人看到肖旺叔招手, 在家里的丫鬟婆子之后, 他们六人又立刻出去, 和院里护卫一起待在门外。 见房起罗好奇地查看盒子去了, 肖旺叔则是先上前扶身, 给房老太太行礼问安。 见过外祖母, 外祖母扶寿金安。 房老太太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 忙朝他招手, 快叫老生瞧瞧你, 有些日子没见, 怎么出落得这么漂亮了? 见肖旺叔走近, 房老太太眼里闪着泪光, 拉起他的手, 边拍边笑道, 真相, 越看越像你母亲小时候。 肖旺叔摊开另一只手臂, 笑盈盈地说着, 外祖母瞧瞧, 母亲街早上还在说我, 人靠衣上马靠安。 房老太太立马笑开了, 呸呸呸, 你别听你母亲魂说, 咱们旺叔就是天生丽质, 穿什么都好看, 穿好了更好看。 表妹, 这怎么这么多盒子啊? 房起罗绕着那些扁盒看了许久, 肖旺叔回头朝他说着, 表姐打开瞧瞧, 里面有给你背的衣裳首饰, 那我瞧瞧, 房起罗打开搭扣, 撑开盒子看了一眼。 煞时间, 珠宝华光璀璨夺目。 尤其是房老太太那套铜面, 宝气内脸, 偶尔倾泻的华光叫人一步开眼。